我特别好奇 这个历史排名 是不是每一波的受潮 都有个固定的排名 小洒老师问道 肯定是 不过张神他如此厉害 却每次都只是排在历史第八 第六的位置 那排名更靠前的人 岂不是比张神都要更加厉害 冰冰微微惊疑 比张霄都要更厉害的人 真的能够存在这个世界上 难不成是超级人类 不应该啊 超级人类可没有张霄牛逼 血日落的超级人类的战力 大家有目共睹 远没有张霄强大 垃圾的一匹 张霄一人就能在几分钟内 解决掉七百多只蜗牛兽 血日落的超级人类呢 根本不行 你们要注意历史这两个字 往更深层次的方向挖掘线索 那就表明 我们的祖辈 也经历过一世战场的洗礼 局座轻轻点了下桌子 目光凝重 可能一世战场 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不过 我们现在还是安心的等张霄 给我们带来丰厚的资源 这样 九州才能飞快的发展 摆脱蓝星的束缚 蓝星资源日益枯竭 尽管经过义士战场的续命 但终有一日 肯定是不能待在蓝星上的 那么 有了义士战场的奖励 说不定会得到某种高级文明的超级科技 进而一飞冲天 离开蓝星 打造超级太空基地 太空国 也不是不可能的 就看张神 能不能给我们九州 找到这些高级文明的超级科技了 潇洒老师目光中满是期待 连云金那种 不存在蓝星上的金属 都能奖励给九州 说明 义士战场肯定还会奖励一些 蓝星上不存在的东西 一时间 九州所有人对张霄接下来的动作 无比期待 舍血飞腾 此时 张霄和二狗子正在沙漠中 飞速前行 一路向北 剑指 大影花 一路向北 有烈烈沙漠 灼灼大日 万物不生 根据地图导航仪 北面就是大影花国的城门 一人一狗 飞快地赶过去 沿途没有寻到宝物 也没有找到资源 静止朝着大影花国门冲去 张霄这是要去哪 按照之前猜测 他赶路赶这么快 肯定是要去某个国家 完蛋了 不知道是哪个国家这么倒霉 祈祷 千万别是我们大影花国 喂 楼上的巴达亚路 我们大影花怎么了 左左目道大人 可是传承见诚 无敌的好吧 我笑了 他如果是无敌的 为什么每次受朝员 比张霄要慢许多啊 各国人们哄堂大笑 大影花吹牛逼的本领 一直都在及格线之上 从未跌破 不过 吹牛逼归吹牛逼 事实摆在面前 就算是不愿意相信 那也得信 你们大影花的左左目道 就是打不过张霄 不信的话 可以等会看看 大影花直播间 哼 不知道这次张霄 会去哪个国家的城门 美女主持天海一吸奶 呵呵一笑 郊区颤动 似乎对张霄 要去城池很是期待 不管去哪个城门 总之 是不会来我们大影花的城门 战略战士大臣 满不在乎的笑了笑 似乎并不担心 在张霄将谢日落 和枫叶国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时候 他们大影花苟着发育 已经得到了很多资源 光是国土面积 就增加了二十多万平方公里 大大缓解了他们的燃眉至极 要知道 大影花人口达到了七八亿人 本身的国土面积 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后来 更是挖土填海 人工造岛 不然的话 大影花国土早就爆炸了 谢日落太惨了 根据前方传回来的最新报道 他们沿海城市 已经全部被凶兽侵占 大有 将整个雪日落包围起来的趋势 一旦他们形成了包围之势 那么 雪日落的下场 可就要凄惨无比 见到协会会长 漩涡水门冷笑了声 眼中满是细血 呵呵 这还要多感谢张霄呢 如果不是他的话 像雪日落这种老牌国家 根本不可能在议事战场中 率先崩溃 对外总长呵呵一笑 激动的拍手叫好 此刻 议事战场中 有几个大国的选手 已经成功抵挡住兽巢 尼洛国选手塔斯亚 成功抵挡住第五波兽巢 用时 一小时34分56秒23 评分等级 A级 大英花选手左左目道 成功抵挡住第五波兽巢 用时 一小时36分51秒32 评分等级 A级 大英国选手哈基斯 成功抵挡住第五波兽巢 用时 一小时49分中32秒21 评分等级 A级 大英花选手 左左目道 腰胯长剑 背负导弹筒 离开城门 往沙漠深处奔走 他本打算 在张霄离开九州城门的时候 去将九州的城门攻破 但仔细算了下距离和时间 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体力 还回奔波 早知道 我就找一只战宠了 这样 我就能像张霄一样 节省很多体力 左左目道想到了张霄身边那头C级凶兽 暗日亡狼 十分羡慕 寻思着 这次进入沙漠之中 也要找到一只同样的凶兽 看看 他要去找一只和张霄一样的战宠 太厉害了 我的左左目道君 你就是我的偶像啊 我相信我们左左目道大人 一定能找一只比张霄的 还要更厉害的战宠 张霄他就是的垃圾 我们左左目道大人 不屑于发挥出实力罢了 没错 等他遇到了我们左左目道大人 肯定会跪下求饶的 这些脑袋里 充满了密知自信的大影花国民 认为左左目道的实力 一定在张霄之上 之所以 现在他不展露出来 是为了日后阴张霄一下 行走天下 万事留一手 其实 你们一直在说 按照抵挡受潮的时间 来判断个人实力的强大与否 实际上是错误的 剑圣公本开口说话了 他盘坐在地 脚踩木鸡 披散头发 面容枯狗 仿若精气神流失了许多 若认个人战力的话 左左目道不见得比张霄差多少 因为 他不仅是剑之一道的天才 更是忍术一道的天才 忍术一道 乃是忍者暗杀一脉 可以在任何地方对敌人进行无声无息的暗杀 如果他遇上张霄 死的人 肯定是张霄 直到现在 剑圣公本才缓缓道出左左目道的秘密 不仅是见到天才 还是忍到的天才 精通两大派系的力量 无人可敌 如果张霄正面遇上他的话 只怕会被悄无声息的缠上 从暗中击杀 大饮花国粹 本来就是以阴险狡诈着称 其本土所创造出来的忍术 更是在暗杀一道 十分精湛 种在一个影子 各国文声色变 没想到 大饮花选手左左目道 才是隐藏最深的那个 就是不知道他的忍术 到底是什么 若是能见到 那么就能对其有针对性的 采取战略方案了 接下来 应该好好研究一下 大饮花选手左左目道的能力了 各国高层都在心里这么想 不仅仅针对的是张霄 还要再针对左左目道 当然 左左目道的实力 并未完全展现出来 不少人还是心里抱着疑惑的态度 碰 左左目道遇到了一只地 即凶兽 三铜沙马 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地 即凶兽 张霄都已经不知道 杀死了多少只 左左目道 却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凶兽 一下子就惊住了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三只眼的大蟒蛇 不过 在了解到 他只是地 即凶兽后 镇定下来 本打算向后探去 拿起导弹筒的手掌 缓缓缩了回去 一把抽出了腰间的长刀 蹭 寒光森寒 杀气逼人 左左目道单手握刀 缓缓抬起刀锋 对准了面前的沙马 面罩遮住了半张脸 看不得他脸上的表情 但 他双眸中 却是闪烁着激动和兴奋之色 不管战斗如何费劲 如何惨烈 至少 战斗之前 要把pose摆好 要把逼格装到位 面对地 及凶兽 左左目道 严阵以待 手中长刀 夕阳残光下 闪射出一抹血红 身为大影花的见到天才 现在 我将用我最敬重的建议 将你斩杀于此 他看着面前的三铜沙莽 眼眸微眯 闪烁着兴奋和嗜血的光芒 撕裂 三铜沙莽猛地扬起舌头 狠狠地撞向了左左目道 巨大的兽区 粗糙厚重的蛇灵 携带着恐怖的怪力 卷起数吨沙石 从天坠落 哄 风暴爆裂 左左目道眼瞳经缩 他之前也不是没杀过的地 守城门的时候 那些C及凶兽 似乎也没有如此之大的阵势 三刀流 地裂 左左目道杂眼神一灵 手中长刀灵灵作响 发出一声清鸣 他一步踏出 低鹤声 缓缓回荡在此方天地间 长刀之上 有一丝丝白色雾气 从上方流窜 覆盖其上 乍一看 就跟电影特效似的 死了 剑气凝聚成实质 竟是让这并长刀 瞬间暴涨数倍 达到了五米之长 刀锋划破长空 骤然一挥 刷 人们只能看到 面前闪过一道白光 下一秒 三童沙蟒身上 就出现了一道血痕 剑气比剑身快 鲜血从三童沙蟒身上 喷射出来 哄 沙蟒蛇尾疯狂甩动 轮动 让左左目道无处躲避 手中长刀向前一挡 脚下飞快向后倒退 同时身体在地面一旋 手中长刀向前猛的一劈 将三童沙蟒的尾巴 给斩断开来 死后 他怒了 舌嘴张开 吐出倾盆大雨般的酸臭腐蚀液 左左目道身上的衣服 被腐蚀出了一个个窟窿 他急忙将衣服扯下 扔了出去 不然 整个手臂都会被腐蚀殆尽 手起剑落 碰 三童沙蟒硕大的舌头猛的一撞 将左左目道撞飞了出去 但剑气也是落在了他的身上 又是一道血痕 不过 伤势并不重 不应该啊 这真的是地极凶兽 我都砍了两剑 一点伤势都没有造出来 左左目道眼神威宁 翻身从地上滚了起来 双手握住长刀 竖在面前 喃喃自语 三刀流 天崩 呼啦 这黑金色的古刀上 闪烁出玄妙的金光剑气 金光之上 呈现出一颗古老的天眼 天眼崩裂 万物死寂 天崩 剑气可斩天 听上去气势磅礴 实则 左左目道这一剑 斩在了三童沙蟒的身上 并未如众人想象中那般强大 将其斩断成两截 只是 将其斩出一道身痕 露出了其中森森白骨而已 这让各国人们大失所望 要知道 张霄击杀地及凶兽的时候 一铲子就能将其拍成肉泥 而这个左左目道 却弱了不止一个档次 都放大了 还不能将其斩断 就连大影花的人们 也叹息了声 无奈地摇了摇头 太可惜了 就差一点 不行啊 这实力根本就不和张霄 一个水平线上的 虽然我是大影花的国民 但有一说一 张霄的确牛逼 天拉撸 左左目道 肯定打不过张霄了 论真实性 大影花国民 还是头脑比较清醒的 之前也不是没有嘲讽过九州 嘲讽过张霄 但在张霄无与伦比的 强大战斗画面下 他们被打服了 为之臣服 甚至 有些大影花国民 更是在家里 供奉张霄的神像 还出言 自己是九州的后裔 希望能够得到九州的庇护 张霄的守护 当然 这肯定是在白日做梦 却完美地印证了一点 张霄有多么强大 呃 这个 这个 大影花直播间 剑道协会会长 悬我水门 尴尬一笑 刚刚他还自信满满地说 左左目道一剑 就能将这个地 及凶兽 斩断成两截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使他措手不及 这个三头沙蟒 本身就以防御力酌撑 防御强度 可以比肩地级 甚至是C级 左左目道的剑没有问题 只是这头凶兽 防御强度的太高了 剑圣弓本面无表情 镇定自若 没有丝毫的失望 因为 他清楚左左目道的实力 蹭 正此时 左左目道手中长刀 甩向了半空中 脚尖猛的一点地面 踩着沙蟒的兽区 跃向了空中 一把握住了长刀 狠狠地劈在了 那森森白骨之处 顿时 这条巨大的沙蟒 舌脸争鸣 痛苦地惨叫一声 轰然倒塌在地 动 沙尘扬起 左左目道从烟尘中走出来 十分装逼地微微低头 手中长刀一旋 猛地插进了刀鞘中 哇塞 太帅了 实在是太帅了 我左左目道大人太厉害了 这么快就将地 及凶兽杀死了 牛逼 牛逼 这要是和张霄对上了 绝对能将张霄 打得满地找牙 赶紧地去找张霄 和他决斗 快呀 不能让公本老头等久了 他可是说 你能打过张霄 大影花国民 纷纷在网上留言 也不知道 这些话 是真的在鼓励左左目道 还是在暗讽左左目道 九州国民看了之后 笑得前仰后合 是个明白人 就知道他们大影花国民的意思 真是没想到 竟然有自家国民 会对自家选手这么说话 开了天眼了 关键是不止如此 死亡如风 长伴无声 长路漫漫 唯剑作伴 左左目道仰头 看了眼昏黄的夕阳 淡淡吐了口气 眼中有着一抹的寂寞和无奈 这画面 就好似剑豪在杀完人后 因为太无敌 而感到寂寞 就叹了口气一样 太装逼了 九州直播间 捕捉到了这个画面 众人笑得前仰后合 捧腹到倒地 这特么逼王啊 战斗力不行 逼格倒是直接拉满 相比之下 我们的张神 可就低调很多了 我真想知道 他被张神打倒在地的时候 会不会说一句 我还会回来的 楼上的 你是想笑死我吗 不 他不会说我 还会回来的 而是会说 灭亡之路 短得超乎你的想象 绝 绝了 就连小洒老师等嘉宾们 都忍不住调侃了起来 说起来 左左目道给大影花 获得了不少的资源 这个家伙 该不会都是靠运气捡的吧 小洒老师呵呵一笑 毫不客气地嘲笑着左左目道 有时候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只不过 我们张神的实力 将他的运气 完全掩盖了下去 冰冰笑了笑 语气柔和 带着一丝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我听说啊 这个大影花直播间里的嘉宾们 还想让张霄和左左目道拼一拼 局座笑了笑 眼中近视不屑 什么狗屁的见到天才 什么狗屁的忍到天才 都是垃圾 在张霄面前 一切都是虚无 不知道张霄这是去哪里 希望是去大影花国 和左左目道拼一下子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选手 有点嚣张啊 张神 给我干他压的 让他们常常记性 九州观众们 在直播间的弹幕上 疯狂呐喊 为张霄加油 打靠 想让他去大影花 很快 国际论坛上 张霄行进的路线 时时更新 并且 有几位大神 推算出来 张霄前往的目的地 就是大影花 我的天 我的天 张霄他要去的地方 应该是大影花 哈哈 不会吧 不会吧 大影花这是球锤的锤吗 这是 之前 大影花还说 想让左左目道 和张霄战斗 看看是如何压制张霄的 我去 真的是大影花啊 你们快看 这个左左目道的踪迹 竟然和张霄 差一点就重合了 他们竟然就 相隔两座沙丘而已 相下而行 顿时 各国人们心中的激动 被点燃了 他们纷纷 看向大影花直播间 九州直播间 想看看张霄 是如何击杀左左目道 哎呀卧槽 一时战场 给了我们一个上帝视角 忽然 一声惊呼 从大影花直播间内传出 所有人眼瞳经缩 齐刷刷的凝视着屏幕 随着镜头的上移 悬浮在高空中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下方沙漠中 一侧有一人一狗在狂奔 另一侧有一道人影在飞驰 两者之间 就相隔两座沙丘 擦肩而过 可惜了 如果张霄遇到左左目道大人的话 一定会交给张霄做人的 见到协会会长 悬我水门呵呵一笑 心中松了口气 但嘴上却丝毫不客气 如果现在能发消息就好了 我们一定要让左左目道 找到张霄 该装逼的时候 就绝对不能含糊 战略战士大臣 大乃兹一郎 满脸的惋惜 悲愤 有一种错过了一个亿的可惜 不得不说 这表演 肯定是要给满分的 流量明星看了 都得知乎那行 说起来 我倒真的想看看 他们二人相遇后 会是如何的一番场景 我有一种感觉 他们两个人 马上就会相遇 天海一息 乃言嘴轻笑 容光艳美的俏脸上 有着一抹期待和激动 到底是大影花的剑势最强 还是九州的张霄最强 爹 说来也怪 不知道是不是天海一息乃的话 让张霄听到了 原本按照直线 比之前行的一人一狗 不知为何 竟是突然偏离了原来的路线 静止拐弯 朝着左左木道的那里冲了过去 看这架势 张霄是要找左左木道 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这一幕 各国人们大惊失色 尤其是大影花直播间内的嘉宾们 国民们 都恐慌了 卧槽 卧槽 这相隔两座沙丘 怎么可能会找到左左木道的踪迹 难不成是听到了什么声音 也不对 左左木道并没有和凶兽战斗 哪里来的声音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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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霄翻过沙丘了 我去 张霄这是打算截住左左木道的路啊 牛逼 我算是服了 张霄是真的牛逼 这听声变味的能力 要是放在刺激战场里 绝对没把吃鸡 马上就要疯了 两人相遇了 动 这一刻 所有人体内的热血被点燃 轰腾起来 大影花直播间的嘉宾 心神猛的一惊 提到了嗓子眼里 妈的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天海一吸奶 真是个毒奶啊 这都能让他说中 也不知道这个左左木道 到底是不是如剑圣公本所说那样 忍道无敌 要是不行的话 那肯定就会被张霄给斩杀 国民更是双手紧握 心里直突突 虽然 之前那他们嘲讽左左木道 可真的遇到上了张霄 他们肯定还是希望左左木道胜利 毕竟 这可是 关乎他们所有人的生命 一时战场中 张霄带着二狗子 连着翻过两座沙丘 看到了下方飞速奔跑的那个人影 旋即 纵身一跃 从沙丘上 蹦射落地 稳稳地落在了左左木道的面前 将其飞奔的身影拦了下来 张霄拎着弓兵铲 盗袍下垂 双肩松垮 站在左左木道面前 仰着脸 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 抱歉 此路不通 抱歉 此路不通 淡淡的轻笑声 回荡在一世战场的上空 犹如一柄重锤 狠狠地敲击在左左木道的心神上 蹭 他急忙止步 定睛看向前方那道人影 心中微惊 什么人 竟敢拦住他的路 看着打扮 应该不是大英那边人 宇宙国 九州 人妖国 他思绪乱飞的时候 一道兽影 从后方猛地窜了出来 一巴掌将左左木道 打飞了出去 太弱了 虽说有偷袭的缘故 但左左木道 压根就没反应过来 刚听到身后传来的风声 打算拔出长刀 身体旋转 躲避开来 就在他手指按在刀鞘 右脚横移出几厘米的瞬间 二狗子从天降 厚重巨大的狼爪 将其整个人扇飞了 碰 左左木道 撞进了沙土之中 第一回合 击 击 简直不要太轻松 张霄愣了下 看着用狼爪 打了个哈欠的二狗子 无奈地笑了笑 喂 能不能让我先把台词说完 你再把他打飞出去 我这还没开始装逼呢 就被你给打断了 二狗子像没听到似的 静直地走向左左木道 这家伙还没死 自己得补一刀 听张霄的意思 这家伙是他的死对头 是那种能下死手 就绝对不能让他 流一口气活着的死对头 这一幕 让屏幕前的各国人们 心中蒙上了一层寒意 我去 绝了 真是绝了 一巴掌人就没了 张霄的战宠 可是C级凶兽 你们可别小看他 牛逼啊 如果不是刚才将 左左木道一巴掌扇飞了 我都忘了 这条长得像二哈的狼 是一只暗日亡狼 不会吧 不会吧 难道左左木道 连张霄身边一只战宠都打不过 嗯 理论上是这样的 现在没有任何国家的选手 能靠自身实力 打死一只C级凶兽 除了张霄 国际论坛上 热议爆棚 特推 银丝 脸盆等等各大网络媒体 热搜第一 清一色都是 锦号左左木道 被张霄战宠拍飞锦号 这无疑是在当众 打大影花的脸啊 脸都丢到了国际上去 大影花国民 只觉得脸面无光 之前这些嘉宾们 叫得那么欢快 现在呢 一个个都不说话了 那个剑圣公本老头 你他妈不是说 左左木道是忍术的天才吗 你倒是继续说啊 不敢说了吧 嗯 这个 这个嘛 我认为是左左木道大人被偷袭了 根本无法躲避 对 就是这样的 要知道 刚刚左左木道大人在思考 思考过程中 这只狗从后面突袭 这才导致左左木道大人被击中 见到协会会长悬我水门 捉摸着下巴 一本正经的继续编造理由 天海一息奶捂着额头 不敢抬头 只觉得脸面无光 这个时候 战略战士大臣 武道公部部长都不说话了 你他妈还在那下几把鞭 脸皮可真厚啊 咱们打不过张霄就说 打不过不就行了 为什么非要找借口呢 看看 现在这个局面 多尴尬 不知道剑圣大人怎么看 悬我水门感受到大家眼光的异样 心中生目 却不敢发作出来 冷不丁瞥了眼闭目养神的公本 心里一横 索性将这个老家伙 拉出来边施 你不是说 左左木道很厉害吗 现在闭着眼睛 当做没看见 坐着看 公本剑圣一本正经吐出三个字 依旧闭着眼睛 调息养神 大有一种 我不看你们 就不是我尴尬 而是你们尴尬的意思 放心 要相信左左木道 要相信 我们大影花 传承数千年人的忍道之法 公本剑圣淡淡说道 暗下了大家心中的悲愤和羞辱 九州直播间 小洒老师一拍桌子 大声笑道 连我们张神的战宠都打不过 也想和张神拼两下子 局作笑而不语 眼中擒着一抹无奈 他是对左左木道的实力感到无奈 现如今 遇到了张霄 等待他的唯一下场 就是死 没有第二个选择 为何 因为但凡一个九州人 一个拥有民族自豪感的九州人 对大影花 无意不是痛恨厌恶恶到了极点 当然 有些大影花国民 还算淳朴善良 倒是不应该被算进来 可对于参赛选手 仇视九州的大影花人 根本不需要手下留情 有一个算一个 通通杀了 血海深仇 不共戴天 哪怕是清静长江黄河之水 也无法洗尽 我想 张神既然来都来了 接下来 肯定会去大影花国城门走一趟 冰冰小手交叉 抱在一起 听到他这话 所有人顿时不寒而栗 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想想血日落 枫叶国的惨状 如果张霄真的去大影花的城门走一趟 只怕 很快 大影花就会沦落至此 碰 二狗子一巴掌拍向了倒叉在沙漠中的左左木道 张霄眼神威宁 急忙立合道 别碰他 但话音未落 二狗子已经狠狠地打在了上面 碰 一团诡异的黑雾从左左木道身上猛地爆散开来 啊呜 啊呜 二狗子惊吓了一跳 蹦蹦跳跳地在原地 飞快地向后倒退 像是找妈妈一样 躲在了张霄后面 那么大一只凶兽 躲在张霄的后面 这画面 怎么看怎么诡异和谐 黑雾迅速笼罩在了此地 伸手不见五指 真是有意思 我倒要看看 他左左木道 想要干什么 张霄气定神闲 悠然自得地站在黑雾中 丝毫不慌 脚下 封后其门 四盘九弓 早已缓缓转动起来 方圆千米 但凡有点风吹草动 接在他的掌控之中 说 一直闭目养神的功本剑胜 睁开了双眸 老脸上露出了一丝自信的笑容 猎杀 开始了 逼格十足 硬是把在座的所有嘉宾们 唬得一愣一愣的 瞬间 大影花国明星中 又有了自信和底气 满是期待地盯着屏幕 希望左左木道 可以战胜张霄 哪怕无法战胜 至少也要能逃走 不要被张霄杀死 死了 忽然 一道破风声 从黑雾中响起 一抹黑光 和黑雾诡异地融合在一起 森然寒光夹杂着阴冷的杀气 瞬间刺向了张霄的背后心窝 黑光速度之快 犹如闪电 悄无声息地出现 几乎让人无法感受到它的存在 刀锋冷不丁闪射出一丝白色的寒光 方才让人看出来 这是一柄长刀 刀锋距离张霄后 被心窝的距离之近 只有三米 一秒 不 甚至都不需要一秒 零 五秒足矣 哪怕这个人的反应速度再快 也不可能再零 五秒内躲开刀锋的穿透 张霄 必死无疑 看到这一幕 大影花直播间 屏息凝神 大气都不敢戳 死死地盯着刀锋 期待着刀锋 能够贯穿张霄的胸膛 杀了他 杀了他 牛逼 不愧是我大影花的人道 暗杀之术 实在是精妙绝伦 竟是让张霄都无法躲避 左左目道大人 带着我们大影花的荣誉 将张霄杀死吧 嘉宾们 国民们为之欢呼雀跃 十分激动 以为他们大影花 将会成为第一个杀死张霄的国家 体内的热血 不受控制的燃烧起来 眼看刀锋就要刺穿张霄的胸膛 叮 尖锐的刀锋 陡然停滞在了衣服上 诡异的不动了 仿若被什么东西禁锢在了原地 无法前进嘶吼 怎么回事 怎么不刺进去 怎么不杀了张霄 不仅是大影花的国民 嘉宾赶到猛圈 各国人们都为之惊愕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左左目道的剑锋 停滞在张霄的衣服上 不继续刺进去 这时 有人想到了 大惊失色 大声惊呼出来 定身术 是定身术 之前张霄施展出来几次 很快 所有人都想起来了 张霄有一种超能力 可以将物体定在原地 不能动弹 难不成 左左目道也中招了 不可能 我左左目道大人是无敌的 怎么可能会一招就败了 见到协会会长 眼看就有希望杀死张霄 结果 下一秒 瞬间坠落谷底 陷入绝望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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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旦被张霄定住了 肯定无法脱逃啊 战略战士大臣大乃兹 一浪脸色阴沉 绝望地吼道 剑圣大人 您怎么看 左左目道 是否有什么逃脱之法 天海一息乃看向在那里 闭目养神的宫本剑圣 出声问道 现如今 只能用精神力干扰张霄 让他自动将此术法解除掉 不知道 左左目道 能否利用好他的右眼 剑圣宫本心里自然一沉 咯噔一下 定身术 他自然有所耳闻 传言 能够将此物体束缚住 灵魂都无法摆脱出来 在圣殿山上 很多阴阳士都会此咒 不过 他们远没有张霄如此强大 可以瞬间就施展出来 将对手定住 右眼 什么右眼 众人闻声 颇为惊疑 左左目道 曾经在古天来河边 吃了一株草 当时 我们翻阅了古籍 分析了血液样本 做了很多科学研究 都无法分析出来 这株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但自那时期 左左目道的右眼 就产生了一丝奇异的变化 他的眼瞳能够瞬间放大 释放出一种 迷幻人心神的法相 并且 能够看破一切迷雾 看破万物虚妄 剑圣公本娓娓道来 死 听完后 各国人们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这特马还是人类吗 这是超级人类战士 又是忍术 又是剑术 又是能够让人迷幻的眼瞳 我知道 据说 有些人天赋一禀 生来就有阴阳眼 黄金铜 能够看破虚妄 看破迷雾 看透古董宝藏之所在 本来我们是不幸的 没想到 今日却是有幸亲眼所见的神奇之处 牛逼了呀 我低个 没想到左左目道 竟然是个这么厉害的人 我的天 左左目道 身具这些奇异的能力 如果还是打不赢张霄的话 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众人议论纷纷 有对左左目道的奇异能力 感到震惊的 有对左左目道 感到担忧和紧张的 更有对左左目道 感到失望和不懈的 一世战场中 张霄缓缓转过身 手掌如玉石般 轻轻握住刀锋 看向隐藏在黑暗中的左左目道 认数不错 可惜 想要杀我 还远远不够 给我滚出来吧 旋即 手掌握住刀锋 向前猛的一拉 左左目道 便是被张霄从黑雾中拽了出来 拽出来的瞬间 四目相对 左左目道右眼中 竟是绽放出了一丝诡异的蓝光 这道蓝色光点 十分诡异 十分隐蔽 根本让张霄毫无防备的 就着了道 脑袋嗡的一声 雷声滚滚 翻江倒海 仿若有个人在对自己的脑袋 狠狠轰击一般 有一种天晕地旋的感觉 好在张霄的精神力强大 这种血运感 仅仅只是一瞬间 就被张霄给吞噬掉了 但乱惊唾却是自动解除了 左左目道感应到身体能动了 瞬间消失在了黑雾中 几乎是张霄清醒过来的瞬间 他就消失了 毕竟 左左目道也算是一个天才 战斗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他知道要利用自己的右眼 来让自己挣脱 并没有因此贪求更多 比如趁机刺杀张霄 如果他真的生出这个念头 那他就真的走不了了 阴阳眼 幻云童 万佛眼 张霄脑海中 一下子蹦出来这么几个铜树 之前 他曾见过拥有这种铜树的人 比如剑宝那一行 真正牛逼的大佬 都是拥有奇人艺术的 再比如赌石那一行 你以为人家是靠运气 实际上 人家有一双能看透实皮的双眼 只不过 没想到在这里 竟是碰到了 能让人产生血运的铜树 他的眼瞳里面 有一个大佛的眼睛 我只要盯着看一秒 就会瞬间被吸进去 古九州肯定也拥有这种术法 只不过 如今都失传了 张霄眼神威灵 这个左左目到的能力还不少 或许 他的能力对凶兽没有什么大作用 对于抵挡兽潮并不会有帮助 但是 用来杀人 那就是另一个说法了 根本就是天生为暗杀而生的 如若不是自己的精神力很强大 能够瞬息间 就将这侵扰脑海的佛颜给吞噬掉 只怕 他现在已经成了左左目到的刀下亡魂 有意思 好久没碰到这么有意思的对手 不好好玩了 怎么行 当浪 工兵铲放回背后 道袍清辉 站在原地 闭上了眼睛 我闭上双眼 你来便是 只能得的 我闭上双眼 杀你如杀鸡狗 就是这么自信 看到这一幕 全球各国人们闻言一愣 眼中满是不爽和无奈 不爽的是 张霄实在是太狂妄 太嚣张 太自大了 无奈的是 张霄就是这么的厉害 你不服不行 我笑了 难不成他是要用耳朵 听声变味吗 果然是吃鸡的王者 实在是太强了 我想问 这特么怎么用耳朵来听声变味 王者的事件 我们不需要懂 看就行 国际论坛上炸开了锅 大饮花直播间 美女主持天海一吸奶 看着张霄的眼神 满是崇拜和仰慕 但同时又十分担心 她不希望左左目道死掉 不然的话 大饮花肯定会受到惩罚 她也会受到惩罚 哎 要是自己是九州人就好了 想到这 她不由地叹息了声 哼 她竟然敢闭上双眼 面对我们的左左目道大人 不知死活 剑道协会会长 玄国水门冷哼了声 一脸不爽 她想听声变味 只能说 她想简单了 我们身为剑士 自然要找出剑者所有的弱点 尤其是忍到一脉 精通暗杀 就必须将剑术的弱点全部去掉 不然的话 暗杀就等于送命 剑声功本缓缓开口 但笑道 简单来说 剑动便会剑鸣 即便剑气比剑声快 剑气仍会将空气撕裂出一声清鸣 在普通人眼里 根本无法躲避 听到剑鸣声的时候 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可在强者的耳中 剑气滑破空气的时候 就能够听到这声轻响 从而躲避 因此 忍术一道 尤其是暗杀一戏 剑鸣声一定不能有 必须要消除掉 这就需要一种手法 以及内力的加持 让剑风划过空气的时候 消除掉一切声音 这让 就算是再如何强大的人 也无法察觉到嘶吼 当这柄剑和天地融为一体 你还能从天地间感受到某种异样吗 肯定不能 至于为何不能 因为你并不能做到和天地融为一体 如若你掌控此方空间 精神凝聚神念 覆盖整片大地 那么 借子入微 也尽收眼底 逃不脱你这双眼 如此之厉害 那张霄还敢闭上双眼 真是在自寻死路啊 一位嘉宾出生冷笑道 哼 我们的左左目道大人 可是杀人于无形之中 张霄就算不蒙上双眼 在这片黑雾中 也是一个字 死 另一人呵呵一笑 眼中满是情面 天晴了 雨停了 大影花又觉得自己行了 毫无疑问 九州直播间听到他们的话后 十分惊议 没想到 这个左左目道子 竟是能让剑名声消失 实在是人不可貌相 看他那逼样 还以为只是个半吊子呢 这剑名声若是消失了 那该如何抵挡呢 小洒老师眉头微皱 似乎觉得有点棘手 男对夫不免提张霄担心了起来 如何抵挡 我们张神有定身术 怕什么 冰冰哼撤了声 对小洒老师问的这个问题 感到嗤之以鼻 放心 张霄仙人精通先天八卦 奇门遁甲 能够感应周局之变化 但凡是在他挂阵之中 都会被他感应到 不可逃脱 张三丰捋着胡须 呵呵一笑 自信满满 先前 他听到大影花嘉宾们的话 心中满是嘲笑 无知者无畏 稍后 你们就会知道 张霄哪怕是捂住耳朵 也照样能找到左左目道的位置 张神动了 他动了 小洒老师指着屏幕 大声喊道 只见 张霄一脚踏出 如入无人之地 墓地十分明确地 朝着的一个地方走去 动 沙漠微微颤动 隐藏在黑雾中的左左目道 像是一个鬼魂一般 飘荡在雾气中 虚幻飘渺 很不真实 还想来找我 呵呵 就让你看看 我们大影花的人道吧 左左目道怪笑了声 身体竟是诡异地 消失在了原地 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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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狗子在黑雾外面嚎叫起来 他看不到张霄了 想要冲进来 却担心给张霄添麻烦 所以 只能嚎叫 发出信号 站在那别动 不准进来 张霄立鹤一声 二狗子先前跑出黑雾 反而 让他可十分轻松 能够专心对付这个萧小之徒一 你先顾好 你自己再说吧 黑雾中 传出左左目道的冷笑声 笑声通过特殊法门 从四面八方传来 根本无法辨认出源头的方向 人家肯定不会傻乎乎的 就那么说话 不然 还叫个屁的暗杀之术 你们大影花这种装神弄鬼的伎俩 都是从我们九州这里学来的 就你这种旁门左道 不会以为真的能杀得了我 张霄淡淡一笑 停在原地 此愣 一道白光猛地在张霄脸前闪射出来 剑锋与剑鸣 已经落在了张霄的鼻梁前 当了 刀刃无法前进丝毫 这次不是乱惊托 是张霄的手指抵住了这个长刀 纳尼 左左目道眼瞳一缩 心神惊颤 一根手指 就将自己的长刀给挡住了 开什么玩笑 自己好歹也用了五成功力 暗杀之术 并不能用全部的力量 力量太强 就无法与速度 与气息达到某种平衡 力量太弱 又杀不死人 因此 力量的掌控是非常关键的 哪怕左左目道 只使用了五成功力 依旧能杀死蓝星上最强大的特种兵 甚至是一些超级人类 可 面对张霄 却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无法撼动 这力量差距也太过玄术了吧 就算自己动用十成功力 或许 也不能让张霄双手迎击 对 刀锋停滞的瞬间 左左目道就想了这么多 瞬间消失无影 几乎连半秒都没有用到 反应速度 着实让张霄为之惊恶 倒不愧是常年钻研暗杀之术的人 这反应速度绝对称得上是最顶级的存在 则则 可惜啊 练这么多年的暗杀之术 到头来 对我却一无所用 张霄微微摇头 轻笑了声 刺愣 白光一闪 张霄身形犹如顺一般 向右凭空挪动了一步 刀锋划破长空 消失在了茫茫黑雾中 我说了 你不行 张霄站在原地 睁开双眸 呵呵一笑 这样吧 我给你个机会 你若是能碰到我的衣角 我今日就饶你一命 不过 我就给你三次机会 就三次 张霄缓缓睁开双眸 静静的凝视着面前的黑雾 嘴角勾起一抹细笑 听到这句话 大饮花国国民 差点吐血三声 狂妄 自大 嚣张 大爷的 这是赤果果的蔑视啊 气死我了 这个张霄 实在是太嚣张了 要是我的话 肯定冲上去 和他拼了 我就知道 左左目道打不过张霄 这些蠢货 还一个劲的叫嚣 吹嘘左左目道有多厉害 可笑至极 皮肤汗朔 赶紧投降了吧 左左目道 现在投了 还能体面的走 大饮花国民在网上 有人激进的怒吼 有人绝望的叹息 直播间内 各个嘉宾们闭口不言 三肩七口 脸色十分阴沉 气氛唯米不振 压抑死寂 空荡荡的大厅 吴一人说话 美女主持天海一息奶 在心中叹了口气 目光始终凝视着 自己手里的笔迹 不想看 心累 这注定是一场 毫无悬念的战斗 看了只会徒增悲伤和绝望 漩涡水门 大乃滋一浪等人 对视了一眼 皆是捂着额头 哀声叹气了下 公本大人 现在 你想说点什么呢 天海一息奶打破沉默 出声问道 套 剑圣公本早已注视着 这场战斗 再看到左左目道 一刀劈下去 都无法撼动 不由得心神一惊 完了 他远远低估了张霄的力量 不愧是能够和三头黑水蟒 那种恐怖的凶兽硬刚之人 这力量 绝对是整个蓝星第一人 真没想到 一个不过少年模样的家伙 确实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不可能有人的肉身 能够强大到这些程度 剑圣公本在心中呼喊 翻江倒海 掀起惊涛海浪 呼的 他眉头一皱 似乎是想到了某种事情 脸上瞬间爬上一抹金句 难不成 难不成是传说中 曾经 他有幸在大影花的一处古地 找到了一个地窟 地窟中 有一幅幅壁画 这些壁画上的文字 都是九州语 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人 让人将这些九州语 翻译成了大影花语 从这些壁画中 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只有四个字 九州古仙 传言 九州古仙拥有让常人 无法企及的力量 一缕真气 足以抵挡数墩 数百吨的重压 当然 这些都是古老的传说 谁都没有亲眼见过 只有一些近代的印证 可以考究 九州留存着古武者 古武者拥有内力 这内力能够当成护体刚罩 抵挡刀枪棍棒的攻击 刀剑砍在身上 也就只留下一道白粉而已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从未在九州内见过 这些古武者 一个个好像都消失了一般 宫本大人 您怎么不说话了 天海一息乃伸出手 在他面前晃了下 小声地问道 没什么 张霄的确很强 左左目道不如他 希望左左目道 能够顺利逃走吧 剑深公本无奈地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眼中闪烁出一丝的阴霾 事到如今 只怕能够对付得了张霄之人 唯有圣殿山的人了 听到圣殿山这三个字 众人皆是沉默不语 谁都不说话 好似有什么禁忌一般 当浪 当浪 碰 动 咔嚓 黑雾中 随着一道道森寒白光 从黑雾中闪射出来 发出冷冷剑鸣声 张霄身影如幻影般 明明就是披在了他的身上 长刀却是穿透了他的身体 落在了空中 这是怎么回事 左左目道已经蒙圈了 他练剑数十年 还从未遇见过这种情况 这个家伙该不会是个鬼魂吧 他明明站在原地 为何我的长刀会穿透他的躯体呢 我就不信了 让你看看我们大影花的人数 左左目道眼神阴沉 闪射出一抹冷光 身体诡异的消失在了原地 还剩最后一次机会 张霄淡淡一笑 不动如山 好似他从未挪动一步 就在这里 也好似他根本就不在这里 只是虚影而已 道袍轻武 发际微荡 黑雾竟然诡异地燃烧了起来 忍说 大黑炎天剑 左左目道 想用黑炎雾气 将张霄的身影逼出来 这黑炎像是能够焚烧一切 空气扭曲 沙漠融化 温度陡然升高了上百度 动 张霄站在那里 面不改色心不跳 犹如周身的黑雾 并没有燃烧起来一样 无视外物 只当天地 这一切都是虚无的 张霄冷冷一笑 雕虫小技 抬手 掐绝 逊字 允龙溪 呼啦 煞时间 风沙大作 沙漠震战 狂风呼嚎 黑雾凝聚成龙卷状 冲天起 消散无影 也就是在这一刻 左左目道出现了 竟是和黑炎融为一体般 无数剑人刺想张霄 死吧 左左目道冷喝一声 乱惊唾 张霄放下双手 脚踏前弓 连法掘都不用施展 淡淡吐出三个字 瞬间 黑炎凝固在空中 左左目道身影 僵硬在半空 手中长刀悬在空气中 似乎想要扔刀击杀张霄 三次机会都没了 所谓的暗杀之术 不过如此 张霄静止走到左左目道面前 手指轻弹 黑炎像是挂剑一样 被挪动到了旁边 露出了左左目道的脸 死了 张霄手指一滑 面罩撕裂 露出了他的真容 左左目道脸色猙獰 说了你碰不到我一脚 我就不留你的性命了 张霄手掌缓缓放在 左左目道的脸上 掌心中 竟是喷吐出了一丝雷光 震自掌心雷 八卦之相 足以调动万物之力 掌心雷 虽是上古天师府的独门秘籍 但张霄却是能够调动雷芒 从掌心喷吐出来 雷芒赤射 撕裂长空 将黑夜陡然硬亮如白昼 沙漠震战 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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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丝丝 雷芒向四周爆炼 电火花引燃了空气 吓得二狗子急忙跺脚 冲着这斯拉斯拉冒火花的空气 熬熬叫 碰 一声闷响 雷光猛的爆炸开 左左目道炸成了虚无 左左目到死了 大影花国国民 傻愣愣的看着屏幕 似乎对眼前这个结果 不敢置信 他连张霄一角都没碰到 就死了 我去 掌心中还能喷出雷光 是人吗 超级人类也没有这样牛逼的吧 此时此刻 大影花国民才了解到 张霄到底有多牛逼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唐碧当车 皮肤汗朔 九州选手张霄 成功击杀大影花选手左左目到 即将对九州 大影花进行奖励和惩罚 奖励九州国国运提升3% 国土面积增加5000平方公里 矿产资源增加1000亿吨 惩罚大影花国国运衰减3% 国土面积减少5000平方公里 矿产资源减少1000亿吨 这 这 美女主持天海一息乃美眸惊梭 巴嘎雅鲁 国土面积减少了5000平方公里 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大影花 漩涡水门抱着脑袋 大声怒吼 幸好左左目到为我们大影花 增加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区区5000平方公里 不足为率 战略战士大臣呵呵一笑 没有丝毫的惊慌失措 十分镇定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奖励和惩罚的问题 是左左目到应不应该复活的问题 美女主持天海一息乃打断了众人的议论 出声喊道 肯定要复活啊 怎么能不复活呢 我们整个大影花的命运 可都生计在她一人身上 有嘉宾大声喊道 怒斥天海一息乃 这特么不是在开玩笑吗 左左目到多牛逼啊 能不将她复活 简直可笑啊 问的问题太愚蠢了吧 真是疯了 我的意思是 我们该如何将左左目到复活 九州张神可是死盯着左左目到 只要她一复活 绝对会瞬间被杀 你难道想让我们大影花的惩罚加倍吗 关键时候 天海一息乃没有沦陷在张霄的美色之下 而是 非常清醒地站出来 只出了一个严峻的形势 顿时 大影花直播间内 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眉头紧皱 大气都不敢喘 尽到真落地可闻 怎么突然都不说话了 我们可没有多少时间 马上 意识战场就会让我们选择 是否复活左左目到 天海一息乃宁声轻贺 让所有人都惊醒过来 请大影花国选择 是否将左左目到复活 选择时间为三分钟 倒计时开始 只有三分钟的选择时间 不选择 那就默认左左目到彻底死亡 这个结果 他们肯定不会接受 如果选择复活 那蹲守在一旁的张霄 肯定会手起刀落 再次将左左目到击杀 这该如何是好 剑圣公本默默闭上了双眼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个张霄 真是强大的让人厌恶不起来 心里无法生起恨意 只能埋怨自己太弱了 九州直播间 潇洒老师看向冰冰 橘坐 呵呵笑道 你们说 大影花会不会将复活左左目到 冰冰双手交叉 垫在下巴上 翘脸上勾着一抹笑意 这还用说 肯定会复活左左目到的 橘坐点了点头 笑容和蔼慈祥 眼中却又有着一抹厌恶 只要他们敢复活左左目到 张霄就能再杀死他一次 叮 时间到了 左左目到 原地复活了 就在张霄眼前 潇洒老师 橘坐 冰冰等数十亿九州人 看到这一幕 嘴角都是勾起一抹冷笑 果然如此 还真的就复活了 既然如此 这个人头 张霄只能再次收下来 完了 天海一吸奶等各位嘉宾们 还没想出好点子 议事战场 就已经选择了复活 这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痛苦地闭上双眼 左左目到又要死了 嘎 嘎 嘎 张霄走到 左左目到面前 缓缓抬起手掌 你不能杀我 左左目到没有逃走 反而直视着张霄 右眼中闪烁出 璀璨的蓝金光流 一个圈圈圆圆 轮回形状的佛眼 陡然在张霄的脑海中放大 无边无境的诡异佛音 好似地狱幽冥般 回荡在天地间 这种伎俩都用过了一次 你觉得我还会再上当 张霄探出的手掌 雷光奔腾 凝聚成刺 眼中虽然蒙上了一层蓝金色 动作却没有丝毫的耻滞 眼神中浮上一抹冷力 怎么可能 左左目到懵了 自己惯用的伎俩 竟然突然对张霄不起作用了 之前明明还好用的啊 跑 心念未动 脚步先行 左左目到手中一闪黑雾 再次想要顿入黑暗中 但张霄却早有准备 手中雷光 静止将其心脏洞穿 碰 一道泄光 划破长空 从黑雾蹦见出来 左左目到又死了 张霄左手掐绝 袖袍青灰 训字 允龙溪 大风起西云飞扬 呼啸 灯时 黑雾瞬间消散无形 露出了面前的沙漠 但张霄眼神确实陡然一凝 沙漠上 并没有左左目到的尸体 什么 张霄眼瞳微惊 脚掌倾踏地面 哗啦 风后七门 猛地散开 覆盖上千米 此方空间 竟在张霄掌控之下 却并没有发现 左左目到的气息 仿若真的凭空蒸发了一半 没死 我明明将其心脏给冻穿了 心脏都碎的 不能再碎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 就算活着 也不可能在自己的 封后七门之中逃走啊 离奇 实在是太离奇了 张霄愣在原地 足足思索了好一阵 方才和二狗子飞速前进 前往大饮花国城门 九州直播间 潇洒老师 冰冰 菊座等人 皆是神色一惊 不敢置信地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左左目到竟然没死 怎么可能 刚才那一击 雷光刺将其心脏完全剥离出来 击碎成了血沫 怎么可能会没死呢 一时战场并没有传来 左左目到的死亡声音 这就说明 他的确没死 不可能啊 众人一脸蒙圈 百思不得其解 只觉得很惊奇 大饮花直播间 众人同样一脸猛逼 劫后余生的同时 对左左目到逃脱一死 非常之惊异 在场者 无疑不是惊呼神迹 奇迹 唯有剑圣公本微微皱眉 眼中闪烁着一抹震惊之色 剑圣公本微微皱眉 眼神中充斥着震惊之色 因为 在左左目到逃走的瞬间 他看到了左左目到眼瞳中 竟是出现了一道诡异的三沟玉图案 虽然只是转瞬即逝 但以剑圣公本的眼力 他自然是看到了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圣殿山独有的皱印符号 难不成 左左目到没有死 是因为他体内藏有某种阴阳皱印 不可能吧 左左目到是他一手带大的 怎么会和圣殿山扯上关系 总不能是圣殿山暗中 偷偷教导左左目到 让他学习阴阳皱印等诡异术法吧 也不对 如果左左目到学习了阴阳皱印 那他的剑气就会发生变化 即便是一丝轻微的变化 身为当代剑圣的公本 也能够感受出来 我得再上一趟圣殿山 剑圣公本眉头紧皱 离开了眼波室 前往圣殿山 剑圣大人去哪里 不知道啊 公本剑圣怎么人没了 难不成 他发现了左左目到 为什么没死的秘密 那他为什么不当众说出来 难不成是一个今天的大秘密 嘉宾们看到剑圣公本不闷不响的 就离开了眼波室 心中惊疑 大影花国民就没有思考这么多 他们在在乎左左目到死没死 再见到张霄手中雷光刺 刺进了张霄的心脏中后 所有人全都惊呆了 愣住了 张大嘴巴 瞪大眼珠子 双手抱头 大气都喘不上来 好似要窒息了一般的难受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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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左目到又死了 大影花受到的惩罚 要加倍了 他们好不容易增加的体力 精神 寿命等各种属性 这下 一下子就吐了出去 天拉撸 太惨了呀 可 过了几秒后 再看到沙漠上 并没有左左目到的尸体 一时战场 更是没有播报 左左目到的死亡消息 当时整个大影花国全体上下 所有的国民都惊住了 僵硬在原地 一动不动 卧槽 卧槽 左左目到没死 天拉撸 真是上天都在保佑我们大影花呀 他竟然没死 吓死老子了 真是吓死老子了 奶奶的 我是真的笑了 张霄她现在肯定很猛逼 哼 我只想说 这就是命啊 天佑我大影花 万古不灭 举世无敌 这下子 大影花人体内的热血 被彻底引爆开来 无数人为之欢呼 为之雀跃 仿若 大影花此刻终于要重铸 千年前的强大与辉煌一般 俯瞰世界 称霸蓝星 世界为之惊动 大英国 袋鼠国 战车国 血日落 等等 各大国全都将目光放在了大影花身上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们的选手就不会死 难不成 真的是天佑大影花 这显然是一个让人难以琢磨透彻的难题 对此 各大国已经将大影花列入头号劲敌的名单中 危险程度 仅次于九州 尤其是大英国 他们看到大影花 赢得了国际上的关注后 死死咬着牙 钻进拳头 眼中喷射怒火 恨不得现在就将大影花给灭掉 原因很简单 大影花不过是他们大英的一条狗 结果 现在 却赶超了他们 大有要将其镇压的迹象 心里不平衡 非常不平衡 气死我了 这个大影花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诡异招数 为什么我们大英国就没有这种神奇的魔法 真是可笑至极 张霄真是个废物 竟然连左左目道都杀不死 哼 等着吧 张霄马上就回去你大影花的国门 到时候 看你们怎么办 正所谓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现在 大英国国民十分仇视大影花 自然想让张霄好好修理一下大影花 只有看到大影花吃扁后 才会拍手叫好 哒哒哒哒哒哒哒 大影花城池 一道人影拖着疲惫的身体 飞速地在沙漠上奔跑 冲向城门 镜头拉近 可以看到 此人就是刚才从张霄手里逃过一劫左左目道 他捂着胸口 胸口还滴落鲜血 脸色有点痛苦 但确确实实是活着的人 此刻 他双眼眼瞳出现了一丝的异变 时而出现单勾玉的环形 时而和正常人一样 十分奇异 不过 这丝细微的变化 屏幕前的人根本看不出来 幸好有这个阴阳骤印 左左目道喃喃自语 这声音也就他自己能听见 外人根本听不见 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笑容有着一丝轻蔑的意思 眼神中充斥着对世间万物的冷漠和轻蔑 仿若这一刻 他已经不再是人世间的存在 而是凌驾于万物之上 这种感觉 很陌生 就像是某种被改造的怪物 陌生地盯着这个世界 很快 他就跑进了城里 两只手臂竟然泛起了诡异的红丝 看上去像是露铁一般 十分可怕 看到这一幕 各国人们纷纷大惊失色 这特么是怪物吧 怎么双臂泛红啊 好可怕 没想到大影花才是隐藏最深的那个 现在 大影花获得的奖励 已经远胜于我们大英国 我认为 有必要让张霄好好折磨一下大影花 动 左左目道刚一进屋 就倒在地上 面部发黑 看上去就像是中毒了 脸色跟猪肝一样 紫黑紫黑 双眼翻白 吓得大影花国民一大跳 这特娘的 别告诉你 没死张霄手里 死在自己手里了 九州直播间 小洒老师等人眉头紧皱 越发觉得 这个左左目道十分诡异 什么玩意这是 能不能弄点阳间的画面 我们这是在看直播 不是在看鬼片 碰 过了几分钟 左左目道恢复正常 身上释放出了一丝丝紫黑色的气体 就像是还魂了尸体一样 他醒过来 揉了揉胸口 活动了下筋骨 没想到 这个还阳骤印用完后 这么痛苦 我真的不想再用了 不过 张霄这个家伙 竟然如此之厉害 下次 我一定要变得更强 左左目道眼中 闪射出不屈的光芒 或许是上天垂帘他 想要给他一次机会 城门外 传来一声狼嚎 啊呜 啊呜 一声狼嚎 从城门外传来 熟悉的人都知道 这是谁的叫声 张霄身边的战宠 既然战宠都来了 那张霄还会远吗 不会 他肯定也在 那就意味着 张霄要将大影花的城门也轰开 想到此 全球各国人们 不免心生激动 十分期待地看着九州和大影花直播间 现如今 最具有看点的 自然是张霄 张霄走到哪 哪里就会发生大新闻 数百亿人全都涌入到了九州直播间 幸好这直播间是一世战场搞出来的 根本不会崩溃 否则 九州直播间肯定会陷入瘫痪之中 潇洒老师 冰冰两人低下交流了下 没有人知道他们嘀咕了什么 看脸色 似乎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局座乐呵呵的和三位鼓舞老者讨论着张霄 我们可以看看 这次张霄的几分钟破开大影花的国门 我猜 根本不用十分钟 不 可能这次所需要的时间要长一点 因为大影花的国门的防御强度 可是排在第十位 哼 若不是先情的那个煞比方式东渡过海 又怎么会出现这么个玩意 是啊是啊 大影花这些古怪的招式 不都是三番五次 从我们中原大地取经的吗 九州国民愤愤不平 将大影花的历史唯唯道来 这下 全球各国 数百亿人全都看到了 大影花国民也不敢出声反驳 只有那些激进分子 一个劲地叫嚣 怒吼 扬言要让左左目道爆发全部战力 弄死张霄 等着吧 我们大影花的底蕴 远远不是你们九州能够想象的 哼 忍道 剑道 都不是我们大影花最强的招式 没错 我们可是有着传言中最强的力量 阴阳骤义 等着 等我们的阴阳师出山 一定会要他们九州好看 他们要让张霄死无葬身之地 永世不得超生 各大嘉宾们纷纷摇头 出声道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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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霄来了 这下该怎么办 不是凉了吗 应该不会吧 我们大影花国城门的防御强度 可是排名前十 说不定 排名前十的城门 能够像城墙一样 抵挡住所有的攻击 有人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众人不由的一愣 旋即 洗上心头 颇为期待 满怀希望 如果真的能够反弹一切攻击 那他们大影花 岂不是无敌了 动 张霄一步踏出 沙尘重阳 天地色变 城内之人 可敢出来应战 张霄淡淡一笑 轻声喝道 眼前 大影花国门 暗黄古铜交住的大门 足足七八米高 并且 肉眼可见的 在向上增长 城门之上 画着一只三足金屋 这金屋有三只脚 脚踩仙丹 头顶大日 从东海上空 徐徐飞来 城内没有回音 张霄看了眼城门上的金屋 冷笑了声 此乃我古九州神话中 烈日之今 拥有掌控天下 万火的力量 如此神明的象征 你们大影花也配使用 城内依旧没有回答 既然不配 那我就替九州将这收回了 张霄呵呵一笑 手中弓兵铲一甩 是不是削铁如泥 现在终于可以一世了 蹭 弓兵铲铲刃 在黑暗中 闪射出了一缕缕白光 月滑冷冷 银河荡落 好似从九重天下 狠狠砸下一般 轰然打在了 大影花城门之上 张霄整个人 化作一道利剑 手中弓兵铲猛的一劈 哄 铲刃劈在古铜大门上 刺了 刺了 划出一道道电火花 在古铜大门上 留下了一道身痕 铜械飞剑 这身痕 已经完全淹没了铲刃 铲刃依旧锋利如刀 闪射出刺人双目的白光 我去 这铲子竟然这么坚硬 这特娘的 合着我们的古铜大门 连一只A级凶兽都无法抵挡 妈蛋 剑齿虎的防御 都要比这个古铜大门牛逼 还有天理吗 我怀疑一时战场崩了 他们安排的这种战力 和防御强度 根本不合理 是啊 哪有凶兽比古铜大门都要牛逼的 咚 张霄一脚踏在古铜大门上 手中铲刃一番 反手握住 铲刃狠狠地插在了刚才的身痕之中 旋即 张霄一咬牙 先天一气凝聚在铲刃之上 用力向下一摆 碰 一声断裂的脆响 什么断了 众人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张霄 想要看看 是大影花的国门碎裂 还是张霄的工兵铲断了 这一看 众人纷纷惊呼出声 大嘴不敢置信地看着屏幕 我的天 我的天啊 铲刃和古铜大门竟然同时崩裂开来 张霄身体向后猛的一仰倒飞了出去 面前这个青铜大门 已经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缝 左侧那一半更是出现了一大块空缺 我去 竟然都断了 开什么玩笑 张霄的铲刃不是最坚硬的吗 不不不 人家大影花这城门可是排名前十 防御强度最高的好吧 是啊 这个工兵铲不是地级宝箱开出来的吗 按理来说 根本不能达到这种程度 没错 这城门的防御强度绝对比产人更加坚固 各国人们纷纷议论对此感到惊恶 但 很快 让他们更加惊恶的事情来了 那城门的空缺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逐渐愈合 愈合 看到这一幕 顿时 所有人们都震惊住了 卧槽 卧槽 不是吧 是我眼花了吗 没 你没眼花 这城门确确实实在愈合 卧槽 真是疯了 绝对是疯了 排名前十的城门 竟然还有这种特殊的优胆 毫无疑问 这让各国人们十分羡慕的能力 城门破碎 能够自动愈合 这特么的怪不得受潮对前十名国家的影响 微乎其微 原因就在此啊 防御强度高得离谱 凶兽们根本就无法攻破 就算撞出了裂痕 很快 城门就能够自动愈合 大影花国民松了口气 无比的激动 在原地欢呼雀跃 刚才差点就吓坏了 还以为张霄能将这城门给轰开呢 结果 虚惊一场 真是吓死我了刚才 我还以为我们大影花的城门要被攻破了 是啊 是啊 我都出了一身冷汗 太折磨人了 幸好我们的城门能够自动修复 真是天佑我大影花 现在我倒要看看 张霄如何轰碎我们大影花的城门 大影花 国民们在网上热议 仿若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 城门能够修复 那么张霄就无法将城门轰碎 哪怕是轰裂开 也能自动修复 抵挡兽朝不成问题 因此 他们根本就不担心自己会变成枫叶国 血日落的那个悲惨的下场 九州直播间 哎呀 没想到啊 大影花的城门竟然能够自动修复 潇洒老师略有惋惜的摇了摇头 心中非常不爽的说道 往好的地方想 我们九州的城门也能够自动修复 说不定比大影花的城门防御机制更高呢 冰冰柔声笑道 如春风般拂过人们心砍 放心 张霄这小家伙 绝对有办法将大影花城门轰碎 哼 他们这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大影花 是时候该尝尝千年前我们的痛苦了 局座非常刚 根本不拒一切就在直播间面对数百亿全球各国人们这般说道 原因很简单 就是要让人们铭记历史 不亡过亡 有些仇不是不报 而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 千年来 身为血性战士 哪一个不想手刃大影花 哪一个不想脚踏大影花 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现如今 这个机会摆在了面前 非常好 绝对不能错过 局座相信 张霄更不会错过的 他正说着 一世战场中 哼 一声巨响 猛地从大影花城门上传来 张霄手中断成两截的弓兵铲 插在地上 一个人站在七米高的古铜大门前 双手之上 先天一气凝聚 雄魂厚重 仿若泰山崩裂 首富万军之力 掌洞全出 脚踏九弓 头顶神盘 力之极致 贯穿全身 双掌按在古铜大门 雷光四射 荣于太极掌之中 轰然打在了古铜大门之上 刹那间 地动山摇 城墙剧烈的晃动 掉落下灰尘 杂草竞树崩断 城门中间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窟窿 其上雷光弥漫 久久不散 自动修复开始了 破碎的窟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一点一点的修补 只不过 雷光闪烁 将这修复的速度 给延缓了许多 远没有之前修复的那般快 哦 修复的速度 竟然慢下来了 张霄呵呵一笑 发现了这一端泥 如果不是他仔细观察的话 还就真一笔带过 发现不了 这先天一气和雷光 能让修复的速度慢下来 既然这样 那就甭废话了 来点简单粗暴的吧 说着 张霄脚下缓缓浮现出风后 骑门 一圈圈四盘 八卦 九弓组成的命局之术 覆盖了千米 城门属山 山洞 则地崩 地崩则山裂 相辅相成 循环往复 山之卦象 围根三扬摇 西北方位 采用天元之弓为辅助力量 便能让山梁根 发挥出数倍 乃至数十倍的力量 足以轰开这座古铜大门 张霄念念有词 心中生变 手指拨动四盘 八卦方位瞬息万变 定在了更自山一脉 不过 这里有一点对张霄非常不利 此数 消耗精气神太多 比前字空仪杀好不到乃却 因为 这已经不仅仅是在使用八卦之力 更是让四盘运转 将九弓和八卦这两盘的力量 融合在一起 一凡人之躯 比肩神明 不过如此 一念至此 张霄脚踩东方位 引体便是落在了西北方位 更自山 无量力 动 下一刻 张霄双手猛地按在了古铜大门之上 封后 奇门四盘疯狂转动 隐约间 似乎有无数根命线 将这古铜大门给缠绕住 然后拼命地向后拉去 助张霄一臂之力 一股恐怖的伟力 从张霄体内喷发出来 当时 古铜大门发出一声闷响 犹如要爆裂的闷响 喀巴 喀巴 城门镶嵌在两侧城墙上的凹槽处 裂痕密密麻麻 像是珠网般 将整个城墙都要阵裂开一样 动 动 动 地面阵战 沙漠飞扬 阎尘重启 张霄双臂之上 青筋暴突 疯狂颤动 像是小蛇一般 在急速地抽搐 如此之力量 让人望尘莫及 竟然能撼动这座古铜大门 这门多重 高七米 宽五米 厚度至少三四米 那重量 最少得十几吨打底 这寻常人 别说撼动了 就算是能推开其中一扇门 都根本不可能绊倒 而张霄呢 则是让这座古铜大门 彻底松动 疯狂晃动 大有要坠落崩裂开的迹象 碧莉 远远不是人们所能想象的了 不会吧 不会吧 大饮花的国门 该不会不保了吧 我去 你看这古铜大门 颤动的速度 越来越快了 我的天 张霄脸上的青筋都在抽搐 这得多大的力量 这怕不是比大铲车的力量 都要强许多倍 真是疯了 疯了 疯了 Oh my God Oh my God 快看 大饮花的国门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缝了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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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见大饮花国门上 一道道裂缝如珠网般 爬满了整个古铜大门 城墙两边的凹槽 更是发出喷喷喷的闷响 吐石蹦射 彻底裂开 张霄眼神一凝 收回双掌 旋即 右手握拳 猛地踏出一步 一拳轰在了城门上 疑点破面 这一点的力道 犹如潮水般 轰在了城门之上 顺着城门内部的结构 向四处蔓延开 下一刻 整个古铜大门 竟是以张霄的拳头为中心 猛地向城内爆裂开来 哄 天塌地崩 这数十吨重的古铜大门 在这一刻 竟是被张霄一拳轰碎成了渣漠 空 空 空 风声呼啸 鼓动在天地间 你不是能修复吗 现在碎成渣了 我倒想看看 还能不能修复了 张霄呵呵一笑 望向城内 眼中闪烁出一抹冷光 出来吧 左左目到 出来吧 左左目到 张霄呵呵一笑 望向城内 嘴角擒着一抹细血 空 空 空 风声在城中呼啸 发出让人心神战力的声音 空荡荡 四季无声的城中 阴森可怕 二狗子嗅了嗅鼻子 似乎在感应 有没有什么潜在的危险 放心 这个左左目到 指不定躲在哪 不敢出来见我们 张霄呵呵一笑 踩在大影花破碎的城门上 狠狠地践踏 碾了几下 千年前的血债 今日 张霄会一笔一笔地偿还给大影花 见到张霄脚踏大影花城门的这一幕 全球各国人们脸色微变 表情不一 蕴藏着很多深意 非常精彩 我现在不知道该给张霄鼓掌呢 还是该怒骂张霄呢 相比张霄 我更厌恶大影花 干得太棒了 就应该让大影花这种恶心的国家 不存在于事件 我只想说 张霄实现了我等心愿 赶紧把左左目到这个臭虫碾死吧 各大国人们 发自内心的讨厌大影花 甚至都将其比喻成一只臭虫 可见 大影花在各国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有多拉结 对此 大影花国民心中愤怒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背负着厌恶鄙视的眼神 现在他们最担心的 是张霄将城门轰碎后 左左目到怎么办 抵挡受潮怎么办 这可是关乎着异国命脉 不容有失 现在这种情况 对我们大影花十分不利 绝对不能应战 美女主持天海一息 乃郑重的分析 在各个嘉宾都是猪脑子的情况下 她的冷静更显厉害 相比左左目到死不死 我更在意 这碎成渣的城门 能不能重新修复 愈何 见到协会会长悬果水门 杀双手交叉 放在眼前 凝声道 没错 城门才是最重要的 赶紧看看 城门会不会修复 各个嘉宾们四处乱喊 让演播室乱成一团 紧张 焦躁 压抑 沉闷 揉杂在一起 弥漫在演播室之中 让屏幕前的观众们 越发地感到形势危急 也随之惊恐不安 慌乱失措起来 九州直播间 气氛推向了顶峰 洋溢着一片欢呼雀跃之声 各个嘉宾 恨不得在原地跳舞 以此来庆祝张霄 攻破大影花的城门 小洒老师猛的一挥拳 从原地跳了起来 大声呐喊 爽 这一个字 好似将自己内心深处 压抑了无数年的阴霾 意图为快 他这激动的模样 也正是所有九州人 拥有民族自豪感的 九州人的样子 承载了我们千年仇恨的城门 在今日 被张神踩在了脚下 当然 这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十分解气 但是 请不要忘记 那用血海尸骨堆起来的仇恨深渊 无论何时 我们都不会释怀 永远都不能释怀 兵兵攥紧双拳 翘连紧绷 好似用出自己所有的力量般 对屏幕喊道 这无疑是激起了大家的 全权爱国之心 没有被眼前的短暂胜利冲昏头脑 更不会原谅大影花 当然了 我们要理智 我们是拥有万载底蕴的谷国 修身 养德 利兴 是我们九州人才有的品质 因此 我们不能被仇恨冲昏头脑 更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 局座一锤定音 缓缓到来 安抚下众人暴怒的心神 这一前一后对此 让直播间的气氛 调动到了极致 无声妄动 谁敢本言 不知道左左目道 会不会出来 和张霄一战 小洒老师捉摸着下巴 目露冷光 应该是不会 冰冰摇了摇头 如果不出来 那张霄会干什么 亲自将左左目道找出来 小洒老师一问道 那就看看他会干什么吧 局座呵呵一笑 动 张霄站在城中 目光环视四周房屋 这些房屋的风格 和九州十分相像 屋檐鸟兽 筒撞砖瓦 九州三门 活脱脱一个九州的模板 你以为 你藏好了 就能躲开我 张霄呵呵一笑 刷 风后旗门从脚掌下 猛地向四周扩散 覆盖千米 数十栋房屋 尽数在张霄掌控之下 细致入微 就连墙壁上的裂纹 墙角处的灰尘 也都在张霄眼中之内 四盘波动 八卦 八门 九宫 齐开 得省着点用精神力 现在 我可没有精神点能补充的了 张霄手指轻点虚空 将棋门盾甲的转动速度 降到最低 这样消耗的精神力 也会很少 刚才轰开城门的那一击 将张霄积攒的精神点 全部耗之一空 现在 他只有将左左目道再次杀死 方能获得奖励 当然 张霄身上还有两个宝箱没有开 张霄 你不要逼人太甚 大不了 我和你一起死 咱们两人同归于尽 左左目道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好似天鹰 回荡在众人耳中 红中大缕 迷迷不绝 动 张霄猛地踏出一步 风后棋门 陡然一停 三离天位 东北方 张霄身影诡异地消失在原地 脚步在棋门盾甲中踏出 下一刻 竟是出现在了那座屋内 手掌朝黑暗中摇摇一抓 猛地一握 碰 便是将左左目道 从黑暗中拽了出来 怎 怎么 可 可能 左左目道眼眶刺裂 心红如血 不敢置信地疯狂挣扎 看向张霄的眼神 犹如在看魔鬼盘 这家伙是什么人 竟然能一下子 就找到自己的藏身之处 一下子就从百米外 来到自己面前 神乎其境 这是神仙吗 屏幕前的观众们 已经彻底看呆了 张霄抓住左左目道 一共用了不过一分钟 泡面还没泡好呢 战斗就结束了 这也太快了吧 我的天 这个张霄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是怎么找到左左目道的 完全没看到他有所动作 就凭空消失在了原地 在出现后 已是抓住了左左目道的脖子 太尼玛神仙了吧 大影花国民完全服了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 看到了什么 大影花国民心生绝望 张霄将左左目道 从角落里揪出来 肯定会毫不客气地将其斩杀 这意味着 大影花将会面临更严重的惩罚 你想和我同归于尽 张霄抓住左左目道的脖梗 冷笑了声 你也配 不懈的冷笑声 传入大影花国民的耳中 让所有人为之色变 难不成张霄强大到 连和他同归于尽都是妄想 我 我 我不 不信 你能扛得住核爆的威力 左左目道冷笑了声 身上绑满了核爆雷管 他手中早已握住了起爆器 只要按下去 他和张霄就得一起玩玩 既然你这么想抓住我 那就和我一起死吧 左左目道凝笑了声 几乎在他说话的同时 就按下了起爆器 核爆雷管闪烁出了诡异的红光 刷 当时 左左目道身上所有的核爆雷管 就轰然爆开 恐怖的冲击力 瞬间就将张霄和他卷入其中 张霄眼瞳猛的一缩 甚至都不来急用乱惊唾定住左左目道 核爆雷管就已经炸了 哄 地动山摇 大影花城池更是不停的震战 一个巨大的深坑 在城内出现 烟尘散尽 不见张霄和左左目道的人影 死了 两个人都死了 各国人们看到这一幕 心生胆寒 这个左左目道够狠 非常狠 宁愿自己死 也得拉上张霄一起死 漂亮 太牛逼了 左左目道够血性 只不我们不亏 能把张霄弄死 左左目道就已经很牛逼了 原来左左目道是故意被张霄抓住的 大影花国民十分高兴 虽然左左目道死了 但他也拉着张霄一块去死 两人都死了 肯定不会受到惩罚 九州直播间 小洒老师等人一脸错愕 似乎还没从两人爆炸中反应过来 倒是九州观众们疯狂地刷动弹幕 卧槽 这是偷袭 这是偷袭 奶奶的 小日子过得不错家伙 是真的阴险歹毒 麻痹 这么近距离的核爆 张神肯定躲不开 死就死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再将张神复活便是了 九州人并没有因为此次张霄身死 而感到沮丧 相反一个个像是被点燃了炸药桶 对大影花恨之入骨 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让人厌恶 痛恨了 这下 我们是真的要复活张神了 小洒老师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向其余几人 之前 张霄面临两次险境 所有人都以为张霄要死了 甚至都做好了 要将其复活的准备 但却屡屡发生奇迹 张霄用神奇的招数 躲避了所有的攻击 可这次 这么近距离的核爆 张霄还一手抓着左左目道 核爆的爆炸波 已经将张霄两人完全吞噬 他除非有防护罩 能够抵挡核爆的防护罩 否则 肯定会死 就算是神仙来了 也没救 因此 大家都没有抱什么期望 这时 义士战场的播报声 就传到了每个人的耳中 大影花选手左左目道 自爆身亡 即将对大影花进行惩罚 并没有说张霄 那就代表张霄没死 张霄没死 我的天啊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屏幕 瞪大眼睛 似乎想要寻找到张霄的藏身之处 他到底在哪里 怎么可能躲得过 如此近距离的核爆 刷 张霄从一座房屋中走出来 站在深坑的边缘 静静地凝望着深坑底处 道袍随风倾荡 发际清白 脸上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风轻云淡 仿若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我早就说 想和我同归于尽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风后奇门 一千零八种变化 可谓是千变万化 无意穷尽 格局之中 张霄甚至可以做到 小范围的瞬间移动 就比如 刚才他站在原地 身影瞬间出现在了 百米外的左左目道面前 抓住他的脖梗后 又瞬间将其抓回了原地 利用九弓飞行 完全能够在小范围内 将空间进行改变 原理吗 跟乱金拓差不多 不过 相比之下 比乱金拓要简单得多 我就站在这 你复活一次 我便杀你一次 我不信 这次 你还有那种诡异的绑兵手段 张霄呵呵一笑 站在深坑的旁边 守株带兔 大影花国名 袋鼠国名 战车国名 血日落国名 各大国国名 再见到张霄没死后 引以为奇 大惊失色 世界观都崩裂了 我就想知道 张霄是怎么逃脱出来的 太尼玛神奇了吧 别告诉还有什么提升 分身之类的 见鬼了 真是见鬼了 他该不会是鬼魂吧 张霄可是抓住了 左左目道的脖梗 核爆的时候 手都没松开 国际论坛已经炸了 关于张霄的帖子 漫天飞舞 如雪花般 铺天盖地 一个个视频大神 将刚才的画面 一针一针地拆解开来 想要分析一下 张霄是如何逃脱的 但 无论怎样分解 都无法分析出来 张霄是如何逃脱核爆的 大影花受到了严重的惩罚 九州直播间 欢呼声一片 大家在见到张霄 完好无损地走出来后 激动地跳了起来 我们又一次试算了 张霄又一次 给我们创造奇迹 潇洒老师 从原地猛地蹦了起来 一拳砸在桌子上 我们以为张神第一层 没想到张神竟然在最高层 冰冰摇晃着小脑袋 露出可爱甜甜的笑容 真是太厉害了 张霄这小家伙 每次都有 我们无法猜测的手段和底牌 橘座轻轻拍手 鼓掌 开怀大笑 呼 张霄仙人果然是无敌的 三位鼓舞老者 好手白须 无比崇拜地望着张霄 视若神明 区区弹丸之地 也敢在我九州面前 搬门弄斧 当真是不知死活呀 张三丰冷笑了声 对大影花的下场 满是轻蔑和不屑 请大影花选择 是否复活左左目道 自然是选择复活 左左目道当场复活 就落在张霄面前 嗯 左左目道一复活 眼中就出现了一张 擒着笑意的熟悉面孔 吓得一击灵 险些没一个后仰 跌倒在地 你 你 你是人是鬼 左左目道吓得亡魂街帽 四肢乱颤 面罩下脸更是惊恐万分 张霄明明 和自己一起死在了 核爆中才对啊 他怎么可能没死 说不通啊 我是人 杀你的人 张霄呵呵一笑 手指点在了 左左目道的眉心处 一抹雷光珠力 晶莹剔透 像是玉石一般 闪烁出 熠熠生辉的光泽 下一秒 便是将 左左目道的眉心 穿了个通透 扑哧 血柱从 左左目道的眉心处 喷射出来 惊具 恐慌的眼神 瞬间凝固在了 左左目道的眼中 僵硬不动 硬挺挺的向后一仰 摔倒在地 又死了 刚复活还没有一分钟 又死了 大影花选手 左左目道死亡 击杀者 张霄 三连杀 大影花惩罚翻倍 九州奖励翻倍 听到议事战场的播报声 大影花国内 上下一片哀悼悲痛之声 完了 完了 彻底完了 这次惩罚翻倍 将他们之前获得的国土 全部都吐了回去 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啊 数亿吨的稀有矿产 稀有资源啊 全没了 真就一波没呗 奖励九州十五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 一亿吨稀有矿产 一亿立方米淡水资源 一百万吨磁力震晶 以及原子分析图 我去 磁力震晶 这又是什么玩意 南部城和之前的云晶一样 都是高级文明才能够拥有的金属 天拉撸 天拉撸 这九州研究透了之后 岂不是没几天就能打造出超级牛逼的武器 太空战舰等等一系列超现代文明的东西 大英国 代鼠国 战车国等各大国 只能干瞪眼 馋得直流口水 也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 形势太微妙了 牵一发动全身 张霄在意识战场的强大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无数的国家 都想要攀上九州这个高知 且不说让张霄去帮忙抵挡兽朝 抢夺资源 就单单张霄不去攻破他们的城门 或者是能拿到九州手中漏下来的一点资源 足以高枕无忧了 简直不要太美好 因此 国际上 几个本来就和九州交好的国家 更是频繁往来 公开表示 希望可以得到九州的帮助 张霄的帮助 至于那些强头草 则是不断地在国际论坛上 跪舔九州 跪舔张霄 恨不得把九州 张霄 当成亲爹一样供起来 对此 九州高层没有丝毫动静 似乎对各国所做的一切 压根不在意 你们爱怎样怎样 我不管 张霄也不会管 总之 就一个字 国恩 当然 他们无法理解 我们九州博大精深的文化 还以为九州不理他们 是他们做得不够好 舔得不够到位 于是 就更加卖力地维护九州 充当小弟 这倒是让人忍俊不惊 直播间内 局座感慨地生 九州能有这般待遇 全都是张霄一人换来的 他 该当我九州国事业 潇洒老师也开始拽文弄墨 用诗词来描绘张霄的厉害 顿时 点燃了二十九亿九州人体内的激情和热血 今日 就让我们看看 张神他能不能将大影花给折磨灭亡了 潇洒老师大声喊了句 猛地一拍桌子 哈哈大笑 若真能如此 那今日 九州其风雷 肋骨欢呼 弹官相庆 现在 大影花也来到了枫叶国 雪日落的境地 要么你换人 要么你就继续遭受惩罚 不过 大影花和雪日落一样 根本扛不住几波惩罚 唯一的选择 就只有换人了 局座呵呵一笑 关键问题是 换人的话也没用 我们的张神 现在可是站在他们城内 换了个人 照样将其斩杀于此 潇洒老师哼吃了声 认为大影花这一局是死局 无解的局 你换不换人 都要遭受几波严重的惩罚 这几波惩罚下来后 你一个弹丸之地 只怕根本扛不住 刷 左左木道复活了 一复活 他就化作了一团黑雾 消失在了原地 似乎 他早有准备 这反应速度也是快的离谱 当然 张霄并没有过多准备 不然的话 还会让左左木道有所准备 在见到左左木道 变成了一团黑雾后 张霄屈指一弹 离子 引火流光 碰 碰 碰 火焰流弹 狠狠地轰在那团黑雾之中 一声惨叫 猛地从其中传出 黑雾散掉 左左木道 从中摔在了地上 火焰附着在他的胳膊上 烧出了一片黑红色的伤疤 张霄 你 你不得好死 左左木道疼痛的脸色猙獰 不停地扭动身体 对走过来的张霄 凶狠地怒吼咆哮道 只有弱者 才会成口舌之快 你 就是弱者 张霄杀人诛心 大影花最讲究强者之心 最讲究武士道精神 弱者 是不会被人们崇拜敬仰 是不会被任何人接受的垃圾废物 你杀他们可以 但侮辱他们是弱者 毫无疑问 这相当于一只脚 狠狠地将他们的尊严践踏在地 那又如何 张霄要做的 就是让全世界看看 今日 我九州才是真正 更古不变的抵运古国 我九州 才能真正一立东山不倒 任岁月滑落王朝 任斗转万千沧海 九州 不会变 更不会倒 历经磨难 终究是浴火重生 成就更强之位 张霄呵呵一笑 一脚踩下 犹如踩死一只蝼蚁般 轻描淡写 云淡风轻 碰 左左目道 整个人炸裂开 变成了一滩肉泥 大影花选手 左左目道死亡 击杀者 九州张霄 四连杀 大影花惩罚翻倍 九州奖励翻倍 惩罚大影花国土面积 缩小十万平方公里 所有资源减少百分之二十 国运衰减百分之十 人均寿命五年 精神 体制三 呃号 这无疑是给大影花的噩耗 国土面积本来就不多 不增反减 人们上哪去做啊 难不成在海上漂流 最关键的是 寿命减少了五年 一时间 大街小巷 全都是哀嚎哭夜声 大影花本来就人口老龄化 一大半都是老人 这下 棺材板 目的涨价飞起 经过这几波 大影花的国运 一下子衰减了百分之三十 快要跌落前十 并且 国运衰减 更可怕的是 这将会导致大影花国内灾难贫乏 不一定是什么灾难 但肯定会十分强大 就像血日落那样 海啸 飓 远比凶兽降临更加恐怖 造成的损失 几乎是数以万亿计 大影花国运衰减过多 即将造成厄运降临 厄运随机生成 请大影花做好准备 动 听到这声音 大影花国民疯了 卧槽 卧槽 厄运降临了 你买啊 怎么还会有厄运这说 靠 早知道就不让左总目道复活了 天拉撸 这还有厄运灾难 那我们大影花岂不是危在旦夕 何止是危在旦夕啊 这特么就是要我们的命啊 一旦飓风降临 那就会引发超级海啸 海啸对我们的影响 将会远超过飓风的危害 大影花全体上下 纷纷开始躲避灾祸 已经有超级富豪们 坐上了飞机 轮船 想要立刻逃离大影花 这根本不仅仅是厄运的问题 大影花的城门已破 第六博兽朝 马上就要来袭 根本无法抵挡 拿什么来挡 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岛国 一旦出现了数百万只凶兽 岂不是直接凉凉 但是他们就算是逃 又能逃到哪呢 没有地方 九州根本不会接受他们的逃亡 在这个结果眼上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暴 绝对不能心慈手软 请大影花国民 选择是否复活左左目道 肯定不复活了 真是疯了才会去复活 左左目道 这个蕴藏着很多秘密的人 就这么死了 碰 一声轻响 在大影花圣殿山中传出 幽暗的血红大殿中 悠悠地回荡着闷响声 听上去 像是什么东西裂开了 红莲青卷 无风自动 掀开了一脚 露出了一袭蓝云白袍罗裙 裙摆上 嗅着一只赤血云凤 犹如活了一样 翩翩起舞 散发出一丝丝 让人心悸的力量 隐约间 似乎有火焰在燃烧焚卷 死了 一道悠然的叹息声 在大殿中回荡开来 这个声音 似乎有一种魔力 让人心神难安 无法从声音中辨认出 是男是女 这下 圣殿在大影花圣下的棋子 又损失了一个 不知道 接下来 会不会有棋子被选中 进入那个传说中古神兴路 古神兴路 四个大字 回荡在大殿中 格外清醒 撒 冷风从未之处吹来 让整个大殿中的温度 陡然下降了一分 如果九州的那个老道在此 听到这个名字后 只怕会大惊失色 古神兴路 倒真是个久违的名词啊 知道这四个字的让你 早就死了 若是古史上记载的不错 这兴路一旦开启 将会持续百年 这可是跟传说中永生之力 有着莫大关联啊 淡淡的说话声 瞬间让整个大殿的空气 沸腾了 哄 张霄首长之中 先天一气凝聚成了光球 狠狠的轰向了大影花的武器库 这些东西 留着给他们 就是浪费 既然城门已破 那就别想着抵挡受潮了 一枚枚导弹 核爆雷管 火箭弹等等所有火药武器 全都接二连三的轰爆 狂暴的冲击波 乘浪卷状 向四周轰散开 将整个城池都包裹在内 轰隆 轰隆 大影花城池颤动了 刚刚修复的城门 更是瞬间爆碎成了无数的碎木 不 不 不 我们的城门啊 我的天啊 我们这刚刚修复好的城门 立刻就没了 这不完完了吗 我们大影花 拿什么来抵挡受潮啊 我靠 张霄 你是真的狗啊 用我们大影花的火药 来混开我们的城门 大影花国民一个个非常郁闷 恨不得亲自将城门给不好了 这可是关系着大影花所有人的命运啊 怎么办 我们的新选手 还没有出现吗 天海一吸奶大声呼喊 还没有出现 一旁的嘉宾摇了摇头 并没有在屏幕上找到 这该如何是好 左左目道死了 新选手能比左左目道更厉害吗 有位嘉宾目光满是担忧问道 心情十分沉重 这是一个未知数 张霄带着二斗子 站在城墙上 躲避火药爆炸的冲击波 直到爆炸波散去 张霄方才跳下了城楼 这时 一道白光从天降 新的选手到了 张霄抬眼一看 眼瞳微眯 紧缩起来 这个家伙 看上去有点不太简单啊 一袭高领红衣 将半边脸都遮盖住 斜长的刘海 完全将右眼隐藏旗下 衣领上画着一道道诡异的纹目 旗上 更是有传说中的凶神恶煞的凶兽 煞气冲天 阴森可不 有一股无形的阴死之气 环绕在他的周身 让人心神难安 你是谁 九州人 站在城头上的这人 高高在上的俯瞰着张霄 露出在外面的左眼中 充斥着一丝冷漠 淡漠 仿若一只没有感情的动物 张霄露出一丝微笑 淡淡回道 没错 我是九州人 杀你的九州人 口气很大 希望你的力量和你的口气一样大 这人说话的声音 从衣领下传出 显得厚重低沉 那你想试试 张霄微微一笑 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 难道你不想 这人衣袍鼓舞起来 萨萨而起 哄 他一步踏在城墙 城墙震荡 张霄眼神猛的一惊 这力量 很强 不过 有点奇怪 这力量似乎并不属于他的 而是 来源于某种奇妙的阵法 是从他脚掌下传来的阵法波动 没想到 在大影花 只能碰到一个奇人意识 张霄思索间 那人已然消失在了城墙上 出现在了张霄面前 一拳轰出 拳影没有残留 便是已然轰在了张霄三寸之前 钢器几乎要撕裂开他的面孔 乱惊唾 张霄脚下向后退出的同时 嘴里低喝 哄 狂霸刚烈的拳风 猛地停滞在张霄面前 连带着整个人都凝固在了原地 让我看看 你到底是谁 张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伸手就要将此人的衣领掀开 出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 这个人竟然一点一点的移动 衣领上 更是燃烧起了诡异的火焰 张霄脸色微变 手中先天仪器环绕 触碰到这诡异的紫蓝火焰 吃了 先天仪器竟是隐约有了焚烧的迹象 乱惊唾 张霄低声力喝 精神力全开 就不幸还定不住 你一个大饮花的术室 嗡 这人刚能稍微一动丝好 立刻彻底僵硬在了原地 动不了了 死了 张霄将他衣领给撕开 露出了真容 肩长的下巴 上面纹了一支毒蟹 毒蟹通体血红色 倒勾在空中的蟹尾 滴落下一滴蓝黑毒液 鼻梁上有一道疤痕 犹如蜈蚣般 争鸣阴厉 针缝的丝线密密麻麻 犹如一只碎裂的玩偶 被人给用针重新缝好一般可怕 我去 这特么是人吗 太几把吓人了呀 哦 我还在吃饭呢 这下彻底吃不下了 这家伙下巴这么长 能戳死人吧 没想到 这么厉害的奇人意识 也去整容了 看上去跟动漫里的人物一样 有点像谁呢 九州直播间 弹幕疯狂滚动 都是在吐槽 这个大影花的术士 太吓人了 可怕到什么程度呢 让很多小孩看了之后 都哭了 死了 空间传出一道撕裂声 张霄眼神微凝 看到这家伙的手掌 竟是一点一点的凝聚成拳头 似乎正在破开自己的乱惊唾 好强的怪力 不过 被定住了 就别想活了 张霄脚尖一点地面 飞身向后 同时左手掐掘 震字 雷刺 风后其门旋转 震字方位 落在了此人的身上 一道道蓝色雷芒 从其脚底伸出 迅速爬上了他的腿上 身上 直至凝聚成雷鸟般的光刺 狠狠地刺进了他的心脏上 碰 雷光将其心脏 炸碎成了血沫 这无比装逼 十分可怕的大影花术士 在张霄手里 走不出一个回合 就隔屁了 扑通 一声轻响 倒在了地上 死得不能再死 呼 张霄清晰了口气 撤掉了风后其门 迅速恢复体力 又死了 我草泥马啊 为什么我大影花这么垃圾 这个明明看上去狠掉的样子 结果 也被张霄秒杀了 卧槽 这不是上去送人头吗 这不是 天要往我大影花呀 大影花国民 再见到这个人一上来 就被张霄给干掉了 全部呆滞了 呆滞完后 则是乌豪 本以为换了人 就能不被张霄杀死 没想到 仍旧逃不过 被张霄支配的恐惧 美女主持天海一息 奶无奈地摇了摇头 脸色痛苦 抱头哭泣 没救了 大影花彻底没救了 她可一分一秒 都不想在这里待着了 咦 这个人的衣袍 怎么这么熟悉 悬我水门眼中 闪过一抹惊恶 充斥着一丝回忆和不解 这是 大奶滋针达一郎微微一惊 眼瞳急剧收缩 似乎想到了什么过往 指着屏幕大声喊道 这是圣殿山的阴阳师 阴阳师本身就个游戏 深受各国玩家的喜爱 游戏中 阴阳师自创阵法 术法 受法于一身的强大战力 更是拥有世神 操控无数的世神 让人们惧怕 匍匐 战力 因此 各国对阴阳师在这个东西 还是比较熟悉 但 现实中真的有阴阳师吗 不见得有 如此强大的阴阳师 现实中若真的有 岂不是社会秩序早就崩塌了 一个阴阳师 足以灭杀千军万马 什么特种兵王 什么鼓舞者 剑术大师 都根本无法对战阴阳师 为啥 一个近距离的物理攻击 一个可近距离 可远距离的魔法攻击 谁牛逼 一目了然啊 如果阴阳师横行世间 那谁能打得过 正因此 没有人相信 现实社会中存在阴阳师 然而 在大奶自真达一郎 喊出来阴阳师三个字后 所有人都懵了 眼前这个长相凶神恶煞 奇异鬼怪的家伙 就是游戏里的阴阳师 开玩笑的吧 该不会是什么 cosplay的扮演者吧 然而 再见到此人 竟是一脚 让城墙阵战 立刻相信了 这特么绝必不是普通人 肯定是阴阳师 既然如此 那他能不能打得过张霄 杀了张霄 抱着一丝期待 大影花国民 纷纷死盯着屏幕 结果 不处众人所料 依旧被张霄秒杀 天海一吸奶 大奶自真达一郎等人 皆是目光暗淡 非常失望地叹了口气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阴阳师 要知道 我大影花的阴阳师 可是号称鬼神莫测 变化无穷啊 天海一吸奶吐了吐小舌头 心里很慌 但还得强装镇定 生怕下一刻 凶兽就会从天降临 这肯定是我们大影花 传说中的阴阳师无疑了 可 张霄实在是太强了 根本打不过他 悬火水门摇了摇头 死死地盯着张霄 犹如眼神能够杀人一般 恨不得将张霄杀死一亿次 张霄这个家伙 招数太诡异了 能够定身 这谁扛得住 根本就不用玩 我想杀你 一个定身 你就死了 大奶自真达一郎冷哼了声 看得出他很焦躁 很烦躁 很暴躁 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发现 剑圣大人为何久久不语 天海一吸奶 看向盘坐在一旁的剑圣公本 不由地出声问道 在场者 唯有他年岁最大 知道的秘密也最多 想必 对这个阴阳师的情况十分了解 当然 不能说十分了解吧 至少也得略知一二才是 可眼下 他却迟迟不说话 一直盯着屏幕上的张霄 神色严肃 眼神凝重 好似在对待什么特别重大的人物一般 叮 这时 一变突生 在张霄撤掉风后奇门后 躺在地上的那个人 一根手指头动了下 随后 五个手指轻轻握了握 蹭 五根手指在地上轻轻抓动 沙土碰溅 宽大的衣袍无风自动 身陷在沙漠中的身躯 诡异的蠕动了几下 这细微的动作 张霄自然是一下子就注意到了 但他没动 而是在仔细观察 先前左左目到复活的场面 还没过去三个小时 这又要来一次 诡异 惊事 张霄需要了解 到底为什么他们像是买了复活甲一样 会死而复生 实在是太过惊奇了 这自然逃不脱屏幕前观众们的双眼 尤其是大影花的国民 再见到自家选手手指动了 身体动了 似乎并没有死的迹象 全都惊呆了 一个个抱头 张大嘴巴 瞪着大眼珠子 似乎不敢置信 自己看到了什么 活了 活了 我去 他不是心脏被轰爆了吗 怎么又活了过来 管他怎么复活的 总之我们大影花 这次不会受到惩罚就对了 哈哈 他好了 我们的选手复活了 苍天啊 大帝啊 你终于开眼一次了呀 我大影花 才是最应该得到您的庇护的呀 听家宾们说 这是阴阳师 那肯定很厉害呀 手段很多呀 张霄绝对打不过他的 之前 家宾们在讨论 这位选手 是不是传说中的阴阳师 大影花国民 立刻惊住了 阴阳师 我大影花竟然真的有阴阳师 那岂不是 直接称霸诸国 无敌天下了 怪不得能够复活过来 以阴阳师那种神奇的手段 别说复活了 就算是重生 也绝不稀奇 这下 各国的目光 再一次关注在了 大影花国的身上 行啊 这个大影花 隐藏得够深啊 从没听说过 大影花有阴阳师 今日真是开眼了 我服了 光有一个九州 这种变种人就算了 现在又多了一个大影花 为什么我们大英国 就没有这样牛逼的变种人 不一定哦 国际论坛对此事讨论声繁多 热度持续走高 甚至 有人开盘 赌到底是大影花营 还是九州营 对此 大多数人 还是压在了张霄的身上 这家伙根本无解好不好 一个定身术 连时间空间都可能凝固住的家伙 谁能打得过他 根本打不过呀 九州直播间 小洒老师 在见到大影花的阴阳师 死而复生后 一脸错愕 那大嘴撇的 都快撇出了二里殿 冰冰捂着小脸 无比的呆滞 惊愕 他还从没见过 死了之后 能复活过来的人 除了王者霞谷 阴阳师 大影花 怎么可能会有阴阳师的存在 这玩意 不是千年前就绝迹了吗 小洒老师一头雾水 十分不解 眼中充斥着一丝丝惊愕 没想到啊 传说竟然是真的 张三丰他们三人嘀咕了几句 各自捋着胡须 眼中冒光 这摸不着头脑的话 让人听得心里直痒痒 必须要打破杀锅问到底 不是 您三老先生 别光顾着自己讨论啊 有什么知道的 了解的 也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小洒老师呵呵笑着 对张三丰说道 不是我们不分享 实在是因为我们也不确定 若非要我们三个 老家伙说一下的话 那就只能献丑了 张海波呵呵一笑 这叫以退为进 丑话说前头了 局座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我们古武者之中 一直流传着 关于各国奇人异士的传说 如果不是异士战场出现 这就是个秘密 根本不会对普通人说出来的 言外之意 若非异士战场降临 张肖先人出山 施展出了各种奇异先法 我们肯定是不会 将古武者的秘密暴露出来 相关部门是不会让他们说的 因为 这是一个脱离于繁俗世界的特殊存在 可现在 一切都变了 没有什么是不能说的 且不说张肖那抬手间 就能挥动沙利 狂蜂 定身术等等 各种古怪神奇 如魔法般的术法 就单说那左左目道 以及现在这个无名式的阴阳师 死而复生 神奇到完全背离了科学 牛顿 爱因斯坦的棺材板 根本就压不住 科学的尽头 是神学 神创万物 那么谁才是神呢 说到此 聪明的九州人自然都懂了 您继续说吧 潇洒老师看到玻璃外的几位领导 对他打手势 这是让张三丰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随着世界大变 很多隐藏的秘密 终究是要公之于众 区别就在于 晚一点公布 就能多统治一点时间的人们 早一点公布 则能让很多人 率先适应 这片即将大变的天地 我九州 万载底蕴 远古时代 三千列仙 永振天庭 俯瞰天地 掌控此方世界 上古时代 先落时代 如同断层了一般 关于仙人的传说 越来越熟 更是到最后 很多仙法 术法都消失不见了 所谓仙法 仙术 讲究的是 吸纳天地灵气 化灵气为真力 举手投足间 焚天主海 无所不能 比如说 我之所以一直称呼张霄仙人 就是因为他能够用真力 调动着天地间的原力 变化出各种攻击招数 让敌人防不胜防 这是仙人才有的手段 上古先允之后 修炼真气 真力的法门 全部消失不见 几乎找不到几本 哪怕是找到了 都是残倦 想要修炼 就要冒着走火入魔 甚至是自暴而死的危险 曾经有一部分 耳濡目染仙人之力的人 则是改变了修炼路线 用真力专修单一属性的招数 比如剑术 阴阳术 道法 这部分人 我们称之为炼气士 他们不能像猎仙那般飞行 遁地 穿山 跨海 玉武 却依旧能施展出 威力无穷的招数 大影花的阴阳师 不过就是我们九州 炼气士一脉的分支 这部分的典故 想必大家都再清楚不过了 无需老头子我多言 只不过 我要说的是 炼气士在九州的传承 并不完整 也不完全 早在两千年前 就断层了一次 炼气士变成了古武者 无法修炼出那种花里胡哨 威力强大的术法 只能以拳 掌 腿来杀人 千年前 又断层了一次 导致现在的人 连内力都修炼不出来 张三丰这一波普及 让九州人心神沉重 人家大影花 传承保存完好 我们九州就断层了 而且还不止断了一次 断了两次 真是绝了 哪个杀千刀的 能让我九州传承给断了呢 我真是服了 大影花仅仅只是 我们一个分支而已 结果呢 却比我们都要牛逼 去他妈的 凭什么我们九州就断层了 到底是哪个傻逼 让我们九州传承断层了 狗日的 大影花算个几把毛 为什么人家 就能传承完整 我们就不行 服了 服了 要不是 这次我们有张神 大影花只怕纷纷秒了我们 九州国内 热议斐然 大家心中怒气横生 无比愤怒 无数人心中 对张霄的崇拜和感激 攀升到了顶峰 实在是顶礼膜拜 如今 只有张神 能够挽救这个局面 若是换成了任何一个九州人 面对那手段拨云诡诀的大影花 阴阳师 根本毫无胜算 真想看看 曾经九州上古时代的那些强者 到底有多厉害 潇洒老师目光中满是憧憬 闪烁不定 似乎想要去那个时代 不知道 此次一世战场出现后 会不会对各国产生什么影响 冰冰小心翼翼地说道 不敢多说什么 很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说 我九州之内 会不会隐藏着什么古武 仙人之类的强者 我不信 偌大的九州 能不藏着几个传承完整的仙家道人 潇洒老师看了眼中人 神秘兮兮兮地笑了笑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如果真有的话 那我九州依旧无敌于事件 菊座乐呵呵一笑 说出这般话来 让直播间的观众们放声大笑 菊座也看网络小说看多了 说出的话这么中二 说起来哈 我有点不太理解一点 张神能杀他一次 就能杀他第二次 那他为什么还要复活过来呢 这不是自己在找死吗 有嘉宾提出这样的疑问 而这 也是所有观众们的疑惑 旋即 一道道目光 齐刷刷地看向了屏幕上 动 那人握住的五指猛地松开 一拍地面 身体腾空而起 长衣飞舞 疯狂鼓动 脚掌蹭了一下 点破了空气 飞快地后退 远离张消 真的活过来了 撒 撒 撒 大影花成钟 想起了一道道破风声 在张消和那个阴阳势之间 隔空撕裂 我叫佩恩 你很强 值得我告诉你名字 他露出了那张动漫画 且可怕的脸 竟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牙齿泛黄 令人作呕 我不需要记住 你的名字 因为 你很快就会彻底死掉 张消呵呵一笑 还佩恩呢 我给你送个小男 你要不要 我再给你弄个佩恩六道 跟我在这玩扮演的呀 小爷我不信 你也有系统 够嚣张 可惜 我已经摸清了你能力 只要和你保持足够的距离 你就无法定住我 或者说 你施展出来的术法 只能在一定距离内作用 距离你远的话 作用效果会逐渐减弱 直至彻底没有 佩恩盯着张消 两个眼球中 竟是流下了血泪 滴落在了沙漠之上 卧槽 真特没有童树 张消惊呆了 这开玩笑的吧 别告诉我 火影乱入了 阴阳术 讲究天地阴阳 以自身为阴阳眼 镇守八方 感悟万物浩渺 洗纳苍茫灵异 方能够做到天地人合一 佩恩缓缓闭上 十分装逼 说出了这么一段话 整个人的气势在这一刻 陡然生变 气势如长红贯日 刺破苍穹 分手八个角落 竟是隐约间 出现了佩恩的幻影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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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佩恩 身上缠绕着血红光落 犹如光边护体一样 发出噼里啪啦的撕裂声 我不信 我在你五百米之外 你能定住我 八个佩恩同时冷笑了声 身上血红闪电般的长边 凝聚在手上 刷的一下 便是同时汇聚在空中 将张霄笼罩旗下 五百米 正好就是乱惊拓的极限距离 虽说 张霄目前能够操控封后奇门 施展到一千米 但 这只是能够在一千米之内 感应到各种事物的变化 加持自身力量 施展出来 要求不是很高的招数 比如鲲子土河车 梨子萤火 流光这种小数法 淡乱惊拓这种超越时空级别的数法 每增加一米的范围 消耗的精神力 就会加多一点 想要覆盖一千米 那精神力 肯定会成几何倍数的增加 刷 封后奇门显现 张霄从局中感应到 这股力量的强大 眼神威宁 四下撇了八个佩恩须影一眼 手中先天一气 化作八道气流利剑 狠狠地蹦射八个方向 随后张霄手指在空中轻轻滑动 秀 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时 竟然有八个张霄 分别出现在了八个佩恩的面前 食指伸出 点在了他们的额头上 碰 碰 碰 八道佩恩全部消失不见 空中那的道血红能量光照 依旧没有消散 隐约可见 那光照之中 有真正的佩恩 这个阴阳师招数很奇怪 看上去 就像是活影里面的某种人法 十分可怕 十分诡异 完全超越了人类 能够理解的范围 这是幻术吧 不应该啊 看上去不能是幻术呀 那你怎么解释 这血红色的能量光照 解释不了 这根本就不在 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范畴呢 从此刻开始 一切科学 都将会变成超凡科学 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玄学 各国人们看到 大影花的阴阳师 和张霄战斗过程 一个个目瞪口呆 瞪大眼珠子 不敢置信地凝视着屏幕 就跟看玄环大片似的 狂拽炫酷屌炸天 我就问 哪个电影能比得过这场直播 那些什么狗屁玄环大片 跟这个比起来 就是小儿科啊 为啥 因为这个真实啊 是啊 太特么的真实了 咔嚓 血红光照破裂 露出了佩恩的身影 浑身上下笼罩着血红物丝 没心处 更是有一枚菱形血影 他双目中 蹦射出血光 撕裂空气 射向了张霄 双手在空中飞快滑动 面前 出现一道血红色浮阵 玄奥晦色 透散出某种古老强大波动 古斯 卡西路一大嘞 什么几把鸟语 听不懂 但能看到 他手中那玄奥莫测的血红浮阵 缓缓转动 刷的一下 释放出了数十条锁链 将张霄死死缠绕住 碰 血红锁链 将张霄束缚住 锁链上 泛起了诡异的火焰 似乎想要焚烧掉张霄的衣袍 只是 佩恩没想到的是 张霄这衣袍完全能够抵挡住火焰 根本无法焚化 谁虎不弃 怎么可能 佩恩脸色微惊 眼中浮上一抹错愕 这猎山紫燕 可是连山石都能够焚化成虚无的火焰 结果 你告诉我 这火焰连张霄的衣袍都不能烧毁 太虚假了吧 还有什么招数 都使出来吧 不然的话 我怕你没机会用了 张霄呵呵一笑 看向悬浮在远处的佩恩 眼眸微灵 琴着一丝细笑 你以为 这仅仅只是一个火焰吗 看看你的体内 是不是出现了腐烂的迹象 太恩冷笑了声 手中血色光边 犹如三千发丝 将张霄完全包裹在内 裹成了一个大粽子 这些血红光线 释放出了一丝丝腐蚀之力 让张霄身体 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很可怕 仿若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是一种不存在于此界的力量 的确有点意思 张霄感受到 这些血红光线传来的力量 心情凛然 微微一惊 不过也就这样 先天一气护体 万法不清 我想知道 这种力量 到底是什么形式组成的 到底有着怎样的伪力 张霄眼神微眯 任由这种莫名的力量 来腐蚀自己的机体 继而通过先天一气 来探寻这种力量的神秘之处 但张霄始终被挡在一层纱窗外 就是这层纱窗 将张霄隔在了 这神秘力量之外 让他无法深入了解 其中的奥秘 很玄妙 有一种空灵感 似乎和天地相容 张霄眼神微宁 仔细体验这玄妙之处 喃喃自语 真是奇怪 我已经施展出了 如此多腐蚀之力 他竟然还跟个没事人似的 佩恩站在空中 凝视着张霄 心中生出一丝惊异的同时 也莫名地出现了一抹金句 这丝金句瞬间放大 侵袭了佩恩的心神 一股寒气 从脚底直冲天灵概 动 正当他私存时 下方传来一声闷响 请客间 整个古城炸开 沙漠飞扬天 直上就霄 张霄犹如一枚炮弹般 猛地飞射向了空中 一脚凌空抽出 空气炸链 气旋压缩成了空气炮 狠狠地轰向了佩恩 死 张霄轻轻松松地 就将佩恩身上的血红丝线 给挣脱开来 让佩恩 屏幕前的人们 无比惊恶 卧槽 什么鬼 就这么瞬间挣脱了 好像 这可是佩恩的大招吧 在张霄面前 就如同不值一提的蚂蚁盘 轻松碾死 这特么 佩恩不行啊 完全挡不住张霄一招 不知道张霄这一腿 他能不能接住 哈哈 这就是我大影花的阴阳师 气死我了 我堂堂大影花阴阳师 进落到这般田店 任由一个九州人百般欺辱 大影花国民 传出愤怒的自嘲和叫骂声 骂归骂 所有人盯着屏幕的眼神 从未一开过 他们想知道 佩恩能不能接下张霄这一脚 很快 结果就出来了 气旋暴裂产生的冲击力 让佩恩头皮炸裂 浑身上下鸡皮疙瘩 层层拔起 一股死亡的恐惧 瞬间将其笼罩在内 是神 三头六臂 佩恩怒吓一声 手中凝聚一个小型阵法 丝丝缕缕的光线 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 凭空生出 下一刻 一个三头六臂的怪物 猛地从阵法中走出 瞬间放大数十倍 数米之高 遮天蔽日 一下子就挡在了佩恩的头顶 哄 恐怖的冲击力 将这个怪物给狠狠地碾碎 连带着佩恩都倒飞了出去 让人心生惊骇 好可怕 好强大的力量 佩恩一头撞进了一座宫殿中 石墙碎裂 瞬间就修复好 人却是不知死活 动 张霄从天而降 发出一声闷响 沙漠蹦射 缓缓起身 目光冰冷地凝视着 那座破碎的宫殿 赶紧现身吧 这点程度的攻击 对你来说 应该还死不了 张霄抬了下手 随意一挥 封后七门阵局变动 一股无形且强大的力量 将那座宫殿给拆解开 将佩恩从中抓了出来 狠狠地摔在地上 碰 张霄呵呵一笑 一脚就要踩在他的头顶 可 下一刻 佩恩却是诡异地消失在了原地 阴阳术 幻影天地 佩恩冷笑声 从四面八方的虚空中传来 张霄眼神一领 手掌快如闪电 狠狠地切向了左侧的虚空 然后一把将佩恩从中抓了出来 手上先天一气 瞬间凝聚成了气玄 将佩恩狠狠轰爆 你杀不死我 佩恩没死 面目全非 鲜血淋漓 却依旧歪着头 呵呵冷笑 看上去 就跟僵尸一样 诡异可怕 屏幕前的观众们双手抱头 看到这一惊悚的画面 高声惊呼 我的天 真是的疯了 这家伙还是人吗 奶奶的 我真是傻掉了 这确定不是在原恐怖片 我这个人大晚上看这个 有点怕怕 急需一个长得帅的小哥哥暖床 我靠 这是阴阳狮 还是僵尸 麻蛋 有没有搞错啊 各国人们诗声议论 十分惊惧 认为大影花的阴阳狮 也不过如此 可能就是僵尸的变种 对此 大影花并没有做出回应 演播室内 嘉宾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对此表示惊异 毕竟 你这脸都被轰霉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 绝对不可能 可这个佩恩却还能说话 头还没断 就连着一点 根本不可能活着 却诡异地开口说话 吓人啊 木偶 张霄眼瞳微缩 眼神撇向了身后 说那是迟那时快 一道血红长剑 猛地凭空出现 就欲刺进张霄的心窝 碰 仙天一气 凝聚成了护心甲 挡在了张霄的背后 佩恩失手了 而张霄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不会让他再次躲藏起来 抓住你了哦 张霄死死掐住佩恩的脖梗 让他脸色发紫 几乎要喘不上气来 嘴角微微一笑 勾起一抹细血 手中凝聚着仙天一气 让佩恩这个家伙 无法从自己手中逃走 仙天一气 将其体内的各种气流走势 全部断绝 掐灭 使其无法施展出来术法 从而避免佩恩 再次从自己手中逃脱 你不是想要逃走吗 来 我看看 你这次怎么逃 张霄静静地看着佩恩 凝视着他的双眸 冷笑一声 嘻嘻 你觉得 你猪娜的抓住我了 佩恩嬉笑了声 诡异的面孔上 血红色纹络交织在一起 在眉心处构造成一个触目惊心的血滴形状图案 整个人逐渐发红 燃烧 滚烫起来 张霄手中的仙天一气 更是不断地冒出黑烟 一丝丝灼烧感 从掌心传来 这是什么能力 张霄一脸惊疑 不敢置信地看着佩恩 阴阳 炎魔王雨 佩恩勃梗中发出一声闷响 缓缓吐出了几个字 张霄听后 眼瞳经缩 感受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危险 要知道 自从进入异式战场后 他还从未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这是第一次 好强大的力量 这真的是阴阳术 张霄手中仙天一气猛的一爆 想要将佩恩的脑袋给炸裂开 结果 大炎魔天剑将仙天一气完全隔绝开 反弹了回去 自身如同大火球一样 熊熊燃烧起来 整个人犹如地狱来的火焰使者般 焚烧空气 焚烧一切 沙漠在他脚下融化 看上去就跟动漫大片似的 勾起了人心中强烈的欲望 让人看得欲罢不能 太帅了 没想到 我们这个世界 竟然还有这样人 能够施展出术法的人 就跟做梦似的 以前从来都没听说过 各国人们心中只有这一个想法 无与伦比的震惊和震撼 世界观从此崩碎 社会秩序在一点点的崩塌 我的天啊 这已经根本不是人类了 传言 远古时代 人类拥有超乎凡俗 世界所有的超能力 只不过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超能力 渐渐地还给了大自然 尤其是后现代高科技力量的盛行 术法之道更是隐秘消失 几位国际古人类研究学的教授 给各国人们进行分析 如今 异式战场出现 这代表着 从此蓝星将会逐渐发生改变 根据古尼罗壁画上来看 远古时代 曾经有一个类似异式战场的东西 降临蓝星 和如今一样 斩杀凶兽 我们怀疑 高级文明创造出来的异式战场 每隔一定时间 就会降临蓝星 将一部分国家淘汰 优胜劣汰 让最强大几个国家活下来 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针对这场议论 各国人们都听懵了 没想到 上古时代 隐藏着这么多的秘密 天地大变 那么万物都将发生变化 一切的一切 都将要重新开始 是会继续像曾经那般 发展超级科技 维持现代化社会秩序 还是自此打破 现代化社会形态 全部显现出来 让社会秩序崩塌 形成高五和科技并存的两种力量 各大国家 已经针对这件事 开始了高层圆桌会议 这些会议 将会决定普通人的命运 开启吧 命运的大门 国际论坛上 血红字眼标注的新闻 明晃晃地印在众人眼中 很快 话题讨论量 就突破了千亿 五千亿 无数人心生惊恐 惊慌 不会吧 不会吧 天地将要大变吗 大变 天地竟然还会大变 是要下份雨吗 认真点 这可是关乎着我们全世界人类的命运 有相关科学报道 现在 蓝星上的空气成分 正在发生剧烈变化 我们普通人可能感受不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改变 将会让人类的身体 发生急剧的变化 没有人知道 这到底是为什么 眼中充斥着一丝丝期待 激动 兴奋 如果我们真的能像张霄那样休闲 是不是就再也不用受 这些狗日的资本压迫了 肯定的呀 只要我们能变成仙人 拥有了无敌的力量 谁还会在乎他们狗屁的资本啊 你们是不是傻 人家有钱 完全可以用钱打造出来超级人类 控制他们 构建一个由他们做主导的世界 这么说 这个世界的雏形 还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哪怕 有了强大的力量 依旧无法逃脱社会的束缚 没错 只要有人 甭管你有没有超能力 都会被束缚在一定的空间 时间内 对此 人们倒是不会太过在意 普通人的日子过久了 总是会有些枯燥 有些无聊 如今 能换一种活法 谁都感到新奇 有趣 想要尝试一番 杀 一声立刻声 猛地从异式战场中传来 洞穿天际 回荡怀 佩恩整个人头发飞扬 火红发丝狂舞 身影在空中飞快虚晃 一拳砸在张霄的面前 哄 地动山摇 黑红火焰将沙漠顷刻间融化成了虚无 一个黑红深坑 深深凹陷了数米 冒着咕噜咕噜的黑红气泡 张霄腾空而起 向后倒退出去 同时 手掌在空中摇摇一挥 风后旗门 四盘转动 八门变换方位 颈门对冲 天鹏走上 星护空 是以水云落日 贯冲山河 以静制动 锁住炎炎之势 动 炎魔王羽的威力骤然减弱 佩恩脚掌在地面上停顿了下来 身影肉眼可见的一致 旋即 整个人身上的火焰 在迅速消失 这是什么术法 佩恩露出的面孔上 出现了一丝惊恐 他感觉到自身的力量 在迅速消失 这是我古九州的术法 你自然看不懂 张霄冷笑了声 不屑的一撇嘴 旋即 脚掌一跺地面 碰 风后旗门疯狂旋转 将佩恩死死地 困在修门之中 对字 落在佩恩脚下 以水云冲天之势 将佩恩身上研磨网雨 彻底剥离 一指点出 碰 一指点出 空气暴明 万物不复 沙漠之上 无数沙力随着一指的弹出 凝聚出一条沙漠巨龙 冲向了远处的佩恩 沙龙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将其的胸膛贯穿 瞬间撕碎 成了无数的血肉 扑哧 佩恩在空中爆碎成了一团血物 大影花选手佩恩阵亡 击杀者张霄 即将对九州大影花进行相应的惩罚 惩罚大影花国国运衰减3% 所有资源减少10% 人均寿命减少一年 精神1 体制1 奖励九州国国运增加3% 所有资源增加10% 人均寿命增加一年 精神加1 体制加1 大影花国国运衰减了30% 厄运降临 听到义士战场的播报声后 大影花国国民再次抱头痛哭 上天啊 为什么厄运又一次降临在了我们大影花 这是为什么 很快 大影花气象局进行播报 大平洋中心处 已经形成了一个气旋长达3000米的超级海洋飓风 两个小时之后 将登陆大影花国土 希望所有的大影花国民都做好准备 气旋长达3000米 这是个什么概念 意味着整个飓风的覆盖面积 将会达到6000平方公里 能够将魔都这种大城市给摧毁 恐怖如斯 弹虎色变 根本不是人力能够抗衡的 我的天 赶紧挖地洞啊 赶紧挖地洞啊 超级防空洞 我要建造超级避难所 这个避难所 根本挡不住这种强度的飓风 是啊 这玩意一旦上岸了 能将地皮都吹起来 大影花国 各大网络媒体都疯了 疯狂地在网上评论 无数人更是不要命地从大影花中逃离 再次上演了血日落的一幕 厄运只会一波接一波地降临 哪怕大影花没有在飓风的侵袭下毁灭 但 国运下降到了一定程度 肯定会发生海啸 洪水 地震等等各种灾难 就更别提 现在守卫城门的佩恩都死了 马上兽朝就要来了 谁来抵挡兽朝 没有人 第六波兽朝即将来袭 请各国选手做好准备 倒计时 三十分钟 动 各国选手脸色惊变 急忙从地上爬起来 迅速在城门前安置各种炸药 能不能见到第七天早上的太阳 就看今夜能不能挡住第六波兽朝了 第五波兽朝就如此恐怖 想必第六波兽朝 一定会增加一个难度 甚至是翻倍 兽朝要来了 三十分钟似乎赶不回去啊 张霄脸色微变 本来他还想等佩恩复活后 再杀他一次 获取一些丰厚的奖励 谁知道 这特么兽朝说来就来 二狗子 走了 张霄骑上二狗子 飞快地冲出大影花国门 这原本破碎成渣的城门 此刻 已经修复了大半 估摸着再过半个小时 就能够完全愈合 张霄懒得再去拿导弹 轰碎这个国门 现在 他要做的就是迅速从大影花赶回九州 否则 第六波兽朝 他就无法抵挡 那些凶兽就有可能攻破城门 进入城内 祸乱九州 请大影花选择是否复活佩恩 所有人都选择是 呼 张霄这个大魔头终于走了 看他刚才那依依不舍的眼神 似乎还想守住戴兔 将我们的佩恩大人给击杀了 真是气死人了 我们大影花 什么时候这么憋屈了 大爷的 等我们大影花真正牛逼的阴阳师出山 一定会要九州张霄好看 大影花国民再看到张霄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城门后 全都松了一口气 我们的佩恩大人总算不用再死了 佩恩活过来后 恢复如初 跟普通人一模一样 只不过 他眼中闪射出两道黑红色的光影 光影玄奥晦涩 十分复杂 犹如被种下了某种阴阳骤印 让人心神惊颤 张霄 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下次相遇 便是你的死期 佩恩一字一句地吐出来 空气中 瞬间充斥着冰冷的沙翼 他那宽大的黑红色阴阳神袍 迎风舞动 烈烈作响 发出空空空的闷响 区区受潮 我瞬息间 便可将其覆灭 这排行榜第一 一定是我大影花的 阴阳师一出 举世无敌 在当今这个鼓舞不现 修仙绝灭的时代 阴阳师算是仅存的一种超自然能力者 他们利用阵法 骤印 强行夺取 凝聚天地间的力量 以供自己来使用 近乎是不败之地 就算是面对热武器 核武器 都有一丝自保之力 听到佩恩的话后 大影花国民瞬间热血沸腾 沸反迎天 惊呼连连 冲啊 佩恩 给我将张霄狠狠地压下去 让世界看看 谁才是最强的那一个 这世界 终将匍匐在我们的脚下 我们大影花的脚下 阴阳师 我大影花最强的力量 给我杀吧 佩恩身后 站着无数大影花国民 他们在呐喊 在欢呼 在鼓掌 在加油 九州直播间 小洒老师等人 一个个沉默不语 死死盯着屏幕 心里砰砰直跳 因为 此刻的张霄 正快马加鞭 化作一刀利剑一般 冲向九州城池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很快 兽潮降临了 时间走到了最后一秒 动 天地轰响 比之前五波兽潮 都要更加恐怖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第六波兽潮的强度 要远超前五波兽潮的强度 砰砰砰 一只只凶兽 从天而降 携带着万军之力 好似泰山陨石坠般 轰然砸在地上 沙漠战场 轰隆作响 天踏地崩 雷音轰隆 这是巨型蜥蜴 不 准确说 应该是恐龙 每一只都足足四五米之高 十几米之长 前脚短小 两只后腿粗壮有力 巨大的尾巴将空气抽爆开来 发出砰砰砰的轰响 杀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率先朝这些凶兽开炮 一枚枚导弹 如雨点般 轰向了这些恐龙 各国选手在接到国家发来的消息后 知道了张霄提前击杀兽潮事情 因此 他们也要模仿张霄 提前轰杀兽潮 这样用时就会大打缩短 张霄赶不回去了 张霄赶不回去了 哈哈 这真是个好消息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香槟 开始庆祝了 爽 张霄要是赶不回去了 那九州的城门将会大破 是啊 是啊 如此一来 九州定会被惩罚 国际论坛 网友们炸开了锅 再见到兽潮开启 而张霄却还在疯狂的胆怒 纷纷拍手称快 拍手叫好 这简直就是天地间最让人激动的事情 只要兽潮猛攻 九州城门定会被破开 一旦这些恐龙进入国门之中 分裂上万倍 九州大帝将会被恐龙践踏 那么死伤无数 力量大大削弱 就算获得再多的资源又有什么用 九州直播间 小洒老师摸着脸 反复揉搓 提心吊胆 一条腿不停地颤抖 这特娘的 张神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失误 他就没想过赶不回来这个事吗 现在 这巨型蜥蜴 巨型恐龙 已经冲向城门了 虽说九州城门防御强度很厉害 但也扛不住这些恐龙的冲击 估计 根本撑不住半个小时 这城门就会彻底崩裂开 张霄能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回来吗 张神 你要快呀 你要快呀 冰冰握着双手 在面前一个劲地祈祷 不停地祷告 九州靠你了 你一定要赶回来啊 这一刻 二十九亿九州人都在心中呐喊 祈求张霄能快点归来 快点赶回九州 放心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张霄 相信他一定守护住九州的城门 局座一锤定音 轻轻地拍在了桌面上 将所有人惊醒过来 众人心神一惊 不再惊慌失措 眼中充斥着坚定之色 碰 张霄和二狗子在沙漠中狂奔 这样下去 肯定是不行的 封后其门 张霄迅速推演了下 查询到了方位后 估摸了下距离 随后 封后 其门空间布局 将自己和二狗子 乾坤挪移了出去 千米之内 竟在他只掌控下 不过眨眼一瞬 蹭 蹭 蹭 移行换位 此刻 各国密切关注着 九州直播间的画面 再见到张霄和二狗子 根本没有跑 而是一眨眼 就出现在千米之外的画面后 全都被震惊住了 我的天 这是什么招数 好可怕啊 竟然能瞬间移动 连跑都不用跑 站在原地 刷刷刷地移动就行了 这特么是什么术法 空间移动吗 肯定是啊 不然 这张霄怎么会做到 一下子就从千米之外 出现到面前 看来 这个张霄 还有压箱底的招数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是不会使用出来的 九州城门 现在正被上百只巨型恐龙疯狂轰撞 他肯定是着急了 各国人们纷纷议论 在赌张霄 能不能及时地赶回到九州城门 九州观众们 再见到张霄 直接开大冲锋 激动地跳起来疯狂欢呼 太棒了 太牛逼了 张神无敌 几分钟 张霄就来到了九州城门前 眼前 是一片黑压压的兽巢 眉头巨型蜥蜴 狂暴地甩动着尾巴 瘦眸中闪烁出了嗜血的光芒 心红无比 血丝密布 十分可怕 他们不要命地疯狂冲击九州城门 只不过 这高达十米的青铜骨门纹丝不动 表层更是泛起了一层金光 正是这层金光 将这些恐龙的轰击全部挡了下来 不仅挡了下来 更是将冲击力全部反弹了回去 哄 几头恐龙被城门的防护给轰飞了出去 只是 金光防护也弱了几分 按照这个情况循环下去 很快 九州城门就会被攻破 实在是这恐龙的数量太多了 密密麻麻 大有将整个城池都包围住的意思 第六波兽朝 人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国运排名越高的国家 兽朝的凶兽数量越多 有人更是将各国面临的凶兽数量统计了出来 排名第一的九州 足足是排名第十的大影花 七倍之多 这让人心惊 张霄 该如何杀死这么多凶兽 难不成 他还不动用导弹 仅仅只凭借个人的力量 如此想的话 是不是太单纯了 你有导弹不用 就靠自己去杀 浪费时间 浪费体力 还有可能会生死盗销 不知道 九州观众们希望张霄这次不要单枪匹马 用个人战力 去击杀凶兽 最好用导弹 迅速解决战斗 他们还想看看 排名第一的奖励 会是怎样的吊炸天 哎呀呀 终于赶上了 这些家伙 长得倒是挺像恐龙的呀 不知道危险等级多少 怎么这也得有C级了吧 张霄眼眸微眯 盯着远处的恐龙 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刷 一道破风声 陡然在空中爆裂开 张霄身影如剑 旋动而起 剑气四射 将身边的恐龙 全都切割出一道道喷血的口子 八卦掌回天 一手鹰 一手羊 柔和如水 无风自动 水波不兴 视为太极八卦 哄 掌风如龙卷般狂暴飞旋 将四周十几只恐龙 全部卷入其中 锋刃狠狠地将其兽区 来不及喘气 张霄一点地面 身影如利剑般 旋转升空 脚踏天空 一千零八十俱风后 骑门显现出来 顷刻间 就将大半凶兽笼罩在内 前字 空一杀 张霄语气冰冷 眼神漠然 看上去 就像是一尊神明 在屠灭世间一般可怕 嗡 一圈黑红色锯齿状的光点 在空中陡然暴增 扩大了数百倍 将大半的恐龙 全都笼罩在内 漆黑空间中 传出恐怖的犀利 瞬间将大部分恐龙 吸入其中 传出一声声惨叫声 让人心神惊颤 时隔一天 张霄的大招 再次重现江湖 震撼全场 哪怕是见过好几次 也依旧震荡新身 空 九州城门前 黑红色锯齿状空间 并没有要收缩的意思 反而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直至将所有的恐龙 全部吞没在内 黑色锯齿状空间 急速扩大 漆黑如墨的空间 瞬间将剩下的恐龙凶兽 笼罩在内 张霄深吸了一口气 精气神调整到了巅峰 将精神点全都用上了 体力更是瞬间 恢复到了最强状态 旋即 毫不犹豫 张霄将封后旗门 扩展到了一千米 数字门用到了极致 一分钟内运转了三千四百圈 隐隐蓝光 只有张霄能够看到 绽放出了璀璨的光滑 将其身影吞没 刷 刺盘运转 神盘居中 隐约间散发出强大的杀伐战力 前自控一杀 达到了最强大的状态 顷刻间 将所有的凶兽都笼罩在内 哄 恐怖的力量 瞬间将所有的恐龙 全部吸入到黑红色巨齿状空间内 不过两分钟 第六波兽巢 就被彻底抵挡住了 九州城门守住了 刷 黑红色巨齿状空间收缩 直至消失 张霄从空中坠落在地 深深地吸一口气 额头冒出斗力大的汗珠 滴答滴答地落在地上 这个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前自控一杀用完后 副作用会让身体产生内伤 比如经脉受阻 四肢抽搐 好在精神力足够多 让张霄不会受到过多的反噬 这次用时很短 想必我这次足够排到历史前三吧 张霄自言自语地说道 抬头望天 心中抱有一丝期待 话音刚落 议事战场便是公布了张霄的比赛结果 九州选手张霄成功抵挡第六波兽巢 用时一分59秒32 历史排名第三 评分等级SSS级 这道播报声响彻在蓝星各个国家 所有人纷纷抬头望去 心神震撼 无比惊恐 我去 SSS级 这特么已经达到了最高等级了吧 疯了 疯了 用时才两分钟 这简直就是传说 神话啊 历史第三 排名历史第三 这奖励肯定会无比丰厚 神啊 请怜悯试人嘛 让我们雄级国的选手也如此强大吧 各国人们纷纷惊呼起来 国际论坛炸开了锅 关于第六波受潮的热度 蹭的一下 坐着火箭一样 拔地而起 张霄再破纪录 用时两分钟 无人可敌 张霄就是当时神话 历史排名第三 这么厉害 历史排名才第三 我真想知道 排名前二的到底有多厉害 无数新闻帖子 铺天盖地的飞来 让所有人窒息般 心神紧张 大英国 雄鸡国 袋鼠国 战车国 宇宙国 大影花国 各大国纷纷召开了最高级别的圆桌会议 商量议定张霄的事情 将张霄的危险等级 提到了最高强度 不顾一切 都要将其击杀 一个人 单枪匹马 仅凭凡人之力 就在两分钟内 将受潮给成功抵挡住 换做是谁 谁都会惊讶 谁都会惊恐 这简直就是一枚定时炸弹啊 万一弄不好 暗杀大英国 大影花等国的高层怎么办 因此 他们将超级强大的防御保护 给所有高层配备上 生物基因工程 更是疯狂研发 开展 实验 不停地烧钱 势必要让超级人类 冲上国际层面 能够将张霄力压一头 九州直播间 欢呼声此起彼伏 小洒老师 冰冰 菊座等人 全都激动地站起来 拍着手 相互拥抱 张神不愧是张神 真是极限操作呀 小洒老师哈哈大笑 高兴的就像一个三百斤的孩子 冰冰捂着小嘴 眼中有泪水在打转 在三分钟前 他还以为第六波兽巢 无法抵挡了 城门就要被攻破了 九州大帝 要被凶兽践踏了 谁想到 在这个时候 一道人影 从天而降 施展出来强大的术法 将数百只C级凶兽 恐龙 全都杀死了 他就是我一生的神 冰冰喜极而泣 激动地在地上剁着小脚 发疯似地摇晃着脑袋 好样的 真是好样的 张霄这个小家伙 每次都这么让人感到意外啊 橘座呵呵一笑 不停地鼓掌 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表情 九州观众们 更是疯狂地在直播间中刷礼物 一枚枚超级火箭 超级宇宙飞船 发了疯似的 冲天起 将整个屏幕都占满了 张神牛逼 张神666 张神帅炸天 哼 这就如一颗原子弹 在九州大地上炸响 当然 这才仅仅是开始 奖励九州国运增加30% 所有资源增加30% 宇宙级金属 鲜类滤金 100万吨 淡水资源增加10亿立方米 国土面积增加100万平方公里 初级星空战舰事业图一份 奖励九州选手张霄S级宝箱一个 精神 体质 战斗技能 光团各一个 生活物资三个月 物资为永久性奖励 将会在选手 进入其他议事战场的时候 一同出现 奖励丰厚 几乎就可以说是一波肥了 张霄差点就要被撑死了 九州更是成为了各国眼中的极度对象 我的天啊 绝了 绝了 宇宙级金属 鲜类滤金 这是什么玩意 不知道啊 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名词 还有那什么初级星空战舰的示意图 是要弄哪样 称霸蓝星 禁军星空 在这上演复仇者联盟呢 我笑了 这奖励我们完全看不懂啊 仙类滤金 这有什么用 还刻意标注了宇宙级别的金属 真他妈牛逼啊 我想问一句 星空战舰造出来后 是不是就能横渡星空宇宙了 九州这是要上天的节奏啊 之前的镇金 云金 功能有多强 咋就不说了 现在有来了的仙类滤金 各国全都震惊了 好像土包子一样 眼巴巴的盯着九州的奖励 一个劲的在那留着哈喇子 不仅如此 这才过去几天 九州的国土面积 就已经增加了将近四百万平方公里 等同于之前的半个九州 这一下子 在国土面积上 能和九州掰一下手腕的 也就只有北极熊了 但北极熊常年冰雪覆盖 动土难开 根本就不是住人的地方 跟九州一比 简直天差地别 九州所有国土 全部都能住人 都能开采出来资源 这一点 是北极熊远不能急的 这也是为什么 会引来国际上 无数国家的羡慕和嫉妒 尤其是大饮花 他们在将以前奖励的国土 都弄丢了之后 更是被削减了 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本来就爆炸的人口 这一下更是毫无去处 荒山野岭 悬崖峭壁 全都被炸碎 开垦出来 建造楼房 人几人 将会真的发生 真希望 我们也能像九州一样 获得那么多的国土 哎 为什么我们 就没有张霄那么强大的树神 大饮花的阴阳师 号称神兵不出 他极为神 结果呢 一样被张霄按在地上摩擦 真是个废物 亏我们一开始 还指望他们的阴阳师 能够杀一杀张霄的狂妄 各国埋怨大饮花 对他们的阴阳师破口大骂 认为是个废物 招式倒是挺炫酷 挺花里胡哨的 结果呢 在张霄面前 根本抵挡不住几个回合 九州观众们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纷纷开大 前往大饮花论坛上 将之前自己受到的嘲讽 全都还了回去 让你嘚瑟 让你装逼 知道我们张神的厉害了吧 活该 哈哈 还阴阳师 狗屁的阴阳师 不过是我们古九州 到家的一个分支罢了 那个该死的徐福 要是不登岛 就根本不会有 你们如今的大饮花 狂啊 不是说要灭了 我们是张霄吗 倒是来啊 来啊 风水轮流转 大饮花国民 哑口无言 只能咽下这个愤怒的苦果 正如九州观众所说那样 他们的确是活该 一时战场中 张霄抵挡住 第六波受潮的波爆声 传入各国选手的耳中 裴恩听到后 脸色猙獰 身上燃烧了熊熊烈焰 炎魔王语 这个张霄竟然比我先一步 抵挡住受潮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的攻击 对单人或许不行 但对群体 那就是大杀气 凭什么 张霄他能比我 更快的灭杀受潮 他很愤怒 很猛逼 很不爽 单兵作战 他不在行 无法彻底发挥出来 术法的威力 但若是群战 那么他的炎魔王语 便等同于是群体攻击技能 对群体有着极其可怕的杀伤力 按理来说 应该是他先灭杀兽朝的才对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大炎魔王语 死亡结界 佩恩越想越气 越气就越想 最后 强行提升自身的力量 火焰疯狂暴涨 气息更是突破了原本所有的极限 瞬间便将方圆百米的沙漠 融化成了水 此刻 大影花 圣殿山 红莲后 那道模糊的人影 微微一颤 淡淡到 佩恩要魂飞魄散了 而等 速速准备 再探星空古路 切记 红衣之下的阴阳狮 绝对不可与张霄交手 我从他的身上 看不到未来 轻忧的话语声 回荡在大殿中 下方 五人成行 紫 黑 红 蓝四色的阴阳狮 整齐排练 齐声回道 是 旋即 四下散去 圣殿山传承数千年不绝 培养出来的阴阳狮 自然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 其他人 全部分散在世界各地 所谓的 就是在蓝星上 寻找上古遗迹 和星空古路的联系 他们圣殿山 要举效飞升 动 大影花国民 还没来得及高兴 佩恩就轰然燃烧 成了虚无 一丁点残渣都没留下 大影花选手佩恩 行神俱灭 即将随机挑选一位新的选手 纳尼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怎么突然就出现了这种事情 佩恩刚一放大 就行神俱灭了 什么鬼 难不成是张霄又杀回来了 不可能啊 张霄现在还在九州城门前呢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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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 有的只是猛逼 担忧 恐惧 这第六波兽朝 已经开始发动了攻击 此时出现了岔子 临时换人 那完了呀 整个大影花 直接崩盘了呀 一个新人 一个普通人 面对这种庞然大物的凶兽 有的只是恐惧 害怕 紧张 别说杀凶兽了 能不能站起来都是问题 我们大影花要完了 天海一吸奶 叹了口气 跺了下小脚 起身离开了直播间 城门本来就碎裂不堪 经过这些凶兽的冲撞 估计 根本不用半个小时 就会彻底崩碎 那么 凶兽就会降临大影花 神来了 也救不了他们 快逃啊 不知是谁在演播室中喊了一声 下一刻 整个演播室乱成一团 争相逃离 屏幕前的大影花观众们 更是吓坏了 连看直播都不看了 飞快的逃离大影花 按照这种程度的大逃离 真正能够逃出去的人 根本不到一千万 新的大影花选手 出现了 他身穿宽大的黑袍 背后画着阴阳太极的图案 来到城墙上 目光凛然的凝视着冲过来的凶兽 宽大的衣袍无风自动 烈烈作响 空 空 阴阳遁法 沙漠熔炉 看不清楚此人的脸 更看不清他的眼神 松散的头发 将他整个脸都遮盖住 宽大的黑色衣袍 将脑袋几乎要装进去 深沉 阴森 仿若是一个装在罐子里人 让人感到害怕 一声轻鹤 陡然响彻在天地间 下一刻 大影花城门前的沙漠暴动了 无数的沙力 犹如火焰般蒸腾焚烧了起来 将所有的凶兽 全部席卷其中 然后 大地之上 沙漠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熔炉 炉火熊熊燃烧 将炉顶烧成了橙红色 凶兽的惨叫声 回荡在天地间 不过几分钟 就全部变成了黑炭色的碎肉 秒杀 秒杀 这一幕 惊呆了屏幕前的观众们 那些正在惊慌失措 紧张不安地等待飞机 轮船的大影花国民们 手不停颤抖地拿着手机 而见到这新的选手 竟然一招就将所有凶兽秒杀了之后 心神惊颤 这 这是真的吗 我 我 我的天 这个新的选手 他是谁啊 看他的穿着 真是太古怪了 又是阴阳 难不成 这位也是阴阳师 我去 这位如果是阴阳师的话 那他为何比佩恩利还那么多 大影花内 一下子炸开了锅 人们争相议论 热议不断 网络媒体更是疯狂发帖 宣扬他们大影花出现了转机 有多牛逼 新选手有多强 天选之子 无人可敌 仅仅三分钟 就将所有的凶兽 全部杀死 而且 看他的样子 十分轻松 就只是伸出一只手掌 在空中轻轻一握 说了几个字而已 这第六波受潮就没了 战斗力 绝对不逊色张霄 看了视频之后 我感觉他比张霄要厉害多了 是啊 是啊 张霄施展出来那种程度的招数 十分吃力 但他却相当轻松 牛逼啊 我本以为大影花这次要GG了 没想到 一下子来了这么个厉害的选手 大影花的运气 也太好了吧 为什么每次选中的选手 都这么强 开挂了吧 服了 我也是服了 看看我们这几个国家 新选手都是些什么狗屎 真垃圾啊 国际论坛上 讨论毒爆炸 空前绝后 实在是大影花的阴阳师 太厉害了 各国人们对大影花的运气 感到不可思议 每次挑选的新选手 都是特别牛逼的强者 还对大影花的新选手 感到震惊 只是一台手 就将第六波受潮全都灭了 甚至比张霄都要轻松许多 太可怕了 不敢想象 若是张霄和他遇上 会是一番 怎样惊天动地的战斗画面 大影花选手 拉罗 成功抵挡第六波受潮 用时九分四十二秒 评分等级SS级 历史排名第十五 意识战场的播报声 响彻在各国人的耳中 等时 所有人就猛的 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大影花的评分等级 竟然有SS级 竟然能排在历史第十五 天拉罗 这家伙时来运转了吗 疯了吧 这一波 岂不是就能将之前的亏损 都给弥补上 奖励大影花国运 提升百分之二十 所有资源增加百分之二十 国土面积增加六十万平方公里 星际级金属 云金 一百万吨 初级量子轨道 技术一份 奖励大影花选手拉罗 精神 体质 战斗技能 均增加十点 一切生活所需物资储备两个月 此物资 不会随着选手 离开意识战场而消失 A级宝箱一个 天赋光团一个 静 安静 这一刻 世界各国都陷入了诡异的死寂 我操了 这奖励 这奖励也太丰厚了吧 大影花国民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倒是九州直播间 第一个惊醒 这下子 大影花的日子 岂不是又舒坦了许多 潇洒老师面无表情 但眼神却闪烁出了愤怒 阴沉的神色 看新闻上说 大影花国民又不逃离大影花了 冰冰刷了下微博 看到了最新的新闻 时时跟踪报道 只见 视频中 大影花国民如潮水般 疯狂地向后退去 回到各自城市 简直就像是在看大片一样 亿万人大歉一样 这个黑袍阴阳师 有点厉害 不知道张霄这个小家伙 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对付的了他 局座紧张地握着手掌 目光犀利的他 自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张霄在抵挡第六波受潮的时候 是有些吃力的 释放出那个大杀招后 更是在原地喘了好几口气 额头上全都焊珠 歇了几分钟后 才从原地支起腰来 相比之下 这个大影花的黑袍阴阳师 拉罗呢 只是一台手 就将第六波受潮给灭了 之所以会有九分钟 那是因为 之前佩恩耗费的时间 外加选择新选手耗费的时间 拉罗真正灭杀凶兽的时间 举座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盯着屏幕上的张霄 又看向站在城墙上 整个人都隐藏在黑色之下的拉罗 心中生起了一丝莫名的激动和兴奋 拉罗击杀凶兽的时间 不过才一分钟 比张霄要快 要轻松 但我相信 张霄若是和拉罗对战 他肯定能将其杀死 橘座非常有信心 哪怕张霄这次抵挡受潮的表现 并没有比拉罗好 可 这种莫名的自信 就是让橘座十分相信张霄 九州是吧 我会亲自走一趟 这个时候 站在城墙上的拉罗 开口说话了 这也是观众们 第一次看到了他的面容 细小轻薄的嘴唇 心红如血 看上去就跟娃娃似的 脸颊处有一抹粉红 就像是化了妆的腮红 被头发遮盖住的眼神 狭长 阴森如毒狼 大影花国民听到他的话语声后 朕必欢呼 一扫往日阴霾 哈哈 太棒了 太棒了 这才是我大影花应该有的样子 是啊 是啊 被张霄压制的时间太长了 这次 我们终于能扬眉土气翻了 我看了国际论坛上的分析 他们说 我们大影花的拉罗 灭杀第六波受潮的速度 要远远比张霄更快 不仅如此 看看张霄类的跟狗似的 再看看拉罗 轻轻松松 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我特么终于能体会一下 九州人的感受了 爽 爽啊 大影花国 欢呼声 呐喊声 气冲云霄 震龙发聩 他们认为 上天终于眷顾到了自己 选择了这么强的一位阴阳师 打爆张霄也是分分钟的事 尤其是这一波 大影花直接肥了 云金 量子轨道技术 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哪一个 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以前他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九州 馋得直流口水 现在呢 他们自己也有了 也能让其他人羡慕嫉妒恨了 真是太嚣张了 他们不会以为成功抵挡住寿巢 就有资格来对战我张神吧 哼 让张神的飞雷神 交给他们做人 一个空间一动 就足以让这个拉罗死无葬身之地 也敢在此叫嚣 真是活腻歪了 九州观众们对大影花恨之入骨 此次 大影花意外崛起 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因此 九州观众们默默在心里祈祷 张神 请灭杀大影花吧 九州直播间 潇洒老师瞪大眼睛 张大嘴巴 一动不动 不敢置信地看着大影花城墙上的拉罗 久久不语 像是一尊石宿般 僵硬在了原地 我去 这个大影花的阴阳师 也太牛逼了吧 竟然比张神 都要隐约强上一份 开什么玩笑 最关键的是 为什么大影花每次随机挑选的选手 都那么巧的 正好就是阴阳师 不对啊 这大影花 是不是给一时战场奉钱 你挑选一次是阴阳师 这能说是巧合 可你连着选了两个 都是阴阳师 而且 一个比一个牛逼 我感觉这其中有某种玄界 橘座双目如鹰笋般 盯着大影花直播间的屏幕 心情十分沉重 这个拉罗的出现 无疑是给大影花吃了一个定心丸 更是给大影花那些盟国 吃了一颗定心丸 虽说这些盟友关键时刻都在梦游 甚至还会暗中使绊子 但表面上 大家都是好兄弟 好哥们 一损俱损 一容俱容 至少 能够杀一杀九州的风气 这一幕是大英国 雄鸡国 战车国 枫叶国 等各大国都可以看到的 甚至 各大国的高层 都迫不及待地拍手庆祝 更是亲自和大影花高层通电 热烈祝贺 一时间 国际上风云变幻 形势躁动 各国都计算出了张霄的战力 拉罗的战力 一对比 就知道了 他们孰强孰弱 很明显 拉罗比张霄强许多 太棒了 拉罗实在是我大影花之幸啊 大吉巴一郎坐在长方形桌前 正惊畏座 目光凝重 神色有着一抹激动 不停地拍手叫好 其余高层纷纷点头 你们谁知道他的来历 大吉巴一郎看向四周众人 出声问道 不知道 众人纷纷摇头 不知道 开什么玩笑 这么厉害的人 你们竟然不知道他是谁 还不赶紧去查 大吉巴一郎脸色沉怒 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怒喝道 我们已经查过了 国情报部大臣站了出来 沉声道 这个拉罗在我方 并没有任何档案证明 换句话来说 他就不是一个人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重高层文言 脸色大惊 心神微颤 这是什么时代 高科技盛行的时代 不可能没有人不登记在此 一个国家 所有国民的档案 肯定会非常详细地储存在中控之地 如今 你跟我说 我大影花国民 却没有相应的档案 华天下之大吉 怎么回事 开什么玩笑 这 你们是不是没认真查啊 放屁 我们国情报部的人 工作态度那叫一个认真 怎么可能没认真查 就是 你们后方部的人 怎么说话呢 太嚣张了 一时间 这安静的大厅 还吵了起来 都闭嘴吧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大吉巴一郎 缓缓抬头 眼神从交叉的双手间 缓缓上移 凝重且激动 传言 大影花呐 藏着天者 所谓的天者 不过是古代人起的名字 他们认为有强大能力 帮助人们脱离苦难 该换朝廷的幕后之人 是上天派下来的使者 故此称之为天者 实则 这所谓的天者 就是阴阳师 就是圣殿山 圣殿山 唯有乱世才出 一出 则必定嫌弃 一场腥风血雨 天地大变 大吉巴一郎 也是从机密档案中看到的 不然 他根本就不知道 大影花的国土之内 还有这么一个 传承数千年的古老组织 除了心怀敬畏 不敢多有想法 甚至 大吉巴一郎已经想好了 要卑躬屈膝 俯身前往圣殿山 请他们出山 他一下子就想通了 或许只有圣殿山 方才有某种手段 能让一世战场 强行选择两位阴阳师 说起来 这一世战场随即选人 看似公平 可大影花连接选了两个阴阳师 一个比一个强 鬼特么的才信 这一世战场 选人是公平的 动 圣殿山 天福大殿 一位位黑袍阴阳师 站在两侧 宫廷命令 这是圣殿山的宫骨 算是最强力量以下的顶层 可以这么说 红袍不出 这个世界 任由黑袍阴阳师溜达 小十三去了是吧 红连后 传出一道中性声 分不出男女 回大人 小十三已经挡住了第六博兽巢 站在最前头的这名黑袍 阴阳师恭敬地回道 那就好 第一步计划成功了 他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正好 我们这次就利用一世战场的规则 好好地探索一下 我们寻找数千年的秘密 但笑声 逍遥自在 回荡在空旷等我大殿中 胜券在握 潇洒自然 大人 若是小十三 无法在星空古路中 待太长时间呢 要知道 这星空古路的规则可是 七天一到 就原路返回国门 一名黑袍阴阳师 开口问道 规则都是用来打破的 我们汲取数千年来的手段和经验 自然可以对付 放心 小十三知道该怎么做 这一次 我要让九州那些家伙看看 我不需要他们的帮助 也能找到星空古路的秘密 还会比他们更早地找到 但笑声陡然转化成了 阴厉森然的冷语 仿若充斥着无尽的怨气和怒火 碰 万米之外的山峰 陡然炸开 让在场等我黑袍阴阳师们 惊吓了一大跳 打了个寒战 目光不留痕迹地 瞥向了远处 只见到 那处崩裂的山体 竟然凭空被削去了一截 好强 殿主大人的功力 越来越深不可测 根本感应不到殿主大人释放气息 万米之外的山峰就崩裂了 这明显是殿主大人怕伤到他们 将怒气撒到了万米之外的地方上去 不然 他们现在已经是一具具尸体了 冷汗打射后背 一个个黑袍阴阳师不敢说话 小心翼翼地紧绷起了身体 我刚才叮嘱你们要做的事情 切莫出了过错 不然 我会将你们都扔进万年寒窟中 面壁三天 红莲青卷 露出洁白如玉的长腿 虽然只是转瞬即逝 却足够让人心神震撼 但 在场所有人 无意敢看 更无意敢心生贪念 万年寒窟 这四个字 让在场所有人不寒而栗 背后煞时间生出一片冷汗 这处骑地 位于大平阳与大影花的悬崖峭壁之下 鬼斧神功 无人可知 乃是圣殿山开山祖师 无意间用超强的竖法轰碎后 发现地下深处传来可怕的寒意 随后 圣殿山倾巢而出 探寻密藏 便找到了这么一处万年寒窟 殊不知 这寒窟之中 隐藏着一只万年冰蛇 冰蛇是某种古生物 没有人认识它 更没有人能将其降服 击杀 最后 开山祖师和其同归于尽 一同冰封在了万年寒窟的最深处 自此 万年寒窟就成了惩罚圣殿山恶徒 罪徒之地 进入者 别说面壁思过三天了 就算是一个小时 也没有人能够抗住 大人 您教给我们的事情的 肯定能完成好 就是不知道 这星空古路 会不会对我们施展出来的秘书 进行干扰 为首的黑袍阴阳师 陈生说道 放心 我试探过了 这星空古路 不会对你们这些实力低微的家伙 进行排斥 此秘书 完全能够逃过星空古路的感应 让你们都登上去 红莲轻轻飘荡 曼妙的身姿 在红莲后微微华疑 柔媚似水般 让人春心荡漾 退下吧 希望 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这充斥着冷厉的轻贺声 让一众黑袍阴阳师 吓了一大跳 心惊胆战 连忙俯身磕头 跪地领命而去 店主 由密报传来 大影花高层 即将来此造访 据说 此次造访声势浩大 意欲将我大影花 重新拉回到繁俗世界的视线中 一名黑袍阴阳师单独留下来 对红莲后的那道身影 小声汇报 他们想 我没给他们全力说 但笑声再度传来 轻松悠然 似乎完全不在意 所谓的大影花高层 在他的眼里 这些人 不过是蝼蚁 抬手可灭 该如何应付 你心里有数就好 莫要再讨扰我了 慵懒散漫的声音 从红莲后传出 黑袍阴阳师低头 缓步退去 姿态卑微恭敬 若张霄在此 定会感到一丝丝震惊 因为 他们这些人对话所用的语言 是九州语 义是战场 张霄在大殿中调着 吃饱喝足 小气了一会后 翻身起来 一巴掌将二狗子拍醒 手中一晃 出现了一个个宝箱 天赋光团 现在就来看看 这S级宝箱 A级宝箱里都装了什么 张霄呵呵一笑 发际轻飘 有一种说不出的洒脱淡然 散发出自在天地间的气息 S级宝箱打开 味道弓兵铲魂 除魔味道 弓兵铲天生拥有击杀邪碎的能力 在加入此魂之后 更具除魔斩妖之力 战力增幅300% 并且 弓兵铲将会自动生成天赋技能 A级宝箱打开 天灵眼 可看破一切虚妄 弥阵 毒蛊 幻境 邪碎 恶灵 魔种 皆可在此眼下显现原形 可升级 B级宝箱打开 天龙弦 远古天龙的唾液地落在了大地上 此地便生长出了龙形果实 此果实千年一开花 千年一成熟 千年一结果 吃下后 能得到天龙的一丝真力和真行 蛇类凶兽之后 各项能力增幅100% 张霄连接打开数个天赋光团 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能力 不过 相比草药天赋 烤肉天赋 那真是好上太多呗 张霄心满意足地吸收了后 将目光放在了三个宝箱 这个就给你了 二狗子 你现在可是C级 能不能一跃成为B级 甚至是A级 就看这个天龙弦使不使劲了 张霄打开宝盒 看到盒中这枚龙形果实 不由得神色一致 这真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形状的果实 太帅了吧 就冲这形状 二狗子怎么说 也得进阶成B级凶兽啊 没准 你小子还能长出翅膀来 那到时候 我就能骑着你到处飞了 张霄一手脱腮 幻想着二狗子进化后的样子 一边将天龙弦扔给了二狗子 啊呜 二狗子张嘴 一口咬住 然后整个胡伦吞了下去 吃完后 没啥反应 就趴在地上呼呼大睡 不是吧 吃完就睡了 张霄捉摸着下巴 难不成是天龙弦这东西 作用太大 二狗子根本顶不住 就陷入了昏睡状态 刷 刷 刷 一圈圈白色灵光 从二狗子身上 如水波般荡漾散开 让屏幕前的观众们 顿时大声惊呼起来 就连张霄都是轻易了声 似乎并没有料到这一幕 这白色灵光 在二狗子周身盘旋 化作一条条小龙 游走出行 隐约间还发出了龙音声 好神奇的果实 张霄喃喃自语 手中一闪 断成了好几块的弓兵铲 出现在了面前 味道弓兵铲魂 化作星星光雨 落在旗上 很快 这断裂之处 就如自动生长了一般 严丝合缝的死死黏在一起 彻底融为一体 根本看不出来 曾经断裂过 最关键的是 张霄发现 这柄弓兵铲又粗大了许多 完全和一个常规的冷兵器大小 相差无几 甚至 远远看上去 有点像普通人家里的铁锹 好在 这弓兵铲的铲靶 是可以随心一变大变小 就像金箍棒一样 神奇的很 不愧是S级宝箱开出来的好东西 张霄高兴的不能自已 迫不及待的 就看向了天灵眼 号称能看破一切虚妄的眼睛 不知道会不会给自己带来惊喜 手指一点 一抹金光 便是落在了张霄的眉心处 哇 金光绽放 璀璨生辉 让整个大殿都沐浴在金色的海洋之中 张霄缓缓睁开双眼 并不觉得这金光有多刺眼 但屏幕前的观众们 却是睁不开眼 成了 张霄心念一动 眉心处的那抹金光 就消失无影 仔细看去 那道金光 正是从眉心处的一道裂缝中 蹦射出来的 只不过 这道裂缝不是真实的 眉心处 这只眼 只是金光凝聚形成 看上去 就像是二郎神杨茧 威风凌凌 战役惊天 张霄只觉得 自己一睁眼 似乎能将天地给洞穿 锋利如刀的目光 仿若见风一般 蹦射四处 刷 金光消失 张霄摸摸额头上的天灵眼 平心静气 既然这一式战场 给了我未到弓兵铲魂 斩妖除魔 驱除邪碎 想必 以后定会遇到某种诡异力量 我得抓紧时间提升实力了 不然 到时候真遇到了这种莫名的未知力量 难以招架 张霄自言自语 喃喃出声 旋即手掌一招 弓兵铲随心移动 逐渐鞭长 铲刃尖锐 锋利如刀 二狗子在一旁呼呼大睡 周身的白色灵光形成了油龙 喷吐龙溪 低声龙吟 不停地钻穿在二狗子的兽躯之中 原本蓝黑色的毛发 渐渐变成了黑红色 散发出盈盈光辉 四爪染上了一抹金红 毛发上竟是凭空出现了一道金红花纹的闪电 轻轻一荡 显得格外帅气 榔头之上 出现了三个金红漩涡 这漩涡 形似眼睛 带着某种让人沉醉其中力量 深深地吸引了人们的灵魂 看一眼 就好似要深陷其中 尾巴粗壮了许多 四肢的肌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长 连带着体型都是出现了莫名的变化 直接增大了数倍不止 只是粗略一看 就能看出来 他有五六个张霄那么大 就这体型不达到B级凶兽的行列 实在是说不过去 嗡 嗡 嗡 灵光爆碎 发出一道道轻响 在大殿中炸开 轻轻回荡 二狗子浑身上下 被笼罩在一层白光之中 看不清楚他的身影 张霄在一旁踱步 等待他完成进化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这边 大饮花城池 拉罗在灭掉第六波兽巢之后 离开了城门 手中似乎有一个 罗盘状的东西 时不时低头看两眼 墨帝十分明确 朝着一个方向前行 这让各国人们感到惊异 因为 从拉罗的身上 他们仿若看到了张霄的影子 简直一模一样 我去 不是吧 这个拉罗难不成 也要模仿张霄 去其他城门捣乱 看看他刚才开出来的 天赋光团和宝箱 似乎还可以的样子 肯定的呀 他打开宝箱的一瞬间 眼中绽放出金光 不知道他开出了什么东西 真是的 一时战场 为何突然间不播报这个了 国际论坛上 无数人猜测拉罗的前行路线 猜测他会去哪个国家的城池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拉罗一路走来 并没有路过任何城池 更没有遇到凶兽 哪怕是遇到了凶兽 也绝对不会与其交战 只是打一个照面 然后急速离开此地 这就让人很猛逼 你说这有凶兽你是不杀 是想干什么 这些可都是奖励啊 大影花国民急得不行 抓心挠肝 恨不得自己就是拉罗 将遇到的凶兽全都杀死 然后获得奖励 这是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不杀凶兽 我靠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我们还想要奖励呢 真是醉了 拉罗在干什么 在干什么 疯了 我真是要疯了 我想弄死拉罗 哎 可不能弄死拉罗 弄死他 我们大影花更完蛋了 大影花国内 人们热意纷纷 有抱怨 有愤怒 有冷哼 这个拉罗很奇怪 他似乎是在找某种东西 东西的位置 应该是在某个地方 和他手中的 罗盘向有关联 天海一息 乃沉生道 他是阴阳师 来此地 想必是有某种执意 有一个嘉宾 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这个脑洞 一下子让众人惊恶住了 阴阳师传承数千年 神秘莫测 世人根本不可见 他们有什么手段 在哪里修行 藏着怎样的秘密 谁都不知道 漩涡水门沉生说道 那也就是说 他们进入议事战场 是为了某种神秘未知的力量 剑圣公本眉头一皱 顿时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现在看来 应该是这样了 大乃滋真达一郎 点了点头 这个圣殿山 从来不参与人世间的事情 对他们的认知 完全就是一片空白 真应该出手整治一下他们 实在是太嚣张了 狂妄的 根本不将大影花高层 放在眼里 你们快看 这片沙漠出现了一丝异常 忽然 一个嘉宾盯着屏幕 大声惊呼起来 顿时 所有人齐刷刷的看向屏幕 死死盯着 想要找到其中的变化 这一看 所有人不由的倒吸一口凉气 眼瞳放大 张大嘴巴 不敢置信的看着屏幕上的沙漠 沙漠本来应该是黄色的 但拉罗面前的沙漠 却是黄绿相间 脚下是黄色的沙漠 前方却是渐渐变成了绿色 这颜色的渐变 让人们惊呼起来 仿若见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真是史上最大的经文 绿色沙漠 谁看到过 不仅如此 四周的空气 温度 场景 随着拉罗飞奔冲入其中 竟是诡异的发生了扭曲 就好似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 甚至 仔细看去的话 都能看到四周空气中的 一个个漩涡气旋 这是哪里 这是意识战场吗 绿色的沙漠 诡异的空间扭曲 我的天啊 我的妈呀 真是疯了 疯了 简直太疯狂了 我想知道 拉罗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他是怎么知道 意识战场会有这么个地方 一时间 全球各国的人都惊呆了 在拉罗赶路了三个小时 终于来到了这处奇异之地 根据圣殿山赐予的古星图 他直截了当的就来到了这个星空眼 在阴阳诗的传承之书中记载 星空眼 乃是这意识战场 也就是星空古路 与外面天地相连接的眼 在这里 拥有最强大的秘法 最可怕的力量 最诡异的位置 曾经有一位阴阳祖师进入此地 再也没有出来 可他不是死了 而是一直都活着 活了数千年 每一位阴阳师的魂灵 都有一丝留在了圣殿山 以特殊手法 将这一丝魂灵密封起来 放置在万年寒冰玉之中 人死 灵面 玉碎 若人不死 泽玉将不会碎 而那位圣殿山的祖师 自打进入这处星空眼后 历经三千多年 魂域依旧未碎 只能说明一个原因 他还活着 这世上 没有人能活过两百年 就更别说千年了 永生是无数人类追求的梦想 却又像是深渊一样 将人们的灵魂深深吸入其中 无法挣脱 生老病死 这是人类的宿命 无法摆脱 除非成为超级人类 延缓衰老 将所有人类体内的基因 全部改变 可即便如此 能够成为超级人类的人 也是万里挑一 甚至是百万里挑一 死者不计其数 如今 圣殿山掌握着这么一个惊天大秘 一旦攻不出去 只怕会将整个蓝星 搅得天翻地覆 鸡犬不宁 你想想 哪怕是一头猪 长生之后 都将变成无敌世间的存在 就更别说人了 且不说权势 金钱等身外之物 就单纯说说力量 积攒百年 与积攒千年的功力 那可是有着天壤之别 根本就不是量变 而是质变 质变 咱们暂且不说 这星空眼 极有可能隐藏着长生的奥秘 就单单说 圣殿山这祖师 活了三千多年 功力多有身后 战力多有强 根本无法想象 一旦回到了蓝星 那将会是一场大恐怖 只不过 圣殿山可没有要将此消息 公布出来的意思 这世外的繁俗 对他们来说 不过过眼云烟 他们要的是 蓝星外的 那片更广袤的天地 能够得到成仙 长生不朽的星星剑 死了 死了 拉罗走进深绿沙漠之中 四周空间 竟是产生了一丝 诡异的扭曲感 阳光烘烤在大地上 显得很不真实 远远看去 就像是一幅油画 给人一种 离奇且惊悚的感觉 这难道就是 传说中的星空眼 果然奇特 拉罗喃喃自语 目光环顾四周 充斥着一丝惊异 那位据说 活了三千年的祖师 就是进入了这脸 若是自己也找到了 莫大的机缘呢 想到这 拉罗不由得洗上心头 这将会是一个 让自己超越 所有人的机会 一定要把握住 呜 正想着 他眼前一晃 只感觉天晕地旋 飞奔的脚步 缓缓降了下来 一步一步地走在沙漠中 就像是中了某种幻术 身体僵硬 如机器人一样 按部就般地 动着手臂和脚掌 嗯 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突然走这么慢了 真是奇怪 他走路的动作 好奇怪啊 感觉跟机器人一样 各国人们纷纷讨论 感到诧异 惊奇 对此 九州直播间 沉默无声 小洒老师等人 已经看傻眼了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沙漠的颜色 他们就从来没见过绿色的 我的天啊 确定此处真的是沙漠 不是什么幻象 我们的张神 也准备出发了 终于 小洒老师说话了 看到张霄离开城门后 激动地在原地拍手 不知道 这次张神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冰冰黑黑地笑着 笑容很甜 相比之下 这个拉罗去的地方 实在是太过诡异 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举座双手交叉 眼神犀利地盯着大影花直播间 心事重重 眉头紧锁 大影花一向人小诡大 阴险狡诈 说不定 这一世战场中藏着的秘密 他们是有所知晓 定义在探寻 如果 这个秘密能够掌控整个蓝星 只怕对九州来说 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 希望张霄能赶在拉罗前面 破解掉这个秘密 局作难难自语 眼神无比凝重 抱着一丝期待 大影花 圣殿山 天福大殿 看来拉罗已经进入了星空眼之中 红莲后 传出一道中性的声音 分不清楚男女 但那曼妙的身影 以及偶尔红莲青卷 露出一节光滑如镜 白皙娇嫩的玉腿 倒是能看出 这个圣殿山的主人 是一名女子 大人 这星空眼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拉罗进入其中后 气息竟然瞬间减弱了一半 并且 灵魂似乎受到了一丝控制 一名黑袍音 杨师低声说道 秘密太多了 等拉罗回来 由他来讲给你们听 说不定 很快 你们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圣殿山主人淡淡一笑 葱旨清点 一圈冷燃光波 便是凭空在空中生成 化作一道光幕 光幕上反射出了拉罗的样子 就算是星空古路又如何 我想要知道的东西 他还拦不住我 淡然如水的声音 充斥着一股无皮的霸气 让在场所有的阴阳师 闻言大惊 心神震战 不愧是传承了数千年的 圣殿山主人 能达到这个层次 本身就已经超凡脱俗 凡人在他眼中 就是蝼蚁 抬手可灭 所谓的导弹 核弹 激光炮等超级武器 在普通人眼中 可能很牛逼 但在圣殿山主人眼里 就是一堆沸铜烂铁 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将这些超级武器 捏成垃圾 所谓的科技 在这些阴阳师的眼里 就是个屁 不知道我们准备的手段 能不能对付 这个星空眼的未知力量 一名黑袍阴阳师 沉声问道 放心就好 如果拉罗无法对付 还有我等 只要找到解决的办法 自然可以找到星空眼的秘密 到时候 古九州那些老家伙 我看他们还能不能坐得住 冷笑声 从一名黑袍阴阳师的嘴里发出 让人心神微颤 能否长生 全在此战 我圣殿山 要做的是举教飞圣 只要进入了传说中的仙界 所有人都将成为真正的强者 红莲后传来的声音 带着一丝激动 期待 甚至有了几分颤抖 圣殿山数千年的红愿 现在 就要在他手里实现 换成谁 谁都会激动的不行 圣殿山中的对话 无人知晓 若是传出去 定会震动整个蓝星 到时候 社会秩序将会彻底崩塌 现时代的国际 将会碎裂 各国解体 一个个新型的组织 定会取而代之 伶俐万象 好在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这些秘密 甚至 圣殿山都不打算让其他人知道 按照古录记载 星空古录对蓝星上的人们 将会有巨大的排斥力 如若进入星空古录的人太多 亦或是想要通过 星空古录的人太多 都会产生巨大的反噬力 这种级别的反噬 会让他们所有人 都隐恨于星空古录 因此 想要举教飞升 不做好完全的准备 是不行的 大人放心 我等定会 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将上古役留下的阵法 完全激活 确保飞升一世 万无一失 台下 所有黑袍阴阳师 单膝跪地 表示自己的忠心 红连后 传出一声轻笑声 而等都将是我 圣殿山的功臣 的确是功臣 能让他飞升传说中的仙剑 成为第二个仙人 这个功劳 不可谓之不大 什么举教飞升 狗屁 做了这么多准备 不过是为了 让他自己飞升的把握 达到了百分之一百霸了 一世战场中 拉罗的身影 在沙漠中虚幻 碰 一只巨大的凶兽虚影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高不知几千丈 一眼看不到头 就好似与天象连接一样 四肢就好似天柱 处立在天地间 看到这一幕 蓝星上的人们大惊失色 纷纷叫喊出声 我的天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是真的凶兽呢 这难道是上古传说中的 神兽一锐 不是吧 我感觉 这就是个假的呀 人们议论纷纷 在网上转发图片 新闻 热铁 将热度顶到了 空前爆炸的程度 碰 出乎众人意料 这个凶兽凭空消失 在接触到拉罗的一瞬间 凭空消失了 惊奇 震惊 原来这是一个凶兽虚影 并不是真的凶兽 拉罗双目之中 闪烁出了诡异的红光 眼神呆至木讷 四肢如机械般 行走在沙漠上 诡异的绿色沙漠 泛起幽幽的绿光 绿光闪射 在天地间 构造出一副森罗万象 犹如一张猙獰的绿色鬼脸 张大嘴巴 等待着拉罗进入 呼叫 一缕绿色的风 从沙漠深处吹来 煞时间 此地刮起了火焰风暴 如海一般火焰 将拉罗吞噬其中 渐渐将其焚烧成了虚无 这 众人顿时一惊 心神惊恐 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 好诡异 此刻 张肖正和二狗子 赶到了大影花城门 但他并未找到拉罗 不知道去了哪里 封后奇门显现 占卜天机 推演人之命运往事 刷 张肖感应到了 拉罗残留的一丝气息 捏住 放在了神盘之中 下一刻 神盘四开 八明通亮 九星飞天 宫位前夷 一缕细小的命运丝线 从神盘中飞出 向东北方向 遥遥地延伸了过去 去了那里吗 张肖看向东北方 目光一宁 一丝莫名的惊恐 涌上心头 让整个人脑海都微微一荡 有大恐怖 东北方为死门 取之必死 那里 到底会有什么呢 好奇瞬间占据了张肖的心头 没人能扛得住未知的诱惑 要不去看看 张肖眼神微灵 喃喃自语 二狗子点了点头 现在的他 成功进阶 到了B级凶兽的行列 放眼望去 整个意识战场 A级凶兽不出 他就是无敌的 体型已然比之前 增大了数倍不止 高五米 等同于是一只小型的恐龙 张肖还没有他的四肢高 你啥时候才能说话呀的 这些天 可真是闷死我了 张肖贪手 十分无奈地苦笑道 二狗子抬起狗爪 摸了摸张肖的脑袋 那意思显然是在安慰张肖 合着 进化成功后 都显得十分有智慧了 走吧 和我一起去探探那个地方 到底有什么恐怖的事情 张肖摸了摸鼻子 拎着弓兵铲 纵身一跃 骑在了二狗子后背 动 二狗子一爪子按在地上 沙漠震战 力量十分恐怖 一人一狗 速度之快 令人望尘莫及 他们也要去那里吗 我的天 张肖他们疯了吧 也要去那里 靠 这真是让人震惊啊 他是要去送死吗 真是好奇害死猫啊 活该 最好死在那里吧 人们呵呵冷笑 十分不屑地哼出了声 心中非常希望张肖能死在那里 时间飞逝 很快 张肖和二狗子就来到了这里 一路上 凶兽很多 但张肖手起刀落 几乎没有任何的停止 就将凶兽斩杀殆尽 二狗子更是强得可怕 横冲直撞 根本不等这些凶兽有所反应 就变成了一具尸体 一到这里 张肖就惊住了 深绿色的沙漠 沙利在烈日下 反射出了灼灼的绿色火焰光芒 让双目十分刺痛 我的天 这是什么地方 竟然还有这种颜色的沙漠 是幻觉吧 张肖急忙召唤出风后奇门 脚下阵法转动 盗袍无风自动 并没有任何幻境的存在 是真正的事件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类型的沙漠呢 太神奇了 真的是太神奇了 隐约间 其中传出一丝丝危险 让张肖汗毛炸立 脚底生出一股寒气 接下来 小心点 别乱动 蹬在我身后 张肖心念一动 风后奇门旋转起来 将四周环境完全印刻在自己的脑海中 一丝空气流动的变化 都能完全被张肖感受到 放大到了极致 忽然 空气发生了变化 烈日穿透绿色空气 迅速点燃 一缕缕绿色火焰在空中流窜 穿梭在空中 此地 俨然成了一个绿色火焰的光照 将张肖死死地照在底下 无法突破 此地太古怪了 竟然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将我的风后 气门给隔绝了 张肖眼神一灵 眼瞳微缩起来 感受到一股若有若无的危险 是否要继续前行 还是要进去一探究竟 张肖下定决心 手握工兵铲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调整到了最巅峰 自打进入意识战场后 他隐约间 能感受到此地散发出来的神秘感 充满了太多的秘密 这里到底是何人所见 所见目的何在 此地通往哪里 位于哪里 所有的一切 都是未知的 现如今 这片诡异的深绿色沙漠 充满了诡异的气息 给人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就好似身处一片油画之中 自己是画中人 无论怎样前行 你都无法逃脱这幅画 绿茫茫的一片 张肖想要感应拉罗的气息 想要查看前方的情形 确实被蒙蔽了 封后其门的推演能力 应该不会有什么凶兽吧 为何我感觉 这里和外界 似乎有某种隔断的联系 张肖眉头紧皱 没走一步 就做一个标记 仔细观察脚下的深绿色沙漠 不是幻觉 肯定是真实的沙漠 和正常的沙漠 没有什么两样 但 这个沙漠入手之后 有一丝灼烧感 这种灼烧感 是本身产生的剧烈 滚烫的火焰 就好似一小簇火苗 在手指上燃烧一样 让人惊气 张肖望向远处 那里虚幻模糊 看不清晰 诡异的绿色波光 形成一个个圆圈状 扭曲旋转 交织在了一起 构建了一个 仿若能将人灵魂 吸入其中的彩虹隧道 走 去里面看看 到底隐藏着什么 张肖和二狗子 缓步进入 呼啦 瞬间 如海啸般绿色火焰 将一人一狗完全吞噬掉 席卷在内 突如其来的惊变 让张肖 二狗子惊吓了一大跳 周身四处 绿色火焰如毒蛇般 一缕缕向自己身上扑来 是要 心惊肉跳 炽热的高温 几乎要将一人一狗 融化掉了一样 嗷嗷 嗷嗷 二狗子仰天嘶吼了三声 身上爆发出一道 璀璨的蓝金光韵 将其护在其中 隔绝了这绿色火焰 嘿 真是好家伙 张肖看到二狗子 这自我防护技能 不由得有些羡慕 遇到危险 竟然自动开启防护 还能隔绝这些绿色火焰 牛逼啊 B级凶兽 都有这么强大的技能 不知道A级凶兽有没有 会是什么呢 之前遇到那三头黑水蟒 似乎也有 不过 感觉不太行的样子 张肖挠了下头 脚掌踏在了离子 火攻之位 煞时间 绿色火焰 便是乖乖地匍匐在了张肖的面前 离子 这火焰也不例外 这火焰是不是不会灭掉 难不成前方都是这种火焰 那肯定不会有生物生存吧 这么恐怖的火焰 将这里包裹在内 有谁能在火海中存活下来 闹闹 啊我 忽然 二狗子受谋 绽放出了金光 低头看向张肖 被前方挪了挪嘴 事意张肖记 那里似乎有不太寻常的东西 二狗子 不能坑我啊 张肖拎着弓兵铲 晃悠悠地朝前走去 抵挡这火海 并不会消耗张肖多少精气神 长时间的抵挡 肯定撑不住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张肖只感觉精神有些迟滞 身上燃烧起了一丝灼热感 瞬间惊醒过来 后背起了一身冷汗 他快要支撑不住了 绝对不能闭眼 不然就完蛋了 二狗子脸色痛苦 甚至可以看到 他身上的瘦毛 都被点燃了一丝绿火 九州直播间内 小洒老师等人 看得十分揪心 不少嘉宾感同身瘦 跟着张肖的脸色 一起痛苦扭曲了起来 紧紧皱着眉头 两只手死死攥住 轻筋暴突 这样下去 张神会死在这里 冰冰大大的美眸 一眨不眨的盯着屏幕 心中对一人一狗的状况 十分担忧 相信张肖 那个大影花的拉罗 被火海吞噬了 都没有死 张肖肯定更不会死的 菊座沉稳如山月 挺直了身体 或动了下肩膀 淡淡的说道 菊座说的没错 大影花的人 进了这火海都没事 我们的张神 肯定更不会有事 潇洒老师关键时刻 站出来给众人打气 近乎是吼出来的 打消了许多人心中的担忧 再度充满了希望 这样继续走下去 迟早会出事 要不此地就是幻境 要不就是有某种机关 只有找到机关 方才能够从这片火海中解脱 不然的话 最后肯定会立即而亡 张三丰白眉颤动 浑浊的老眼中 蹦射出了两道冷光 他看出来 张肖咬牙坚挺的费力感 担心随之而来 生怕真如自己所想的那般 前方是一片茫茫的火海 永远都走不出去 那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些话 让九州观众们心惊肉跳 眼巴巴地望着屏幕 希望张肖能度过这一截 似乎是感受到了 九州人们的信念 张肖精神强行提升了几分 这里太古怪了 绝对不能一直这么走下去 否则会被消耗到死 或许会有某种机关 操控此处火海 心念一动 风后奇门疯狂扩展 瞬间突破了一千五百米 这让张肖精神 瞬间消沉了下来 两个眼睛的黑眼圈 立刻加中了许多 大爷的 哪个孙子设计这处火海 别让鸭朵遇见 不然上去肯定是一个大嘴 嗯 说着说着 张肖眼眸一亮 看向了西北方那里 那里 似乎有一株奇异古怪的树 不对 不只是树 随着张肖走过去 风后奇门中的阵局 飞快变动 一幕幕 全部映现在张肖的脑海之中 那是一方企图 企图不是绿色 是血红色 茫茫血红色的企图 断臂残垣 废墟灵历 一株株散发出妖异诡诀的 幽兰荧光古术 参差不齐 好似十八层地狱深处的 招魂帆一样 吸引着人们的灵魂 最关键的是 树下 站了一个人 这个人 张肖在感受到他的气息后 瞬间脸色大惊 此人 正是大影花选手 拉罗 他站在树下 浑身沐于绿色树光 好似与面前的株神树融为一体般 身影虚幻 渐渐扭曲了起来 九州张肖 死 一个浩大庄严 恍如天威 带着一丝丝行沙之力 狠狠地冲向张肖 虚空 炽热火焰 陡然凝聚成了一个沙子 将张肖笼罩在内 可怕的威呀 骤然让整片沙漠压沉下去 沙里四射 沙光蹦见 地面出现了一个沙子形 张肖脚掌一塌地面 风后奇门显化 一千零八十格局疯狂转动 神盘波动 天蓬星位加持己身 力量暴涨 先天一气 在此星位的作用下 化作防御光照 将张肖笼罩在内 抵挡住从天而降的沙子形威压 什么情况 这家伙难不成会延出法随 张肖眼神陡然一领 心神威精 道袍无风自动 烈烈作响 发迹散乱 随风飞舞 不斜上的沙里在跳动 他抽身飞出 煞时间 面前的沙漠深陷了下去 从上方俯瞰的话 呈现出了一个沙子形 我已经得到了神术的力量 跪下 我可以让你成为 我的胯下之狗 一生都可追随于本座身边 拉罗缓缓转过身 头顶长出了两片树叶 扎根在了天灵盖两侧 目光闪烁出诡异妖艳的绿色 眉心处 更是有着一枚菱形的树心花印 花印之上 散发出了盈盈的绿色光辉 与身后的那诸神树相映照 显化出万千古树的虚影 你让小爷我跪下 你也配 张肖吐了口唾沫 拎着弓冰铲 搭拉着肩膀 眯缝着眼 淡然自若 二狗子点了点头 嗷呜了声 高傲地抬起下巴 屁腻远处的拉罗 慢慢地不屑和轻蔑 这意思显然是在说 没错 你算个几步啊 真是可笑 没想到数千年后的九州 竟是连此地的奥秘都不知晓了 拉罗身上宽大黑色阴阳衣袍 逐渐被绿色火焰吞噬掉了 浑身上下 被绿色光蕴缠绕住 没有露出来 当然 即便是露出来 外面的人也根本看不到 在张霄已经入弃土之地的那一刻 直播间的画面 就一直都是绿色的火焰 九州 大影花 各大国家都纷纷感到惊奇 这是怎么回事 前一秒还好端端的选手 说不见就突然不见了 就特么的离谱 而 张霄此刻感到惊奇的是 这个名为拉罗的阴阳师 竟然说的是九州语 此地名为星空眼 你们所谓的异式战场 在上古时期 被称之为星空古路 每千年降临一次 踏入者 机缘无数 甚至有可能活数千年 成就不死之身 仙人之位 拉罗缓缓张开双臂 身上散发出蓬勃如海啸般的绿光 逐渐逼近张霄 似乎是想要将其淹没 你说这些 就不怕被外面的人听见 张霄眉眼一宁 脸上面无表情 心中却掀起惊涛骇浪 此地隐藏着如此惊天的大秘密 若是被外面所知 只怕会顷刻间天翻地覆 长生不死 乃是人类追求极致的目标 更让张霄震惊的是 这大影花的阴阳师 竟然知道如此秘心 他是如何知晓的 九州历经浩劫 先知依辞 早已被人抹掉了痕迹 当然 九州大帝 定然有着那些影视老怪物 只是不出山罢了 他们对星空古路 是知晓一二的 可惜 太平盛世 他们不会出山 更不会告诉你们 这些秘心 唯有我大影花的圣殿山 传承不断 现在 就让你看看 此地的玄妙之处 拉罗冷笑了声 手指在空中一点 身后万千古树虚影 便是陡然实质化 变成一颗颗长满了尖刺的古树 撕裂空气 从四面八方杀向张霄 这么多攻击 张霄根本无从闪躲 已是将其逃生之路 全部封死 乱惊唾 此刻 唯有此法 方能缓解危险 时间静止 空间停滞 万物不复 动 二狗子被这漫天的尖刺古树 吓了一大跳 但好在张霄 及时定住了他们 二狗子这才松了口气 然后 一爪子拍出去 风雨雷电 各种属性的力量 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团团能量光球 轰然拍在了这些尖刺古树的身上 咔嚓 咔嚓 碰 碰 碰 尖刺古树爆碎 成了一团团碎线 在空中飘散 飞扬 死了 空间被撕裂开 乱惊唾失去了作用 张霄遭到了反噬 气血翻涌 飞速向后方倒退 倒是有点东西 但这种程度的手段 你能使用几次 阴阳术 绿木求光 拉罗冷笑了声 那张如海贼王动漫里的面孔 浮上一抹细血和轻面 漫天绿光 或是充满了炽热的火焰 或是充满了温柔的绿意 火与木的交织 让张霄感受到了一丝丝危险和恐惧 有一种奇特的能量 在尝试着 去剥离他体内的先天仪器 施木属性的力量 阻碍了先天仪器的释放和凝聚 好诡异的力量 天地人三盘 现现 八门起开 锦门 修门 生门 三门共竹 战地问天 配合五行八卦 木之仙异 砍字 让这木属性能量 大幅度减弱 完全对张霄 没有任何影响 定 离位变幻 张霄脚踏离宫 头顶天月 以白玉之体 扛金刚烈焰火不灭 定 哼 字音落下 万法成空 拉罗身影倒飞了出去 他缓缓起身 没想到张霄竟然如此强悍 竟是将他施展出来的招数 全部抵挡下来 还反弹了回来 看来 我和神术的融合时间太过短暂 不能领悟到深层次的奥义 不过 既然我已经被选中 拥有了永生的资格 那我也就没必要和你拼个泥死我活 你滚吧 我放你一条生路 拉罗转身 走向一株株神术之中 远处 有一座通天彻底的五色祭坛 似乎 拉罗要去的地方 就是那里 是不是显得我很没有面子 张霄不走了 你不走 拉罗停下脚步 缓缓偏过头 目光挟视张霄 十分盈利 那就别怪我不念手足之情 让你死在这里了 嗯 张霄耳朵微动 眼瞳骤然经缩 手足之情 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 这个拉罗是九州人 你是九州人 张霄瞬间反应过来 出声问道 是不是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你马上就会变成一个死人 拉罗冷哼了声 头发疯狂暴涨 瞬间就到了腰间 根根炸裂 变成了深绿色 就像是超级赛亚人三一样 碰 他脚掌一跌地面 整个如同一枚炮弹般 横冲过来 狠狠地撞向了张霄 速度之快 就连张霄一时间 都差点反应不过来 几乎是下意识地 抬手挡在了面前 双臂交叉 恐怖的力道 让张霄面孔扭曲 眼瞳惊缩 乱惊唾 动 拉罗悬置在空中 但身体却是在有所动作 这显然是实力太过强大 无法完全将其定住 好在 虽然无法将其完全定住 却能够阻碍他 张霄右手猛地一旋 手中弓冰铲 狠狠地拍在了他的脑袋上 就其打飞了出去 咔嚓 脑瓜子碎裂 先卸四箭 却并没有当场死去 仅仅只是出血罢了 伤口愈合的速度很快 那一缕缕绿色荧光 飞快地钻穿在他的脑袋上 将其伤口治愈 很好 不过 你也就能伤我这一次 拉罗呵呵一笑 一拳轰出 拳影骤然放大数百倍 横灌在天地间 沙漠被拳影携带的进气 席卷在了四周 形成了一道道沙漠龙卷 张霄手中弓冰铲 飞快地旋转起来 化作圆圈状 将蹦射出来的沙力挡了下来 旋即 身影融入在了风后 奇门之中 消失在了原地 隐匿术吗 让我来看看 你会在哪里出现 拉罗呵呵一笑 眼神微抬 露出一丝不屑和轻蔑 四处环顾 手掌猛地朝右边抓去 一道残影 果然从那里显现出来 不过 也就只是残影 张霄此刻 已然来到了拉罗的头顶 弓冰铲化作利剑 狠狠地插在了拉罗的头上 噗哧 脑瓜子崩裂开 像西瓜一样炸碎了 拉罗眼神凝固在了那一瞬间 迷茫 未知 不敢置信 恐惧 惊异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为何会死在张霄的手里 明明自己抓住了他的衣领 明明张霄的气息 就是在那里 为什么 张霄会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的头顶 空间移动 这不是空间移动 是钳字 空一杀 拉罗抓住的残影 的确是张霄 但在钳字空一杀施掌后 张霄的残影 便是和身体调换了位置 来到了拉罗的头顶 本来 张霄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而且 也不打算用自己做实验 用弓冰铲做实验 看看能不能进行 短距离的空间移动 结果 张霄发现没问题 不仅弓冰铲 可以空间移动 自己都能短暂的 进行空间移动 这一下子 让他有了办法 虚晃一招 就让拉罗如此轻松的就死了 只不过 一变再次发生 张霄本以为拉罗死了就没事了 但地上的无头尸体 竟是缓缓站了起来 一抹抹绿光在脖梗处营绕 包裹 头颅竟是诡异的 再度生长出来 不死之身 张霄背后冒出一片冷汗 手中工兵产下意识地 横荡在了胸前 拉罗一巴掌拍在了铲刃上 力量更强了 我去 不带这么玩的 死一次 怎么力量还强了几分 大影花选手拉罗已永久死亡 击杀者 九州张霄 即将对大影花进行惩罚 对九州国进行奖励 即将在大影花内 随机挑选一名选手 死亡了 永久死亡了 那我面前这个家伙是谁 张霄汗毛炸力 散乱的发际 随风飞舞 急速后退 不对 他不是拉罗 他绝对不是拉罗 他的眼神很呆滞 动作很僵硬 很机械 这应该是个傀儡 一念到此 张霄已是明白了 这个拉罗 是他所谓的神术傀儡 只有斩断了拉罗吸收的神术 方才能够将这个傀儡弄死 不然 根本杀不死他 蓝星 大影花 圣殿山 天福大殿中 一枚玉牌 咔嚓一声 破碎了 大人 拉罗死了 他是彻底魂飞破散了 一名黑袍阴阳师 上前出声道 我听见了 义士战场的播报声 整个蓝星都能听到 他不容 被那个张霄杀死一次 就永久的死亡了 这件事有蹊跷 红连后 一道中性的声音传出 让在场黑袍阴阳师 纷纷低下头 不敢忘却 可能是星空眼中的某种力量 在作怪 限制了星空古路的规则 真的是太神奇了 真的是太神奇了 星空眼中 蕴藏着诡异且强大的力量 越是如此 越让他感到兴奋 你们都做好准备 接下来 看看意识战场 会选择谁进去 记住了 进入星空眼后 一定要传回来的消息 这个拉罗 竟然一点消息 都不传回来 死了也是活改 红连后的声音 充斥着几分愤怒 拉罗只顾着 自己吸收神术的力量 追求极致的强大 想要被星空眼接引 传送到另一方世界 却没有给圣殿山 带回丝毫的情报 真是罪大恶劫 哪怕张霄不杀死他 等日后自己飞升了 也会亲手将其宰了 是 黑袍阴阳师纷纷领命 手捏一枚玉剪 等待被义士战场选中 这种妙法 乃是圣殿山 千年前的祖师爷创造的 他将整个大影花的国民血脉 全部收集了起来 然后炼制成了 三千六百刀玉剪 这些血脉 完全硬刻在了玉剪之中 再用回天术 干扰义士战场的波动 那么选择大影花国民的时候 就会率先选择 手握玉剪的阴阳师 大影花直播间 九州直播间 各大国家的直播间 都炸了 在听到张霄将拉罗杀死 并且永久死亡之后 全都震惊了 按照义士战场的规矩 选手死亡后 可以复活 但这次不同了 张霄将拉罗杀死后 永久死亡 连复活的权力都没有 让人怎能不震惊 绝了 真的是绝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真是太离奇了 该不会张霄 洞穿了义士战场 某种规则吧 我的天啊 张霄该不会掌控了 能让人永久死亡的力量了吧 这些猜想 着实让各国人们吓坏了 惊出一身冷汗 大影花国民 更是脸色难看得很 好不容易有一个 特别牛逼的阴阳师出现 结果死了 这么快就死了 我们还指望他 能给大影花 多赚点奖励呢 法克 巴嘎 卧槽 我心中的怒火 能焚烧苍穹 还焚烧苍穹呢 你逗破苍穹还差不多 这个张霄 真是我们大影花的宿敌 实在是太可恶了 太可恶了 不知道下一个选手如何 苍天在上啊 一定要选一个 还算能行的选手 千万别是那种胆小鬼 不然的话 大影花的未来就全完了 一个个人在地上祈祷 双手合十 不断念叨 这一幕 就好似迪迦奥特曼里的光之一幕 所有人都变成了光 天海一息奶 双目含泪 滚烫 滚烫 缓缓起身 做出手势 我是与大影花共存亡 这才是真正的大影花 这才是那个不屈不挠的大影花 大奶滋针达一郎起身疯狂鼓掌 哈哈大笑 十分激动 其余嘉宾同样热血沸腾的欢呼 呐喊 说一些振奋人心的话 刷 一道流光坠落在大影花城门上 灯石 刷 刷 刷 一双双眼睛 齐齐地看向大影花城门上 他们想要看看 这次的选手 会不会还是传说中的阴阳师 如果真的是 那大影花境内的阴阳师 绝对有着某种超乎寻常的手 咚 不等众人多想 一道立合声 划破长空 将整个蓝星都惊醒 黑袍阴阳师 又是黑袍阴阳师 这怎么可能 咔嚓 这恍如一道晴空霹雳 让数百亿蓝星人全都猛逼了 怎么会又是一个阴阳师 开什么玩笑 连续挑选了三个阴阳师 就算是做概率题 也绝对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率 可这个呢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一百的挑选率 是个人就知道 这里面肯定有古怪 这是怎么回事 竟然又是阴阳师 真是苍天保佑啊 哈哈 果然是上天显灵了 这其中绝对不是运气好那么简单 没错 肯定有某种 我们这些普通人不知道的事情 此刻 就算是大影花国民 也对自己看到的一幕 不敢置信 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大影花的运气竟然会这么好 连接挑选了三位阴阳师 上天都在帮他们大影花 哪个国家还能赢他们 哇 我的天呀 我的天呀 天海一吸奶捂着嘴 不敢置信地慌乱惊呼起来 抱着头 在原地蹦高 Oh my God 这是真的吗 传说中才存在的阴阳师 现在竟然一下子出现了三个 大乃滋针达一郎瞪大眼睛 似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他本以为出现两个阴阳师 就足以让大影花超越九州 成为蓝星第一 谁承想 张霄战力恐怖如神明 竟是将那般可怕的拉罗都杀死了 万念俱灰 本想苟延残喘 退而求其次 比大英国 血日落等国 稍稍好点就行 结果呢 再次选中的选手 竟然又是一名阴阳师 绝了 连上天都替他们大影花站台 这一局 他大影花不赢 谁赢 九州直播间 真是古怪 为什么大影花连续三次 都选中了阴阳师 小洒老师很猛逼 一头雾水地看向了菊座 在见到菊座一脸茫然 外加 惊异 震惊时 赶紧将目光转向了张三丰三人 然而 他们三个也是同样的表情 一脸呆滞 不解 外加紧皱眉头 我感觉 这其中必有蹊跷 但我就是说不上来 这个蹊跷有多蹊跷 小洒老师摇晃着脑袋 抓耳挠腮 不知所措 这对九州来说 绝对是一个坏消息 非常坏的消息 不要慌 张霄能杀一个黑袍阴阳师 就能杀两个 杀一百个 菊座冷哼了声 缓缓抬起头 霸气外露 目光十分凌厉 让人心神惊颤 这一刻 属于九州的无敌信念 横扫对手的强大自信 再度归来 可是 现在我们都看不到张神在哪里 冰冰捧的小脸 叹了口气 十分担忧 这屏幕就是一团深绿火焰 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怎么知道张神的最新动向呢 真是太离奇了 这个地方 竟然还能将一世战场的 直播间给屏蔽掉 我感觉张神一定进入了 什么不得了的地方 小洒老师正经危坐 一本正经的严肃说道 咦 我突然想起来了 这时候 久久不语的张三丰 站了出来 他皱着眉头 死死盯着屏幕 那一缕缕绿绿色火焰 在他眼中 形似一个莫名的图案 我曾在一本古籍中 看到过 这一团团响云般的绿色火焰 什么 听到张三丰的话 顿时 整个九州直播间惊动了 不仅是九州 南兴上 所有国家的直播间 都脸色惊变 为之震战 纷纷将屏幕切换到了 九州直播间 情报员不肯放过一丝一毫的信息 全部登记在册 全程录下来 张老 您可别夸我们 小洒老师神色一惊 看向张三丰的眼神 有着几分怀疑 但更多的还是信任 毕竟 在场者 只有他年岁最大 也只有他资历最老 对古武的研究最为深厚 要说懂 只有他最懂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此地 应该是议事战场中的一处密地 禁殿 名为星空眼 传言 走入其中之人 能够得到星空之外的世界召唤 将其牵引到其他星界 我本以为 这些都是古人杜撰出来 今日一见 的确不同寻常 哗啦 此言一出 当即 整个蓝星 掀起了一场的惊涛骇浪 各国人们 高层 全都心神阵战 眼睛瞪到了最大程度 一动不动地盯着张三丰 期待他说出更多和星空眼有关的信息 我 我的天 小洒老师 冰冰 菊座等人先是一惊 然后呆愣住 直到张三丰咳嗽了两声 才惊醒过来 看向张三丰 发出同一惊呼声 不是吧 这是真的吗 张老 你可不能在这边故事啊 小洒老师 只感觉口舌干涩 听到的话 犹如一种幻觉 很不真实 令人心神难安 不只是他 冰冰 菊座 等等 数十亿 上百亿人 在听到张三丰所说的话 都是这种感觉 很虚幻 很理气 很虚假 但又十分真实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些事情 对他们来说 就发生在眼前 却有好似 发生在很久远很久远的时代 只可惜 那本古籍 是我年幼时偶然翻到 现在 不知丢在了哪里 曾经的古九州 早已埋葬在了时光长河之中 很多东西 都被截断了 现在我们所知道 非常有限 说到这 张三丰还颇为感慨 遗恨万千 小洒老师等人 倒吸一口凉气 心神战力 只感觉今天像是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星空也 通往另一个星空的地方 行剑 这些名词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 稀奇 荒诞 这一时战场 果然藏着很多今天的秘密 再说了 他本身就是一个未解之谜 谁都不知道 他从何而来 他是谁建造的 局座大局观很重 十分辽阔 让人一下子拉回到了现实 现在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耐心等待 等待张霄再次出现 这是在给九州观众们 吃一颗定心丸 顿时 焦躁的九州人们 安定了下来 静静地守在屏幕前 等待张霄的身影 此刻 张霄正在一株诛神树中 飞速赶路 这些深绿色神树 与深绿沙漠相映照 看多了 就会让人陷入一种 诡异的分离感 云眩感 甚至会陷入某种幻境 从此长眠不省 变成行尸走肉的死亡灵徒 索性 张霄就将自己和二狗子的眼睛蒙住 一丈风后气门的感应 进行缩地成寸的顺移 移顺 便是千米之外 两人在神树中急速地穿梭 朝着远处 那座连接天地的五色祭坛奔去 这片奇异空间的秘密 肯定就在那片五色祭坛上 能否解开这个空间的秘密 就看自己能不能赶过去了 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张霄发现 地势城下坡状 逐渐降低 越来越低 但是这些神树的水平高度 却是在一条线上 这些神树 越靠近五色祭坛的 就越高 不过 由于坡度的关系 越高的神树 所处的位置越低 那么在水平线上看去 就误以为 他们是真的一样高 现在 我已经深入林中 这些神树 每一棵至少有五六十米之高 张霄缓缓抬头 虽然看不清 却能感应到他们的高度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刚才通过封后奇门算了一挂 无风空自挂 此地可能和时间有关 极有可能会有时间限制 或者是时间隧道 时间乱流等可怕的禁止 希望我们不会遇上 不然 谁来都都救不了我们 张霄神色凝重 眼神逐渐凌厉起来 飞快冲向地心深处 按照这坡度 脚步的数目 张霄差不多算出来 现在他们所处的深度了 至少有百米之深 即便如此 他们还没倒头 不知道那五色祭坛的建造之地 会有多深 张霄想想 就有一种莫名的星铲 何人能有这等手笔 挖了数千米深 建造一个方圆 不知多少丈的五色祭坛 时间非是 通过流沙来计算时间 张霄知道自己 已经走了五个时辰 五个时辰 他和二狗子不停歇地赶路 却依旧没到 都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现在回去 等于前功尽弃 不管那么多了 继续走 张霄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他马上就要到底了 就要解开这个秘密了 外界就算来了第七波兽潮 他也得继续下探 这也是为什么 张霄和王爷相像的原因所在 有时候 这个微不可查的感觉 会让他舍弃一切 也要去亲自见证 动 一声闷响 陡然在张霄耳边炸开 深绿色光芒 呼的消失 张霄缓缓睁开眼 入眼之警 让他眼瞳急速收缩 缩成了针尖状 如舌头般让人可怕 这不怪他 只能说 眼前的景象 超乎了他的想象 十三位尊者 气息全无 闭目盘坐 身穿古老衣袍 肌肤不老 内脏不衰 身上依旧散发出隐隐光辉 盘坐在面前 围在中间的 则是一朵祥云 祥云如般柔软 轻轻晃荡在空中 那五色祭坛 不知有多少丈宽 不知道有多少丈高 抬头望去 一眼望不到尽头 这长相 是我九州人 张霄 看向这十三位人影 神色微精 急忙凑上前去 在确认毫无气息后 略有失望地摇了摇头 看他们这穿着打扮 一定是古九州的人 能够走到这里 说明他们很强大 当然 问题来了 一时战场 不是只能挑选一个人吗 怎么会有十三个人进来 难不成是隔了好几倍 先前那拉罗说过 一时战场每千年降临一次 这十三个人 不会隔着十三个一千年 聚在此地了吧 这朵云 竟然还能悬浮在这里 张霄看到 颇为惊奇 只感觉 自己曾经的世界 太过低级 世上 竟然还存在这些 玄妙莫测的东西 你不是有缘人 张霄碰了下祥云后 一个红中大缕的声音 浩荡如天微般 响彻在张霄的耳边 什么 有缘人 我不是 张霄一脸茫然 不知道是谁在说话 唯有手持天欲者 方可乘坐此云 入我先见 长生不死 入我先见 长生不死 浩荡威严的立合声 从天降 如红中大缕般 回荡在此方天地间 动 动 动 五色祭坛连续降下 130道天道威压 将风沙卷起 飞扬九天 张霄后背连接承受了上百道威压 身体近乎勾楼 这还是开了风后奇门 勉强抵挡一丝丝天道威压的压迫感 否则的话 张霄直接被当场压碎 成了血物 钳字 空一杀 在承受第56道天道威压的时候 张霄左手掐绝 手印翻转 立刻一声 将这如海啸般狂暴的威压给全部吞噬掉 身体才勉强舒缓了一丝 不然 这像是机关枪一样的天道威压 根本无法抵挡 吞吞吞吞的就狂暴的轰在张霄的身上 不等这威压光环释放完 张霄就得死于当场 这地方好生诡异 张霄飞快向后倒退 与这13道古九州人影保持安全距离 远远观看 刚才 他开启风后七门的时候 想要通过内警 查看这13人的命运思线 结果 他心念一起的时候 13道如陨石般的巨大火球 凭空生成 让他差一点就窒息死亡 如海啸般的恐怖压迫力 逼得张霄不得不迅速退出内警 切断查看的命运思线的联系 以免遭到反噬 即便如此 一股莫名的力量 仍然从风后 其门中泄露出来 将他精神重创了下 若非张霄及时用太极镇护住心神 只怕会被瞬间冲垮 废掉 这13个人的来历 实在是可怕 我竟然连他们半点的过往都看不到 还有刚才那道声音 是谁发出来的 是这五色祭坛 还是此方天地 张霄眉头紧皱 目光万分凝重 死盯着前方那座通天的五色祭坛 心中翻江倒海 一时间 无法彻底平静下来 方才那句话中 唯有手持天狱者 方才乘坐此云 入仙界 这天狱 是何物 九州之内 是否也隐藏着今天的秘密 此刻 张霄心中的世界观 再一点点崩碎 一幅浩大的地图 再重新展开 重新组装 重新拼接 这个事件 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凡俗事件 藏着很多我们看不透的东西 这些事情 这些东西 新闻都不会报道 普通人更无权知晓 无处可找 无法接触 上班 赚钱 买房买车 生儿育女 生老病死 至于 鼓舞断体 仙法 飞升之类的传说 神话 和普通人是两个事件 两者之间 精卫分明 有着天然的屏障 将其完全阻隔断了 可是 现如今 这个屏障碎了 破了 逐渐成锯齿状 相互扩散 相互融合 这些上班 上课 上学的普通人 知道了这件事情 我们的世界 隐藏着很多超凡 脱俗的东西 根本不普通 我们这些普通人 也有可能得到超级强大的力量 一入风云变化龙 看来 这次回九州 我有事情做了 张霄眼神微眯 心声退役 双眸之中 抹了两道神花露水 自动屏蔽五色祭坛 以及此方空间的光线干扰 更好地看透 五色祭坛上雕刻的图案和文络 这些古老的字符 文络 符号 都要记下来 张霄在很远的地方 借助封后旗门阵盘运转 将五色祭坛上面的文络 符号 全部看得十分清楚 完全印刻在脑海中 回到九州之后 他要做的事 是将这些东西 全部记下来 日后绝对有莫大的用处 嗡 张霄眼前一晃 收回心神 将刚才所记下来的一切 在脑海中飞速地过了一遍 刷 刷 刷 就好像看电影一样 无比清晰 十分明朗 走了二狗子 打道回府 张霄拎起弓兵铲 飞黑一笑 转身就要离开此地 踏入者 不通过试炼 也想离开 不可行 又是一道如天威般 浩荡莫测的庄严之声 让人心神震战 震聋发聩 只不过 张霄察觉到了一丝不对 那就是声音不一样了 不可行 那就杀了 又是一道声音落下 这次反而带着一丝恐怖的威亚 轰然砸在了张霄的身上 动 动 动 一道攻击分化三次 让张霄险些承受不住 内脏差点震碎 血液翻涌 急于晕过去 又是一道不一样的声音 张霄眼眸冷力 根本不做停留 风后棋门一开 八门留下 掩盖生死气息 同时 顿甲阵显现 飞身逃离 一瞬千米 瞬间消失在了此地 风后棋门 在张霄离开后 此地又传出一道声音 和之前三道依旧不一样 古怪 太古怪了 张霄心里 此刻只有这一个想法 能逃出来是自己命大 逃不出来 那就认命 这些神鬼莫测的家伙们 完全不是自己所能对付的 很有可能是活了几千年 甚至是上万年的不死仙人 仙之一词 张霄有所了解 传言古九州就有仙 语话飞声 长生不死 现如今 亲眼所见此情景 亲耳听到此话语 张霄心中不免地蒙上了一层金句 原来 古之传说 是真的 此剑 真的有仙 真的能语话飞声 想着想着 一人一狗已是逃出了神术的范围 逃出来的速度 远比进入十块得多 张霄一跃而上 趴在了二狗子后背 心念一动 银银光照护在一人一狗的身上 二狗子一下子冲入绿色火海中 狂奔了起来 有人隐了 有人隐了 张霄出现了 出现了 我们等了十个时辰 他终于出现了 第七波兽朝马上就要来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赶得回去 蓝星各国人们 在张霄消失的十个时辰之内 非常关注九州直播间的动向 为啥 一个是期待着 张霄会不会死于此地 另一个是 担心张霄会从这莫名的禁地中 获得什么有利于九州的宝物 因此 在这十个时辰内 九州直播间一举一动 都牵扯着蓝星各国的心声 而此刻 张霄出现了 大英国直播间 快 快看 张霄出现了 在哪在哪 真的出现了 没什么两样 他没有获得什么好东西吗 看样子是没有 进去什么样 出来还什么样 主持人 嘉宾们紧皱眉头 似乎并不相信 张霄消失的这十个时辰之内 一无所获 很有可能 张霄藏起来了 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大影花直播间 宝物呢 宝典呢 古法呢 不对啊 张霄进去的时候 手里拎着工兵铲 出来的时候 手里还拎着工兵铲 别告诉我 他这十个小时 在里面睡了一觉出来了 按照张霄这尿性 无力不起走 肯定不可能一无所获 人们沸反迎天地讨论着 认为 张霄绝对是将自己 获得宝物藏起来了 不想让人知道 而且 这个宝物绝对十分惊人 这一想法 就和大英国人们的想法 出奇的一致 正所谓 臭味相投 还是很有几分道理的 很奇怪 什么都没有获得 这不符合张霄的个性 剑圣公本开口说话 在损失了爱徒后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直到拉罗出现后 他那紧皱的眉头 才舒缓开来 连带着精神都获达了几分 剑圣说的没错 张霄绝对藏起来 什么惊世害俗之物 我认为 应该给那位镇守在城门上的 阴阳师大人带个话 让他速速围堵张霄 张霄将其斩杀 抢下宝物 大乃滋真达一郎 目光沉重 眼神阴冷 森然 放心 从那里出来 想要前往九州城池 我大饮花城池 是必经之路 那位阴阳师大人 感应到张霄的经过后 肯定会出手将其斩杀 漩涡水门呵呵一笑 仿若胜券在握 竟在掌控中一般 露出了自信的微笑 九州直播间 欢呼声 雀跃声 呐喊声 乱成一团 冰冰 潇洒老师 菊座在见到张霄出现后 非常激动 神色盎然 一个劲的锤桌子 张神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是啊 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吓人了 关键是 在这里面死了 就真的死了 不能复活 那个拉罗 按理来说 各方面战力 都比张神只强不弱 却在这里被张神杀死 永久死亡 实在是可怕 弹幕上一片狂笑声 庆祝张霄安全归来 嗯 张霄仙人 没有什么收获吗 怎么两手空空 张三峰微微一惊 有些疑惑 按理来说 此地如此诡异凶险 想必也藏着某种秘宝 功法 古籍 等等各种宝物 然而 张霄两手空空 进入的时候 是一个工兵产 出来的时候 还是一个工兵产 这 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了 没事 人活着出来就好 要求那么多干什么 张海波拍了下张三峰的肩膀 示意他少说话 这种关键的场合 就不要说这种 让人丧失斗志的话 张三峰反应过来 急忙跟着鼓掌 张海波心中明白 这个时候 不能问这种问题 很是敏感 甚至是涉及到了机密 张霄不可能不带宝物出来 但他选择不是人 就说明 此物必定会搅得天翻地覆 鸡犬不宁 腥风血雨 甚至 直接关乎着异国国运的强盛与衰败 不能说 更不能问 海外 多少双眼睛盯着呢 第七波兽朝 即将来袭 倒计时 一个小时 第七波兽朝抵挡成功后 各国国门将会自动打开 率先抵挡下兽朝的选手 可以进入国门 回到自己的国家 修生养息 以备日后再战 兽朝数量 1700只C及凶兽 按摩叶珠 按摩叶珠 体型巨大 高度5米左右 一共16条猪腿 锋利如刀 坚硬如云铁 削铁如泥 移动速度奇快 力量巨大 能喷射剧毒毒液 带有十分可怕的腐蚀性 可爬墙 可遁地 冲击力三万斤 这是最后一波兽朝 听到议事战场连续的播报声 各国人们心里 终于松了一口气 现在 所剩下的国家 不过只有330个 在议事战场刚刚开启的时候 蓝星上 一共有432个国家 十天的时间 灭亡了102个 一目惊心啊 甚至 有几个大国 血日落 枫叶虽然没有灭亡 但也濒临崩溃的边缘 说不定 下一刻 这跟支撑他们苟延残喘的丝线 就断了 相比之下 宇宙国还猥琐发育了起来 由于离九州城池很远 再加上 挑选出来的宇宙国选手 都比较勇敢 骁勇善战 还是成功抵挡住了这几波兽朝 因此 宇宙国反而成了最大赢家 这一点 是谁都没想到的 喜巴拉 让他们使劲斗去吧 我们宇宙国就默默苟着发育 等到时候 我们的国土和九州一样大了 一鸣惊人 一飞冲天 吓死他们 主持人朴尼迈挥舞着粉拳 夺着粉红色的高跟鞋 乃凶乃凶的喊道 现在还不是狂妄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保持低调 低调 千万别让九州注意到我们 更别让其他国家注意到我们 不然 我们要是像一开始那样 岂不是亏大了 跆拳道协会会长 朴塔玛 抬手对普尼迈按了下 示意他坐下来 不要多说话 朴尼迈俏脸微红 急忙坐回位置 觉得自己刚才有所失态 现在 九州 大影花已成水火之事 谁都不让谁 斗得很欢 我希望 他们打起来 一直打 大影花不是有某种手段 能让阴阳师 进入议事战场吗 就让他们进入好了 正好和张霄对上 杀个痛快吧 另一位嘉宾冷笑出声 毫不掩饰他内心的想法 利用大影花的阴阳师 除掉他们宇宙国最讨厌 最痛恨的敌人 张霄 然后呢 他们宇宙国坐收渔翁之力 好一出妙界 九州人能不知道吗 孙子兵法 三十六级 可是全世界最早的兵法好吧 给你们能当 等下次进入议事战场之时 就是你们宇宙国灭国之日 按摩夜珠 第七波兽朝的凶兽 张霄曾经遇见过一只这样的凶兽 费了一番功夫 才将其给弄死 当然 彼时的张霄 不能同日而语 远胜于前几日 尤其是经历了星空眼那处神秘境地后 张霄整个人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现如今 面对一千多只按摩夜珠 张霄根本不慌 淡然自若 站在城头 俯瞰黑压压的一片 气定神闲 双肩搭了下来 右手拎着弓兵铲 眼圈黑黑的 从星空眼中逃离 一路飞奔回来 几乎将他的精神力消耗一空 之前储存的所有后背隐藏能源 都用光了 因此 张霄急需补充精神力 让有能力发动斩封后七门 看似他在那站着 目光硕立 炯炯有神 手掌越发用力 似乎是要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 实际上 却是心神紧绷 动用全部力量 加快恢复自己的精神力 法门在体内疯狂运转 脑海轰鸣 掀起惊涛骇浪 就像发动机一般 不停地转动 第七波兽潮即将开启 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 在这句话播报之前 已是有选手扛着火箭筒 导弹筒 对准这些凶兽 就是一顿狂轰乱炸 他们发动了攻击 凶兽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一只只按摩叶珠 猛睁开那斗力大小的眼珠子 隐藏在鬓毛下的眼瞳 闪烁出诡异的血红光芒 令人心神惊颤 一根根如钢刀长剑般的猪腿 疯狂地戳动沙漠 沙力飞射 携带着可怕的冲击力 移动速度奇怪 只是几秒钟 就逼近城门 巨大的猪腿 狠狠地轰撞在了城门上 或是嵌入在石墙上 飞快地攀爬上去 蹭蹭蹭 这按摩叶珠的爬墙速度 比之前夜流蜗牛要快好几倍 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城墙上 轰 轰 轰 一声声巨响 从四面八方传来 导弹炸裂声 核爆雷管轰鸣声 沙漠震爆声 接踵而来 张霄手握工兵铲 在日光下闪射出森寒的冷光 眼看夕阳西下 第七天就要过去了 谁会在这最后一刻 拼死抵挡住第七波受仇 只为能够见到明天的黎明 只为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 恢复得差不多了 速战速决吧 张霄平静 淡然 声音没有丝毫感情波动 淡淡一笑 脚踏八门 六弓飞旋 二弓并肩 神盘定势 地盘齐开 封后七门将方圆千米 尽数笼罩在内 一千零八十种命局 不显现出来 张霄脚掌微微向左一显 他在旗上 嗡 他的脚下 是空气 本应该笔直地坠落在地 结果 却是如履平地般 站在了空中 无比奇异 蓝星各国人们 来不及惊愕 震撼 紧接着 张霄就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 一声闷响 陡然在寿潮的中心点炸开 好似陨石坠落般 狠狠地砸在了沙漠之上 沙石飞扬 冲天而起 一千多只暗魔叶珠 狂暴起来 不要命地 疯狂冲向了沙尘飞扬的中心之处 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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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头疼 厌恶的嘶鸣声 充斥在了这方空间 二狗子静静地站在城头 俯瞰远处 那里 张霄一人站在寿潮中心 淡然自若 缓缓起身 眼神轻忧 却又淡漠冰冷 蹭 蹭 蹭 四只暗魔叶珠 离得最近 冲了上来 张霄收起铲落 蹭 蹭 连续三声闷响 四只暗魔叶珠倒飞了出去 狠狠地撞进了寿潮之中 将其他冲过来的暗魔叶珠 给撞到一片 张霄没有丝毫停滞 在收铲的同时 左手掐绝 淡淡吐出五个字 钳字 空一杀 死了 空间被撕裂开 高空 一抹黑红光点 急速放大 呈旋转的姿态 呈锯齿状 漩涡状 瞬间放大到了百米 直到现在 我才明白 这钳字空一杀的真正奥妙所在 想要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就要让自身处在所有敌人的中心位置 这样 钳字空一杀 就会以我自己为中心点 向四周扩散 将一切选中的敌人 都吸入其中 搅碎成血物 张霄缓缓抬头 口中吐出一丝浊气 眼神威灵 精气神迅速围抜下来 全部用来将这钳字空一杀的范围 扩展到千米 刚才恢复的力量 这次又一下子全用光了 不过 一击 便能将这一千多只按摩叶珠给消灭掉 消耗多少精气神都是值得的 刷 张霄盘坐在地上 缓缓闭上双眸 不再理会身边的按摩叶珠 任由他们如何争鸣 阴厉 嘶吼 咆哮 挥舞着猪腿 想要杀向张霄 却无法前进嘶吼 一股虚无的吸扯力 将他们的兽区完全牵制住 一点点拉扯进了空中的那片黑红空间 这上千只按摩叶珠 兽区诡异的扭曲 被扯进了黑红空间 九州张霄成功抵挡第七波受潮 用时三分二十七秒 评分等级 SSS级 历史第三 奖励九州国运提升百分之三十 国运积攒到一定程度 将会自动兑换成各种奖励 国土面积增加一百万平方公里 所有资源增加百分之三十 奖励终极星空战舰图纸一份 奖励半永久性能源载荷设计图纸一张 奖励三千只以灭绝古生物 已投放在原始大森林中 奖励九州张霄一连串的奖励 让蓝星各国都惊呆了 又是张霄第一 竟然又是他第一 还有没有天理 有没有王法了 三分二十七秒 我们家选手三分二十七秒 才仅仅杀死三四五六只按摩叶珠而已 国际论坛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张霄太牛逼了 我已经词穷了 有他在一日 这个排行第一的位置 谁都无法夺走 大英国还口出狂言 要研发出基因药剂 打造超级人类 战胜张霄 做梦去吧 数百亿人对张霄的表现 无法挑出半点毛病 更是被打得没脾气 就算大英国 戴蜀国等国民 在最后一波受潮的抵挡下 彻底被张霄折服 说不出任何能够黑张霄的点 在此之前 各国为了压制张霄嚣张的气焰 为了遏制九州的不可一世 让人专门写稿子 来黑张霄 进而抹黑九州 这种做法当然很愚蠢 但他们实在没办法对付张霄 对付九州 只能胡乱编造事实 来抹黑张霄 但这次 第七波受潮降临后 张霄谈笑间 强卤灰飞烟灭的霸气和强大 震慑住了所有人的心神 从他在空中迈出的第一步开始 人们就开始震惊 这本来应该掉下去 坠落在地 狠狠地摔在地上 却让牛顿 差点压不住棺材板的悬浮在空中 而后 张霄一步踏出 整个人就消失不见了 这完全不同于之前的瞬移 一瞬千米 是有距离限制 紧紧用来跑路 这次呢 施展出来的招数 却是另外一种瞬间移动 携带着滚滚雷霆 能够杀人的瞬间移动 与其说是瞬间移动 不如说是从天而降 张霄携带着某种恐怖招数 从天而降 将地面上的沙漠 都砸出了一个深深的凹坑 风沙更是在其身边 形成了狂暴龙卷 持续了好长时间不散去 一手率炸天的招数 让全球数百亿人 都沉浮在了张霄的膝盖之下 太帅了 实在是太帅了 张霄就像是从天而降的神明 君灵天下 只不过 不同于满身甲咒 散发出神圣精光的神明 他一身道袍 发际散乱 仿若一味折仙 飘逸灵须 不染尘埃 潇洒淡然中 夹杂着一丝霸气 和僻逆天下的轻蔑和不屑 滚 别给老子打电话 老子辞职不干了行不行 人们是傻子 但不是瞎子 你让我明目张胆的黑张霄 我黑了 但那是以前 现在你家没直播吗 你看了张霄抵挡 第七波受潮的姿态吗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我还能怎么黑他 大音报主编 在街道上面的电话后 拍案而起 大骂连连 然后拂袖走人 根本不带回头的 我去 你们是不是眼瞎啊 到了现在 还让我们黑张霄 你们多少是沾点脑塌啊 你想黑啊 没问题 你自己写稿子 对 我写不出来 行 你让能写出来稿子的人替我 我将主编的位置 双手奉上 代数报主编接到电话 冷笑连连 一怒之下 辞职走人 我呸 我以前给你们写黑张霄的稿子就算了 都现在了 第七波受潮都抵挡成功了 都历史排名第三了 都讲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好东西 你们竟然还让我去黑他 你们是想让我被人骂死吗 我可告诉你们 昨天 我家玻璃刚被一些人给砸碎了 我自己都不安全 我还管你们 黑不黑张霄 辞职就辞职 老子不干了 谁爱干谁干 雄机报主编一把将眼镜狠狠地摔在地上 转身拎着包就走人了 没有人敢写张霄的黑点新闻 因为 各国人们早已变成了张霄狂热且最忠诚的粉丝 即便自己的国家岌岌可危 但张霄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神明 不容这些人来玷污 他真的有黑料 那可以 我们不是不可以写 我们不仅要写 还要大肆地嘲笑 但张霄人家没有 你们还在这里生来硬拽 瞎几把写 那可就丢人了 这些奖励 真的是太多了 九州现在 无人可敌 是啊 大英国还妄想追上九州的脚步 做梦吧 仅仅十天 十天就改变了整个蓝星的局势 往后 我们见到九州人都得叫一声爷了 叹息声 从各国传出 他们原本是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的 对九州 可以用趾高气扬 目空一切来形容 但是现在 你再让他们对九州叫嚣一个试试 星空战舰 只有电影中才存在的星空战舰 可能很快就要在九州的手中 实现了 在所有的奖励里面 最让人眼馋的 是那两份星空战舰的设计图 一个初级星空战舰 很小 相当于驱逐舰 用来作战 用来在星空中巡逻 另一个是终极星空战舰 这就比较大了 相当于巡洋舰 用来载人 群体作战等等 算是承上旗下的作用 最后一种 那自然是超级星空战舰 就是电影里面的那种 超级巨无霸 容纳上百万 上千万的生物 而这种只存在于电影中的东西 很快就会在九州地盘上出现 不得不说 这还真是十分梦幻 张神牛逼 潇洒老师猛地跳了起来 第七波兽潮抵挡成功 意味着 张霄接下来就要回来了 意味着 九州将会进入一段时间的太平时期 根本用不着担心凶兽的袭击 人们能安居乐业 能吃喝玩乐 都是拜张霄所赐 准备欢迎仪式 现在我们就直播到这里了 冰冰得到指示后 离开了直播间 迅速投入到 欢迎张霄的盛大仪式中去 贝言没走 依旧留在了九州 他的妻儿都来了 张三丰三人离开了 他们要回去考证 顺便要找出来一些隐秘 传言 九州之内 隐藏着很多古老宗门 不管是不是真的 张三丰等人都被勾起了莫大的好奇 曾经 他们以为自己 就是九州的鼓舞顶尖 在看到张霄后 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个屁 或者说 连个屁都不是 相比张霄那种 出神入化的术法 他们那几手太极拳巴拉巴拉的 根本就是三角猫功夫 花拳绣腿 不值一提 无论如何 他们要找到九州内 隐藏的鼓舞强者 挖出这些线索 大饮花选手迪达拉 成功抵挡第七波受潮 用时六分三十七秒 评分等级 SSS级 历史排名第十 奖励大饮花国运 提升25% 国土面积增加100万平方公里 所有资源 奖励大饮花选手迪达拉 正当各国人们沉浸在张霄的强大之中时 一个声音再度传来 响彻在蓝星上空 原来是大饮花的阴阳师的消息 迪达拉 第二个SSS级评分 出现了此模板选择权 完全在宿主手里 宿主可以选择老天师的战力模板 积攒战力点 兑换老天师张志维的战斗技能 战斗力继承模板 大体意思 张霄听懂了 就是可以不选择扮演老天师 却能获得老天师的战力 那岂不是更厉害 不错 系统 你这么人性化的设置 深得我心啊 张霄乐呵呵的一笑 点在了老天师的头像上 刷 一圈零零的金色光辉 从光屏上散移出来 缠绕在空中 逐渐凝聚成老天师的模样 这就算是虚影 也有这么强的压迫感吗 真不愧是假线 张霄凝视着老天师 飞快在光屏上点了几下 拉出来老天师的战斗技能 一长串 各种分析 让张霄目瞪口呆 尤其是看到了最后 八个血红字眼 映入张霄的眼瞳 正是传说中最强大的招式 八旗技 八大旗技 神乎其神 以人之力 比肩半神 只是 不管这八旗技 再如何牛逼 也远不是老天师的对手 人家张之为年轻的时候 就已然同皆无敌 一巴掌把逆生三重的少年陆井 给拍哭了 深不可测 真智化镜 年老了 更是渊庭月至 汉海无边 老天师 竟然会八旗技 张霄一脑门子问号 这对吗 按理来说 天师度中 的确可能蕴藏着 和八旗技相关联的信息 但不能说 会天师度 就肯定会八旗技 眼下 老天师的技能表中写着 神明灵 大罗洞关 双拳手 气体源流 而且 全都修炼到了真智化镜 怎能不让人心生惊了 绝了 真的绝了 这老家伙 藏得可真够深啊 这么说来 我岂不是通过老天师 就能直接掌握到了八旗技 张霄心中 涌现出一抹惊喜 增添了一抹激动 意外收获 那为什么老天师 要学会八旗技呢 就是为了提升战略 不是 张霄果断地 否定了这个想法 哪怕没有八旗技 老天师 依然是无敌的存在 有了八旗技 也不过是 玩票性质的耍一耍 那到底是为什么 张霄眉头微皱 他想从这件事中 看出来 八旗技的隐藏属性 为何会连 战力无敌的老天师 都能够吸引住 老天师战力 本来就无敌了 那这个世界 能够限制住他的东西 根本就不存在 等等 张霄猛地一抬头 眼中蹦射出金光 有一样东西 是所有人类都恐惧的 时间 哪怕老天师 再如何无敌 也终究是一个人类 他肯定是想 修炼着八旗技 查看其中奥妙 超凡脱俗 语化登仙 长生不死 动 这个想法 在张霄的心中生出 煞时间 一丝丝电流般的寒意 就从脚底猛的上 冲到了天灵盖 不知为何 他心中有一股莫名的惊具 是来源于 这八旗技的惊具 和之前在星空眼中的感受 如出一辙 怎么回事 为什么八旗技 和星空眼会有联系 死了 脑袋剧痛 张霄急忙捂着头 驱散着一丝丝 如针扎般的疼痛 难不成 这八旗技 是从天上偷来的 天师度不为外人所知 是怕泄露了天机 用天师度来封印 这八旗技 是为了防止这八旗技 张霄一瞬间想通了许多 好似窥探了惊天大秘 无形之中 一股鼓如潮水般的压力 轰然落在了张霄的身上 宿主收敛心神 不要沉现在天师度的感悟中 速速退出来 关键时候 系统竟然出声了 强行将张霄 从天师度的感悟中解了出来 原来 刚才张霄一直盯着八旗技 盯着天师度 有所感悟 但以他现在的修为 根本不能够全部传承下来 自然无法吸收和炼化 才会导致整个人 差点崩裂开 动 张霄身体猛地向后仰 二狗子用狗爪将其接住 轻轻抚摸着他的后背 呼 呼 张霄剧烈喘了两口气 好家伙 自己刚才一不小心 就着了天师度的道 就好像太阳一样 要将自己吞噬 碾碎 融化 萤火与浩月 直到此刻 张霄才彻底知道 这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那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渺小如尘埃 心神跳动了几下 张霄才回归正常 整个人大汗淋漓 后背更是打湿了一片 不去星空眼了 二狗子 我们回去 有些事情 解铃还需细铃人 得去九州查一查 张霄眼神威灵 天地即将大变 很多事情 未雨绸缪 早做打算 是时候要做出决断了 不过 就这么走了 显得有点可惜 张霄望向远处 手指在空中随意点动 便是锁定了一处地方 我得给大影花送点礼物 旋即 身影便是化作一道流光 冲了出去 不一会 惨叫声传来 张霄拎着两头C级凶兽 来到了大影花国门前 下回记住了 好好守家 别没事瞎溜达 乱跑 说完 张霄将这两只凶兽扔下去 立刻分裂了一万倍 两万头C级凶兽 瞬间横扫在了大影花的两个大城市中 我靠 这个张霄 实在是太嚣张了 大爷的 他竟然敢将凶兽 扔进我们的国门 妈的 他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给我放下 完了 我们这里出现凶兽了 出现凶兽了 救命啊 惨叫声回荡在两座城市中 大影花上下 全都蒙了 措手不及的凶兽受潮 立刻将两座城市淹没了 根本来不及救援 人们就死伤无数 城市就沦陷了 毕竟 谁都想不到张霄凌走前会突然来这么一手 他可是好久都没干这种事了 大家只顾着看热闹了 早就将他以前干的好事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好了 两万只凶兽撒了欢的在大影花国土内横冲直撞 人们怨声再道 苦不堪言 大骂狄达拉是个猪 是个废物 他真是个傻逼 他在城门好好守着就行了 非要跑出去干什么 大吉巴一郎接到一连串的急报后 一脑门子汗 后背都湿透了 恨不得将那个迪达拉千刀万剐 都不足以卸掉心中的愤怒 这名黑袍阴阳师出手了 迪达拉 评分等级也是SSS级 排在了历史第十的位置 举世哗然 大影花城门前 迪达拉浑身笼罩在那黑袍下 就如同拉罗一般无二 散发出阴冷和神秘的气息 沙漠上 一座巨型法阵 悬傲莫测 条条血红纹落 纵横交错 构造出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杀戮阵法 散发出盈盈的血红光辉 犹如张开了血盆大口的巨蟒 要将整片天地吞噬般可怕 他手掌白皙如玉 有着不属于人类的白色 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白玉座的手掌 晶莹剔透 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清和感 无双手 传说中的阴阳术邪法 一万古万灵浸泡 将古致彻底灵化 能捏人魂魄 抽人气神 专用于修炼邪术 修炼大成 能克制正阳术法 这巨型法阵 名为魂灭阵 凡处在此阵之中的生物 三魂七魄 皆会被瞬间绝灭 吸扯进此阵法的阵眼之中 算是阴阳师的禁术之一 非无双手 不可修行 炼至最强状态 几乎可以躲避正道术法的克制 此刻 沙漠上的这个巨型法阵 将所有暗魔叶珠的魂魄 全部抽走 阵眼中生出一枚血红光珠 光珠形似人的眼球 抵躺着鲜血 触目惊心 让人惊不 这些暗魔叶珠 死有余辜 算不得杀生 修炼邪术的迪达拉 竟会说出这种话 不免得让人有些意外 即便身陷邪法 唯一要做到星象光明 不可乱杀 动 他抬手一招 阵法消失 血红光珠落在了他的手中 上千只暗魔叶珠的尸体 静静地躺在沙漠上 等待风化 等待风干 九州 张霄 我暂且不杀你 因为你 不值得我杀 他看向了空中 似乎看到了镜头 嘴角勾起一抹细血 那蓝黑色的长发 遮盖住了他半张脸 露出来的那张惨白的面孔 就好像随时会死掉一般 毫无血色 这些奖励 真是毫无用处 都扔了吧 迪达拉看到面前堆满的奖励 不懈地挥了下手 将这些东西都给人飞出去 堆在了角落 什么天赋光团 S几宝箱 都是垃圾 对他毫无用处 也就只有张霄这些人 才会将这些东西拿着当个宝贝 蝼蚁终归是蝼蚁 格局太小了 迪达拉冷笑了声 起身冲向了星空眼的位置 我都要看看 这个星空眼里面 到底藏着怎样的古怪 拉罗的实力还算强劲 但被张霄杀死 有点说不过去了 即便拉罗打不过张霄 也有的是方法逃走 说不定 是拉罗在星空眼中出现了什么意外 被张霄偷袭 捕刀 才会死亡 不得不说 他的脑洞倒是很大 要是写小说的话 一定会有不少粉丝拥戴 蹭蹭蹭 沙漠上 一道人影 急速飞奔 沙力四射 在空中连成了一道黄色长线 迪达拉飞驰远去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张霄和二狗子也在飞驰 来到了大影花城门 张霄看到了紧闭的大门 又看到了城门前那散落一地的凶兽尸体 一个个按摩叶珠 完好无损地躺在地上 却没有丝毫气息 显然是死了 只不过 这死得太过离奇 张霄一时间有些惊恶在了原地 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鬼市 这个迪达拉是怎么杀死按摩叶珠的 没有伤口 没有断肢 张霄行走在这些凶兽尸体之中 越发觉得惊恶与诡异 阴阳师的手段 倒是有些古怪 可怕 无法理解 他实在想不出 这些按摩叶珠是如何死亡的 黄沙漫漫 暮色苍凉 狂然死记 不免给大影花城门 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阴阳师能说九州语 想必他们和九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霄双眸微眯 心神沉寂 思索着一连串的事情 一跃而上 进入了城池 没看到迪达拉的身影 想必是出去了 或许又去了星空眼 推演一下吧 若还是那个方向 就可以肯定星空眼藏着巨大的秘密 并且 大影花的阴阳师 有能力解开其中的秘密 张霄心念一动 八卦转动 山坎水泽 乾坤训阵 命运四线缠绕在神盘上 二十四山开裂 露出了其中的一角 气息感应到了 还真是星空眼那个方向 啪 张霄一拍手 脸色微微一宁 目光转向了星空眼的方向 看来 这一趟 我还真的要跟过去了 这个大影花的阴阳师 肯定掌握着某种秘密 不然 他们不可能三方五次的 都要去那里 但 张霄刚要迈出脚步 却不知为何 猛地收了回去 一丝莫名的感应 让他心神惊颤 有所警觉 下意识地向后退去 第六感告诉我 如果这次我去了 恐怕会彻底折在那里 张霄宁望远方 似乎隔空看到了 那片燃烧着熊熊绿火的 深绿色沙漠 他不敢动了 术士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 若上天不想让你做 你偏要去做 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除非 自己的实力 已然超越了这片天地 能够逆天而为 方可随心所欲 做自己想做的 定 经过系统计算 宿主扮演度 成功提升到百分之一百 奖励宿主新的人物模板 老天师张之伟 简单三个字 清晰明了 犹如一柄重锤 狠狠地敲在张霄的心神之上 我去 老天师 这可是一人里面 天花板战力的存在 一亿敌摆 根本不在话下 一个人 灭了整个宗门 咕咚 张霄咽了口唾沫 心脏加速跳动了起来 系统 你可终于出来了 我问你 这个模板 必须要更换吗 这个很关键 如果必须换的话 那张霄不得不换 只不过 他喜欢王爷这形象 一下子换掉了 有点不太适应 如果不换呢 老天师的战力摆在那 不用的话 倒是有点浪费了 现在 大影花高层很愤怒 非常愤怒 按理来说 迪达拉灭掉了 第七波兽巢 大影花就可以高枕无忧 尽情地享受 获得的奖励 但是 迪达拉离开了城门 去星空眼探秘了 这样一来 大影花城池 就无人镇守 要知道 一世战场的规则是 只要选手 还在一世战场中活动 那么城池 就不会启动 自我防护机制 等同于是 还能够被凶兽进攻 这也是为何张霄 张霄会趁机给大影花 扔几只凶兽进进去的原因 如果迪达拉进入国门 回到了蓝星 那么大影花城池 就会启动自我防护机制 张霄就算自爆 也不可能将其城门 轰碎嘶吼 可现在 迪达拉没有回去 不仅没回去 还瞎几把溜达 去星空眼了 身后呢 就留下这么一座空城 明摆着 就是想让张霄偷家吗 快 赶紧调动一切战力 导弹 核弹都给我用上 不能让这些凶兽 冲散到各个城市中 大吉巴一郎 看到卫星监测的动态地图 脸色阴沉 一拳砸在桌上 那两万个红点 正以一个惊人的速度 向大影花各地分散 并且 繁殖能力十分惊人 短短十分钟 就已经出现了上百个星的生命 太可怕了 直到现在 大吉巴一郎等人 才深深地体会到了枫叶国 血日落的痛苦 人们四下逃离 呼喊着 叫喊着 脸上满是惊恐 扭曲猙獰 犹如地狱最深处的 那一个个被磨练的恶鬼盘 身后 一个个四五米高 甩动着巨大尾巴的蜥蜴 好似一头头 从远古时代复活而来的恐龙一般 横冲直撞 将沿途所有的一切 尽数破坏 轰碎 碾爆开来 大英国 袋鼠国 枫叶国 等等 各大国全都惊动了 站出来为大影花说话 张霄十恶不赦 竟敢光天化日之下 做出这种违背良心 丧失人性的事情 当真是人神共愤 杀之不足以泄分 张霄实在是太可恶了 必杀之 这样的做法 已经在两个国家身上用过了 现在竟然还出来恶心人 天理不容 希望九州能够交出张霄 不然 后果自负 这些牛鬼蛇神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跳出来 指责张霄 指责九州 无非是想从另一方面 来抹黑九州 打压张霄 这点小心眼 谁不知道是的 对此 九州完全不回应 一群跳梁小丑罢了 若真的回话 岂不是有损身份 各国都非常关注 九州直播间的动静 看着张霄 是否会第一时间归来 结果 出乎众人所料 张霄竟然从大影花出来后 静止回到了九州 走进了国门 回到了九州 刷 一道金光 从天降 落在天都 原本 车水马龙 人潮汹涌的街头 此刻 却是突然陷入 诡异的安静之中 金光 从天落下 将这个超大的十字路口 给堵上了 一场金色光雨 将此地笼罩 停留在十字路口的人们 先是一愣 呆之不动 很快就有人反应过来 拿出手机 对准面前这一道金色光柱 就是咔嚓咔嚓的疯狂拍照 一个个视频 飞速流传到了网上 一时间 逗音 微博 快手 全都爆了 一条条热搜 飞冲到了最前列 警号张神归来 警号 十几家网络媒体 社交平台 热搜第一 就是这四个大字 严谨一该 震撼人心 牛逼就完事了 警号国事无双 当属张神 警号 警号举国欢迎张神归来 警号 警号张神 请撞我九州 警号 一时间 网络上 人声鼎废 废反迎天 全民热议这件事 金色光柱 持续了好长时间 张霄的身影 迟迟没有露出来 各国对此十分关注 甚至 有的已经将导弹对准了这连 当然 他们肯定是不敢真的发射 且不说能不能杀死张霄 光是九州上空的拦截网 就根本不可能让这些导弹落地 到时候 萤火烧身的 只能是他们自己 诸位 我回来了 一声轻贺 响彻九天 震荡怀雨 刹那间 整个九州 百万大山 亿万神龙 奇奇颤动 发出嗡名 这个街道 无数人拥挤而来 恨不得挤破脑袋 想要看到张霄的真容 张神 马上就能见到张神的真容了 天哪 我们将会受到神的庇护和祝福了 不要急 不要急 来 全都向后退 向后退 排好队 不得随意走动 不得随意大声喊叫 一列列战士 将这里包围住 拦下了如潮水般的人们 但是即便如此 九州人也疯狂地挥舞着手臂 喊得震耳欲聋 不是咱九州人素质不好 而是 张神实在是太过耀眼 犹如神明一般 哗啦 光柱如雨水般炸开 洒落在天地间 一声闷响 动 响彻天地 张霄从光柱中缓缓走出 俊美如妖的面容上 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淡笑 右手在空中清白 淡定从容 潇洒俊逸 这荧幕被定格在了这一刻 顿时 国际论坛 掀起了惊涛骇浪 我的天啊 这姿态 这气场 太特么的霸气了吧 我回来了 便无人敢在九州犯事 张霄目光冰冷 凝视着面前的摄像头 淡淡开口 他知道 这些都是面向全球直播 所有人都能看到 说这些话 就是在警告那些别有用心之人 我在 九州在 犯我九州者 死 碰 守在屏幕前 观看这场直播的人们 心神猛的一颤 犹如被肋骨狠狠的重击了下班 身体不由的向后扬倒 倒吸一口凉气 这个张霄该死 下最高级别抹杀令 让S级序列的所有超能战士 全部去抹杀张霄 让他们记住 杀不死张霄 他们也就不用回来了 大英国 唐吉赫德抖了下肩膀上的五金星 目光锋利如刀 闪射令人心计的寒光 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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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深层地下实验室 一道道闸门打开 绿色药水喷涌而出 随之出现的 一个个浑身挂满了绿色溶液的人 躺着深绿培养液 缓缓走出来 他们一丝不挂 浑身赤裹 互相对视了眼 并没有表现出 对对方的错愕和震惊 有的只是肃杀和冰冷 空中出现了一道蓝色光屏 光屏上 张霄的面孔 映在了所有人的眼中 记住了 这是你们要杀的人 接下来 所有人领取你们的作战装备 为了大英国荣誉而战 这是你们毕生的追求 这些声波能够激发 他们大脑内的控制分子 利用纳米技术 将操控脑电波 脑神经指令的分子 植入进这些变异人类的体内 通过声波进行操控 让其除非自爆 否则就必须一直 听从于大英国的命令 当然 自爆是不可能的 想想自己的妻子儿女 可都是被大英国攥在手里 你要是自爆了 那你们的妻子儿女 可都没了 这一招 不可谓不狠了 这些变异人类 没有第二种选择 有的 只能是服从命令 刺了 哄 咔嚓 电闪雷鸣 火焰翻卷 水浪笑天 一个个超凡战士 从大英国出发 潜入了九州内 接近到了张霄的身边 九州选手张霄 已成功离开意识战场 成为第一位 离开意识战场的选手 即将对九州国进行奖励 奖励九州国国运 提升30% 国运已经达到了 气运池的满极程度 将触发额外的奖励 奖励九州国 一连串的奖励 回荡在天地间 震荡各国人们的心声 不是吧 第一个回来的人 也能有如此丰厚的奖励 太棒了吧 各国人们纷纷希望自家选手赶紧归来 可惜 放眼望去 现在除了大影花 九州之外 没有国家的选手 抵挡住兽朝 遥遥无期 甚至 已经有数个国家灭亡了 三基拉斯灭亡 穆罕默伊拉灭亡 路易威克灭亡 短短十分钟 十六个国家灭亡 这个数量 肯定还会持续增加 想必第七波兽朝结束后 蓝星上 所有的小国 都会完全被清洗掉 张霄听到后 无喜无悲 九州最高级别领导 亲自接见张霄 你是我九州的骄傲 是我九州的钢顶之人 张霄 请受我一拜 您就是我们九州的恩人 来 全体敬礼 刷 刷 刷 一列列整装待发的战士 整齐华衣 给张霄敬礼 所有人热泪盈眶 九州在这短短十天内 腾空而起 化作一条巨龙 冲上了九天 无人可敌 而这一切 都是张霄的功劳啊 眼前的这个男人 就是神明 神说要有光 然后九州从此被圣光的笼罩 再无邪碎 直播间的观众们 看到这一幕 舍血沸腾 在屏幕前 欢呼 呐喊 蹦高 不停地拍手 一个个脸仗的通红 心情激荡 这一刻 属于九州的荣耀 属于九州的辉煌 这都是 我应该做的 我只希望 九州能万古不朽 张霄平淡地说出两句话 转身飘然而去 静止离开 无人阻拦 纷纷给他让路 这让无数人目瞪口呆 要知道 在场者 可都是九州大佬 哪一个不是九五之尊 哪一个不是日月所照 结果 张霄压根连多看一眼就不看 转身就走 似乎 眼中根本没有他们一样 和对待普通人 没什么两样 不是吧 张霄这是疯了吗 他就这么直接走了 我去 在场之人 可都是九州巨部 你连句话都没有 就走了 牛逼呀 张神真是太装逼了 我愿称之为逼王 哈哈 你们看那些人的脸色 一个个都很难看 他们难看 什么难看 他们在张神面前 算个鸡脖 没错 什么狗屁大佬不大佬 张霄人家是修仙者 一念便可断你生死 你跟人家讲什么地位尊备 可笑至极 没错 在张霄眼里 这些所谓的大佬 巨部和普通人 没什么两样 他一个念头 就能杀死所有人 犹如蝼蚁般 毫无丝毫在意 这个张霄 倒是挺有个性 一位排名前五的巨部 阴阳怪气地冷笑了声 眼神冰冷如刀 似乎想要射穿张霄的心脏 不可多言 排名第一的尊者 冷声怒斥 猛地转过身 目光锋利地凝视着开口之人 张霄乃是我九州战神 他是神明 说他会给九州招来灾祸 的确如此 九州能有现如今 这般的高高在上 超凡脱俗的实力 完全都是张霄给的 说他是九州神明 一点都不为过 快 调集我九州 一切暗部的力量 给张霄家人保驾护航 绝对不允许 他的家人发生意外 尊者沉声喝道 他有一种莫名的预感 山雨越来风满殴 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往上 早已变成了沸腾的开水 咕噜咕噜地疯狂冒泡 咦 张霄身边 可是有一头B级凶兽啊 对啊对啊 他一出现 那头凶兽就不见了 我去 不会是不能带回来吧 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还想去合影留念呢 那么帅的凶兽 快 咱们去和张神偶遇啊 拍照发给那些老外看看 羡慕死他们 现在 全球刮起了一阵张霄热 数百亿的粉丝 各国人们都将其奉为 至高无上的神明 根本不相信自家选手 即便相信 也顶多是加油助威罢了 但内心崇拜的 还是张霄 他们恨不得自己就是九州人 这样就可以和偶像近距离接触 拍照留念 合影打卡 真是气人啊 真是气人啊 若有来世 我真希望生在九州 我现在就要去九州 不管怎样 我都要去 九州不仅是最安全的地方 更有一尊神明 来啊 报名啊 组团去九州 偶遇张霄啊 疯了 这个世界疯了 很快 九州切断了所有的航班路线 同时 关闭了九方国门 总算听不到那些喧嚣的声音了 清静的感觉 真好啊 张霄一路飞奔 来到了郊外 伸了个懒腰 要回家看看 看了爸妈 就去九州的谷地 查找那些线索 还有那些神秘的符文 符号 他一边私存 一边从储物空间抓去 一只大狗 凭空出现 落在了地上 动 树林阵战 灰尘重阳 二狗子体型缩小了数倍 但依旧比一匹马的鸽头都要大许多 张霄骑在身上 完全不成问题 嗷嗷 嗷嗷 二狗子兴奋地瞪着两个大大的狗眼 望向四周 十分好奇地看去 他还是第一次来到议事战场外面的世界 感到新奇不奇怪 在原地不停地转圈 蹦打 行了 我这就带你去新鲜新鲜 出发 张霄纵身一跃 跨上了二狗子 飞冲向了南方 议事战场将于三日后再次开启 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 届时 开启的议事战场将会不同于此 之前的议事战场 各位选手需要及时适应 各国人们纷纷惊疑 议事战场竟然要改变 真是惊人啊 张霄微微皱眉 不明白议事战场要做什么 暂时不去管它 现在要做的事 解开星空眼中的五色祭坛面纱 天津都 地下基地 青龙暗部 一名身披绿场 兼扛五星的老者 站在玻璃窗前 目光平淡 宁静致远 仿若有大格局在身 心怀四海 尊上 经过我们的天眼系统查询 有可疑人士潜入 应该是想要抹杀张霄 一名身着黑衣 浑身笼罩在阴暗之中的人 低声说道 哦是吗 那好办 派出第一特遣队 青龙小队 给我试试他们的水 也算是给张霄提个醒 老者淡淡一笑 嘴角勾起一抹不屑和轻蔑 这些旁门左道 相对于九州来说 那就是不值一提 传说中的练器士 古武者 随便一个 都足以横扫所有的超凡战士 即便 现在这些影视者不出 但 到了正确的时间 就肯定会出现 是 属下这就去办 so 人影消失在了原地 老者哼着小曲 晃悠在绿光弥散的机械通道 这边 张霄和二狗子飞速赶路 不多时 已经跨越了上万里 几乎没有休息 休 休 休 一道道破风声 从远处传来 张霄耳朵顿时一动 眼眸威灵 飞身一跃 从二狗子身上跳下来 悬浮在空中 脚踏天地 空气颤动 树叶萨萨作响 草木嘶嘶而鸣 钳字 空一杀 张霄单手结印 目视四方 低声喝道 煞时间 狂风呼啸 万物不复 天地失色 一道黑红光芒 从天空中出现 煞时间 整片树林都笼罩在这黑红色空间之下 狂暴的犀利 几乎要将所有生物的灵魂 都吸走了一般恐怖 蹭 一道浑身缠绕着雷光的身影 猛地从地面蹦射上空 雷动九天 说的话不是九州雨 是大英语 张霄瞬间就明白了什么意思 这是有人要过来杀自己 很好 张霄嘴角微勾 脸色平静 太极掌轰出 掌风呼啸 凝聚成阴阳巨龙 呼啸而出 狠狠地迎向了浑身缠绕着雷电的光芒 碰 雷光炸链 向四周爆散开 将沿途的树林和土地 都给劈裂开来 炸成了黑灰色 变成了焦炭 灰尘飞扬 将整片天地都遮盖住了 带烟尘散去 露出了张霄的身影 以及巨坑之中 躺着的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这一掌 愣是将其拍成了重伤 战力恐怖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咽口了唾沫 喉咙咕咚了下 好可怕 感觉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这么大 可现在问题是 他们连空中的那道黑红色空间 都躲避不了 还谈什么近身攻击 这点子有点硬啊 一人隐墨身影在林中 低声喝道 逃不掉的 硬拼 一人立声喝道 声音洪亮 携带着滚滚雷音 旋即 树到光影 闪烁着五色斑斓的光芒 冲向了张霄 火焰翻卷 化作一条长龙 在空中嘶吼盘旋 风冲向张霄 雷电撕裂长空 批断四周树木 烧成焦炭 凝聚成雷龙 雷蛇将张霄死死地缠绕在其中 水灵涌动 雾水凝结 柔软中无 幻化成无数的水蛇 撕咬向了张霄 这些公鸡 花里胡哨 让人眼花缭乱 看上去 就像是玄幻大片 各种璀璨绚烂的公鸡 几乎都是拥有致命性的危险 张霄完全不拒 脚尖一点虚空 身体纵身一跃 飞到了半空中 手中弓冰铲 飞旋了两圈 便是陡然爆发出一股先天遗气 狠狠地朝着这些公鸡的中心点杂去 当时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力量 比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 都要更强大 毫无对抗力 一力可破万法 一群萧小之徒 竟敢在此地偷袭我 我看你们 是死到临头都不知道 张霄冷笑一声 右手轻挥肩 宽大的袖袍 将所有的攻击都反弹了回去 裂风刚硬 如天地屏障般 横贯在这方天地间 不可穿透 张霄目光如电 森寒交迫 光芒炸裂虚空 不好 我扛不住天上这个黑红空间的吸扯力 糟糕了 我要被吸进去了 我要被吸进去了 这是什么诡异的可怕招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招数 我的天啊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为何我无法抵挡 我可是S级蓄列的战士 竟然连张霄的一根汗毛都碰不到 请客间 这数名超级战士 这数名超级战士都被吸进了黑红空间 消失的无影无踪 谁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死的 死在了哪里 张霄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环顾了四周一眼 眉头微皱 呼得 心生出一丝不好的预感 快 赶紧回家 迅速赶路 张霄对二狗子喊道 飞驰向了南边 这些超级战士能够对他动手 那一定也会对自己的爸妈动手 就算九州派出足够多的兵力保护他们 恐怕也无法抵挡这超级战士的冲击 情况不妙 青山城 一列列战士 形成一个包围圈 将一座别墅环绕在内 别墅内 张霄父母静坐其中 这些天 他们从电视上看到张霄的消息 心神难以安宁 却又十分激动且自豪 没想到 有朝一日 他们的儿子能成为 九州住时 九州之神 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现在却实现了 要知道 二老以前对张霄的希望 不过就是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娶个媳妇 安安稳稳的生的大胖小子 一家人 其乐融融 现在 整个九州全副武装 数千名战士 保护他们二人的安全 吓得二老当时一动不敢动 十分猛逼 啥时候 他们享受过这种待遇 只有在电视上 才看得到这种情节 现如今 却是在自己身上实现了 一时间 有点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 你说咱儿子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厉害 我从来就没见过 他还会那些奇怪诡异的术法 招数 老爹张天阳捉摸着下巴 神色微凛 目光满是惊疑 别管这些有的没的了 咱们的儿子马上就要回来了 赶紧准备好吃好喝的 老妈刘云眉黑黑一笑 高兴的一蹦三尺膏 搓着双手 不知所措 走着走着 必须去整一些桥头排骨 不 不不不 要做排骨该背 老爹猛地站起来 一抹后脑勺 哈哈大笑 收拾干净了都 咱儿子可不喜欢东西这么搓乱的放着 老妈哼着小曲 迅速将杂乱无章的东西摆放整齐 忽然 外面传来震耳欲聋的哄响 整个地面都震战了起来 怎么回事 老爹大惊失色 急忙跑出去 想要查看究竟 刚一打开门 一名肩抗三金星的中年人 面色素目 眼神无比凝重 沉声道 张先生 请您和夫人速速进入地下避难所 绝对不能露面 快 一列列战事鱼贯而入 将老爹老妈给护送到地下避难所 地下避难所 是在别墅内部 由最坚硬的金属 以及最高的防暴防御装置组成的 可以这么说 就算是核弹落下 也绝对不会让张霄父母受伤 就是这么牛逼 就是这么自信 这是咋了 发生啥大事了 老爹一边搂着老妈快跑 一边碎碎念 对身边的战士问道 有人来暗杀你们 应该是海外的人 一名战士沉声说道 这 老爹心神一惊 有些害怕 他们不是人类 是超凡战士 另一名战士补充道 让老爹和老妈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你们能挡得住吗 老妈面色担忧 不仅担心战士们的安全 也担心这个地下避难所 在超凡战士的面前 根本不能有抵挡之力 挡不挡得住 都得挡住 一名战士缓缓抬头 目光锋利 抱着必死的决心 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 老妈眼眶寒泪 紧紧抱住一名战士 不忍心看着他们去送死 动 动 动 隔着这么深 依旧能够听到上方传来的震荡声 让人心神惊颤 地面 战斗画面十分劲爆 持续白热化 数千名战士 手持特制的武器 能够有效遏制住超凡战士能力 这些刀棍上 涂满了反物质电子云落状物 完全干扰了这些人的脑电波 异能的释放 从根本上来讲 就是依靠脑电波来控制 因此 只要抑制了他们的脑电波 就能够控制异能 这绝对是一种很好 打压他们战斗力的方法 只不过 有时候 武器根本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甚至 还会被反制 眼下 就是这种情况 人家 针对这种压制武器 特意研制出了反压制武器的克星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们的武器失效了 不好 他们身上佩戴了反制武器 速退 速退 赶紧退 启动应急预案 用 一声声惨叫 在空中回荡 让人心神惊颤 无比恐惧 不敢想象 战斗有多惨烈 数千名战士浴血奋战 血洒当场 身上伤痕密密麻麻 渗出阴阴鲜血 死守此地 你们不逃 下场就只有一个 死 一声低吓 从十数名超凡战士中传出 我们不会逃 今日 我们就要死守此地 因为 这是我九州神明之地 一名战士力声怒吓 身后闪烁起刺目的光芒 方圆百米之内 一根根光电流子器 迸射出雷电般的光流 从四面八方射来 凝聚成雷电光龙 轰然砸在了这十数名超凡战士的身上 这是什么 一道雷电光网 将这里护住 无人可以进入 让人心生震撼 九州研发出来的超级武器 怎么可能 他们什么时候研究出的这种武器 我们根本就没有情报 不管那么多了 赶紧冲进去 趁现在他们九州的核心力量还没来 我们赶紧接走张霄的父母 这些超凡战士敌过了几句后 飞快行动 动用全部的力量 想要突破这层雷电光网 轰隆 刺了 咔嚓 雷电爆炼 空气崩面 大地被一道道雷光炸裂先卷起来 数名超凡战士被轰飞出去 皮开肉战 没想到 眼前这个防御机制 竟然这么大的攻杀力 让人心惊 还真以为我们解决不了 你们是吧 来 给我上分解离子光 将这个雷电光网给分解了 这些人携带的各种武器 完全能够将九州战士 所布置的防护机制给破开 顿时 九州战士脸色惊变 心惊肉跳 慌得一批 什么情况 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 刻着我们的工具 这还玩个锤子 可即便如此 也不能退 退一步 就意味着他们输了 输了 身后 可是张霄 张神的父母 他们二人安危 远比自身的安危要大得多 杀 不顾一切的杀 必须将他们斩杀于此 哄 一个个九州战士 在看到雷电光网破裂的那一刻 眼神果断 将身上的装备 全部调到最大化 开启了最强大的功率 想要拖着这些超凡战士 一起自爆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 从天降 伴随着阵阵售吼声 天地间 陷入了一片死寂无声 动 一道人影 从天降 伴随着阵阵售吼声 瞬间就来到了这些超凡战士的中间 弓兵铲在空中飞旋 速度极快 更是携带着可怕的进风 撕裂空气 狠狠地披向在场的所有超凡战士 起我九州战兵 杀我张霄父母 你们是在找死 立鹤声 响彻八荒 震荡环雨 散乱的发迹 随风飘散 张霄目光锋利如刀 盗袍在空中烈烈作响 犹如钢刀一般 将树叶都切割成了积粪 此刻的他 和王爷一模一样 关乎自己的事情 无所谓 根本不在乎 但是关乎父母的事情 那就是逆龄 杀无射 处之必死 绝对不能够有任何容忍的地方 千刀万剐 都不以平息心中的愤怒 张霄手中先天一气 凝聚成弃玄 将弓兵铲遥遥操控 变成了圆月弯刀 将沿途的超凡战士身上 全都切割出来一道深深的血痕 扑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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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血狂飙 张霄一来 整个战局都不一样了 形势依旧是一边倒的状态 只不过 双方调换了过来 原本是超凡战士 压着九州战士打 现在呢 是张霄压着超凡战士打 九州战士看清楚来人后 欢呼雀跃 在原地呐喊助威 张神来了 张神来了 我的天啊 张霄他竟然赶过来了 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这些超凡战士一定会死的 九州战士奉张霄为心中的神明 张霄自然不会让他们失望 动 张霄一脚踏在地上 地面阵裂出了几刀裂缝 沙尘飞扬 旋即 手中弓兵铲一旋 化作连跃弯刀 狠狠地一甩 将一名超凡战士 胸口洞穿了一个大窟窿 血如泉涌 狂喷了出来 根本来不及发挥出什么的超能力 就被张霄以雷霆手段抹杀了 这让在场的超凡战士们全都惊醒了 背后生出一片冷汗 这是张霄 这是张霄 我的天啊 不好 这根本就不是对手 得赶紧撤退 张霄有多牛逼 上面早就给了他们详细资料 更是针对他的力量 战斗技巧 进行了多重分析 可以说 这个蓝星 除非神明将士 几乎没有人是他对手 除非能够研发出超级变异的变种人 比如X战警之类的那种级别的变种人 操控整个蓝星上的磁铁 能够整个蓝星上的人类 进行精神交流 拥有净化一切的凤凰之力 随便一个 都足以和张霄抗衡 甚至是将张霄碾碎成虚无 无敌啊 可惜 现在的大英国 完全研发不出来那种强度基因药液 根本无法重现千年前的辉煌 因此 能否和千年前的那些人联系上 也是一个难题 但只要取得联系 那么 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什么狗屁的张霄 什么狗屁的阴阳师 都是废物 都是蝼蚁 碰 碰 碰 张霄一拳一个 拳影如山崩海啸 地动天 快得一撇 残影连连 根本看不清楚 这些超凡战士 只感觉身上挨了数十拳 胆汁都被打出来了 一个个狂喷鲜血 毫无反手之力 不可能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强到这种地步 这个张霄 根本没有施展任何招式 就将我们重伤 我不信 他果然不是人 他真的不是人啊 这些超凡战士 仰天嘶吼 面露金色 十分震撼 人和神的差距 就是这么大 就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亏他们还想来杀死张霄的父母 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可笑至极 动 张霄右脚向前猛的一踏 顿时 大地军烈 一道道裂缝 瞬间蔓延扩散到了一个个超凡战士的脚底下 凭你们这些垃圾 也敢来暗杀我的父母 我留一个活口 回去告诉你们主事的 让他派出点像样的人来 不然的话 我会顺着根源 一点点摸上去 将你们全都杀死 张霄目光平淡 面色平静 一点点说出这句话 语气冰冷的 让人心生寒意 震字 雷沙 张霄左手凝硬 眼神微微一领 对这些人露出一个冰冷的笑容 顿时 天地变色 乌云密布 黑雷狂吼 电闪雷鸣间 一道道粗壮雷霆 凝聚成雷龙 轰然坠落向地面 疯狂的嘶吼 怒笑着冲向这些超凡战士 给我好好体验一下 万雷是神之痛吗 话音落下 张霄猛的一握手掌 碰 雷电轰爆 雷蛇舞动 万物不存 山崩地炼 这些超凡战士瞪大眼瞳 没有丝毫的抵挡 就被这雷霆焚烧成了虚无 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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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冒出一连串的火花 火光篡动 雷光散漫 别墅早已在刚才的战斗爆炸波动中 被摧毁成了废墟 地面更是出现了一个个巨坑 只活下来一个超凡战士 张霄将其废掉了之后 扔了出去 让高层给他放行 回去给他主事的人带个话 这个人就如一条死狗般 夹着尾巴 离开了九州 只不过 张霄知道 这些超凡战士应该只是第一波 实力并不强大 不然也不会被自己如此轻松 就全都解决掉了 想必 他们是先遣队 试探一下张霄的实力 试探一下九州的防御力量 这些数据肯定已经传到了总部 他们会针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然后呢 派出更强大的超凡战士 张霄先生 上面让我给你带个话 已经有最新一批最强的超凡战士 潜入了进来 这些家伙 就连我们都无法监控他们的动向 找出他们的能力 十分危险 一名高层低着头 态度恭敬地对张霄说道 我知道了 他们若是敢来 那就做好必死的准备吧 张霄淡淡道 无悲无喜 十分平静 犹如在诉说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 这让高层心中危惊 面不改色 心不跳地应对此事 放眼望去 整个九州 整个蓝星 或许也就张霄一人而已 这般由那外散发出来的霸气和不屑 是源于自身强大的实力 现如今 世道大变 力量 才是唯一 将这些战士安葬吧 另外 要给这些战士的亲属 最好的优待 张霄看了眼脚边的战士们的尸体 眼中满是肃穆和敬重 吩咐了下去 进入地下室 和父母团聚 这十天的分别 让张傅 张母很是担心 好在 他们成功地 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归来 带着无上的荣耀 锋芒无人可挡 寒暄过后 张霄将二狗子放出来 让爸妈都看一眼 看到这么一头威风凛凛 比老虎都要大几倍的家伙 爸妈都惊呆了 手掌颤抖地 轻轻触摸了下 毛很柔顺 就跟假毛一样 超级顺滑 让人爱不释手 住了一晚后 天还没亮 张霄就和二狗子 摸着夜色出发了 这些战士们看到张霄离开 没有出声 上面已经打过招呼了 岭南那边 不知道是不是和情报上说的那样 是天师府祖地 张霄和二狗子没有乘坐飞机 依旧是赶路 传言 天师府 乃是先人张道林创立 为正义道宗之手 行使督察天下 妖魔鬼怪之法 五雷正法 便是天师府的独门秘籍 如若此去 真的能寻到天师府祖地 说不定 自己还能获得天师府的秘心 老天师母版中 几乎囊括了各大门派的所有书法 因此 张霄现在完全不担心 书法缺少的问题 他唯一的担忧之处 是义士战场中隐藏的秘密 五色祭坛 是不是飞升台 是不是连通外界的枢纽 上面古老的壁画 符文 符号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有那十三位古人 他们是古九州哪个时代的人 时间飞逝 很快就是两天过去了 张霄来到了岭南 九万大山 叠起叠落 零次至比 参差不齐 高低起伏 犹如一条条巨龙的背脊 鳞片 盘旋纵横 携带着上古龙器 让人心神震撼 此地潜藏着十分庞大龙脉之力 龙器旺盛 但险境其多 使得龙器只能藏于地底 不可为人所用 不可加持一国之地 张霄目光闪烁 瞬间推演出此地的格局 唯有飞升者 方可借天上之力 让地下龙脉显化于形 天师府祖师张道陵 应该就是飞升者 也只有他 才能让这里龙器泄露出来 灌输给天师府 如此想来 天师府祖地 必在此地 一座山一座山的肘 实在是太麻烦了 张霄缓缓闭上眼睛 自从回到了蓝星 张霄发现自己的风后旗门 竟然扩大了一倍的范围 能将方圆三千里的范围 笼罩在内 心动 念起 风后旗门开 煞时间 三千里内 一草一木 一花一虫 一杀一风 尽在掌控之中 没有生活的痕迹吗 张霄摇了摇头 拍了下二狗子的脑袋 让他拖着自己离开此地 继续深入 连接数百座山头 张霄都没发现生活的痕迹 要么 此地根本没有人 要么 有高手将生活的痕迹 抹得一干二净 自己根本找不出来 张霄眉头微皱 正要睁开眼 呼的 他发现 一处灌木从下面 有一个红线 走 去那看看 张霄和二狗子过去 捡起红线 仔细看了起来 没有丝毫腐朽的气味 反而带着一丝丝的香气 并且 十分柔华 狠心 说明 有人经过这里 张霄将灌木从拨开 没有脚印 又将泥土轻轻翻卷开 嘴角缓缓上扬 眼瞳不自主地收缩了起来 果然 还真有人将自己的脚印 给掩盖住 抹出痕迹 张霄呵呵一笑 心里明白 看来这山中生活的人 是不想被外人打扰啊 那这一趟来的 可就有点难受了 说不定 很难有所收获 但也不一定 得看运钱 什么人 赶来此地 异欲何为 就在张霄 想要继续深入 向最后那座山峰进发的时候 一道立合声 响彻天地 悠悠地回荡在空中 动 动 动 恍如红中大缕 草木战裂 万寿扑匐 张霄只感觉气血翻涌 五脏六腑在随之阵战 共鸣 喷出金黄的气息 天湿堕 天湿堵产生了变化 有所共鸣 找对了 张霄感受到空中 飘荡的威压 喃喃自语 缓缓抬头 看向了远处 那座直插云霄的山峰 此地绝对是天师府祖地 刚才说话之人 也定是这祖地的制强者 不然 不可能一语 就引动自己体内天湿堵 更不能让威压 弥漫在天地间 让自己行动艰难 哦你身上 竟然还有天湿堵的气息 苍老的声音 悠悠入耳 连带着弥散在空中的威压 都随之消解了几分 不仅有天湿度的气息 还有风后其门 有点意思 难不成 你就是那个张霄 疑惑声 逐渐转变成了淡笑声 威压随之消失不见 张霄行动自如 大口喘息了下 擦了下额头上的汗 这个老家伙 好强的功力 仅仅只是威压 就差点让自己动弹不得 当真恐怖 或许 他应该是天师府的天师 进来吧 我在最高峰上等着你 苍老的声音传来 张霄和二狗子迅速赶了过去 前方千米 是一处断崖 断崖与那座最高的山峰之间 相隔数百米 如何飞跃过去 唯有凌空虚度 方能过去 这算得上是考验之法 寻常人 哪怕是寻到这里 你不会凌空虚度 也别想过来 当然了 这数百米的断崖 有一个铁链 铁链咣咣咣咣 在空中随风飘荡 发出金属撞击的轰响 你不会凌空虚度 就只能顺着铁链爬过去 只不过 这铁链历经无数岁月风吹雨打 天知道 会不会一碰就变成了灰烬 既然是考验我的 那我不露一手 倒显得我太无能了 张霄呵呵一笑 将二狗子收进了储物空间 旋即 脚步向前一踏 整个人急速下坠 呼啸 风声鹤唳 如刀锋般 急速切割在了张霄的脸上 坠落的速度 越来越快 感受到强烈的失重作用 张霄丝毫不慌 这种情形 他经历过太多次 早已习以为常 蹭 武当踢纵鱼 下一刻 他犹如一只钻天猴 猛地从下方深渊中 跃上了空中 天光风 一人覆手而立 一眉飘然 截然一身 站在风顶 俯瞰下方万丈深渊 哼 这个小家伙有点意思 真不知道他这一身本事 是从哪里学来的 白发随风轻荡 苍老之音 迷迷入耳 回荡空中 久久不散 仿若有一种特殊的力量 让这声音不消散一般 十分奇异 老者身着深海蓝色的锦绣云袍 云袍宽大 袖口垂落 随风轻晃 师父 您说 他能过得来吗 十岁志同站在老者身后 颇为好奇地探出脑袋 望向远处的断崖 眼中有着一丝担忧 这个张霄 可是拯救九州的大英雄 当然了 如果他进入那什么意识战场的话 说不定 也能成为大英雄 但师父说 练气是隐世不出 这世间 根本无人能够应对 异式战场的危难 只不过 张霄是个例外 天知道 为什么异式战场会选择他 难不成 真的是上天在垂青九州 说不定 是曾经飞升星空之外的那些九州古人 故意如此 选择张霄作为九州的代言人 他如果连这点小小勾壑都过不来 又谈和与天作斗争 与那苍茫之外的世界斗争 老者气势雄浑 让人心神惊颤 山岳撼动八万里龙气隐约间隆隆作响 这般话语 犹如天地初开的大道之音 让人忍不住心声寒战 有所顿悟 师父教导的对 小徒弟站在身后 若有所思 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 玄疾 继续追问道 若是他过不来 那我们是否要出手相救 老者沉默不语 这意思便是不救 小徒弟不再说话 静静地看着万丈深渊之下的那道人影 是否能一入风云变化龙 撒 一道凌凌风笑声 响车在天地间 老者目光陡然一亮 眼中绽放出几分激动的金光 果然是有两把刷子 凌空虚度 武当踢纵鱼 张霄愣是从深渊之下 逆势而起 登天而上 来到了空中 完全违反了所谓的地心引力 牛顿的棺材板 早就崩裂开了 蹭蹭蹭 张霄踩着白云 犹如折仙下凡一般 踏空而行 飞天而来 您看我 够不够资格和您对话 动 张霄一步落地 站在老者面前 淡淡一笑 刷 二狗子凌空而起 咚的一声 落在山峰上 吓了小徒弟一跳 老者眼眸微领 绽放金光 凝视二狗子 嘴角微微勾起一抹细血 血脉夹的 堪比胜兽 不错不错 他淡淡一笑 轻抬拂袖 一掌拍响张霄 轻描淡写 悄无声息 迅如雷电 张霄眼眸陡然经缩 几乎没有任何准备 没有任何犹豫 双手格挡在胸前 电光火时间 掌风呼啸 白云震荡 山峰颤抖 张霄双脚身陷在地底 整个人向后倒退了数十米 二狗子敢要扑上去 面前却是站着一个 一米高的小男孩 还没有他的腿高 可就是这么一个小男孩 让他瘦毛乍力 心神惊颤 本能地感受到一丝生命危险 很危险 嘿嘿 大狗狗 你可不能乱动 不然我就给你扔下去 小男孩背着小手 对二狗子黑黑一笑 光洁的额头上 一枚精硬若隐若现 十分奇异 二狗子还真就不敢动了 甚至 他从这个小男孩子身上 嗅到了一丝 比张霄都要更加危险的气味 实在是太可怕了 您这是做什么 张霄缓缓抬头 眼眸中生出几分奇异的蓝金光芒 老者呵呵一笑 捋着胡须抽身倒退 地面闪现出一道长长的灰尘 蹭 灰尘重扬 掩盖住了老者的身影 我就是看看 你有多少压箱底的绝招 动 汉海兰波 千虫海浪 咆哮冲天 竟是凝聚成了实质性的攻击 狠狠地打向了张霄 道家心法 百丈兵 以先天一气 衍生出五行水云属性的术法 进而产生携带着 冰寒属性的攻击 让人无法防御 张霄面色一紧 感受到四面八方传来的寒意 整个人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打了个哆嗦 狠狠地站立了下 旋即 双手在面前滑动起来 太极八卦掌 阴阳两仪 四象八卦 护体回天 一道道太极阴阳的图案 在张霄周身 形成了一个个防御光照 完全将这汉海兰波 百丈兵给抵挡下来 武当太极啊 有点意思 但这点皮毛之法 对于道家来说 完全不值一提 正一道 万念俱灰 老者伸出食指 淡淡开口 瞳孔之中 蹦射出一抹金光 好似要发出什么 很恐怖的大招一般 实则 那食指就只是点在空中而已 没有发出任何能量攻击 张霄疑惑地嗡了声 不知道这个老家伙在干什么 为什么保持那个姿势不动的 有古怪 风后奇门 张霄心念一动 脚下 一千零八十局的奇门盾甲 便是瞬间铺展开来 将整个山巅都笼罩在内 老者自然是感应到了 风后奇门的存在 但他面无表情 心境没有丝毫变化 本身更是没有半点动作 依旧保持着 那个点出食指的动作 小男还看到这一幕 瞪大眼睛 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有可 老头子这是用的什么招式 我可没见过呀 他大大的眼眸中 充满了惊惧和疑惑 老家伙还藏了一手 真有他的 嗡 风后奇门发出一声清明 张霄眼眸威领 感知到生门之地 释放出来的异样 脚步往天棚欣慰一踏 斗转心仪 一幕幕光雨 从浩瀚苍穹之上落下 这虚幻的光影 让老者心神微颤 竟是泛起了一丝涟漪 煞世间 天地色变 一滴滴雨露 从天地间飞速坠落 如同一枚枚子弹 射向张霄 万念俱灰 天地灭 动 整个世界都染上了一层灰色 连带着张霄都变成了灰色 刷 二狗子瞪大寿眸 停止了呼吸一般 待置在原地 小男还似乎被什么 扼住了咽喉 瞪着眼珠子 四肢想要挣扎 却发现无比僵硬 事件 变色了 苍茫无影 骤雨沉沦 天地玄黄 万念俱灰 以天地之力 将凡人七情六欲斩灭 使其丧失情感 无情无义 成为一具行尸走肉 一道道竖法攻击 进入了张霄的精神意志 在这封后奇门的格局之中 这些竖法攻击 并未有所停滞 而是全部坠落在了 《奇门遁甲》 《一千零八十句》中 动 动 动 煞石 天地无声 封后奇门光芒闪烁 冷光绽放 无数幻影 在内景中形成 让张霄眼花缭乱 心神不宁 不能守住本心 似乎要被这些幻影 吸扯进去一样 十分煎熬 小子 万念俱灰 对应人之七情六欲 除非你看破红尘 斩断过往未来 成为太上无情道 方能耗损一丝精神 将万物之法都洞扯清晰 你觉得 你能解开我这个术法吗 老者淡淡一笑 缓缓收回食指 给张霄指点迷惊 早晚功课经 八大神咒之一 天云般若咒 乃是道家至高无上的法门 拥有破灭一切虚妄之力 这术法攻击 本身就是虚妄的 但消灭的力量 也是虚妄的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谁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在现实 还是梦里 有的人 唱了一辈子戏 最后分不清戏 分不清现实 有的人 花面遮夹 似梦似幻 以为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骗过了所有人 到最后 却骗不了自己的双眼 我们每个人 都生活在真实的世界 却又生活在童话中 或许 我们根本就不是真实存在的 这一点 没有人说得清楚 想要看清 那就不能有过去 更不能有未来 斩断一切 方可称先 是为 先三斩道 斩过去 斩现在 斩未来 小子 好好感悟其中的奥妙 这是老头子 我教给你的第一节课 老者捋着胡须 乐呵呵地笑着 颇为欣赏地看着张霄 眼眸中充满了赞叹和激动 这么多年了 他找遍了整个九州 方才找到一个麒麟子 也就是眼前这个十岁少年 天生麒麟像 拥有最纯正的阳气宫体 对正一道首席 天师府的五雷正法 简直就是 为其量身定做 五岁修炼 六岁宁气 七岁打开全身 3651个俏学 八岁修养五雷 九岁练正法 十岁宁五雷 正法两大的数法之道于一体 可以说就算是大英国超S级的战士 来了也不屑出手 一个眼神就足以将其覆灭成灰烬 而此刻 老者感应到了 张霄体内纯正的五雷正法之力 这说明 张霄天生雷铁 不 不是天生雷铁 而是天生与天地 五感 万物 有着超级契合的共鸣 比七零像都要牛逼许多倍 他是怎么感应到这些的 就在张霄站在风后奇门中 抵挡万念俱灰的时候 他周身的白云 寒风 草木 竟是在这一刻 释放出了一丝丝天地元气 以供张霄使用 同时 还向他聚拢 帮助他加快感悟这片天地的道场 磁场等 一切未免之力 这是什么的概念 等同于是蓝星 这个星球认同的主人 蓝星意志承认的人 根据传说中的道经记载 每一个星球 每一片星空 都有自身的意志 这个意志虚无缥缈 从未有人见过 更从未有人感受到过 但却真实的存在 因为 每当有人飞升离开这片广袤的天地时 一层若有若无的阻力 就会将其拦下 并且凝聚成一只大手 要将其死死按在地上一般 不想让他们离开 这个意志 说不清到不明 只能意会 不可言传 老者现在 也是这种感觉 十分玄妙 仿若 待在张霄的身边 自己都和这片天地 有着融洽的亲和力和共鸣 不知道 他会怎么应断 会用几个小时 才能老者话未说完 蹭 蹭 两道金光 猛地从张霄双眸之中蹦射出来 狠狠地打在了小男孩身后的那个巨石上 咔嚓 碰 巨石炸链 张霄双目犹如火眼晶晶般 一闪一闪 刺人双目 不可直视 为何我要看破红尘 为何 我要斩断过往 如若真的如此 那我与不会思考的禽兽 有何区别 张霄语气淡然 充斥着一丝丝厌恶和阴怒 大声立合 质问老者 老者心神正战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呆愣在了原地 他还从未见到有人 能强行破开万念俱灰 将那种幻境打破 感悟出自己道路的人 哪怕是他 当初也是经历了一番苦难折磨 选择了屈服在力量的脚下 斩断了一切 成了孤家寡人 可张霄 却能够保全内心 保全灵魂 不为所动 厉害 实在是太厉害了 好小子 老夫实在是太喜欢你了 来 再接我一招 老者哈哈大笑 捋着胡须 仰天大笑 身影化作一道流光 犹如一道利剑般 射向了张霄 掌风呼吓而出 凝聚成一只惊天巨手 似乎要将张霄 连带着整座山峰 都给捏爆一般可怕 哄 张霄脚踏天盘 身影斗转心仪 如同幻影般 向四周散开 凝聚成九尊法香 合力抵挡自天上落下的巨掌 你不是 想找天师府吗 能扛下这五雷正法 我就告诉你想知道的 所有一切 老者一袍烈烈作响 呼啸生风 整个人陡然绽放出 让密密麻麻浮现出一道道符文 好似电影里面的那些修仙者一样 十分可怕 无比奇异 金光骤 我也会 张霄呵呵一笑 嘴角微勾 左手掐绝 脚掌便是变成了金色 覆盖上了一层金光 很快 整个人都渲染上了一层金光 刷 金光如刀锋 切割开空间 让四周花草树木 全部炸炼 二狗子仓皇逃窜 小男孩抓住二狗子的尾巴 在空中飘荡 也跟着逃走 这个人真的是疯了 老头子也疯了 这天光风还要不要了 再这么继续打下去 估计 这座山峰都没了 小男孩在风中呼喊 随着二狗子 一起迅速逃离这座山峰 山峰在张霄和老者的轰击下 摇摇欲坠 力量犹如开天辟地 将十万大山中的鸟兽虫鱼 全都震荡出来 呲鸣立叫 喧闹嘈杂 小男孩和二狗子躲在远处 探出脑袋 小心翼翼地看着山峰上的两道人影 大狗狗 你说我师父会不会打不过张霄 虽说老头子他功力深厚 十分强大 但我从来都没见过他出手 不知道真实实力 小男孩歪着脑袋 大大的眼眸中充斥着疑惑和担忧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 又想让老头子赢 又想让老头子输 他觉得张霄好帅 帅得不行 帅乍天 气质很出尘 有一种莫名的空灵感 就像是脑残粉看到了偶像一样 可老头子他朝夕相处 就跟自己的爷爷一样 轻得不能再轻 自然不喜欢被张霄走趴下 他正在做挣扎的时候 山峰上陡然传出一声利和 五雷正发 八不中 苍老之音 幽幽回荡开 响彻在山巅 随后 一道道雷光好似雷龙般 呼啸而出 凝聚成恐怖的攻击 从四面八方冲向了张霄 将其封锁在一方之地 不能挣扎动弹 前字 空一杀 张霄目光刺裂 双眸红 动用自己最强大的招数 刷 一道黑红锯齿状的空间 将天地撕裂开 出现在了老者的头顶 老头 你要是撑不住了 就赶紧告诉我 我好及时收回书法 张霄重重地喘息了声 黑眼圈浓重 哈出了一口口啄气 得了吧 臭小子 你现在 估计已经体力不支了 还好意思 跟老头子我装憋 老者乐呵呵的一笑 看张霄就跟看宝贝似的 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眯眯眼的都是怪物 张霄心神异景 早已游进灯窟 老者屈指一弹 一抹金光 钻入了黑红空间中 下一刻 轰的一声巨响 陡然从黑红空间中炸开 天光风震战 白云震爆开 树木化作鸡粉 林中鸟兽丝鸣战利 慌不择路地逃离附近区域 张霄一口鲜血喷出来 半跪在地上 他体力耗尽 遭到了反噬 你已经很不错了 能撑到这个时候 已经完全不是常人了 老者淡淡一笑 一步踏出 脚掌悬浮在空中 让张霄眼瞳筋梭 离第三尺 神明 放眼望去 整个九州 现在还存活下来的老家伙 我当数第一 其余人都要往后考一万条件 这意思很明显是在说 我能把那些老家伙们 甩出一万条件 他们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他们都不能在我手里 撑这么长时间 你却能 真的有点意思 当然 我最好奇的是 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封后奇门 天师度 或者说 你是从哪里头来的 老者伸出手 缓缓地放在了张霄的头顶 想要感知他脑海中所想 可就在他将手 放在张霄头顶的那一瞬间 一丝电流 猛地侵袭进了老者的体内 金光骤都无法地抵挡 瞬间被冻穿了 就连他的护体神功 都无法抵挡 十分诡异 好小子 秘密还挺多 这种静止 已经不多见了 要绝世了吧 老者收回手掌 呲牙咧嘴 眼中闪过一抹惊异 不会 你是某个仙人转世吧 从天外来的 张霄没有回话 只是站在那里 迅速地恢复体力 精神力 算了算了 老夫算你过关 来 跟我走吧 我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 张霄深吸了口气 微微一惊 没想到老者这么快就同意了 倒是让人感到意外 敢问前辈尊姓大名 打了这么长时间 连老头子的名字都不知道 有点说不过去了 我呀 我叫什么早就忘了 我只记得 其他人都称呼我是 老者缓缓转过身 捋着胡须 瞇着眼笑道 老天师 动 老天师 张霄心神一惊 怪不得自己 像是面对一座山岳般 不可触摸 不敢仰望 原来是老天师 妈蛋 这可是天花板级别的战略 就仅凭自己 陷在这十天的功力 想要对付老天师 那即是痴人说梦 更何况 系统给自己的老天师模板 可还远远没有继承呢 哪里是真正的老天师的对手 散人张霄 拜见老天师 张霄急忙行礼 一人之下 激进飞伤 可不是说说而已 谁能打得过老天师 张霄都能跟他姓 我看样子 你对我很了解 老天师从张霄的眼神中 读懂了些东西 不是很了解 但应该很快就会了解了 张霄黑黑一笑 挠了下后脑勺 跟着老天师下山了 我看你穿的是武当公袍 你为何称呼自己是散人 老天师好奇问道 回老天师 在下曾经的确是武当弟子 道后 王爷 只不过 出于某种原因 被逐出了尸门 张霄回道 什么原因 难不成是身怀八旗记 这种逆天的术法 不应该啊 按理来说 武当会护着你啊 老天师摇了摇头 缓步下山 我担心我父母的安危 张霄瞎几把鞭 开局一张嘴 后面全靠鞭 哎 我就是瞎几把鞭 反正 你在这深山老林里 也不知道外面的事情 没想到 一时战场竟然选择你 成为了九州的国柱 倒是很幸运 不然的话 九州就要经历 一场腥风血雨了 老天师呵呵一笑 抬手一挥 挡在二狗子和小男孩 面前的大树 就变成了鸡粉 瞧你这点出息 多跟你偶像学学 就不能支棱起来 小男孩低着头 委屈巴巴的点了点头 是师父 老天师 这是你关门弟子吗 是啊 厉害不 感觉和你的水平差不多 什么 开玩笑吧 不信 你们试试 老天师眉眼一条 挤出一丝坏笑 小男孩摇了摇头 不敢上前 张霄将硬在原地 不知道该不该试试 这个小男孩的力量 不过 在他的感知里 这个小家伙有点强啊 体内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似乎是天生的麒麟像 麒麟像 麒麟乃万物之灵长 统一万兽 无论是能力 还是地位 都远在白虎之上 能和万兽沟通 更能拥有天空和陆地的掌控力 加持在人体后 会形成与天地相容的麒麟图 吸纳天地灵力 先天拥有王土灵体 能够沟通万物 自生玄妙的术法 威力强大 哼 就算是麒麟像又有个屁用 胆子小的跟个老鼠一样 能成什么气候 老天师吹的吹白胡子 恨铁不成钢地咬着牙说道 自打他捡到这个小家伙 就没日没夜地锻炼他的胆破 然而 却没有丝毫改变 依旧和之前一样 十分胆小怕事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才会出手 没事 等长大后 自然而然就有胆子了 张霄呵呵一笑 抬手轻轻揉了下小家伙的脑袋 高大伟岸的形象 一下子就击中了小家伙的内心深处 灵魂之上 深深刻画上了张霄的形象 永恒不忘 直到千年后 天地惊变 星空万族大战 蓝星岌岌可危 唯有张霄和他并肩而立 从万古长河中寻找希望 寻回了蓝星的强者 击退星空万族 我会努力的 小男孩点了点头 双手握着木篓的肩带 用力点了点头 仰着小脸 坚定地说道 走吧 老夫带你去个地方 老天师淡淡一笑 率先转身离去 半课中 一行人来到了天光风的地下深处 石枯阴冷 散发出一种莫名的森寒 和特殊的魔力 好似从九幽之下窜出来的 携带着某种神秘能量 能够影响人们的心神波动 体内先天一气的走势 此地当真是古怪 张霄眼神微冷 凝视四周 释放出先天一气 来抵挡这股阴寒之气 顺带着也将二狗子保护在内 很快 五道色彩斑斓的光芒 侵入进了张霄的双眸之中 瞳孔经缩 映照出了一座五色光彩的祭坛 远远没有 他在一世战场中见过的大 但却足够站得住七八个人 并且 一丝丝奇异能量 诡异的波动 从祭坛上散溢出来 隐约间 张霄有一种的飘飘然 灵魂出窍 心神沉溺在了汪洋大海之中 平静 安详 却又隐藏着狂暴 不知何时 就会猛的炸裂 轰然在天地间崩碎开来 速速醒来 静心神咒 老天师感应到张霄的异常后 急忙出手 食指点在张霄眉心处 一滴晶莹剔透的蓝色光叶 便是钻入了张霄脑海中 嗡 下一刻 张霄猛的清醒过来 好似经历了千中万劫一般 额头冒出痘力大的汗珠 滴答滴答的滴落在地 后背更是被冷汗打湿一片 小子 你第一次来 可别被这些诡异的能量给吸引住 更不要试着去吸收 炼化 不然的话 就算是我 也可能难保你的安慰 老天师脸色严肃 沉声说道 让张霄心神紧绷起来 看来 这五色祭坛 远比自己想的 要恐怖许多 这出道场 是我们正一道的祖殿 传言 十三位天人 从此地雾道飞升 与化灯仙 进入了浩瀚星空 璀璨仙界 而这五色祭坛 则是开启进入仙界的一把钥匙 但可惜 这钥匙的刃 我们并没有 根本不知道 如何开启通道 数千年过去了 无人能够解开这么谜题 老天师缓缓道来 手掌按在了五色祭坛上 光芒璀璨 符文炸裂 如地暴天星般 在空中绽放出绚烂的光芒 张霄眉头一皱 双目陡然一凝 看到了其中的一处符文 自己似乎在哪里见过 当下 急忙掏出图纸 飞快浏览 回忆 找到了对应的那一处符文和符号 这是什么 老天师好奇地问道 一世战场中 也有这么一处五色祭坛 祭坛旁边 盘坐着十三个人 看他们的穿着 并不是一个时期 更像是三个时期 间隔开了 张霄沉声说道 仔细研究图纸上的符文 符号 想要找出来 与之对应这些词句 到底是什么意思 根本看不动啊 这应该是古九州的文字吧 需要找一个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 张霄摇了摇头 刚要收回这张记 满了符文 符号的纸张 老天师一步迈出 将这张纸拿走 目光随意一扫 这些符文符号 十指点出 先天一气成光 凝聚成一只只蓝船大笔 将这些古老符号 全部印刻在了五色祭坛上 那些丢失的符文 符号 一点点绽放出璀璨的光辉 似乎将之前缺少的地方 都弥补 都填补了 煞时间 整个五色祭坛 绽放出盈盈光辉 璀璨耀眼 让人心神震荡 神秘力量 从五色祭坛中释放出来 张霄纵身一跃 跳到了祭坛上方 低头一看 眼瞳经缩 心脏更是不由自主地 跟着颤动了起来 动 动 动 这偌大的祭坛顶层上 一条神奇的星空古路图 逐渐点亮 各种奇异的生物 星空场景 星悬好动 都一一呈现出来 这让张霄感到十分奇怪 这是什么 他失声惊叫了出来 老天师继续将这些缺失的符文 符号都填满在了上面 整个祭坛请客间 灌输满了能量一样 山体摇晃 颤抖 一束光柱 通天而起 直射苍穹 天光风 此刻荡真成了天光所照之地 成了 老天师哈哈大笑起来 刹那间 银蛇舞动 雷龙思鸣 一幅幅虚幻的古画 从四周的石壁上 像是活了一般 在张霄等人面前演化起来 好似穿越时光长河 来到了数千年前 数万年前的时代 鲜明焚烧菊干 祈祷上仓庇护 百姓烹牛仔羊 祭祀飞生仙人 万族入侵蓝星 强者冲天起 一个个璀璨绚烂的大事 在岁月中显化出来 一道道天赋妖孽的身姿 从红尘中百炼成仙 横击星空来敌 树法如云 万千灿若 张霄缓缓闭上双眼 从这些虚影中 悟出了许多 一时间 哇 般若仓界蓝空光芒 在张霄身上 缓缓绽放出灿烂的光芒 映照在整个地下石窟 亮如白昼 老天师心神一阵 不敢置信地 看着进入悟道状态的张霄 缓缓睁开了那双眼睛 他可是从未见过悟道之人 能够绽放出 如此璀璨绚烂光辉的人 天才中的天才 不 万古无依 至少他是没见过 动 动 动 张霄脑海中掀起了狂风骇浪 暴雨滂沱 一滴滴水珠 惊涛拍案 卷起千堆雪 化作无形光幕 横竖在四周 将这些水滴都给遮住 都收拢起来 揉杂成一个巨大的金色光球 缓缓落在张霄身上 将其完全笼罩在内 万物之法 原天使地 成云无形 大字再为所知 符文在虚空中炸开 绽放出一朵朵璀璨的金莲 苦海翻涌 金光灿烂 熠熠生辉 九色神桥横跨高空 仙情提名 冉冉飞升 仙物缭绕 有仙境若隐若现 让人惊起 金光加持在张霄的身上 刷 天地顿时弥漫上了一抹金色 万物不复 一道道红中大缕的嗡鸣声 在天地间炸开 回荡悠悠 让人心神安宁下来 好似万千古佛在诵经 心之所向 当所向披靡 横推诸天 张霄心中生出一丝无敌的信念 这一缕信念 好似能让天崩地裂 万山轰灭 无人可挡 敢问上天 是否真的有仙 若真有仙 这些仙人又在何处 这个意识战场 就是这些仙人创造出来的 我需要变强 才能解开这些谜题 张霄双手放于膝盖上 身上笼罩的金色光照 散发出璀璨的金光 将整个苦海 无边无际的苍茫 都映照如白昼般 刺人双目 哄 苦海翻涌 天翻地覆 掀起如海啸般恐怖的金色海水 好似要倒灌一般 将整个天地都吞噬掉 这时候 张霄陡然睁开双目 眼中蹦射出一缕缕金光 金光在空中凝聚成了符文 符号 瞬间就形成了万千金书 将张霄包围在其中 金光锁链缠绕在他的身上 释放出某种强大的力量 十分可怕 一人独挡天地磨盘 不让天塌下来 这个小子 有点强啊 老天师睁着眼 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张霄 知道他此刻陷入了某种诡异的误道状态 甚至 他从张霄的体内 没有感受到任何七情六欲的需求 这说明 张霄已然不在红尘世俗之中 跳出五行 白日飞升 这若不是亲眼所见 真的不敢相信 大白天的 能飞升上天 进入某种空灵状态 老天师咽了口唾沫 他休了一百多年 方才进入这种超脱繁俗 凌驾于红尘之上的 太上忘情境界 张霄呢 才多大呀 才用了几天啊 这特娘的 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好吧 没有可比性 天赋妖孽 谁来了都得叫一声爹啊 老天师羡慕极度恨 他很强 天花板的存在 太上无情境 但在张霄面前 根本不够看 妈蛋 以后谁再敢说 老子是天下第一 老子跟他急 老天师吹了下胡子 气不打一处来 只感觉以前那些人吹捧自己 那就是再打自己的脸 张霄这不比自己厉害多了 碰 正想着 张霄身上的金光 骤然暗淡下来 吸收进了体内 石窟为之阴沉 再度陷入黑暗中 三朵虚幻的小花 凭空出现在张霄头顶 摇曳生辉 散发出零零光芒 让人心神微惊 这是什么 怎么感觉如此诡异 奇异 像是某种特殊存在之物 三花聚顶 这是道花 张霄这小家伙 真的白日非生了 老天师看到这一幕 嘴巴张得老大 惊恶地喊出来 他可是 只在古籍上 见到过这种三花聚顶的状态 传说中的道花 将自身的精气神融合 揉杂 凝聚在一起 变成了三朵道花 能够助人悟道修行 道花看 方能接出道果 长出参天大树 道树支撑了整个人的躯体 等同于是灵魂和肉体 每一根分支 都代表了此人的功法 竖法 战力等名具体 一旦道树破碎 那么 此人也会随之消亡 我想向上天借一线 敢问天外天 张霄缓缓开口 吐出一口浊气 双目之中 金光灿烂 身上仿若有无形之气在晃动 心法自然 天人合一 刷 一抬手 金光波澜 残光漫天 整个石窟 先鸣月耳 先晴提名 先月阵阵 仿若有无形仙物 显化在此地 助人悟到修炼 小男孩陷入了玄妙的状态 闭上了双眼 弹坐在了祭坛之上 老天师似有所悟 却并未闭眼 单手掐绝 凝聚成了一个莲花法印 莲花在空中旋转 刷 刷 刷 一圈圈金色莲光 形成一片片碎片 碎片中烙印着老天师的修为之力 落在地上 竟然形成了一个个金光液滴 好家伙 竟是能让我的金光咒大圆满 都有所突破 当真是天人之危 不知道这金光咒突破了最顶层后 会是什么样子 老天师哈哈大笑 心情非常好 大手一挥 刷 万里江山精华 一到六丈六尺高的金甲巨人 在山峰中凭空出现 手握方天画脊 头戴金盔 两根长长的触角 随风舞动 迎风晃荡 这是金光神咒战士 老天师刚刚悟到得来的术法 强的一批 这些符文的事业 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应该是传说我们登仙路的方法 张霄翻身月下五色祭坛 眉头紧皱 表情凝重 老天师捋着胡须 静待张霄答案 上面说 万载前 昆仑出现了一场惊天巨变 连接上仓的布州山 崩裂了 日月沉沦 大地崩灭 万灵淹没 但后来 不知是谁 施展大神通 将昆仑重新修建 并且在上面设立了道场 无人再踏入其中 传说中 百万神山的昆仑 就此消失在了人们的眼中 而蓝星通往其他星界的道路 那天星空古路降临 古九州的炼骑士争相进入 打破了星空古路的规则 不仅仅是一个人进入 而是数个 数十个 上百个 张霄绕着五色祭坛走了一圈 看到上面的符文和符号 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星空古路 就是意识战场 只不过 这星空古路 曾经遭到了莫名力量的袭击 导致很多地方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很多规则之力出现了损坏 曾经有三百多炼骑士 死在了星空古路 尸体不翼而飞 无人找到 那星空眼 是整个意识战场的核心地带 从那里 可以找到一条 离开意识战场 进入其他星界的道路 只是 那条路是单向 不是双向 只要我们进入了 就永远都别想回来 这条成仙路 是单向的 进入之后 就再也别想回来 数万年来 进入其中之人 想要再次回到九州 却发现 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能力 破开禁止 并且 蓝星似乎有某种禁止 让他们完全被隔绝在了星空之外 因此 他们便想通过这种方法 来跟蓝星上的人们进行联系 告知他们 此地的诡异之处 希望他们能找到破解之法 我等实力卑微 莫说找到星空眼 通往蓝星的道路 就算是找到离开蓝星的道路 也根本办不到 老天师摇了摇头 对这些仙辈们寄托的希望 感到很渺茫 很无奈 他们根本玩不成这种事 曾经那些炼器士 古武者 那般强大的仙明 都完成不了这些事 后来人 灵气稀疏 数法衰减 岂不是难于上青天 总归是有办法的 顺其自然 待某日 我强大了 自然会找到这些仙明 想要找得出路 现在嘛 我们需要将这五色祭坛上的符文给解开 以我的理解 这些符文上 刻画的应该是关于蓝星上的某些秘境 秘境之中 绝对隐藏着惊天大秘 张霄眉头微皱 眼神闪烁 目光中充斥着对蓝星存在的质疑和震撼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蓝星 竟然隐藏了这么多的秘密 经过异式战场的改造 蓝星现在应该扩大了许多 毕竟 我们九州的国土面积 就增加了数百万平方千米 老天师若有所思的呵呵一笑 想必 隐藏在蓝星中的秘密 会随之掩藏在更深处 张霄点了点头 旋即 看向五色祭坛后方的那个墙壁 石壁上 一幅幅流光一彩 闪烁着淡淡阴晕光芒的壁画 犹如一幅地图 勾画出了蓝星各地 真的是太神奇了 古人啊 竟然有通天之能 推演出来数万年后的蓝星地貌 你看看 几乎和现在的世界地图相差分毫 老天师捋着胡须 颇为感慨地说道 这些文字在一点点的亮起 是不是 出现一闪一闪的星星图案之地 就是隐藏着惊天大秘之地 张霄捉摸着下巴 心中思绪万千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 如若这些地方 真的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他是死是活 都要去一探究竟 非要去看看 到底隐藏着什么 咚 石窟颤抖了下 张霄脸色一凝 盯着石壁上的地图 已然彻底出现了全部的地貌 真的是一幅地图 八个古地 分散在世界各地 张霄眼眸一闪 将这八个古地 完全系在了脑海中 一下子就形成了各种连接 产生了某种奇怪的图案 这八个古地 似乎有某种联系 隐约间产生了共鸣 似乎是一只蝴蝶 这八个古地的连线 是一只蝴蝶 张霄睁开眼 眼中蹦射出金光 璀璨绚烂 让人心神不安 我觉得 我们应该走一趟 这八大古地 张霄看向老天师 沉生说道 好 那老夫是否也要 随你一起前去 老天师沉生问道 倒是不用了 若是你想去 那便随小子一起前去就是了 高层完全能够 给我们做好一切准备 张霄淡淡一笑 抹出了老天师心中的担忧 如果没有麻烦的话 我倒是挺像走一趟的 老天师哈哈大笑 对了 我不知道你对九州的艺人了解多少 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觉得 有必要提前告诉你点什么 老天师看向张霄 淡淡道 是 我的确不知道什么 烦请老天师跟我说一下 张霄拱手 态度诚恳 虽说他拥有无可匹敌的力量 但对于九州的古武界 修仙界 了解的实在是太少了 正好在老天师这恶补一下 以便日后行动 可以免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更不会招惹一些麻烦 我先来跟你说说 昆仑吧 老天师盘戏而坐 张霄 二狗子 小男孩 皆老老实实的坐在地上 洗耳恭听 一场未知的风暴 正在九州之中酝酿 一旦炸开 将会席卷整个世界 时间飞逝 一夜过去 张霄了解了整个九州的来龙去脉 彻底打破了 他对现在世界的认知 从前 他是一个普通人 但现在 他觉得自己 早已脱离了原本的那个普通世界 凌驾于世俗之上 跳出红尘之外 呼 没想到啊 这昆仑 竟然是整个九州的命脉 万龙疼于昆仑 当真是不虚此言 张霄 长叹了口气 整个九州的古史 竟然都是从昆仑这个发源地起来的 至于后世 说什么黄河 长江发源地 不过是抹去了昆仑的存在 这是昆仑先民有意为之 因为 祖地 不能被世人所知 不能被繁俗所玷污 昆仑三千仙 每一个 都有通天之能 天庭悬浮空中 举叫飞声 数万年来 唯有昆仑天庭做到过 至于去了哪里 谁都不知道 老天师从昆仑 说到三皇五帝 再到夏商周 时光长河 缓缓流淌 浮现出一缕缕九州龙脉之气 如三千小世界般 幻灭众生 走吧 去碧云岛看看 看看这里 到底埋葬着什么的秘密 老天师起身而立 宽大的袖袍 拍了下神下的灰尘 张霄随之而出 一行人来到了山外 早有人在此接应 直升飞机腾空而起 按照张霄的地图 以及空中卫星定位的指引 很快就找到了碧云岛 隐藏在大平洋之中 一处荒岛 海水拍暗 碧绿色的海水 浅浅墨腿 轻轻推动 荡漾起一朵朵小小的莲花 沙子是淡紫色的 甚是奇异 一株株古怪高耸的树木 参次凌厉在岛上 一声声授鸣 此起彼伏 颇有点原始森林的味道 粗略一看 还以为没有人在此居住 实则 岛内 茂盛的草丛中 一座座宫殿 坐落在了林中 一道道人影 隐秘在树叶 树洞之间 谁都看不到他们的真容 这时 一缕金光 从天降 金光闪闪 释放出了如大日般的浩瀚神光 蹭 一道金光 从天而降 形似一柄金剑 将天地劈开般可怕 轰然坠落 狠狠地砸在一座宫殿之上 只不过 如此恐怖的轰击 动静却十分清晰 让人感觉很不真实 仿若是在看一场华丽的表演 整个碧云岛都微微颤动了下 古树摇晃 鸟兽提名 这成片的宫殿 绽放出银硬金光 让人目不暇接 心情激荡 一颗颗古墓 绽放出翠绿的光芒 点点荧光 犹如灿星坠落凡尘 洗净千华 染上了一层挨挨绿霜 金光圣剑 一道低鹤声 不知从何处传来 陡然在空中炸开 顿时 天雷批动 电光迸射 似乎要将这片天地撕裂开板恐怖 此乃碧云岛圣地 何方人士不请自来 不振 九州树市 一道道低鹤声 瞬间从宫殿之中蹦射出来 向高空中坠落下来的金色圣剑冲去 碰 碰 碰 五色斑斓的光芒 煞时间 冲天起 化作一道光柱 笔直地冲向了苍穹之上 那柄巨大的金色圣剑 寸寸崩裂 抵挡不住这万千法阵的攻击 在空中溃散 下了一场光雨 刷 金色光雨将此地上空遮盖住了 所有人的视野都被挡住 看不清四周的景物 这是 霍兴又一次的暗杀 一道低雨声响起 瞬间 一圈无形的光波 从最上方那棵参天神树之上爆发 化作圈圈连衣 将这片金色光雨给击散 吞噬 淹没 不是他们 应该是九州来人 也不对 九州来人 不会如此无礼 粗鲁 那会是谁 宫殿中传出一道道猜疑声 是我 张之为 在这些猜测之音刚刚落下 一道苍老如龙 红中大铝的声音 浩浩荡荡 化作一张大手 将此地完全包裹在内 阵笼发聩 激荡新神 张之为 一下子 所有隐藏在林中 宫殿中 核心地带的人们 全都愣住了 这个名字 他们不陌生 身为碧云岛上的一员 尽管生活在这大平洋的深处 却有着独特的 与外界联系的方法 能够及时地接收外界的信息 这些上岛之人 每一个都是 不被外界所容纳之人 穷凶极乐之辈 可以这么说 他们 等同于是各国通缉的要犯 在进入碧云岛之前 他们就已经知道张之为是谁 老天师 龙虎山天师府的老天师 战力无解的老家伙 哪怕是经历过百年前那场动乱 还活下来的人 也不敢对他不敬 无论是地位 还是战力 都超绝繁俗之外 凌驾众生之上 您为何会来这里 刷 一道蓝光闪烁 空中 诡异地扭曲了下 一位身披白蓝月袍的男子 浑身上下 散发出盈盈光辉 迈出从虚无空间中走出来 来到了老天师的面前 老天师浑身笼罩着金光 金光璀璨 星光灿烂 眼眸中蹦射出两道金光 似乎要将面前这个人给劈开 一般可怕 我来此 所为何事 你不可知 让你们王出来见我 老天师霸气十足 缓缓落地 袖袍无风自动 一甩 黄暴的气流 便是将面前掀翻出一条沟壑 你是碧云岛岛主的十二金线卫吧 老天师淡淡开口 是 此人面色恭敬 点头哈腰地回道 在他登岛之前 就曾听说过九州老天师的名号 一人足以斩杀一个门派 百年之内 无人可敌 不出事 则天下风平浪静 一旦出事 便意味着这个天地 将会发生巨变 巨变 速速前去禀告岛主 老天师来了 金线卫 纳森 闭眼蓝发 站在老天师身后 对身边的护卫沉声说道 不用说了 我来了 人未至 生先来 老天师眉头微皱 缓缓睁开眯缝的双眸 看向了眼前的虚空 空间竖法 倒真是少见啊 不过 传承万载的碧云岛 想必还存有这种法门 也不算稀奇 他呵呵一笑 与着胡须 双目中的金光 赤胜耀眼 似乎是在参悟着空间竖法的奥妙 老天师 您应该不是一个人来的吧 您让随您一同前来的伙伴 现身便是 我碧云岛对谁都会出手 唯独不会对您的人出手 岛主现身 是一个女人 媚古天成 恶挪多姿 身披紫罗绸缎 云红薄纱 将那曼妙劲爆的身材 勾勒得淋漓尽致 肌肤雪白 兵姬玉骨 光洁的脚丫 点在虚空 一步一莲花 仿若天上的仙女 美艳绝伦 让人叹为观止 老天师毫无波澜 眯缝着双眸 似乎眼前这个绝世美人 并不是女人一般 和牲畜无异 真是厉害 没想到我都用出了魅数 老天师竟然都能不为所动 美艳女子眼嘴一笑 其余金仙卫都不敢抬眼去看 他们被选中 成为金仙卫后 誓死要效忠岛主 绝对不能生出任何背叛之心 更不能寄予岛主 不然 会遭到天前 出来吧 小家伙们 老天师呵呵一笑 刷 刷 刷 张霄带着小男孩 二狗子 从宫殿的角落里窜了出来 这一幕 着实让金仙卫吓了一跳 这特娘的 怎么回事 我们明明看守很是森严 他们是如何潜入这座主殿的 开什么玩笑 美艳女子盯着张霄 美眸中闪烁出了一丝丝异样光彩 她从未见过如此帅的少年 并且 她还从张霄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很强大压迫感 这股压迫感 甚至都不弱于老天师 难不成 她就是九州传闻的古弟子 张霄 有金仙卫认出了张霄 不错 正是在下 九州张霄 张霄微微点头 抱拳示意 哼 不知老天师带她前来 所为何事 美艳女子飞身一闪 坐在了高位上 张霄上前一步 导主 我想去碧云天洞看看 嗯 一道道目光 齐刷刷看向张霄 碧云天洞 一个外人 如何得知 难不成是老天师告诉她 这时 老天师走了出来 淡淡开口 没错 我们的确想去碧云天洞看看 我曾经在那里 看到过星空古落 和五色祭坛的符号 碧云岛最核心秘密 碧云天洞 传说 此洞之中 隐藏着一条通往域外的天路 曾经 连接树带碧云岛岛主 都曾率领碧云岛金仙卫 进入其中 结果 每次都损兵折将 最为严重一次 甚至都差点全军覆没 只出来两个人 从那之后 碧云天洞 就变成了禁地 任何人不得踏入其中 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 只有岛主和金仙卫知道 而随着岁月的流逝 这些秘密都成了传说 几乎没有人会相信 现如今 老天师来了 开口要进入碧云天洞 这让美艳岛主 十二金仙卫 甚是惊恶 您确定您的想法是真的 美艳岛主缓缓起身 似乎有些坐不住了 美眸微惊 看着老天师 是的 岛主 我们一行人想进入其中 看看其中 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如果你们 能让我等进去 说不定 我有办法给你们解开这秘密 到时候 无论得到如何的宝藏 奖励 或者是机缘 都有你们先来挑选 不知您意下如何 张霄拱手说道 目光清澈地看着美艳岛主 再见她第一面时 心中十分惊愕 从未见过如此美艳的女子 当然 惊愕的 不仅仅是她的美貌 还有她那让人心生敬畏的气场 仿若是一位来自天上神国的女王 高贵 冷艳 霸气 情不自禁 就新生出一种 膜拜重养的臣服感 小家伙 你今年多大 美艳女子好奇地问道 十九 张霄回道 不错 倒是很年轻 和我相差无解 美艳岛主缘嘴一笑 这一笑 刹那间 能让满山花谷绽放 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 其余金星味眼中 光芒闪烁 看着张霄的眼神 充斥着一丝的惊异和艳羡 竟然能得到岛主大人的垂青 这家伙 祖坟是冒了轻压 张霄尴尬地挠了下头 这个话 怎么听上去 有点别的意思 没法接啊 我叫 炼羽 你可以称呼我为宇大人 也可以直呼其名 美艳岛主淡淡一笑 薄沙下 隐藏着一张惊心动魄的真容 让人心神经不住荡漾起来 我比你大三岁 你应该管我叫姐姐 说着 狱卒轻点空中 绫罗绸缎轻轻飘荡起来 宛如飞天仙女 携带着淡淡幽香 落在了张霄面前 居高临下 俯瞰着张霄 随着身影下落 手指捏住了张霄的下巴 轻轻抬起 这一幕 定格在了永恒 十二金仙味 情不自禁地张大了嘴巴 老天师更是睁开了双眸 眼中闪过一丝看戏的光芒 仿若再说 可以啊 臭小子 刚一来 就把人家的美女导主 给骗到手了 张霄老脸微红 她还是第一次 被一个女人 这样捏住下巴 倒是有点羞涩 不会 她看上自己了吧 这可真是有点意思 女大三报经传 我的天啊 这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小男孩哈哈大笑 打破了死寂的气氛 但 很快 这死寂的气氛 就变成了尴尬 走吧 不要浪费时间 但在进入之前 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 炼雨落在地上 狱卒却依旧悬浮在空中 身高和张霄差不多高 不然一直那么高高在上 让张霄养着脖子 多难受 现在都开始心疼人了 泽泽 羡慕死多少单身狗啊 一路走来 张霄等人听完炼雨说完 关于碧云天洞的事情后 不由得对这未知之地 产生了几分好奇和警惕 实在是危险 定要多加小心 你们两个在外面 和金鲜卫一起待着 不准随意走动 我和老天师进入其中 张霄沉声说道 我和你们一起进去 炼雨淡淡道 岛主 此事事关重大 一定不能随意 不等这个金鲜卫说完 炼雨一摆手 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心里有数 在场者 只有我会空间竖法 哪怕是逃 我在的话 他们也能多几分几率 可是 岛主 您为什么要 一名金鲜卫开口 十分费解 他从未见过 岛主对一个人这么好 没有缘故的 就这么好 肯定是不对劲的 不要再说了 我意已决 你们在外面 护着他们 如若有危险 你们要带着他们迅速逃离 不要管我们 炼雨淡淡道 玄疾和张霄两人 头也不回地 进入了碧云天洞中 为什么 进入天洞中 一切声音都被隔绝了 张霄出声问道 很简单 因为我的父亲 曾经受到老天师的恩惠 炼雨神色平淡 诉说父辈的故事 张霄看向老天师 这家伙也没啥都没说 就领着我过来了 好家伙 原来还有这段孽缘 你父亲是张霄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忘了他叫什么了 我只知道 他是一个大一致人 炼雨眼中没有悲伤 只有平静 是 你父亲为了九州 做出很多贡献 这一点 九州是不会忘记的 并且 碧云岛能维持到今日这般平衡 九州做出了很多贡献 只希望 能借此机会 让他的后人能够安生 老天师淡淡道 做出了什么贡献 你们能不能说点 我能听懂的话 张霄一头雾水 这特娘的 合着我啥都不知道 再听你们两个逼逼叨叨 续就起来了 曾经 大英等国 创造出了超级战士 他们想要夺取我九州修炼界的秘法和秘宝 当时 正值天下大局变动 上头自顾不暇 更没有能力挡住这些超凡战士 能够站出来的 只有我们这些隐藏在暗处的家伙们 老天师缓缓睁开眼 目光中有金芒闪烁 将这漆黑的石洞给照亮 哗啦 顿时 一串串幽蓝色的灯火 成盘旋撞 自上而下 升到了高空 将整个天洞都映入白昼 张霄这才看到了碧云天洞的全貌 青黑色的石块堆砌成 石壁上 有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壁画 只不过 壁画虽然光鲜亮丽 却有着一道道刀剑的痕迹 弥散出了丝丝可怕的灵力 这让张霄眼瞳惊缩起来 每一道剑痕释放出来的气息 都不弱于自己 想必 这些就是曾经的导主所为 老天师咪凤卓眼 伸手触摸这些剑痕 手指上金光 似乎有破裂的迹象 曾经的古人 的确很强大 他暗暗叹息了声 可惜啊 都埋葬在了岁月之中 地面上 全都是森森白骨 张霄伸手触摸 悄无声息地化作了一团飞灰 撒 森森白骨化成飞灰 消散在了石洞中 张霄眼神一凝 呼得脸色惊变 手指上竟是染上了一层灰色 剧毒 可入侵骨髓 清洗速度之快 让张霄触目惊心 急忙心念一动 调转静心神咒 将毒气完全驱散出体外 斯拉 暗绿色的毒物 瞬间从手指头消失不见 化作虚无 老天师眼神微宁 盯着森森白骨 眼中闪过一丝异光 似乎察觉到了其中的不寻常 手指一点 一缕淡蓝荧光 化作一点点水滴 轻轻落在了白骨之上 八大神咒之一 玄运咒 云转太虚 浩劫之初 五方徘徊 仪仗之余 是为玄冥净化神咒 消除一切负面效果 和控制效果 并且 将这些负面效果 全部都凝聚出来 为自己所用 刷 一滴黑褐色的水珠 悬浮在了空中 空气 竟是逐渐变成了黑褐色 好可怕的毒性 竟是能将空气都给侵染了 这是什么毒 竟然如此之炼 老天师拦下了炼羽的 想要伸出去的手掌 眉头微皱 金光皱在指尖 形成一道细长的粒剪 小心翼翼地触碰到了 毒物凝聚成的水滴 这水滴形状奇特 诡异至极 瞬间便化作了一道弯钩形状 噗哧 金光皱形成的长针 将这毒物水滴戳破 随之 金光皱瞬间变黑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蔓延到了老天师的手指 速度很快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张霄眼神微惊 刚欲出手 老天师冷哼了声 心念一动 便是将金光皱焚烧了起来 这些毒气也随之焚烧成了虚无 有点意思 刚才这些毒气在接触我肉体的一瞬间 我似乎感应到了一丝奇特感和熟悉感 似乎在哪里见过 老天师捋着白须 看向了天洞里面 虽然灯火通明 将此地映入白昼 但 天洞深处却是漆黑一片 幽黑深长 看不清楚 镜头到底隐藏着什么惊天大秘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他们应该都是死于这种毒素之下 老天师手指一点 连接几句枯骨化作了飞灰 目光摇摇地望向了天洞深处 那里 一定隐藏着某种隐秘 接下来 我们要多加小心了 连曾经这些强者 都死在了这种毒素之下 现如今的我们 岂不是会更惨 张霄眉头紧皱 浑身紧绷了起来 心神凝重 古代强者 到底有多强 谁都不知道 至少 功力远在老天师之上 但就连他们都死于非命 被这些毒素给毒死了 可想而知 张霄三人存活下来的几率 到底有多大 现在回去还来得紧 练语想了下 陈生说道 回不去了 拉出的弓 永远没有回头剑 张霄摇了摇头 眼神坚决 心神坚定 绝对不回头 必须要继续向前进居 老天师点了点头 事关重大 我们既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就不要畏手畏脚 心中若有后顾之忧 便不能成大事 他袖袍一甩 金光皱从身上飞射出去 化作一刀利剑 洞穿虚空 射向了天洞深处 老天师这是在感应 天洞深处的奥秘 提前做好准备 不然的话 极有可能会被隐藏在深处的危险 打得措手不及 你们跟在我身后 若有危险 第一时间带他走 不要管我 老天师留下这么一句话 显然是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炼鱼点了点头 张霄沉声道 绝对不行 老天师 你必须活下去 很多秘密都要靠您 才能继续解开 放心 我绝对有办法 让我们都活下去 张霄淡淡道 语气十分自信 实在不行 就让系统将空间扩充 让他们三人躲进系统空间 然后 利用封后棋门 钳字 空一杀 转移到其他地方 至于能转移到什么地方 就看命了 至少还活着就行了 现在看来 还没有危险 我们已经了三千米 老天师计算出了脚步 张霄封后 棋门笼罩在前方 将一丝一毫的动静 全都尽收眼底 乱惊拓 更是时刻准备 将一切危险定住 炼鱼手中荧光闪烁 空间竖法捏住 时刻都做好横移出去的准备 好好看一下 这些石壁上的话 上面说了一些 外界没有的隐秘 老天师在阅读壁画 了解曾经发生过的秘密 没想到 星空古路 曾经出现过一些怪物 这些怪物 似乎要进攻蓝星 但是被蓝星上的强者阻拦了下来 怪物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星空古路 为什么会进攻蓝星 不知道前面的壁画 是否会有答案 张霄尘声说道 这几个壁画解释了 怪物们进入星空古路 留下了星空眼 留下了异世界的的通道 从而让这种隐患逐渐扩大 为蓝星的生存造成了威胁 呼的 张霄眼神一宁 盯着穹顶上的一幅壁画 惊呼出声 老天师 这里有十三古仙的图 老天师急忙停下脚步 抬头望向了穹顶 心神陡然一颤 那是用九州古字 小传写着几个大字 十三古仙冲天 旁边一行行字体 解释了何为十三古仙冲天 就是选取十三位古仙 每一位相隔百年 带着某种力量用一个坛子 将这种力量送入星空古路中 然后施展秘法 将这个坛子中的力量 打向星空古路的各处 那么 这些怪物们遗留下来的通道 就会被封印 只不过 十三古仙这个秘法 出现了一个不对劲的地方 经过推演 到这里 蚊子消失了 断了 像是被人故意抹掉了 经过推演之后 怎么了 张霄 老天师 炼羽 面面相去 眼中的惊恐 不断放大 似乎感受到了一股未知的恐惧 瞬间占据了心身 侵袭了整个身体 张霄口干舌燥 喉咙滚动了下 这 这 十三古仙出现了问题 但是 没有人知道 问题在哪里 甚至 这个问题严重到 足以威胁整个蓝星 十三古仙有问题 这个问题很严重 严重到 极有可能威胁蓝星的生死存亡 张霄眉头紧皱 死死盯着后面那一行 痕迹消失的地方 无形之中 好似有一只大手 故意将这一行字给抹去一般 并不想让人们发现 这十三古仙有问题 这个碧云岛 是不是我们古酒桌开辟的 全都是汉字 张霄眼神威宁 心神沉重 整个石窟全都是用小转转写的 散发出隐隐金光 犹如一片浩瀚的金色光海 儒家术法 横列在整个天洞中 一道道浩然正气 充斥在天洞中 老天师脉步而出 似乎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目光陡然迸射出了两道金光 轰然冲向了天洞深处 煞时间 石壁晃动 掉落下一块块巨石 砸在了地面 让石洞震站了起来 外面的金纤味面色惊变 急忙拿出碧云魂玉 仔细感应倒主炼羽的气息 并未有损伤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没事就好 旋即 着手布置阵法 提前准备接应张霄他们三人出来 小心点 这些金光闪烁的文字 更像是某种机关 我们现在没有更多时间去识别这些金光文字 只能靠运气 将这金光文字给抵消掉 不过 我能感应到这些金光文字的玄妙之处 似乎有某种联系 老天师袖袍一挥 身上金光皱如同幻影般 扭曲成了数十道金光利剑 化作数十道游龙 冲进了天洞深处 有某种诡异生物 小心了 洞 话音刚落 张霄眼神骤然一鸣 风后七门钟 出现了一洞 一道黑影 速度快得可怕 冲进了风后 奇门之中 老天师 张霄立鹤一声 老天师在他喊出来的同时 脚掌猛的一塌地面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身影已然消失在了原地 刷 一行幻影 老天师已然来到了那个黑影的后面 抬手 干枯的手掌 有老年般 枯瘦 却蕴藏着惊天动地的力量 这是张霄第一次见到老天师出掌 哪怕之前试探自己 也并没有真的出掌 而是手掌都隐藏在袖袍之中 这说明什么 说明此诡异生物的实力很强大 已然能够威胁他们的生命安全 咔嚓 如同玻璃碎裂的声音 张霄脚踏六弓 手指扒门 右脚之上 熊熊烈火轰然焚烧起来 化作一头暮龙 瞬间就冲向了那道黑影 金光 天地赋 老天师眼眸缓缓缓睁开 手掌之上 无数道金光绳索 瞬间喷发出来 犹如要将这片天地 都给束缚住一般 十分可怕 金光将整个石窟 都映照如白昼 张霄 烈羽的面孔都被金光笼罩 变成了惊人 哄 火龙狠狠地冲向那道黑影 一声巨响 再次从天洞中传出 两侧石墙轰然晃动 石块坠落 有着要崩塌 坠落的迹象 但金光骨子却是连成一片 将这两侧的石墙给固定住 黑影浮现出来 是一只人 没错 就是一只 不是一个 这是一只浑身长满了黑毛的人形生物 至少有三米高 两只巨大的手掌 垂落在膝盖前 闪射出寒光的锋利爪牙 让人心神惊颤 他没有脸 黑毛将脸遮盖住 偶尔露出来的面孔 是一道道疤痕 有趣成了诡异的变态形状 咕咚 张霄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特奶奶的 这是什么怪物 他心惊胆战 不敢相信 这个世界上 竟然还存在这种生物 你不用怕 有我在呢 烈羽飘落在张霄身边 仙仙玉手轻轻拍在张霄的肩膀上 这种东西 我见到过 据说 是来自天洞深处变异的诡异生物 它们的战斗力很强 可以用特殊的法门 来让它们给我们让路 你们闪开吧 我来 他说着 就要迈步而出 手中凭空浮现出一道 弹红光芒的法宝 这个法宝 奇形怪状 形似一条小鱼 鱼鳞零次致笔 闪发出了妖异的绿色光芒 散发出了盈盈光韵 阴晕光环 从小鱼身上浮现上来 瞬间就扩大了上百倍 将那个黑影完全套住了 动 一声闷响 在黑影身上炸开 黑毛崩面 层层销毁 露出了隐藏在黑毛下的人 长相可怕 透露出丝丝邪气 让人心神惊恐 牙齿外托 嘴角开裂 獠牙肩肠 咕咚 张霄看到这家伙的真身后 喉咙不由地滚动了下 老天使手指在空中飞快书写符文 一道道晶莹剔透的蓝光符文 出现在了空中 将整片空间都给覆盖住 瞬间便是 让这个诡异生物给束缚住了 这是什么 张霄凝视着这个怪物 颤声喊了出来 甚至 都忘记了要攻击 为何 我从他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链鱼手中的动作停了下来 掌中的一个绿色的小鱼 光芒逐渐暗淡下来 张霄眼神微微一凝 不知道链鱼在干什么 他身上的气息 由我们碧云岛主修炼的心法气息 他不是诡异生物 他是我们碧云岛的岛主 链鱼将手中的小鱼收了起来 连不轻移 走到了诡异生物的面前 鲜鲜御手 轻轻抚摸在了他的脸上 小心点 他太危险了 不等张霄说完 这个诡异生物 竟是流下了一滴眼泪 落在地上 绽放出了璀璨的晶莹 张霄刚要迈出的脚步 收了回来 没想到 这个家伙 怎么回事 竟然流下了一滴眼泪 为什么会这样 他难道心神清醒过来了 那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真是太奇怪了 老天师手中的金光皱 迟迟不消 心神时刻保持紧绷状态 想要在第一时间 一遍发生的时候 就要动手 我能感受到 你心中的悲伤和绝望 不要哭 我在感受你内心所想 猎鱼伸手 放在他的额头上 手指上 有一丝丝晶莹蓝光 钻入了他的脑海中 不 不要让我一个人留在这 我太孤单了 一道道生死历劫 沙哑的声音 回荡在空中 让三人脸色奇奇变色 这是此人的声音 竟然恢复了神智 是这绿鱼起到的作用 猎鱼凝声说道 手掌摊开 一条小小绿鱼浮现出来 再次落在了他的头顶 散发出了阴晕的光芒 没错 就是这个法器 唤醒了他的一丝神智 老天师点了点头 手指轻点虚空 一道道金光皱化作绳索 固定在了四周的墙壁 将此人给死死束缚住 绿鱼飘浮在空中 散发出阴晕的光芒 落在了他的身上 黑雾从他体内散移出来 在这绿色光芒的笼罩下 肉眼可见的焚烧成了虚无 但是 肉体却无法复原 依旧保持着 这般可怕诡异的模样 随着眼瞳中的黑色 一点点消失 逐渐浮上一抹 人类应有的智慧光芒 行了 老天师淡淡道 但是他说不了话 只能依靠你们避晕倒的手段 从他的脑海中 将其意识给提取出来 练语听后 先先御守再度探出 我都做了什么 我都做了什么 我是谁 我在哪里 这里还是碧云岛吗 曾经的我 一人独自进入此地 妄想得到飞升 结果 遭遇了不祥和诡异 浑浑噩噩 变成了一个黑暗中的怪物 无人能够将我从这片黑暗中解脱出来 我迷路了 找不到回家的路 一句句话 回荡在石洞中 仿若一幕幕画面 出现在众人眼前般 让人心神不宁 好惨 十分的悲惨 难不成 曾经那些进入此地的历代碧云岛主 都是死于你的手下 练语眼眸威宁 透露出一丝丝悲伤 这对碧云岛来说 无疑是一个最沉重的消息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处在一片黑暗中 会扼杀一切光芒 这句话说出来 三人心里都明白了 绝对是他动手 将历代碧云岛主等人留在此地 如若这次 我没有带着这条绿鱼 只怕 我们也会遭到毒手 练语松了口气 手掌一招 将这条绿鱼收了回来 这条绿鱼竟然如此神奇 能够化解诡异和不祥 张霄颇为惊愕 凑上前想要观看 但绿鱼却是陡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从练语手中静止地飞了出去 竟是和那人融为一体 这是怎么回事 我碧云岛的至宝 练语翘脸惊变 这可是传承了上万年的至宝 碧云岛的核心法器 其中 更是刻有先天先人道福 现在 你告诉我跟这个家伙融为一体 让我出去如何向碧云岛交代 这件法器 可以说是 蕴藏着整个碧云岛的大气鱼 要是没了 气鱼会不会受损 碧云岛会不会受到灭顶之灾 快快吐出来 不能因为你 曾经是碧云岛岛主 就能练语急忙催动秘法 想要将那条绿鱼给召唤回来 动 一声闷响 这身高三米 长相争鸣 怪异的诡异之躯 猛的炸开 化作虚无 绿鱼徐徐悬浮在了空中 其上 一道虚幻的人影 缓缓浮现出来 是一名中年男子 他静静地看着炼鱼 露出了一丝淡笑 放心 我不会让你难做 这条天原绿鱼鱼 是我的本命法器 当初 我一个人进入此地 早已推演了一番结局 为了防止意外 我便将本命法器 留在了外面 现在看来 真是命运无常啊 若是我能拿着本命法器进来 说不定 不会落得这般下场 他似乎是在感慨 似乎是在悲叹 长叹息已掩涕 这下 张霄愣住了 闹了半天 这条绿鱼 竟然是人家的本命法器 那岂不是说 他比进入此洞的历代 碧云岛岛主 都要更早 我是第一个发现此洞之人 自然是第一个进入 他似乎看透了张霄的想法 或者说 他本身就有着独心的能力 张霄喉咙滚了下 此人深不可测 完全不是他所能够妄议的 小家伙 虽然我只见过你一面 但我从你身上 感应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他捉摸着下巴 想了半天 依旧没想出来 只能点了点额头 放弃了 算了 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我就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总算是能了却 我与这世间的牵连 最后的一丝灵愿 就要消散了 张霄三人静静聆听 几分钟后 说完 他看向老天师 你根古齐家 应该是如今这片世界最强之人 可惜 若非天地大变 你还是有机会得到成仙 飞升天剑 当然 如果运气好的话 你找到启动五色祭坛的钥匙 未必不能飞升 他这般说完 便是从脚底开始逐渐消散 点点光力 飘落向了天洞深处 显然 他是想让自己最后的一丝光亮 给张霄三人映照出前方的路 碰 一团团光火 在前方的石洞中炸开 顿时 由黑驱散 露出了石洞镜头的容貌 那是一道道蒸容阴力的石刺 石刺不是静止不动 是活的 看上去就像是某种生物一样 十分诡异可怕 不仅如此 一只只蝙蝠 张开双翅 足有一辆卡车那么大 充斥在石洞之中 将整个穹柄都遮住了 锋利的爪牙 巨石在其面前都毫无抵挡能力 瞬间就会被洞穿 这么多的巨型蝙蝠 只能杀过去 老天师淡淡道 他们应该不只是体型巨大 你们注意看他爪牙 以及身上毛发的颜色 炼羽凝声道 可之前我们见过的毒素颜色一模一样 张霄沉声道 没错 也就是说 他们肯定还有别的能力 不然 不会有那么多人被他们给毒死 炼羽点了点头 我先来吧 张霄迈出一步 手中弓兵铲旋转了一圈 拎在手里 盗袍狂舞 呼啸声风 煞时间 整个地面颤动了 昆字 土河车 八门疯狂旋转 张霄脚踏修声伤度 手握九星中的天鹏 天云两位 将昆字 土河车的能力 扩展了数倍 并且 不仅仅是从地面上发动攻击 还有空中 全方位攻击 碰 碰 碰 一道道土刺 猛地从地底冲出 从两侧石壁射出 从空中蹦出 向中间刺去 四面八方的土刺 让这些蝙蝠 无法招架住 来不及逃离 就被穿了个通透 一些侥幸逃出来的蝙蝠 脸盆大的脑袋 竟是生出来了一片片鲜红色的肉盾 让其更加阴森恐怖 尤其是那张兽脸 十分凝利 森然 猙獰的可怕 撕裂 一声利叫 在洞中炸开 下一刻 这些巨型蝙蝠 陡然从空中冲向张霄 犹如两朵芭蕉扇般巨大的双翼 射出来一根根尖刺 万箭齐发 也不过如此 只是 这远比万箭齐发 更加可怕 因为 这些尖刺上 有着肉眼可见的黑褐色毒素 毒素散发在空中 本身就能麻痹你的身体和意识 那么 你躲避的动作就会变慢 当然 如果你不打算躲闪 而是硬抗的话 那这些毒素 就会顺着你释放出来的术法 气流 进入你的体内 糟糕了 这些毒素是他们释放出来的 张霄感应到这一点 急忙躲闪 封后 奇门飞快运转 来到了离位 离字 大天炎龙鹿 引火流光 在这种程度的攻击下 完全不够看 要来就必须来一个强大的术法攻击 大天炎龙鹿 是张霄最新创的术法 加上系统之前给他的封后 奇门属性感悟能力 那么 这个术法战斗力 十分可怕 虽然不如乱惊拓 空一杀这种能力 诡异的技能 但在对轰的战斗中 是很强大的 哄 一条巨大火龙 陡然冲出 将这些毒素 全部焚烧成了虚无 那些尖刺 更是被火龙席卷在内 搅碎 焚烧 变成了空气 远不止如此 不要掉以轻心 老天师对炼羽 张霄叮嘱道 这些蝙蝠不可能 这么轻易的被击退 他们肯定还有后招 我们现在直接杀过去 在这里多待一会 我们就危险一份 张霄给出建议 带头冲出 金光咒 六甲金光仙 老天师眼眸睁开 手指一点虚空 哄 一道四米高的金光天兵 凭空出现 将三人包裹在内 一路横冲直撞 在火龙和金光的护体下 这些巨型蝙蝠 毫无抵挡力 直接就被杀光了 没想到 他们也不是那么厉害 也有可能 是我和老天师的配合 太厉害了 张霄呵呵一笑 气氛轻松了几分 忽然 一股腥臭味飘出 张霄急忙捂住口鼻 有剧毒 快剧毒 这玩意 能够洞穿我们的内气 先天一气 根本无法抵挡这毒素 能够透过金光咒 抵挡火龙的焚烧 进入人体 让老天师眼神 都是微微一惊 脸色凝重了起来 不怕 这绿鱼能够让这些毒物 都被凝固在一起 护住我们 绿鱼淡淡一笑 手掌一招 绿鱼犹如活了一般 摆动着尾巴 释放出阴晕的绿光 将三人笼罩在内 瞬间 毒素全部被驱除 张霄感觉脑海清醒了许多 老天师松了口气 此地竟然如此诡异 会释放出这种可怕的毒物 我记得 古籍上曾记载了一种毒物 无形无色 能杀人于无形中 神农家的十字星号星号 就曾放出过这种毒物 但后来 被十八大门派联合起来 付出巨大代价 方才将其削减 此毒 名为天人怨 说是毒 并不是毒 更像是一种诅咒 老天师擦了下额头上的汗 天人 又名天上仙人 这种陨落的天人产生的咒怨 可想而知 会有多恐怖 凡人岂能抵挡 不愧是第一个发现此洞的碧云岛岛主 制造出来法器 竟是能够抵挡天人怨 张霄看了眼炼于手中的绿鱼 心中思绪万千 颇为震惊 如果这样来看 那岂不是说 生前的力量已然达到了天人境界 陆地神仙 老天师说了四个字 刚才那个家伙已经是天人了 只不过无法离开蓝星 不然的话 他定可长生不死 成就先为 到了他那种境界 都无法找到离开蓝星的路 我们又如何能够找到呢 说到这 老天师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越是在竖法一道走到尽头 越是知道 想要迈出那最后一步 当真是比登天都难 因为 这本来就是要登天而行 我可以 很快 意识战场就会再次进入 或许 我能在其中 探索到其他奥秘 对了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信息 说到这里 张霄一点额头 想到了意识战场的事情 我之所以能发现星空眼的存在 全都是因为大影花的阴阳师 老天师 猎语不由地看向了张霄 大影花的阴阳师 和他们有什么关联 我是顺着他们的轨迹 才找到了星空眼 那也就是说 他们对意识战场的熟悉程度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多 因为你会发现 他们的目的的很明确 进入意识战场 就是为了进入星空眼 寻找某种秘密 并且 现在大影花选手 还滞留在意识战场中 想必也进入了星空眼 直到此刻 张霄才想到了这件诡异的事 越发觉得 大影花的阴阳师 似乎很不同寻常 对哦 其他国家选中的都是普通人 唯独大影花 接二连三的选择了阴阳师 这绝对不是巧合 一个是巧合 两个是巧合 那第三个 第四个呢 他们定然是动用了 某种神秘未知的力量 或者说是我们不知道方法 让意识战场 选择了圣殿山 选择了阴阳师 炼羽身为碧云岛岛主 知道的 自然远不是张霄能够相比的 圣殿山是什么 张霄一脸猛逼 圣殿山啊 是大影花的阴阳师祖地 徐复你知道吧 那里就是他登陆点 也是他开创大影花 开创阴阳神宫的地方 圣殿山历经数千载风波 未有任何损伤 更没有任何断绝传承 那里 隐藏着很多你们九州 都不知道的秘密 炼羽带眉紧咒 淡淡道 这就很奇怪了 我说 他们大影花 怎么接二连三都出现阴阳师 老天师捋着白须 微眯着双眸 闪烁出了异议神光 似乎是在思索什么事情 一定是会颠覆整个蓝星 圣殿山独树一帜 矗立在大影花南方数千年 可以说 人类数千年来发生的大事小事 那里全都有所记录 这个地方 我们迟早是要走一趟的 老天师霸气无匹 一甩袖袍 淡淡地说道 没错 到时候 我和你们一起去 我也想看看 这个圣殿山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便与淡淡一笑 那笑容妖艳舞媚中 透散出一丝丝 不可触碰的霸气和自信 快要到了 不知道 能不能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老天师感应金光骤上传来的变化 宁生说道 三人屏息宁神 并没有畏手畏脚 历经了之前的风波 他们反倒是镇定了许多 似乎觉得这其中隐藏的危险 也不是那么可怕 死了 一丝轻响 忽然在张霄三人耳边擦破 嗯 张霄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眼瞳骤然经缩 一道黑影 骤然在眼瞳中放大 速度之快 根本来不及抬手抵挡 好在 大脑下意识地就反应了过来 卵金拓 脚步一踏地面 张霄立刻出声 一只巴掌大小 软黏恶心的物体 悬在了张霄的脸前 就差一点 就落了下来 这是什么 炼羽好奇地看了过来 刚欲用手指触碰 老天师手掌一招 金光骤便是将其笼罩在内 隔绝了炼羽的手指 不能碰 这是骨 老天师认出来了此物 骨 骨有这么大的吗 张霄疑惑地问道 这是食人骨 只要触碰 你就会成为它的寄生体 瞬间一变 根本来不及排除体外 并且 此物能够吞噬我们的先天仪器 根本无法 不等老天师说完 金光骤就被此物给吞噬了 就连这四米多高的金光巨人 也是在逐渐变稀薄 一道道黑影 密密麻麻 凭空浮现在了张霄三人的面前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看一眼 就可能昏死过去 这么多 炼羽翘脸惊变 大惊失色 快走 此地不宜久留 老天师说完 心念一动 毫不保留地将功力全部释放出来 蹭 蹭 蹭 澎湃浪 如汪洋大海般的先天一气 瞬间将整个山洞给笼罩在内 金光巨人身上焚烧起了灼灼烈焰 金红色的火焰 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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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这些石人骨席卷在内 焚烧成了肥灰 但奈何数量太多 并且 他们还能够吞噬先天一气 很是可怕 我来 钳字 空一杀 张霄回身望去 精神力全开 神念瞬间将这些石人骨都笼罩在内 风后奇门显形 释放出璀璨的蓝光 犹如浩瀚徒般 绚烂夺目 让炼羽 老天师眼神都不由的一宁 好家伙 这个张霄 隐藏得倒是够深 从未见过 这种强度的术法 风后奇门 倒是相当玄妙 好小子 能将风后奇门这种逆天的技能修炼成这样 你倒真实的天才 不知道 你有没有机会和传说中风后 仙人交手 看看真正的风后奇门 是如何的逆天 老天师感慨了一句 下一刻 整个石洞中 充斥着一股巨大 可怕的犀利 一道黑红色的漩涡 凭空出现在了空中 将这些石人骨 全部吸入其中 只是 令张霄没想到的是 这些石人骨 竟然将这黑红空间给啃食了 那些没有被吸入其中的石人骨 竟然趴在了这空间附近 将此空间的边缘给吃掉了 让这空一杀的洞口 越来越小 不是吧 这玩意这么恐怖吗 还有这种操作 张霄还从没见过这种凶兽 一时战场 他没杀过十万凶兽 只得也有个一万两万了 可都没有这个石人骨下人 既能真实无解啊 不用管他们 加大力度 将他们都吸入其中就行了 老天师说着 手指在空中飞快滑动 一张张晶莹剔透 散发出蓝银光芒的浮露 出现在面前 浮露飞速射向了空中 狂暴的攻击 让这些石人骨 根本来不及招架 数量再多 张霄三人的攻击 更加凶猛 短短几分钟 就将石人骨彻底消灭 呼 呼 空一杀消失 张霄还从未用过 这么长时间的空一杀 精神力 体力消耗极大 看来 你现在身体的容纳程度太少 血航不够 老天师看向张霄 抬手间 就是将自己的先天仪器 给张霄灌输进去 这种术法 实在是太过消耗精神力 体力 毕竟是大杀招嘛 张霄笑了笑 拍了下屁股 从地上爬起来 飞快向前突进 尺步 前方是悬崖 正当张霄 炼宇飞冲向前时 老天师眼疾手快 一把将两人都给抓住 硬是从高空中 将他们给拽了回来 悬崖 张霄和炼宇对视了一眼 旋即看向脚下的前方道路 看一眼 是鹿 不是悬崖 再看一眼 就是鹿啊 揉一揉眼 再看去 嗯 张霄和炼宇惊呆了 是万丈深渊 并不是鹿 这不是一般的悬崖 一旦掉下去 就别想上来了 下方 有东西 释放出了一股犀利 会让你施展出来的招数 全部失效 张霄感应了下 心有余悸地说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炼宇问道 前方是悬崖 那就意味着 此地并没有什么秘密 他很疑惑 既然如此 为何 历代岛主都要来一探究竟呢 不对 不可能只有悬崖 肯定是有什么秘密藏在这里 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路 老天师摇了摇头 看向了悬崖之下 漆黑如墨 好似身不见底的地狱 看一眼 灵魂都要被扯入其中 下面 张霄看到老天师的眼神变化 下意识地问道 嗯 我们要下去 老天师重重一点头 旋即 脚掌一踏 整个人便是坠落下去 下面是万丈深渊啊 张霄看到老天师的动作 当时就懵了 大声喊了出来 不用害怕 下来就行 老天师的声音 回荡在深渊之下 传入张霄两人的耳中 真是奇怪 炼宇摇了摇头 不明白老天师的意图 甭管这些那些了 信他就完事了 张霄迈出一步 身上没有释放出金光 宛如一个普通人一样 垂直坠落下深渊 真是疯了 要是出事了怎么办 炼宇撬脸凝重 想了下 还是跟着跳了下去 这个深渊 其实是幻境 我们无法打破 只能主动进入 老天师淡淡道 在坠落的过程 身体失重 哪怕是在幻境中 这种感受 也会随着身体的坠落产生 如果在落地的一瞬间 你产生了会摔死 摔痛的感觉 那么 这种感觉 就会成为真实的 十分真实 甚至会加持在自己身上 在幻境中摔死 那么就是真的摔死 活不过来了 收敛心神 一定不要被幻境所迷惑 本来我是不打算告诉你们 这是幻境 但我担心 那你们会害怕自己摔死 老天师沉声喝道 速度越来越快了 张霄眉头微皱 感受到耳边的风声 这幻境太逼真了 之前 他误以为这万丈深渊是平地 实则是第一层幻境 你以为是平地的时候 那么当你迈出那一步 整个人就会坠落下去 而你在坠落的时候 会下意识地以为 这就是万丈深渊 下场只有一个 死 当你看破了第一层幻境 那么 第二层幻境等着你 你以为这是万丈深渊 不敢下去 实则这就是平地 或者说 就是一个基米高的地方而已 跳下去根本不会有任何事 能布置这种幻境的术法 绝对是个高手 没想到 碧云岛上 竟然也有如此厉害之人 老天师十分佩服 说着说着 身上燃烧起了熊熊的金光咒 释放先天一切 我们到底了 准备战斗吧 他说完 动物 三人齐齐落地 地动山摇 一只只庞大的黑影 从天而降 出现在了老天师三人的面前 这是暗魔夜珠 张霄在意识战场中见过 但和意识战场中的 却又不太一样 我从未在外界见到过这种动物 炼羽沉生说道 想必这不是我们蓝星的生物 定然是来自外界 如此看来 此地一定蕴藏着通往外界的秘密 老天师看到眼前那密密麻麻的暗魔夜珠 缓缓睁开眼 干枯的双手 逐渐握紧 轻轻抽动 我们已经脱离了幻境 这些生物 可不是假的 想要过去 只能将它们都杀了 张霄迈步而出 风后 奇门显现出来 淡蓝色的光芒 在天地间闪烁 刷 刷 刷 一圈圈淡淡蓝光 释放出了阴晕的光运 将此地全部笼罩在了蓝色海洋之中 这一刻 仿若此地就被风后奇门融为一体 不可分割 杀过去吧 老天师此刻 终于火力全开 释放出了全部的力量 金光巨人再度出现 只不过 此刻的他 三头六臂 手持不同武器 挥舞出了一道道金色光波斩 将这些暗魔夜珠 犹如砍瓜切菜般 全部斩碎成了血沫 钳字 空一杀 张霄左手掐绝 法印凝聚 精神力犹如泉水般 喷涌而出 瞬间覆盖住了三千米 一时间 三分之二暗魔夜珠 全都被空一杀给笼罩了 恐怖的犀利 让他们无法抵挡 黑红色空间不断扩大 逐渐加速旋转起来 犹如漩涡般 将空间搅碎 碧落雨 黄泉沙 炼雨悬浮在空中 一指点出 煞时间 一股绿色光芒 猛地从他身上涌出 绿色夹着阴晕的黄色光芒 狠狠地冲向前方的暗魔夜珠 哄 如雷鸣般的狂暴轰响 在这片深渊中炸开 无数暗魔夜珠的尸体 爆炸开来 血肉横飞 但瞬间就被张霄施展出来的 引火流光给烧成了虚无 熊熊 熊熊 火焰生疼 焚烧天地 席卷一切 不好 这些家伙的血肉有毒 张霄沉声喝道 脑袋沉沉 只感觉天晕地旋 无色无味无形 防不胜防 潜移默化的 在麻痹我们的神经 老天师淡淡道 旋即 袖袍一挥 六库仙贼 吞噬一切生命有机体 这些毒气全部被吸纳分解 炼化成了精纯的先天一气 八奇迹 张霄也眉微调 果然啊 老天师掌握的术法 实在是太多 太强 连六库仙贼都会 谁能挡得住 不愧是慈阶第一人 自己看来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速战速决吧 我能感觉到 我们距离秘密之地 不远了 老天师望向前方漆黑如墨的深处 目光中 陡然蹦射出了两道金光 化作两个灯笼 在最深处炸开 哄 顿时 金光灿烂 硬亮了全貌 那是一道鬼门关 两旁恶鬼扑面 手持是神钉 面容争鸣 栩栩如生 中间那道 只容许一个人通过门 镶嵌在那里 就好似 是一个真的通往地狱的大门 我先进入 你们在后面 老天师沉声道 我来吧 封后其门 不等张霄说完 老天师将其推开 淡淡道 封后其门 我也会 不比你若多少 张霄无奈地耸了耸肩 你们看看这两侧的痕迹 有人曾来过这里 老天师蹲在地上 将灰尘 泥土清除 露出了石板台阶上的脚印 这个脚印 厚重沉稳 每一步 都让石板台阶出现了几道裂缝 足以可见其力量之强 还有 你们看石墙上 他做了记号 说着 老天师用手指 对着记号 一笔一画地笔划起来 他在推演 在观摩 想要洞穿时空 幻化成曾经站在这里的那个人 想看他面对的是什么 是如何想的 鬼欲啊 当老天师从梦中惊醒过来 心神陡然一颤 知道这扇门后面 隐藏着的是什么 鬼欲 什么意思 张霄和炼宇 一前一后地问道 心神微惊 那我们是进还是退 练语手指一点虚空 三道法器 便是出现在了他的周身 漂浮不定 散发出盈盈灵光 都走到这了 张霄呵呵一笑 说着 就要上前 一步迈出 手掌便是按在了这鬼门上 要是不进去看看 岂不是可惜了 走都走到这了 不进去看看 实在是太可惜了 张霄说着 手掌按在了这道鬼门之上 碰 漆黑色的鬼门 竟然发出一声闷响 白浪爆散 向四周席卷 将三人淹没在内 没毒 张霄出声道 还是小心点吧 老天师面色凝重 再看到这扇门的第一眼 他心里有一种 莫名的心有余悸 直觉告诉他 这扇门后面 一定潜藏着 某种很可怕的东西 轻易触碰 极有可能会对 他们产生无法逆转的影响 卡拉 卡拉 这时 门两边的鬼怪 张牙舞爪 竟是活了一样 让张霄三人不由的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情况 张霄急忙向后倒退一步 他见到面前的这两个鬼怪 变成了活物 手中是神钉 更是闪射出了妖艺的鲜艳红光 上面弥散出了一道 让人心神惊颤的气息 笋罗死意 黑红光蕴 从是神钉上绽放出来 释放出一丝丝无形的威压 南罗 天魔子 一道若有若无的回音 充斥在此地 有妖荡开 让人心神微惊 是无上天魔鹰 眼神陡然凝立 摒弃凝神之间 用道家无上心法 护住了心脉 过来 他立鹤一声 张霄 猎鱼两人刚陷入昏迷中 沉沦在这魔鹰万千 整个人都要虚幻了 扭曲 脱离了现实 但在老天师这一声低喝中 便是清醒了过来 刷 刷 一缕淡蓝色的光芒 笼罩在他们两人头顶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万众妙依 古云者过 随着老天师一字一句地念出来 金光璀璨 金光骤在空中凝聚成一片古字 化作纸张 将三人团团围住 将外面的无上天 魔鹰给抵挡住 好诡异的咒语 若不是老天师在 只怕我二人就要命丧于此了 张霄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 心中生出一丝惧怕 心有余悸 刚才那五个字响起的瞬间 张霄整个人就陷入了一种 莫名玄妙的状态 空明 无风 难啊 忐忑不定 焦躁无比 好似 脚底下出现了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 柴火旺盛 将锅里的水烧的沸腾 冒泡 疯狂地跳动 咕噜噜 咕噜噜 就像是要被扔进这滚烫的开水里一样 张霄感受到了可怕的压迫感 好似下一秒 就会被扔进开水里一样可怕 这咒语的威力 实在是吓人 好在 张霄抵挡住了这咒语的瞬间攻击 才得以让老天师将自己救出来 呼呼呼 炼雨香汗淋淋 悠香扑鼻 翘鼻上的水珠 滴答滴答地落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仙仙玉腿 落在外面 滴答下汗水 刚才那一瞬间 他的灵魂 像是要被扯入地狱之中 无数鬼怪冲着他呐喊 撕咬 挥舞着镰刀 是神钉 要将其四分五裂 五马分尸一般可怕 好恐怖的术法 竟然能瞬间就让人找到 炼雨还从未见过 这种厉害的咒语红音 只是说出一个字 就已经将你的精神摧毁 进而让你沉沦其中 十分恐怖 这曾经是某一鬼域之地 出现的阎罗魔音 曾经 无数修炼者以为 那是一块宝藏之地 便蜂拥而至 想要进入其中探险 结果 全都被此魔音这道 那一夜后 各大门派的钢顶之人 全部生死到消 但 唯独一人 从血海尸山中 活着出来了 老天使眼神威灵 用仅有三个人 能听见的声音 在低语 那就是天魔子 这三个字 谁都不知道是啥意思 天魔子 张霄压根 就没听说过这个人名 很牛逼吗 我想起来了 传言 他侍从大西天佛寺 修习佛法 更是说了一句 只比未知叛众生 死后冤屈 后人称之为阎罗王 天魔子 经注释 他曾在一处诡异之地 获得了让人未知听令的神秘法门 这种法门 杀人于无形之中 当然 也可以救人 十分邪门 难不成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魔子经 炼羽身上绽放出了点点绿光 让张霄和老天使体内阻塞的经脉 缓缓疏通了 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真正的天魔子经 谁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而我们这次听到的 想必不是原版 也相差无几了 若非我到家 开创了应对此术法的奥秘 只怕也根本无法抵挡 老天使沉声道 动 一声闷响 陡然在空中炸开 张霄心神一动 风后奇门显化 感应到了白雾之中的风吹草动 那扇门打开了 张霄眼神经缩 一字一句地说道 心神紧绷到了极点 差点就要冲出嗓子眼里 不知为何 在神念飘入那扇门的刹那 张霄有一种汗毛乍力的感觉 好似遇见了从未遇见的大恐怖 另一个事件 张霄额头冒出斗力大的汗珠 强忍着精神上的威压 神念钻入了门后一丝 窥探了一脚天地 万象森罗 鬼脸密布 八面炎罗 六臂罗刹 青铜骨门横竖在那片天地间 一道道锁链 似乎将某种东西死死锁定在了空中 是光果 不 那是一个人 张霄想要看清楚那人的面貌 撕裂 煞时间 一道鬼脸猛地在张霄面前放大 张开血盆大口 发出一声怪叫 猙獰的面孔 让张霄神念险些溃散 静心神咒 清光天地 森罗伏地 八荒 老天师一只手点在张霄额头上 将他的神念强行拉扯了回来 张霄这才缓缓睁开眼眸 大口地喘了几下粗气 好可怕的地方 刚才看似很长时间 实则 只有短短几秒钟 他竟然连三四秒都坚持不了 当真是有些废物了 也不对 应该说 是那扇鬼门后面 隐藏的东西太过神秘 太过可怕 那扇门后 应该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地方 方才我也是着想要进入 却被毫不留情地吞噬掉了 差点 我的神魂就被吸入其中 老天师淡淡地说道 现在看来 这碧云岛最大的秘密便是此地 一扇通往未知领域的鬼门 算是吧 张霄微微点头 不过 他下意识地握了握手掌 手臂之中 隐约间像是灌输了某种力量般 有些发胀 这是怎么了 来之前 可没有这种感觉 那是体内经脉 张霄并未找到丝毫一样 只是看到一丝丝散发出金色的光线 在血肉中穿梭 连接 构造成一张大网状 似乎想要将整条手臂都换化成金光状版 这着实让张霄吓了一跳 该不会中了某种诅咒吧 那他这条胳膊 可就废了呀 不过 他暂时没跟老天师 炼鱼两人说 等出去再说 原路返回吧 老天师淡淡一甩袖袍 脸色凝重 回去的路 就和下来的路一样艰险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毕竟 那个幻境还在 如何破得了 那个幻境 我有办法 放心就好 老天师似乎看透了他们内心所想 风轻云淡 不以为意 这般清幽的姿态 让张霄 炼鱼两人相识一笑 这样的话 那就不怕了 洞外 十二金仙卫等候多时 眼看天色渐晚 他们看了眼时间 一行人已经进去了十四个小时 在碧云岛 太阳落山的时间 远比之前要晚 因此 别看天色刚沾染了一点黑色 但是 此时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也不知道他们走到哪了 纳森紧皱眉头 神经紧绷 内心焦躁不安 不急 不急 这才进去十几个小时而已 一旁的悠然 淡淡到 十分淡定 没错 这种事不能慌 慌乱的话 可能会带来很不利的局面 姿态妩媚的梨花 轻笑了声 美眸一眨 散射出盈盈蓝光 至少 岛主的魂欲 现在精气神 十分充沛 生命力很旺盛 没有丝毫降低 身披蓝金长袍的妖娆女子 身材娇好 新朱拿出魂欲 面色平静 好好警惕 万一岛主给我们发信号 那我们一定要 不等他说完 哄 一道闷响 陡然从洞中炸开 地洞山摇 碎石崩落 地面裂开了一道道粗壮的裂缝 一簇簇火焰陡然从裂缝中喷射出来 让在场所有人惊颤不已 这是什么鬼 糟糕了 魂欲的能量 在急剧下降 新朱大声喊道 他美眸中流露出了一丝恐惧 心生惊慌 这该怎么办 云图 感应一下岛主的位置 快 纳森沉声喝道 用不蒙着双眼 额头上画着一道符号 符号形似火焰 血红如烙铁 散发出丝丝光雾 光雾绽放出橙红色光芒 诡异神秘 显示出森罗的光相 让人一瞬间 仿若置身于无边无际炼狱之中 无天 大无边神法 此人 名为云图 云图浩瀚 包罗万象 宇宙洪荒 近在星云神图的笼罩 哗啦 云图身上绽放出绚烂的光芒 所有人笼罩在内 橙红光芒 弯曲重叠 形似一片宇宙星团 一颗颗星星 璀璨绚烂 绽放出刺目的光辉 刷 瞬间就笼罩在了千米之外的地方 进入了石洞中 突破层层虚无 感受到最熟悉的那一丝气息 咔嚓 一幕幕光静 在他们面前闪现出来 炼羽 张霄 老天师等人 正在和一群怪物经历生死战 伤痕累累 血流成河 炼羽的气息 在逐渐下降 不过 张霄自始至终都挡在了他的面前 挡住了许多的攻击 岛主的封印尚未完全解开 功力根本没有达到最强状态的五分之一 若是将岛主体内的力量封印全部解开 何须惧怕这些虾兵蟹将 纳森冷哼了声 每一代碧云岛岛主体内 都蕴藏着强大的力量本源 这种本源需要用时间来化解 逐渐接受这种能量 不然的话 一下子接受了体内全部的力量 既有可能将经脉全部撑爆 那就会造成不可逆的创伤 很可怕 因此 碧云岛岛主拥有独特的解除封印密法 能够让这些的力量源源不断的攻击 从而使之变成越来越强大的人 嗯 岛主体内的力量源泉在逐渐变强 纳森感应到了一丝气息 旋即 云图身上的气息闪烁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阴淤 斑斓 让人心惊 我能通过气息 找到岛主 和他进行沟通 云图沉声说道 好 和岛主交流 如果出不来 我们就立刻施展出来落云阵法 将他们带出来 纳森沉声喝道 云图心面一动 迅速将这个消息传递给炼宇 炼宇翘脸微变 额头上出现斗力大的汗珠 旋即 舌尖一咬 点点烟红 便是窜了出来 悬浮在了空中 刷 刷 刷 一道道法阵 在空中绽放出金光 释放出了可怕的威能 煞时间 将整个石洞的黑暗都驱散开 洞 石洞隆隆作响 无数碎石掉落 崩裂 砸在地上 张霄抬手 将炼宇护在旗下 封后七门将 炼宇定在了天鹏心位 天官加持 金光护体 万法不清 这是空间法阵 给我五秒时间 炼宇沉声说道 眼前 成片成片的怪物 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这些怪物 他们来的时候 没有出来 但现在他们要出去了 却像是受到了命令一般 将他们吞没 为什么 张霄想不通 非常想不通 很奇怪 就好像 这些怪物 是嗅到了他们身上的气味一般 来捕捉他们 撑得住 老天师脸色凝重 身上的金光 无边无境 好似天海浩瀚无波 磅礴雄厚 张霄脚下风后 其门 更是疯狂转动了起来 哗啦 哗啦 哗 山崩地裂 一只只怪物 张牙舞爪 露出猙獰的獠牙和面孔 锋利的爪子 撕裂空气 携带着无皮的静气 想要将老天师和张霄 给撕成碎片 但却根本靠近不了他们的身前 就被斩杀成了灰烬 这时 空间法阵成形了 动 下一刻 一束金光从空间法阵中 陡然蹦射出 将张霄和老天师 两人笼罩在内 大影花国选手阵亡 自然死亡 不做任何惩罚 大影花守成成功 即将对大影花发布奖励 大英国守成成功 即将对大英国发布奖励 雪日落守成成功 即将对雪日落发布奖励 袋鼠国守成成功 即将对袋鼠国发布奖励 连接数个国家 都出现了奖励的声音 这让很多人都感到震惊 不过 有奖励也就有惩罚 爱迪拉斯国守成失败 即将灭国 蒂里泽尔国守成失败 即将灭国 凯迪拉瑞国守成失败 即将灭国 连接十几道守成失败的声音 回荡在了蓝星的上空 下一刻 这些被说出名字的国家 国土之上 刮起了狂暴的飓风 吓起了溶解一切的酸雨 出现了无法抵挡的凶兽 轰隆雷鸣 震天动地 狠狠地劈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 一切都变成飞灰 大地震将这些国家 分裂成了一块块 地缝之下 喷涌出来了滚烫炽热的溶江 灭国只在一瞬间 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的犹豫和迟疑 更不会给你们逃走的机会 很快 这些国家灭亡了 全球原本四百三十二个国家 现在只剩下两百二十个国家 在这第一轮意识战场的筛选中 灭亡了两百一十二个国家 哀嚎遍野 回荡在蓝星上空 好可怕 现在竟然只剩下了两百二十个国家 是啊 还好我们活下来了 看看那些灭亡国家的灾民 实在是太惨了 这个时候 要是有人能站出来 组织存活下来的国家 接纳这些难民 那绝对会赢得所有国家的人心 肯定不会有国家这么做 因为 在末日 善良 慈悲 都将会是压死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什么我感觉 九州会做出来这种事情呢 可能我对他们的印象 一直都是很善良吧 哼 那我们拭目以待就好了 国际论坛上 上百亿网民在议论纷纷 根据统计 死亡人数 已然达到了二十亿之举 实在是可怕 不得已 各大国组成了联盟 召开了最高级别会议论坛 旨在于 帮助人类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地 大英 袋鼠 枫叶 血日落 大饮花 战车 雄鸡 这些国家在网上发表了声明 扬言要给这上百亿的灾民 一个新的家园 帮他们渡过这次难关 毫无疑问 这些话一说出来 顿时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犹如海啸般 轰隆作响 将所有国家都淹没 我去 真的假的 这不太可能啊 这能是他们那些资本家做出来的事 无事不起早 我怎么感觉 他们在搞什么阴谋诡计呢 卧槽 卧槽 九州也发生了 蓝星上最善良的国家 发生了 没错 九州的确发生了 顿时 整个蓝星都震战了几分 数百亿人类的目光 齐刷刷的 全部转移到了九州这里 为什么 实在是九州太过强大 太过可怕 影响力 旷古绝境 无任何国家可以抵挡 就连大英国他们 都远远不如 而且 九州是最友好的一个国家 是最真诚的一个国家 之前 大英他们说出那番话 如果有人怀疑的话 那么 九州站出来 也支持了这个看法 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这就是影响力 这就是属于九州的信仰 一个大国 才会有的形象 九州 九州是我的神啊 太诈了 这段话 实在是太诈了 对啊 你们看看 九州说的什么 他说 他将会举过一切 将蓝星上的怪兽给消灭掉 将家园还给他们 太感动了 实在是太感动了 从此以后 九州就是我的偶像了 唯一的偶像 这件事 就如一颗原子弹 轰然在国际社会上炸开 卷起千堆血 掀起惊涛骆浪 很快 碧云岛就接受到了 国际上的消息 张霄他们已经出来了 正在将所有的一切 都记录在案 鬼门的存在 太过惊世骇俗 因此决定 必须保命 谁都不能告知外界 哪怕是九州高层 当然 张霄是打算 将所有的一切 都探查清楚后 再将这些事 告诉九州高层 如此来的话 成功了 那么就可以将功劳 转移给九州 如果失败了 那么一切都是 自己扛下来 一人做事 一人扛 张霄不会让这些事情 成为九州的累赘 他要自己来解决 你真的要这样打算 老天师沉声问道 没错 张霄重重点了下头 好样的 有勇气 有担当 老天师拍了下张霄肩膀 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他越看张霄越顺眼 颇有点感慨 好似在张霄身上 找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 这就是一模一样的自己 站在了自己的面前 张霄淡淡一笑 炼羽走了过来 看向张霄 红唇轻动 吐出清明 希望你一路顺利 若是有任何危险 你给我传音 我会让金仙为前去相助 他这么说着 美眸中的凝重 越发扩大 张霄点了点头 对他行了一礼 哼 这小子 老天师摇了摇头 人家炼羽 明明都表露心意了 你却退缩了 站在了原地 以礼相待 发呼于情指于礼 可能这是最好的结果 当然 张霄这样做 是有顾虑的 因为 他知道 他前方的路 是充满了危险 充满了崎岖 充满了荆棘 一步留神 就会被重伤 这可是一条不归路 踏上了 就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若是此刻和炼羽许定了心意 那万一自己出现了危险 炼羽岂不是还会很伤心 的确很伤心 根本不能忘记 张霄不想让炼羽这般伤心 所以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去招惹炼羽 这样 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会被淡忘 您很美 我希望 这份美丽能继续保持下去 炼羽大人 若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我张霄定会竭尽全力 赶过来 张霄屏息宁神 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 明明是最简单的话语 明明很平淡 没有任何的甜言蜜语 但不知为何 这句话 在所有人的耳中 却是充斥着一丝丝伤感 和炼炼不舍 眷炼无人问 只待君莫归 炼羽双眸微红 有晶莹在闪烁 但遮住面颊的脸庞 并没有让他人看出异样 接下来 你们要去的地方 我能给你们提供一些建议 炼羽说着 从一旁的侍女手里 拿出来了一个羊皮卷轴 这是什么 张霄眼神微惊 感受到这羊皮卷轴上面 飘散出来的古老气息 绝对不一般 绝对不寻常 就连老天师 都睁开了那一直微眯的双眸 明镜清澈的老眼中 绽放出一缕缕惊奇的光芒和奇异 此物 似乎有某种上古的气息 难不成 是数千年的古老物品 上面记载了什么 你们暂且退下 炼羽摆了下手 淡淡的 十二金仙未退下 整个空旷的大殿中 只剩下他们几个人 炼羽将羊皮卷轴 向空中一扔 刷 一圈淡淡的黄色云光 自卷轴上散发出来 隐隐剔透 十分发亮 这上面记载了 关于鬼门的一切故事 你们只能在这里关知 因为 上面施下了封印 唯独在此地 利用我的血脉 方才能够解开 并且 这上面的秘密 只有利刃碧云岛岛主 才能够知晓 你们看完后 想必会对下一个地方 有了几分想法 炼羽看向羊皮卷轴上的光影 这些光影浮现在空中 成三维立体状 立在半空 演化出了一幅幅图像 真是太过玄妙了 这羊皮卷轴 到底是何人所做 当真是有着偷天换日之能 太强了 老天师看到羊皮卷轴上的光影 知道这些光影 都是法相残留 是曾经的古人 利用自身的能力 将一些文字 影像 强行用某种竖法 给动凝住 保持这个形态 唯有大能力者 方才能够做到这一步 张霄眨了下眼 心中有着万千玄妙的胆悟 好似这一刻 他置身于上古时期 和封印着鬼门之人 一同领略蓝星上的奥秘 碧云岛的鬼门 仅仅只是九星连环中的一环 上古时期 蓝星分为九玉 面积广袤 无边无际 但后来 九玉出现了某种诡异 这个诡异 在短短万年之内 将八大玉 变成了死亡之地 变成了不祥之地 唯独最后一个地狱 挺住了诡异的入侵 但付出的代价 却是让所有高阶术法者 立即而死 成为九大鬼门的封印之力 这种封印之力 是不会被岁月所腐蚀 所侵蚀 所耗尽的 而鬼门之后 连接的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想要知道 就只能自己下去看 只有将九大鬼门 连接在一起 气息统一 那么 蓝星才能再次释放出 强大的防护罩 唯有在微弹关头 鬼门才会显现出来 上古八大玉 在沦陷为死亡之地后 便分崩离析 飘向了星空深处 没有人知道 他们去了哪里 唯独最后一大玉 成为了蓝星 蓝星历经 三千六百万劫难而不毁 自然是有它的原因 羊皮卷轴上的文字 羊羊洒洒 漂浮在了空中 让所有人都看到了 这可能是当今世界上 保存最好的 对蓝星历史的记载 没想到 蓝星上 竟然有九大鬼门 唯有让九大鬼门连接在一起 才能再次释放出防御装置 抵挡星空万族的入侵 这个议事战场 看似是一个奖励给所有国家机缘的地方 实际上 却是一处星空眼 连接星空万族的地方 议事战场是在磨损蓝星上的能量 消耗蓝星上的灵力 并且来镇压蓝星上的九大鬼门 从而 让星空万族的能量 可以入侵进入蓝星 同化环境 从而让他们顺利地进入蓝星 不受反噬 不受镇压 张霄看向了后面介绍星空战场 星空眼 星空古路 以及九大鬼门的作用后 心神阵战 这些家伙 不过 他们为什么这么想要灭掉我们蓝星 我们难道隐藏着什么惊天大灭 让他们感到可怕 恐怖 张霄十分疑惑 琢磨着下巴 看向了最后一章 这里记载了九大鬼门之地 并且 九大鬼门要想连接在一起 就必须按照顺序 依次进行探索 不然的话 将会让鬼门上的封印 产生错乱 从引发更可怕的动乱 碧云岛成为了第一站 那么下一站 就应该是南冰洋的堕天海眼 我总算知道 为什么我们回来的时候 会被这些怪兽攻击 原来他们 是在守护这些鬼门 而我们沾染了鬼门的气息 他们就会闻到 闻到的话 就会攻击我们 而想要让九大鬼门 依次连接在一起 也是这样的办法 我们现在身上 已经染上了碧云岛鬼门的气息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只有去南冰洋的堕天海眼 方才能够找到堕天鬼门 张霄眼神微眯 瞬间明白了什么 现在我们就启程吧 不过在去之前 我想看看 大影花的阴阳师 他们到底在装什么鬼神 张霄握了握手 对于大影花的阴阳师 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这些家伙 不知道用了某种什么术法 将这些阴阳师 都送上了义士战场 难不成 他们和义士战场 签订了某种协议 不太可能 但却不是不可能 因此 那所谓的圣殿山 是不是要走上一趟 你想去圣殿山 炼羽和老天师微微一惊 异口同声地说道 圣殿山 抵运无穷 相比碧云岛 有过之而无不及 贸然进入 哪怕被弄死 也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来 根本没有人能够 擅闯圣殿山 哪怕是老天师 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将圣殿山掀翻 谁知道 历经数千年的圣殿山 会不会有某种神秘法阵 可以是神斩仙 一旦走错 就别想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 该如何是好 张霄耸了耸肩 反问了一句 很多秘密 我们都需要去揭开 哪怕明知是死路 也要去 这个世界太安静了 我觉得是应该来点动静了 张霄张开双臂 呵呵一笑 眼中闪射出了一丝丝妖异的红光 是该来点动静了 安逸了这么久 可能很多人都忘了我们的存在 这不仅仅是张霄的想法 更是作者三少麻痣的想法 杀上九天 唯我独尊 无人可挡的锋芒 终究是要让全世界的人为之阵战 动 一道震天动地的闷响 陡然在天地间炸开 一时战场出现了变故 竟是在人们的目光中 一点点炸开 这是怎么了 各国纷纷抬头 看向了天空之上 顿时 所有人都惊呆了 只看到一头头虚幻的凶兽 不知道几千丈 几万丈长 咆哮怒吼 猙獰无比 恐怖的威压 横贯在天际 将整个蓝星上的人们 都笼罩在内 这是什么 为什么我感觉自己体内的力量在消失 被压制了 我们的血脉被压制了 他们好恐怖 是真实存在的吗 如果要来进攻我们蓝星 谁都活不了 国际论坛 一条条消息 如雪花般飞舞 出现在网上 各大网络媒体 将这些视频 图片 全都传到了社交平台 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旦激起千层浪 让这个本就不安宁的蓝星 更加躁动了起来 天地无几 乾坤剑法 张霄站在碧云岛上 默念法诀 神念如同一柄利剑般 直冲云霄 似乎想要探查 意识战场产生的虚影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 这时 一道道五色斑斓的光芒 忽然从西方蹦射出来 同样是神念 携带着某种可怕的诅咒之力 一撞 便是将张霄的神念 给撞飞了出去 破 一口鲜血喷出 张霄急忙运转封后旗门 将精神力拉进了封后 旗门的内景之中 隔绝反噬 谁 老天师怒喝一声 等天起 金光咒护住神魂 飞快上冲 保住那几道五色斑斓的神光 下一刻 磅礴浩瀚 如神海一般的金光咒 将那几道光芒给吞噬 淹没 束缚 好诡异的能力 有一丝阴阳的气息 这是阴阳咒印 难不成是阴阳诗 老天师眼眸一眠 刚欲将这几道光芒捏住 研究个透彻 却是猛的爆炸开来 哄 险些将老天师的护体金光 给崩裂开 张霄心神一动 迅速释放出内景空间门 将老天师户在其中 隔绝了外界的爆炸波动 果然是圣殿山 老天师咳嗽了声 压下体内翻涌的气血 五脏六腑发光 绽放出圣洁的光芒 这是在洗涤自身 清除反噬之力 让身体维持在原有的最强状态 要知道 百年来 老天师始终都能将状态 保持在最巅峰 并且还在不断地前进 可想而知 这有多可怕 现在 我们还要不要去圣殿山 张霄看向老天师 请求他的建议 为何不去 老天师冷哼了声 缓缓睁开双眸 语气森冷 他们本来就是我们传授过来的术法 如今 却对我们嚣张起来了 狂妄 我倒想看看 他们到底有多强 上圣殿山 这是必须的 张霄淡笑了声 难得老天师这般愤怒 这般热血 那正好 此去圣殿山 就将他们的秘密都给揭开 隐约间 张霄觉得 圣殿山的秘密 和蓝星上的鬼门 有着某种联系 如果他们掌控着鬼门的秘密 那对于张霄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还有两天 我就要进入异式战场 老天师 我们去一趟圣殿山 若找不到秘密 就等 我从异式战场回来再说 张霄沉声道 好 放心 圣殿山上的萧小之徒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我唯一担心的是 圣殿山上的阵法 这种抵运数千年不断的地方 可是都会拥有强大的法阵来庇护 这些阵法 根本不是人力可以抵挡的 老天师眉头微皱 声音非常凝重 无妨 我们进入 也不是奔着打架的目的 就是想平心静气的问一下他们 对异式战场的了解程度 张霄淡淡一笑 十分淡定 神态自然 似乎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这根本就不值得他们上心 一天后 一行人来到了圣殿山 但迎接他们的 却是二十八星宿 黑袍阴阳师 似乎早有预料盘 再次恭候张霄二人 这让张霄心生惊异 他们竟然能为不先知 开什么玩笑 店主在里面恭候各位 为首者 缓缓出声 看不清此人的脸 只能凭借声音来猜测 好 张霄拾劲而上 两位大人 切莫大声说话 店主喜静不喜动 黑袍阴阳师再度发声 好 张霄点了点头 进入大殿 玄幻诡异的图案 熟悉感迎面打来 这青铜纹落 形似金龙 鲸鱼 天蛇等各种古老传说中 才有的凶兽 九州古文字 老天师陈生说的 果然 和他猜测的一样 这个圣殿山 就是九州的一支脉 斑驳的道家术法 还有其他力量作为本源 这个阴阳师的内力 远不及九州的纯粹 老天师感应了下 这些黑袍阴阳师体内的先天仪器 非常博杂 似乎是融合许多术法 才凝聚成的这种综合法门 所谓阴阳师 实则就是个大杂烩 在正统的九州古法者面前 就是个垃圾 旁门左道 也难怪老天师瞧不上他们 你说你们 全部继承九州古法就算了 非要东拿一点 西拿一点 融合在一起 似不像这不是吗 九州贵客远道而来 没想到 第一句话 却是在评论我圣殿山的功法 当真是礼节到位啊 淡淡的轻笑声 从红莲后传出 不男不女 不阴不阳 张霄和老天师微微一愣 目光落在了红莲上 封后奇门显化 想要洞穿红莲后的秘密 却发现 红莲前十步之内 像是有什么抵挡住了 将他的封后奇门 都是给拦在了外面 少年 在这里 不要随便施展出你的能力 不然 被反噬成了死人 可怨不得我圣殿山 这般凌厉的话语 犹如一柄利剑 指向了张霄 顿时 封后奇门竟是成波浪状 向张霄轰然翻卷过来 大有将其淹没 吞噬成灰烬的意思 有点意思 张霄呵呵一笑 手指掐绝 身体向后扬倒 竟是诡异地悬浮在了空中 这般静止不动的手段 让在场所有人都心惊了 我的天 什么神乎奇迹的术法 众人心中惊异 不错 这个小把戏 倒是挺有意思 红莲后 传出一道轻笑声 微时空静止 这种术法 我们似乎从未见过 可惜 在殿主眼里不过耳 哼 九州的人 还是那么固步自封 真的以为我们阴阳师 是在他们传承下衍生的吗 这个少年就是张霄 连杀我们两位阴阳师的家伙 真想吸干他的血 为死去的阴阳师复仇 别冲动 你可知道他身边站的人是谁吗 老天师 他们自然是认识老天师 鼓舞第一人 无敌的存在 曾经大影花的阴阳师 剑术师 进入九州 本想去将龙虎山天师府给收入麾下 却发现 根本不行 天师府三大高手 清朝而出 一人足以抵挡百人 硬是让上百位攻杀天师府的圣殿山阴阳师 全军覆没 从此 天师府的传说 就在全世界超凡界流传 默感不尽 十分宠养 是不是小把戏 现在就说 是不是为时尚早啊 张霄呵呵一笑 手指掐绝 眼中闪过一缕蓝光 封后奇门 竟是瞬间分裂成了数十个 扩散向了四周空间 一时间 整个大殿陷入一种诡异的气氛 死寂无声 所有人都像是陷入了某种诡异的场域 一动不动 呈现死灰色 就如同死人一般 僵硬地站在原地 行尸走肉 幻境 内井 这是张霄特殊的法门 封后奇门 迷离幻跌 无声事件 这倒是有点意思 不过 还是不够看 红莲后传出一道清幽笑声 叮 空中响起一道清明 张霄眼神威宁 金光绽放 灼灼圣光 似乎要洞穿天际 想要斩破九天十地 圆光 太云天极图 哄 一道黑白两色的太极图 凭空出现在张霄面前 释放出无上的威能 无形虚空在炸开 隐约间 一条条秩序长练 闪烁着闪闪金光 附带着恐怖的时空碎片 在虚空中崩裂开 好似要开辟一个新的世界般 这已经脱离了现在这个世界所有的界限 范围内的事物 进阶腐朽 这似乎是从阴阳圆法上感悟出来的术法 红莲之中 再度传出声音 远比之前的要强许多 我想知道 你到底是谁 或者说 你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术法 显然 他很好奇 不知道张霄的真正实力 想要继续试探 但下一刻 张霄却是不给他这个机会 心念一动 封后其门 竟是柔合成了一个光球 光球之上 密布符文 符文呈现出蓝金色 好似天堂降下来的无形之力 碰 蓝金光球 竟是洞穿了大殿的阵法 猛的冲向了红莲之前 煞时间 天崩地裂 有一片片空间碎裂 暗黑光纹 在空中浮现出来 密密麻麻 勾勒出一个的金鱼图案 金鱼的双目 充斥着一圈圈圆形的光环 光环叠加 绽放出恐怖的金色光芒 让整个大殿 都陷入了白茫茫一片中 封后本源 老天使恩了声 踢表外浮现出金光 小形如火焰般灼灼圣灰 熊熊 熊熊 张霄手指一点虚空 咔嚓 顿时 这道蓝金光球 便是化作了紧箍胀状的光环 将那处红莲给罩住 完全凝固在了虚空中 如果不解开 那么此地便会被永恒放逐 因为 张霄通过钳字空一杀 找到了另一处的一空间 这处一空间 连同宇宙深处 冰冷黑暗 虚无之地 无人能够从其中走出来 就连张霄这个施法者都不行 只不过 施展此术法的代价是 一个月内 不能动用 不然的话 将会遭到可怕的反噬 收手吧 你的实力很强 我圣殿山认可了 红莲轻飘 传出一道凝重的声音 只不过 此刻的声音 没有之前不男不女的状态 而是清晰明了 干净利索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圣殿山认可了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 此次前来 我想要跟你们借一个秘密 张霄收回术法 额头上汗珠密布 施展出来此术法 十分消耗精神和体力 什么秘密 一位黑袍阴阳师 沉生道 这个秘密很简单 就是意识战场 张霄看向他们 老天师身上金光收连体内 但狂暴的气息 却是将此处大殿笼罩在内 威压森然 这让各个黑袍阴阳师 都有一种喘不上气的压迫感 几乎要窒息 还请老天师收了神通 红莲后 传出一声低贺 老天师呵呵一笑 手掌之上 有一道金色光球浮现 随着这道金色光球浮现出来 整个大殿的空气 都变得稀薄 刷 金光漫天 洒落在每个人的身上 好似一座座大山 压迫在他们的身上 又好似一根根绳索 将其束缚住 无法动弹 我不会动错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既然我们已经来到这了 走到了这一步 那我们最好就坦诚不公 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们 没有人会知道你们的秘密 因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是一体的 老天师陈生说道 好 你问吧 红莲后传出一道轻声 我想知道 你们是如何将阴阳师们 送入一世战场中 张霄目光灼灼 你们是不是和一世战场 有着某种联系 我想 你们应该掌握着某种联系 如果 你们能告诉我 我也可以将我知道的秘密 关于星空眼的秘密 告诉你们 星空眼 听到这三个字 顿时 在场所有黑袍阴阳师 都不淡定了 纷纷看向了红莲 似乎征求他的意见 好 我告诉你们 四千年前 祖师徐福子登陆此地 率领五百童男童女 开辟仙境 创立圣殿山 将古九州的道家心法 加之自身感悟 修炼出来了阴阳骤印 当然 那时候的阴阳骤印 还十分纯粹 并没有任何博杂的能量 只不过 随着后来圣殿山的扩张 看到了其他地方诡异玄妙的术法 能够御寿 能够御物 能够诅咒 从此 阴阳狮的力量就强大了无数倍 远比古九州的阴阳树 要厉害很多 这就是我们圣殿山 积攒数千年的底蕴 而在走到了阴阳树的尽头后 我们发现了 蓝星上隐藏着某种秘密 说到这 其余黑袍阴阳狮都危低下头 神态恭敬 不敢出声 这个惊天大秘 就是九大鬼门的存在 你们在来之前 应该是去过了碧云岛吧 不仅是去了碧云岛 还进入了碧云岛最下方的石洞中吧 想必最后也走到了鬼门那里 毕竟 你们的身上已经沾染了他的气息 听到此话 张霄和老天师眼神陡然一鸣 心中微惊 这个隐藏在红帘后的家伙 竟然能在这么远的距离外 就感受到他们身上沾染的鬼气 开什么玩笑 果然 他们果然和九大鬼门有联系 你们想过没有 为何蓝星上会出现九大鬼门 而不是十大鬼门 十八大鬼门 并且 鬼门之中的符文 符号 都是用古酒桌的文字来书写的 这其中联系 你们就没有多想过吗 这让张霄脑海中一闪灵光 想到了某种可能 九大鬼门 极有可能并不是九大鬼门 相对应的 应该是九大仙门 鬼并非鬼 仙 星 九星横空 为古法之根本 构建万千阵法 根基不动 万物不朽 看来 你是想出来了 没错 这所谓的九大鬼门 并非是真的鬼门 而是连接星空的特殊空间 拥有最可怕的镇压 封印的作用 甚至 我怀疑鬼门后面的那些森罗画面 都是一种幻觉 故意来催眠你们 我们根本无法通过鬼门 进入浩瀚的星空 进入异世界 所以 就只能想办法 通过这九大鬼门的某种联系 加之异式战场的辅助 离开蓝星 红莲清白 携带着丝丝低语 传入众人耳中 那你们能够将阴阳师 送入异式战场中 是依靠着鬼门的力量 张霄听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 不明说 只是让你自己想 祖师曾探查蓝星秘境 自创了一套镇法 本是为自己羽化飞升 结果 异式战场突然降临 星空眼的犀利 让徐父子整个人 在飞升的过程中 瞬间化作了飞灰 经过数千年的改造 以及对异式战场的共性研究 彻底将这套镇法完善了 现如今 我们可以将人送入星空眼中 同时 利用星空眼中的五色祭坛 与蓝星建立一个 强大通明的传送通道 不是难事 这般自信强大的话语 让张霄 老天师心神威精 这家伙所图甚大 竟然能这么直白的就说出来 真是惊奇啊 我们对蓝星九大鬼门的掌握程度 远非其他势力能够相提并论 这些资料 你们拿走便是 不过 我要提醒你们一句 知道的越多 身处的危险就会越多 这就是一个漩涡 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 将会对你们产生致命的危险 当然 若是你们战力强大 可以忽视我的话 店主淡淡倾笑 手掌一招 一卷散漫着金光的卷轴 落在了张霄的面前 神念一扫 便是看清楚了其中的大概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各位了 张霄淡淡一笑 收起卷轴 转身下山 这一趟圣殿山之行 所获泼风 不过 至于能不能在接下来的鬼门一行中活下来 就得看天命了 就这圣殿山店主所言 他们若是前往鬼门 那么接下来 极有可能出现大的变动 进而影响了整个蓝星的命运 圣殿山上的鬼云灯 连接了九大鬼门的气息 这些气流 能够一定程度上 映现出鬼门的形式 若是出现了错乱的地方 那么 就意味着鬼门将要出现变故 这些变故 或许会成为压倒蓝星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旦出现变故 那么有可能一世界的怪物 就会冲进来 这些怪物 极有可能携带着 来自星空深处的某种特殊能力 不是我们蓝星人类能够对付的 圣殿山店主对张霄两人叮嘱了一番后 便是将圣殿山的一个秘宝 交给了张霄 这个秘宝 能够抗住鬼门的侵蚀 换句话说 鬼门 就是仙门 就是星空大门 鬼气 并不是真的鬼气 而是来自星空中的能量 这些能量 对蓝星人类的身体 具有极其可怕的侵蚀作用 现在 我们怎么办 有什么想要去做的 依旧继续前往舵天海眼 老天师问道 张霄沉默不语 仔细思考 等我从异士战场中回来后 我们再做打算 现在 至少我们知道了 蓝星九大鬼门 和异士战场的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异士战场 就是一个来压制 蓝星能量的力气 磨损蓝星防护的物体 对蓝星上的各个国家来讲 并不是一场机缘 而是一种灾难 张霄铿腔出声 心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如果将异士战场给毁灭 那么会发生什么 是不是 蓝星上的九大鬼门 亦或是出现一变 冒出一个星空谷门 这一切 都需要重新进入异士战场 而此时 上面传来了消息 S级超凡战士 即将对张霄的父母 进行一场刺杀 九州超能方面 已经派出了相关领域的人 对张霄的父母进行保护 但 上面要求张霄 即刻返回 不得有误 张霄听后 顾不上什么狗屁的鬼门 飞快地和老天师回到了家里 一路上 张霄行走在街道 发现了几分不同寻常 普通人似乎都被驱逐了 这些乔装打扮的人 都是九州战士伪装的 其中有几个戴着口罩 还有几个和九州人 长得一模一样的 都是大英S级超凡战士 他们虽然伪装成了九州人 但张霄等人 却是能够一眼看破他们的伪装 太过低级 骗一骗普通人可以 但是 想要骗过鼓舞修炼者不行 因为 体内的气流走向 就是毫不相同的 杀 老天师瞥了眼这些人 眼中闪射出一丝冷光 杀气蔓延 他对这些养鬼子 可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见一个杀一个 曾经 他那个时代 葬在他们手下的养鬼子 可是成百上千万 绝非虚言 不能轻举妄动 张霄抬手拍在了老天师的肩膀上 还没到收网的时候 等待上面的命令 老天师一条眉毛 收回了手掌 但但道 这种事 上面也能介入吗 我们九州自古传承 炼气一脉 无人可敌 根本不去怕这些超凡战士 为何要等待时机再出手 应该是还有一些没来 张霄捉摸着下巴 不过 最晚 应该是明晚动手 因为 后天我就要走了 张霄抬眼看向了空中 那个隐约可见的巨大虚影 异式战场 悬浮在高空 轰隆作响 隐约间 似乎有某种古生物 古凶兽在嘶鸣 叫吼 越来越不安静了 也不知道那异式战场中 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张霄目光中有些担忧 这些时日 第上一天 天上一年 异式战场的时间流速 不知道会不会真如传说中那样 若是真的话 那其中发生的变故 岂不是将会影响整个蓝星 看来 这一次前去异式战场的旅途 并不会十分顺利 张霄叹了口气 心中忐忑不安 不过 当下 解决这些S级超凡战事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近代明晚吧 张霄淡淡道 回到家里 张父 张母已经被安置 进入了地下防空洞 紧急避险 这座楼房 已然成了空城计 诱敌深入 绝对不会放过一个S级超凡战事 上面打算创造出超能战事 用来对抗大鹰的超凡战事 希望老天师能出面 说服那些影视的鼓舞者 能够现实 传授那些鼓舞秘法 要知道 现在世界大变 我们不可能维持出曾经的那个社会 相关部门人员 对老天师进行劝说 对此 老天师不为所动 根本不搭理这些人 曾经的鼓舞遭受过打压 现如今 又要站出来 真当我们鼓舞 是受人摆布的木偶 开什么玩笑 我们守护的是九州 是这个国度 不是你们的权利 见到老天师不为所动 这些相关人员没办法 只能撤退 你不要听他们的话 等这些人走后 老天师对张肖悉心教导 你要记住 你守护的 永远都是九州这个鼓国 不是这个国家的权利 因此 你绝对不能沦为他们的工具 我不会为他们做事 我们鼓舞者 只会为九州做事 哪怕 只剩下我们鼓舞者 那也同样是九州 老天师这番话 说得铿锵有力 立场不可动摇 张肖受教了 他心中也是这么想的 因此 他一直都在 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九州 您放心便好 我不会让有心之人 利用我们的力量 趁机改变这个国家 张肖冷声喝道 不过 对于增强九州的力量 这是很有必要的 我想 将所有的鼓舞者都召集起来 进而对一世战场进行修饰 做好准备 这个想法 老天师表示赞同 魏雨绸缪 既然世界大变 那么就要提前站出来 抢夺机缘 不然的话 到时候别抢夺 不过其他人 尤其是圣殿山 这准备绝对十分充分 也是 是时候让那些道友站出来 迎接一下新世界的洗礼 老天师捋着白须 新朝澎湃 昆仑 南疆 天山 南天 他念叨了一遍 目光中充斥着对曾经岁月的回忆 这些地方 都是隐藏着九州鼓舞者 各大门派都拥有着世间最顶级的功法和术法 无人可敌 代表了九州最强的一带 很快 风云涌动 已然来到了收网的时候 傍晚 火烧云星红如雨 洒落在大地上 万事成空 好似一张血盆大嘴 想要吞噬这片天地 方圆万米之外 已然有一刀刀墨绿的人影 携带着重武器 热武器将此地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在内 插翅南非 任谁都不可能逃出这个包围圈 这一幕 是趁夜色行动的 根本不会引起大鹰等人的注意 而街道上的人 熙熙攘攘 但却死寂无声 短兵相接 来回走着 却有一种无形的杀器 在人群中弥散开 呈实质性的刀剑般 在空中穿插 要动手了吧 马上 就要见血月了 老天师抬头看了眼夜穷 今晚的月亮格外的圆 格外的大 但 很快 这个散发着蓝色荧光的月亮 就会被血红轻染 咔嚓 一道闪电 自天上披落下 哄 顿时 街道上 土石崩裂 黑烟弥散 大地震裂开树道裂缝 连带着四周房屋都震战了起来 居民们早已撤离此地 空城 空楼 可以说 随便打 完全没有问题 杀 一道立鹤声 回荡在苍穹 下一刻 一道道人影 此起彼伏 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 携带着雷霆万军之力 释放出了各种黄暴无匹的劲气 五颜六色的竖法攻击 轰然在这条街道上炸开 轰 轰 轰 恐怖的冲击波 将四周的房屋都给震撒了 这些九周超能战士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并不是大鹰那种超凡战士 因为 九周的超能战士 都是修习的鼓舞 术法 然后注射基因药剂 小幅度地改变机体 但大鹰的超凡战士 却是用基因药剂 来完全改变了机体 产生于大自然相交融的能量 笑 破风声 撕裂空气 刺穿了每个人的心脏 守在万米之内的超凡们 听到这声哄响 身体骤然紧绷起来 精神为之一阵 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绝对不能放过一只苍蝇 让这些海外的超凡 一个都别想逃 都别想逃 打起来了 警惕起来 一时间 风声鹤唳 所有超凡们的脸色 都凝重万分 心神紧绷 无比沉重地 看向了远方的战场 大英国超凡首领 马特达蒙 此人拥有控制雷电的能力 危险等级 达到了S级以上 几乎可以成为 人类有史以来 最强大的战士 那岂不是和千年前的 大英国超凡一样 九州超凡拿着这些 超凡战士的详细数据 分析起来十分惊异 没想到 时隔千年 大英国竟然还能创造出 如此强大的超凡战士 不管是谁 都必须死 今夜 势必要将大英的超凡战士 一举歼灭 敢进入我九州 那就做好必死的准备 老人弃吞山河日月 大手一挥 让在场所有人不寒而栗 此刻 却是动怒了 那 整个蓝星 都要迎接他的怒火 我们的超能战士 似乎并不是他们的对手 不过 一人沉声说道 不过什么 老人沉声问道 不过我们的数量 占据绝对的优势 用人强来压住他们 就能解决这场战斗 这人满目悲壮 眼角不自觉地流泪了 似乎回想起曾经的过往 以及争容岁月 用不着这么悲观 我们的最强王牌 还没有出现 张霄 老天师两人 还在暗中观察 另一人领淡淡道 神色淡然 镇定自若 他们为什么还不出手 我们这边已经死了 十几个超能战士了 另一人大声怒吓 看到我方的伤亡后 心中生怒 对张霄 老天师还未出手 感到十分的不爽 可能他们有自己的顾虑吧 或者说 他们是在等一个契机 能够将这些人 都灭杀的契机 老人淡淡道 他知道 张霄 老天师这时候不出手 是为了防止 另外一拨人偷家 同时 还防止有人逃走 逃离此地 因此 张霄 老天师 在先将四周搜查完后 便盯着战场上的一举一动 将超凡战士的脸 全都记下来了 也就是说 大英国就派了 这么些个超凡战士来 没有人会偷家 这些人死了 那么大英国的底蕴 就会彻底葬面 该我们动手了 张霄看向老天师 呵呵一笑 缓缓从黑暗中走出来 撒 寒风呼啸 老天师消失在了原地 再度出现时 已然来到了战斗中心 金光犹如一轮大日般耀眼 从天降 将悬浮在空中的几个超凡战士 瞬间就轰爆 成了血污 张霄摇了摇头 这老家伙 就算老了 骨子里还是那么的热血 有些七情六欲 是可以修炼成虚无 但有些星星 是与生俱来 不可摧毁 这就是意志 谁参战了 一道立合声 回荡在夜色之中 金光轰鸣 硬亮了此地 如白昼般 让所有人都胆战心惊 老天师 九州老天师 他怎么来了 法克 情报上说 九州根本不会派出这种等级的鼓舞者 这些超凡战士 如同老鼠般 再立叫 再叫吼 再金句 你们可以退下了 张霄脚踩封后 其门 身影在三千米之内 变幻方位 形成一道道 如同实质性的虚影一般 将所有的超凡战士 都围绕在内 就你们两个人 是不是不能 不等这人说完 张霄一摆手 顺字风 轻摇九天 将这些人卷飞了出去 接下来 这场战斗 已经不是他们能够参加的了 金光天 碧云神咒 老天师嘴里默念了声 下一刻 整个人身上浮现出一道金光 将其笼罩在内 完全附着 燃烧成了熊熊的金色火焰 金色火焰 逐渐变成了绿色火焰 火焰翻卷尖 让所有人都感受到 一丝丝身体 要被蒸发的恐惧感 这是什么招数 不知道 他们很惊恐 当然 惊恐的远不止于此 老天师再度出现时 已是来到了三人的中间 抬手 触碰到这三人 瞬间 这三人就像是融化了般 蒸发成了虚无 浑身上下 缠满了绿色的符纹 然后 瞬间燃烧 成了空气 十分吓人 张霄看到了后 都是忍不住咕咚了声 这S级战士 在老天师的面前 连半秒钟都挡不住 感觉都不用我出手 老天师一人 就能将这些家伙全都灭了 张霄左手掐绝 封后其门 前字亮起 闪烁出光芒 将整个空间 都要崩裂开一般 哼 前字 空一沙 一道黑红锯齿状空间 出现在黑夜下 几乎融为一体般 十分漆黑 一眼望不到镜头 似乎 这个空间连接的 就是宇宙的深处 那片冰冷死寂 黑暗的虚无之地 雷霆 天雷暴 一道力合 陡然在空中炸开 煞时间 漫天的雷光 犹如一片雷海般 压向了张霄和老天师 那黑红色锯齿状空间 扩张的速度 竟然骤然慢了下来 不仅如此 还有着撕裂开来的迹象 机遇崩溃 张霄眼神微惊 急忙脚踏前自 召回了空一沙的力量 防止自己被反噬 他没想到 人群中 竟然隐藏着这么一个 超级能力者 这战力 已经不弱于自己了 你且退后 我来杀他 老天师抬手 将张霄拦住 旋即 脚掌一塌地面 哼 顿时 方圆百米内的大地 凹陷下去 犹如一个碗底 数十个超凡能力者 竟是也随之身陷下去 陷入了老天师的场域之中 无形且恐怖的威压 将他们完全笼罩在内 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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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震裂了数十道裂缝 从四面八方蔓延开 沿途的高楼大厦 全部倒塌 崩裂 地动山摇 这一幕 犹如世界末日 在夜色下 显得格外狂野爆炸 轰隆 巨大的动静 充斥在了方圆万米之内 整个城市 在今夜 无法入眠 无数人都纷纷看向郊外那处 被封禁起来的地方 一些原住民 十分好奇 他们虽然被上面分配了更好的房子 更好的地段 而且都是免费的 但 是个人就想知道 如此大费周章 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于未知的兴奋和激动 是人类的本能 金光源天剑 老天师右手倾台 掌心之下 有一串串金光成光珠 悬浮在空中 相互碰撞 爆炸出一道道火花 电光四射 火焰缭绕 雷霆万军 张霄站在远处 静静地看着 他在感悟老天师使用出的招式 从这里面 他可以悟出来 这些招式的进阶版本 如何能够更加完善 更加强大 四海沙 一声低含 动 漫天金光 犹如海啸般 向四周扩散 淹没 吞噬 每一个金色光点 都足足有数千斤重 压在他们身上 就像是一块块巨石 让他们抬不起头 抬不起腰 大天使圣光 净化 眼看 这些S级超凡战士 就要被老天师 一人碾压成了灰烬 他们的底牌 终于藏不住了 必须亮出来 要知道 这个底牌 可是他们的一个大杀器 不到万不得已 是绝对不能动用 张霄眼瞳惊缩 没想到 这些家伙 还藏着这一手 有点意思 老天师 应该能够应付过去吧 张霄心神一宁 眼瞳中的金光 陡然地放大 下一刻 整个人便是沐浴 在了无尽的金色光辉之中 老天师将所有的金光 都爆发出来 硬是将他们联手 施展出来的大天使圣光 给压了下去 牛逼 太牛逼了 这当真是一人 横压一个时代 无人可敌啊 太强了 今晚 我们要死在这了 动用最后的秘宝 没错 必须要活着出去 隐约间 传来着几道怒吼声 他们想利用空间类的法宝 逃离此地 以免被老天师彻底杀死 经过精英药剂改造的人 哪怕是一个细胞 也有可能重生 因此 无论如何 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只要活着离开就行 张霄眼神一宁 想要离开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今夜 他们的任务就是 必须将大英国的 所有S级超凡战士 都留在这里 前字 空一杀 这一次 张霄利用系统中的 额外属性力量 加持在了丰厚 奇门之上 这股力量 就会被无限地放大 并且不需要耗费 本源精神和体力 同时 这次黑红锯齿状空间 不再是悬浮于空中 而是变成了 空间将四周都拥罩在内 简单来讲 就是切割 将这方圆千米之内的空间 完全切割开 封死了所有的出路 谁想走 就会被吸入那 无尽的虚无空间之中 这 有人想要趁着 金色漫天之际 逃离此地 结果 一不留神 就被吸入了虚无空间中 连惨叫声 都没来得及发出来 就蒸发了 张霄宪如今 已经能够做到 完全自主掌控 这前字空一杀的 施展和停止 以及选择对象 无敌 堪称无敌 砰砰砰 一道道闷响 在天地间炸开 血无暴散 鲜血四箭 血流成河 森冷的月光 将地面映照的发亮 十分刺眼 今夜 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注定是一个血流成河之夜 战士们脸色不变 不动如山 根本就不被这些轰响所动摇 大英国 秘密基地 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检测到 如此恐怖的能量波动 糟糕了 九州方面 将我们的卫星摇杆探测器 都给屏蔽了 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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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安装在超凡战士身上的感应器 已经损坏了十二个 那就是说 已经死了十二个人了 本来 战斗能量波动很弱 但 中间 忽然相同频率和波长的能量波动 退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 两道极其强大的能量波动 张霄 一定是张霄 还有一个 肯定是另一个鼓舞者 听到鼓舞者三个字 在场之人 脸都下绿了 这可是曾经让整个大英国都害怕 恐惧的战士 就算是飞机 坦克 导弹 都无法将其杀死 比张霄都要更加可怕 那怎么办 难不成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所有的超凡战士 全军覆没 死了就死了 死了 就只能证明他们太垃圾了 没错 我们肯定能延创出来更强大的超凡战士 若是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 创造出来超级战士的话 何须惧怕一个小小的九州鼓舞者 行了 不管他们了 自生自灭吧 今夜这一战 倒是检验出了九州修炼界的底蕴 还是很强的呀 他们在叹息 在低语 在无奈地摇头 要知道 一向高高在上 自傲自大的大英 是根本不会心生无奈和绝望 可这一次 他们真的不敢心存幻想了 必须要落实到实处 要真的创造出最强大的战士 还不能联系千年前的那些超凡战士吗 有人低声问道 不能 有人回道 那完了 我们没希望了 有人沉生道 还是有希望的 就看能不能将原有的机体 配方 进行一次大清洗 显然 现在的实验材料 已经不被允许 需要一次大的改革 想要对抗九州 唯有让超凡战士的基因药剂 得到非常大的改变 我认为 需要启动最高级别的隐秘了 这句话一说出来 整个会议厅都沉默了 到了和星空外族联系的时候了 一道沉重的声音 从黑暗中发出来 谁都想不到 星空外族 竟然会和这大英国 有着联系 这一战 大英国的超凡力量 全军覆灭 当然 这还不足以让世界各国为之震动 因为 九州的鼓舞者 出现了 这绝对是比天都要大的事情 曾经 给他们留下了可怕创伤的九州鼓舞者 在这一刻 重新让他们感受到了莫名的恐惧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张霄和老天师拍了下袖子上的灰尘 跟没事人似的 回到了家里 都解决了 高层通过远程遥控画面 看到战斗场景后 心生惊骇 都解决了 现场指挥官回到 那就让他们都撤吧 早知道 就不大费周章了 高层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张霄和老天师两个人就行了 还用得着派出这么多战士 不过也好 趁此机会 吓吓他们 别再对我九州新春幻想 老人呵呵一笑 目光中充斥着不屑和轻蔑 如今的九州 早已站在了蓝星的最巅峰 任谁都得仰望 还妄想和曾经那般欺辱我们 笑话 张父 张母见到张霄平安归来 开怀大笑 和老天师所聊甚欢 二狗子在院子里 和小男孩撒欢地玩耍 时间一会儿过 悬浮在蓝星上空的意识战场 发出轰隆的声响 绽放出一道道璀璨绚烂的金光 天地陷入了喧哗之中 各国纷纷做出了相应的准备 什么情况 不知道 义士战场要再度开启了吗 真是见鬼 我们的选手可能都还没有准备好 不知道各大国家的手段 都有没有施展出来 据说 大英国研制出来了超级强大的基因药剂 这下 他们选手的实力不得提升了数倍 请各国选手做好准备 一个小时后将进入义士战场 虽然 张霄平知道 义士战场不是蓝星各国的机缘 而是一场灾难 但趁此时机 还是尽可能地给九州获取多一些的资源 这样 九州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拥有抵挡入侵的力量 哪怕是无法抵挡 也可以逃离蓝星 组建太空基地 在太空中生活 我要走了 你们要抓紧时间研究 功课 提升这些技术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张霄对老人等一杆高层的陈生叮嘱到 他们微微点头 放在了心上 技术功课是重中之重 另外 警惕大英国 他们肯定不会死心 说不定 哪一天 就会派人来争抢我们的技术 张霄说完 一束光笼罩在他的身上 就消失在了原地 异式战场 我又来了 动 张霄双脚踏在地上 并没有想象中的风沙飞扬 此地 是一片废墟 灌木横生 草丛茂盛 杂乱不堪 张霄环顾四周 并没有感应到任何生命迹象 应该是另一处异式战场了 不是沙漠 空气中水分很多 水气很湿润 有可能是雨林 或者是树林 很快 他就从封后棋门中 查探到了方圆千米之内的地形 这片废墟 足足有数千米之宽广 在封后棋门中 废墟的格局 蜿蜒纵横 交错杂乱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宫 很乱 很大 很绕 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被困在其中 这么一大片废墟 看上去 像是一座宫殿崩塌了 什么样的宫殿 能有如此庞大的面积 能有如此惊人的高度 张霄很疑惑 很纳闷 一边走 一边探寻此地 二狗子仰天长啸 在前方 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怎么了 张霄飞身过去 担心二狗子出危险 碰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 别触发机关 不然的话 极有可能葬身于此 动 动 动 随着靠近二狗子 张霄耳朵微动 听到了下方传来的一声声闷响 像是心脏在跳动的声音 地底之下 竟然藏有一颗心脏 巨人的心脏 这不太可能吧 张霄心神微精 进入此地之后 这心脏的跳动声更加剧烈 甚至 自己走在地面 都出现了可怕的振战感 这是什么 地下深处 难不成藏着什么 张霄心念一动 风后其门 便是进入了地下深处 一个血红通道 映入脑海 青铜制成的通道 映刻着奇怪诡异的纹络 像是某种神兽的图案 隐约间 墙壁上 似乎有血红长冲钻出来 在空中浮动 摆动 张牙舞爪 露出一颗颗争獰阴力的獠牙 似乎想要吞噬张霄的神念 碰 神念炸开 张霄驱散开这些牛鬼蛇神 飞速洞穿这个通道 来到了最深处 越靠近 越感受到下方传出的轰响 十分可怕 这种强烈的压迫感 让张霄心惊 不是吧 第一次进来 就要遇到大恐怖 他心中惊呼 但仍旧咬着牙继续俯冲向下 动 动 动 如九天之上 雷弓险行 万古奇雷 如千军万马 奔腾在地 轰隆列地 张霄身体不停地颤抖 这下面的阵战感更加剧烈了 张神在干什么 不知道啊 站着不动是什么意思 一世战场的画面 和以前不一样的眼 话说回来了 这片废墟看上去挺大的呀 看起来 像是某些强者交手 将此地给打爆开来 直播间的观众们 眼睛一眨不眨 生怕错过什么精彩的画面 真可怕 这些废墟 充斥着远古的气息 一丝丝的满荒感 从中散发出来 让整个天地 都有了一种无法言明的道遇 此地不同寻常 祖师留下来的龙虎玉佩 出现了一遍 老天师从袖中掏出来龙虎玉佩 只见其上 一丝丝血红从玉佩中显现出来 凭空出现 让人心生惊愕 勾勒出了一个龙虎斗争的图案 竟然图形全部显行了 一人惊愕地喊了出来 这可是大事 龙虎山天师府的玉佩 来是天师掌控之物 加持了掀气后 能够推演吉凶 预测福祸 连接时空 预知未来 上离大火前天挂 老天师从这玉佩上的走势 以及图形的形成过程来看 看出了代表的挂象含义 此挂 对张霄有着极大的帮助 甚至 还能在最危急的关头 保住张霄的一条命 这下有意思了 张霄若是知道的话 肯定会放开手脚 大干一场 但可惜 他听不到 只能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行 免得被前方未知的东西 给吞噬了神念 反噬重伤 随着深入 青铜通道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层清澈的水帘 水帘炸开 露出下方隐藏的东西 那是一颗黑色的圆弧物体 物体表面 还有血红的粘液 极有规律的阵战 让这些粘液和水柔砸在一起 形成一种十分粘稠 犹如胶水一样 将张霄的神念粘在了一起 完全阻挡在了外面 而沉闷的轰响 正是从其中传出 进不去了吗 张霄微微汗手 只能向后退去 这说明 自己的神念 并不能突破此屏障 此地很诡异 需要多加小心 这么提醒自己 才能让自己警惕起来 继续深入 此地标记下 日后再来 张霄眼神微动 封后奇门 便是将此地的形貌气候记录下来 这对于寻找任何一处地方来说 都是最好的标记点 废墟很大 很空旷 寒风呼啸 不觉间 竟是散发出了刺骨的寒意 很奇怪 明明这天气 也不是很冷 张霄握了握手 总算明白过来 原来这寒意 是阴森的死寂 这个废墟 绝对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 说不定 底下就镇压着 某种恐怖的生物 二狗子 能找到离开的路吗 张霄看向他 低声问道 啊我 二狗子肯定地回了句 这钥匙都找不到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很快 二狗子就背着张霄 离开了这片废墟 一出来 抬眼 就看到了一片树林 热带雨林 古墓通天 弥散出一丝丝腐朽的雨水气味 有点清新 也有点难闻 张霄目光如炬 洞穿了这片树林 似乎想要看透这片树林内部 究竟藏着怎样的古生物 但树林外部 却是有一层气流 将张霄的目光完全抵挡在外 奇怪 非常奇怪 这摆明了我得进去 不然的话 我就别想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张霄无奈地叹了口气 请各位选手三日内 及时抵达各自城门 兽巢将会在三日后开启 前往各自城门的地图 已经通过某种形式 传送到了选手们所面对的挑战之中 刷 一道金光 落在了前方的树林中 迷雾飘渺 看不清前方的路 但却必须进去 因为地图就在前方的树林中 好家伙 那就走一趟这小树林吧 看看有什么 张霄呵呵一笑 道齐二狗子 晃悠悠地进入了雨林之中 鸟兽虫鸣 充斥在张霄的耳中 谁都不知道 前方隐藏着什么危险 谁都不知道 进入之后 到底能不能活着出来 一颗颗古墓 呈现出诡异的纹落 有着某种奇异的力量 似乎能够吸入人类的灵魂 深陷进漩涡之中 百米之外 有一股兽在匍匐前行 这家伙 似乎有点厉害 张霄心念一动 脑海中出现了 这头凶兽的样子 青眼 闭环 高吊嘴 两根肩长的獠牙 四肢粗壮 身上火红的兽毛 如披风般 一抖一抖 隐约间 有一丝丝火焰 缭绕在他的周身 动 动 动 张霄已经听到了 远处传来的梦想 地面在阵战 一个根根古树 疯狂摇晃着的树干 枝叶落下 飘洒在各处 好浓郁的火焰 这个凶兽 似乎和之前异式战场 遇到的凶兽不一样 张霄心中产生一丝惊疑 似乎 此次异式战场中的凶兽 与之前沙漠中的凶兽 完全不同 这个凶兽拥有奇异能力 产生炽热的火焰 想必是能够释放出 强大的法术攻击 与之前那些只知道 冲撞的凶兽 有着的截然不同攻击方式 并且 攻击强度更厉害 这对于张霄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连凶兽都能发出 强大的术法攻击 人类呢 如果不是超凡者 那只怕 分分钟就会被秒杀 太惨了 好在 张霄心中暗自庆幸 自己并不惧怕这术法攻击 完全有能力 抵挡这些家伙 稀疏 稀疏 张霄神念一扫 远处草丛中的动静 便是呈现在了脑海中 一只足足有七八米长 三四米高的大蝎子 通体蓝紫色 诡异的花纹 看一眼 就知道 绝对是有毒的 那高掉在空中的蝎尾 长长的针尖 就像是一柄又长又粗的利剑 似乎能够洞穿一切般可怕 不仅体型如此强悍 它周身环绕着紫红火焰 烘烤着四周大地 沿途的草丛 灌木 古树 都被这一层火焰给烘烤翻卷了起来 张霄眼神威宁 这玩意 绝对是超过A级的存在 实在是可怕 还能够释放火焰 说不定 它还有其他什么技能呢 张霄眼神威宁 浑身上下 紧绷了起来 目光一动不动 死死盯着前方丛林中 好家伙 这家伙的压迫感 倒是很强啊 无形的火焰威压 从他的身上 缓缓释放出来 笼罩在那方圆千米之内 张霄释放出先天一气 将这股威压抵挡住后 脚下有了动作 气团凝聚在脚掌之下 猛地爆炸开来 顿时 张霄犹如一道箭矢般 蹦射出去 此了 空气被撕裂开 沿途的树叶 树枝 树干 尽数被张霄 给撞碎成了鸡粉 碰 震耳欲聋的闷响声 在天地间炸开 隐藏在丛林中 想要狩猎的蝎子 听见这声轰响后 惊吓了一跳 但 凶兽终归是凶兽 立刻镇定住了 死死地盯着张霄 很可怕 让人忍不住心神异己 有一种无法与之对抗的冲动 可是作为世界第一打野 张霄根本不拒 抬手 弓兵铲就出现在了掌心之中 刷 转了一圈 弓兵铲高速旋转 将四周空气都切割成了虚无 草木都被绞碎 变成了一颗颗充斥着可怕威力的子弹板 射向了这个蝎子的身上 九州选手张霄遇到A级凶兽 蓝魔杀B鞋 蓝魔杀B鞋 生长在雨林之中 常年处于炎热环境 将自身的力量和环境气候相结合 形成一种特殊的火焰 蓝魔针焰 此火焰拥有极强大的威能 十分可怕 焚烧天地 煮沸四海 千米之内 生机无存 并且能够焚烧气体 无论任何种类的气体 都不能在这种火焰的焚烧之下幸存 移动速度极快 看似庞大的兽区 实则拥有一秒百米的速度 超越风速 音速 战力强大 比钢铁都要坚硬的外壳 义士战场上空 响彻起来 这个凶兽的介绍 顿时 各国选手纷纷大吃一惊 这就遇上了A级凶兽 不能够啊 绝对不能够啊 一上来就是A级凶兽 谁敢上 没人敢啊 这不是厕所里打灯了 找死吗 不会吧 张霄越来越猛了吗 一上来 就要和A级凶兽拼杀 你忘了之前的新闻了 张霄和老天师 灭了大英国一百多个S级超凡战士 那有可能是老天师杀的 和张霄屁关系都没有 话虽如此 但我感觉 张霄不会是那种止步不前 只是 不等此人说完 远处就传来一声哄响 张霄已然开始 和这投篮磨杀辟邪交上手了 漫天的杀意 在空中飞扬 道袍犹如蒸蒸钢铁 凌空舞动 将整个空间都切割开来 沿途所有草木 尽数变成积粪 碰 碰 碰 狂暴的气流 在虚空中爆炸 张霄手中弓兵铲 横切 竖拉 直劈 疯狂地砍在 蓝魔杀辟邪的后背上 刚硬如铁的兽区 连一道白痕都没有落下 张霄眼神锋利 利用封后奇门 在寻找他的弱点 想要及时地 将这头凶兽给干死 冲击波疯狂冲起 向四周爆散开 顿时 如莲花般的先天仪气 向四周蹦射飞出 蹭蹭蹭 先天仪气凝聚成的莲花 狠狠地射进 这只蓝魔杀辟邪的兽区之中 煞时间 万剑穿星般 将这只蓝魔杀辟邪穿透 恐怖的气流 将其内脏洞穿 击碎 几乎算是隔空打牛 根本不跟你那坚硬的外壳轰撞 只会让你内脏破碎 撕裂 撕裂 两根如巨石般的巨骚 疯狂地在空中挥舞 似有所感应体内的狂暴 乱流在轰碎 他心红的兽眸 点燃了体内的残血 想要以命搏命 杀了张霄 哪怕杀不死他 也要让其掉几根骨头 张霄呵呵一笑 风后奇门显现 离子方位 火神变通 万物匍匐 验天 流剑 呼吃 瞬间 一条火龙 陡然从张霄脚底下冲出 狠狠地轰向这头蓝魔杀辟邪 他疯狂了 硬生生地冲上去 根本不拒 却发现 这条火龙 根本不是实质性的攻击 而是虚幻的 是能量攻击 蓝魔杀辟邪扑了个空 摔在了一旁 同时 这条火龙陡然一转 轰然砸在了他的身上 刹那间 烟花绚烂 火焰爆散 能量波向四周翻卷 如海浪般 险些将二狗子卷入其中 好在张霄及时护住了他 力量强了许多 现在打一只A级凶兽 都毫不费力 张霄看向烟尘中的 那只蓝魔杀臂鞋 呵呵一笑 不懈地勾了下嘴角 旋即 一步踏出 万丈踏天浪 如水波般的浩瀚蓝光 陡然将远处的烟尘冲散 将奄奄一息的 蓝魔杀臂鞋 切割成了两半 彻底死亡 九州张霄成功击杀A级凶兽 蓝魔杀臂鞋 奖励九州国十万平方千米国土 一百只蓝魔杀臂鞋的尸体 一亿吨云金 一亿吨仙皇绿金 奖励张霄十点精神力 十点体力 十点战力 十公斤物资 S级宝箱 这个奖励 响彻在议事战场中 让各国选手为之一惊 这才几分钟 距离刚才议事战场的警报声 才过去不到五分钟吧 张霄竟然就斩杀了一只A级凶兽 开什么玩笑 卧槽 这特么是人吗 疯了吧 之前他斩杀一只A级凶兽 可是耗费了很多时间好吧 是啊 现在张霄才用了五分钟 就杀了一只A级凶兽 太不可思议了 肯定是回到九州后 又增强了实力 太可怕了 比他之前更加可怕了 我们和这样的对手为敌 是不是会死得很惨 希望 接下来 我们不会碰到张霄吧 但是 很多人心中都坠坠不安 因为 他们距离刚才那一道道爆炸声 和闷想传来的地方 相隔很近 说不定 拐脚就遇到了爱呢 那就搞笑了 再看到张霄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这头A级凶兽 拦摸杀B鞋给干掉了 九州未知震动 直播间内 火爆声 喧嚣冲天 潇洒老师重现惊天一跪 在地上 双膝扑通一声 就对张霄开始膜拜 这一拜 是代表他个人吗 当然不是 要知道 潇洒老师 可是九州的门面 可是九州国字级别的主持人 这意义非凡啊 代表了整个九州 对张霄无比崇高的敬意和敬仰 堪称艺人 扛着整个九州前行的典范 没想到 张霄回来一趟 不仅实力没有跌落 反而更进一步 更强了 局座呵呵大笑 不停地拍手 对刚才那一幕叫好 冰冰捧着小脸日常惊叹 几乎将自己毕生所学到的词汇 全部都用来形容张霄了 冰冰 等会 你先等会 你那些形容词 得留着以后形容张神 你现在就形容完了 以后怎么办 再说了 你也得给我们一个 吹捧张神的机会啊 小洒老师急忙拍了下冰冰的肩膀 让他停下来 坐在一旁的三位鼓舞老头 张三丰捋着胡须的手 僵硬在了原地 差点就将胡子里拔了下来 我的老天爷啊 张神这功力 比之前强的 可不是一心半点 他回来之后 该不会自己偷偷练功了吧 这让在场的所有嘉宾 心神威精 非常高兴 毕竟 张霄代表着九州的门面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他强大了 意味着九州就会强大 毕竟整个议事战场中 九州就只有张霄一人 在议事战场中 牛逼 666 我的宝贝 帅炸了 这斩杀兰磨杀辟邪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张神就是张神 根本不是那些傻狗 能够相提并论的 傻都甭说 火箭 飞船都给我刷起来 冲啊 张霄这一战 点燃了九州人们 内心中的热血和激情 无比壮烈 无比激昂 相比之下 大英国 大影花 宇宙国等个大国 就沉默无声 死记下来 法克 这个张霄 真是太可恶了 他怎么会又提升了功力 艾西巴 张霄这个狗日的斯密达 有谁能将其斩杀 给我宇宙国 铺垫一条血与火的道路 瓦利大司马司 我们大影花的阴阳师一出 必定将张霄焚烧成灰烬 不知道我们大凡天神族 会不会遇到这个垃圾张霄 如果遇到 定不会让其从我们手中逃走 各国义愤填膺 希望自己都能杀死张霄 成为那个疯神的人 这是无上的荣耀 谁都想要拥有 一时间 八方云洞 各大国选手 发了疯似的 朝着传来轰响的丛林中 黄奔去 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 他们和普通人完全不一样 普通人可绝对没有 他们这般可怕的速度 犹如一道闪电般 冲了出去 百米一秒 半秒 非常快 大英国 地下实验基地 唐吉赫德身穿便衣 不怒自威 盯着屏幕的双眸中 迸射出冷冷的光芒 大英国选手在归来以后 第一时间就被保护起来 抹除了 关于他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信息 要的就是 出其不意 布置一个惊天大局 想要让此人变强 强到足以与外星文明交流 各种基因药剂 在经过充分的试验后 注射进了他的体内 拉塞尔 他在一世战场中 本来就获得了极强的强化作用 机体早已不是凡人所能够相提并论 而经过大英国的超凡基因药剂加持后 整个人更是发生了质一样的蜕变 肉体凡胎 完全死掉了 此刻的他 就是神明 这可是我们大英国最顶级的基因药剂 用在了他的身上 希望我们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 唐吉赫德沉生道 想必是没有问题的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 改造过后的拉塞尔 比之前强大了万倍 就连我们拟合出来的A级凶兽 在他的轰击下 都被打成了肉酱 要知道 我们拟合出来的A级凶兽 绝对要比异式战场中的凶兽更强大 身边的护卫陈生说道 将之前所有测试的数据 一一汇报过来 唐吉赫德呵呵一笑 不懈地哼吃了声 眼中满是轻面 这么看来 这个张肖不如拉塞尔 告诉拉塞尔 让他去找张肖 当然 不要一个人去 要联合代数过他们的选手 唐吉赫德并未因此而盲目自大 反倒是十分谨慎 让拉塞尔拉着他们一起 围杀张肖 这意思摆明了 是不想让张肖活着回去 是 随从急忙去做 联系拉塞尔 按道理来说 一池战场中 是根本不会让选手 携带联系设备 无论是缝在肉体里 还是将整个人改造成机械人 对蓝星进行远程的沟通和联系 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但大英国却有办法 让远在一时战场中的拉塞尔 完全听命于蓝星 这一点就很诡异 其他国家 绝对都没有这种作弊的办法 能够瞒过一时战场 瞒过创造一时战场的高等文明 而作弊 这绝对不一般 为了减少各国选手的难度 接下来将会从其他位面 时空挑选出一个选手 组成一个小队 对这片遗迹大陆进行征服 三日之内 必须找到各自国门 三日后 将会开启第一波兽巢 兽巢一共七波 持续时间未定 兽巢结束后 各国选手将不会返回蓝星 而是前往一级大陆的更深处 进行探险 完成义士战场赐予的任务 接下来 将进行其他位面 选手降临 动 这些话一出现 顿时引起了所有在场 所有人的注意 心神震动 什么 要从其他位面 其他时空 选择一位人物 进行组队 啥操作 还能这么晚 这有点超越蓝星人们的认知了 我的天啊 岂不是动漫 小说里的人物 都能够成为自己的队友 简直疯狂了 张霄感到十分惊异 当然 不仅是张霄 还有各国人们 各国选手 都感到无比的震惊 他们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根本不可能啊 一时空的人 一次元的人 能够真的存在 真的成为现实 真没想到 一时战场背后的文明 竟然能强大到这种地步 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种力量 让人觉得无人能够抵挡 好恐怖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自己像是被圈养在低级位面上 是啊 我们根本无法反抗 都能够召唤出 一时空的人物 各国人们在网络上 争相议论 疯狂讨论 一时间 热度爆炸 特推 银丝 脸盆 逗音 微博 各大网络媒体 全都爆了 众人争相选择出 自己最想要的队友 各种动漫人物 各种小说人物 都出现了 简直就是一场神话大梦 针对于此 各国政权召开了紧急会议 因为 从义士战场的能力来看 他们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没错 这就是政客们的直觉和敏锐感 太强了 他们非常直观 从义士战场的动作中 看出了义士战场的图谋 绝对不是一种好的图谋 更不像是一场帮助 之前 他们就已经有所怀疑 只不过 没太敢确定 因为 很多大国都是在义士战场中 获得了数之不尽的资源 可这次 来自一时空 异世界的人物 确实要和蓝星上的人组队 这说明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极有可能会对蓝星 造成冲击和影响 大英国 唐吉和德向最高领导递交奏折 希望借此机会 组建蓝星大帝者联盟 旨在于联合所有能够联合的力量 对九州 北极雄 以及异士战场等各国 都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这一点 自然得到了各国的支持和采纳 非常高兴 为之激动欢呼 现如今 单凭他们一个人 是无法和九州对抗 那么唯一的办法 就是联合起来 可是 想要联合起来 就需要一个影子 需要一个借口 话而言之 就是 这个借口 必须非常好才行 眼下 异士战场 就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这个借口 完美至极 以至于让各大国都为之兴奋欢呼 在别人看来 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甚至是一种可能灭顶之灾的信号 但 现在 在他们看来 却是一种非常好的消息 这个消息 足以让整个蓝星为之振战 来吧 诸位 让我们干了这杯酒 从此之后 我们便是这个蓝星上的王者 哈哈哈哈 今日 便是我们大帝者联盟的开创之日 举国同庆 各国政要 首脑欢聚一堂 举杯欢呼 场面之热烈 堪称史上最豪华 最梦幻的画面 照片 更是被永久保存在了大天英博物馆 成为了永恒品 很快 一个小时后 大帝者联盟 公布于世 顿时 在整个国际社会上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掀起了一场狂风海浪 惊天骇浪 狂风海啸 各大国都惊动了 这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静看大英国等人 设立了大帝者联盟 暂时静观其变 他们不动 我们不动 现在就是比拼耐心的时候了 有大动作 不一定真的能够产生巨大影响 所以 我们就看他们表演就行了 对此 九州等人吃瓜看戏 根本不屑于应对这些小把戏 因为 他们不想将精力浪费在大英国的身上 有限的精力 应该放在对付意识战场才对 未雨绸缪 早做打算 如果蓝星有朝一日沦陷了 那九州就需要提前准备星空战舰 逃离蓝星 我去 新的队友出现了 出现了 一声尖叫声 打破了人们的发愣和震惊 纷纷抬头看向了一世战场 看向了大屏幕 想要看到 自家到底被分配到什么队友 希望能分到不错的队友 是啊 上天 请赐予我们大影花 一个六道仙人吧 敬爱奥斯丁古神 请赐予我们北欧神国无限的力量吧 各大国家争相恐后的 向各自神明祈求 希望能够降临一个强大神明 要知道 这对于各国来说 简直就是最强大的队友 因此 这些国家的人们心中都在呐喊 怒吼 祈祷 且 这些愚蠢的西人 他们还想要神明 我们九州都没有祈求神明降临呢 就是 我们九州的神明多牛逼 他们是没点鼻鼠了吧 我们九州随便一个神明 就比他们牛逼多了 是啊 我九州古神如此之多 要是都出来 岂不是整个蓝星都炸了 九州人们在低语 在狂笑 在轻蔑 对于国外这些家伙的话语 九州嗤之以鼻 相信 很快议事战场就会给出答案的 有点意思 我倒是很期待 这个议事战场会给出什么队友 张霄环抱双臂 近待议事战场的结果 其他各国选手都纷纷仰望苍穹 似乎 对于接下来 可能成为队友的家伙 有着一定好奇 哼 希望来的人 不要让我失望 大英国拉塞尔冷笑了声 静静地站在原地 我还需要队友 沙川整个议事战场都不是男士 为何还要给我队友 大英花选手 黑袍阴阳师 木一流 一甩额前刘海 不屑地冷笑 我想知道 这个议事战场 是如何从一时空中抽取人员 总不能是神话人物吧 代鼠国选手 拉斐尔呵呵一笑 对于拥有极其强大的力量的他来说 议事战场成为了他蔑视的对象 没有以往那般尊敬 天狱令其亡 必先令其狂 就在这时 一道道金光 从天而降 坠落在了个地 让所有人齐齐惊呼起来 整个议事战场 在这一刻 竟然猛地震战了起来 好色 这坠落下来的 并不是人 而是陨石 哄 张霄抬眼看向远处 一道金光璀璨生辉 犹如天国使者降临般 浩瀚莫测的威压 刹那间 就将方圆数万米笼罩在内 张霄脚踩封后其门 身上附着金光皱 想要驱散此地威压 但 此威压却如泰山陨石般 不可撼动 嗯 天道威压 张霄眉头一挑 心神急忙一宁 封后 其门内井散开 将这些金光尽数收拢进来 想要感悟其中蕴藏的道则 法则 从而能够从中窥探出 一丝天地之力 可惜 他想多了 这威压太强大了 根本不允许他感悟 稍稍一触碰 整个人就如烈火般 焚烧了起来 很可怕 张霄不得已 退出了内井 将封后其门 变换成了八门九宫首阵 抵挡住这威压 不愧是能够连通其他世界之人的通道 实在是太可怕了 张霄眼神微宁 心神惊异了起来 这感觉就像是一堵墙 撞在了自己胸口般 好难受 堵得慌 闷闷的 却又无法将这种感觉搬走 实在是太痛苦了 金光散漫 将整个丛林都拥罩在内 让人防不胜防 犹如雨点般 打在了各个角落 压得无数凶兽不敢动弹 时间飞逝 终于 金光散去 那条通道消失无影 威压方才无形 张霄活动了下筋骨 长吐了一口气 在刚才的威压之下 她一直在用精神力去触碰 去抵挡 去磨练 虽然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但 张霄知道 自己的精神力变强了 变得很强 特别强 只是这么点时间 精神力就有所精进这么多 她明白 这其中绝对是有这条金色通道的缘故 一定有 若是下次还有这条金色通道的话 我一定要好好地磨练一下自己 说着 张霄起身 前往那条金色通道消失的地方 估计 接下来 就是寻找自己的队友 我还是赶紧行动吧 异世界选手已经降临 请所有选手 抓紧时间 找到自己的队友 队友的位置 将会出现在 各位选手手中的地图上 如果 三小时内 无法找到各自队友 那么 双方都将灰飞烟灭 希望一切顺利哦 哎呀我去 这怎么个情况 怎么寻找队友 还有特么的时间限制 张霄猛了 好家伙 规定时间内找不到 就魂飞魄散了 这什么操作 合着 你们这是变着法的 要给我们整死是吧 不过 找地图这种事 对张霄来说 简直就是轻松加愉快 丰厚奇门显化 四盘转动 天地人神 各个宫门之中 迸射出次目的光芒 一缕缕丝线 从宫门之中飞出 缠绕向了内景之中的各种物体上面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此乃 过往生之法 能够参透万物之力 将其内在之力 完全激发出来 进而在施法者的眼中 放大最大 完全将其气息吸纳体内 静透 咻 咻 咻 一道道丝线 从张霄身上飞出 瞬间 三千米内的物体 便是被这些丝线所缠绕住 其中内景之力 更是和张霄身体贯通 完全能够感应出来 这些物体的变化 进而寻找其内在的变化 都没有显示出地图的位置 张霄眼神微宁 脚下飞快闪动 穿梭在林中 二狗子护卫在张霄身边 以防止被其他的凶兽给打扰了 只是 这片丛林中的凶兽 等级可都是在A级之上 二狗子一个B级凶兽 完全不够看 甚至 还会起到吸引凶兽的作用 但好在 张霄的威压笼罩在整个丛林中 压得其他凶兽不敢喘息 好家伙 这地图藏得挺深啊 张霄看向丛林深处 越往深处 隐藏的危险 越可怕 这绝对不是一般的人 能够从其中活着走出来 看来 从异世界中降临的人物 都不是什么善差 能够从丛林深处中走出来 肯定会与最深处的凶兽搏杀 张霄眼神微灵 十分犀利 显然 他对这个队友的实力 有了一定的了解 赶紧找到这个队友 那么 我就能得到一个十分强大的帮助 张霄这么想着 就飞奔而去 风后 其门强行扩大 哄 煞时间 笼罩在了方圆万米之内 这高强度的精神力损耗 让张霄额头上冒出痘力大的汗珠 呼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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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重的喘气声 传进了二狗子的耳中 他急忙将张霄甩在身上 将其拖住 飞速狂奔 找到了 忽然 张霄眼神一凝 目光陡然落在了西南方向的 那棵参天古树之上 只见到 一抹金光 在古树上的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距离地面将近数十米的高度 隐约间 似乎有一道虚影 笼罩在圈轴之上 这道虚影很迷幻 像是一个人 不知道是谁 很模糊 完全看不透彻 看不清晰 但从这道虚影上 张霄感受到了极其强大的威压 看来找到地图只是第一步 想要拿到地图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张霄一拍二狗子 飞身冲向树冠 脚掌塌在古树 蹭蹭蹭 就是直上青云 来到了高大的树冠上 拿到散发着金光的圈轴 就那样落在了树冠上 静静躺着 张霄迈步走过去 风后 其门凝聚成一团 光球转动 以防不测 有点危险 他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这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要小心 万一遭遇不测 那就彻底玩完了 哄 卷轴上的金光猛地炸开 整个古树瞬间炸开 变成了粉末 积粉 卷轴在空中坠落 犹如千斤众 轰然落地 砸出了一个深坑 张霄走过去 金光皱附身 目光中散发出一丝丝蓝金色的光丽 看上去 犹如漫画中走出来的主角 一般帅气 咚 在他的手掌 和这金光圈轴接触的一瞬间 地面震动了下 一道道裂缝 自张霄的脚底 向四周蔓延 好色 下一刻 这个地面就要均裂开一半 凹陷下去了 哄 张霄面孔扭曲 手臂用力 强行将这金光圈轴给拿起来 但整条手臂 却是几乎要抬不起来 好重 万斤之重 不 更重 非常重 甚至 张霄在这一刻 都死死咬着牙齿 轻轻抽动 不停冒汗 双脚深深插在了地底 金光爆 张霄立鹤一声 风后七门 显现出来 将自身定住 一重一重光门 将自己护在其中 随后 手掌上的金光 在卷轴上猛然爆开 将其外表的保护膜给炸开了 哄 狂暴的冲击波向四周爆散 越过了张霄和二狗子 竟是将其身后数百米的丛林 都给震碎成了鸡粉 可怕 十分可怕 好在 张霄并未受伤 卷轴也终于完全露出来了 张霄伸手握住 打开一看 这是一个形似电子地图的羊皮卷轴 上面的路线 光点 标记符号 闪烁着淡蓝色的光辉 那个用红色三角形符号标注的 是自己和队友 而此刻 那个三角符号 正以一个极快的速度 向自己冲来 队友早已找到了地图 牛逼 张霄心中感慨了声 不过 他不认为自己比对方弱多少 二话不说 合上地图 就飞冲了出去 说得好像 谁没找到地图似的 咱赶路的速度绝对会比你快 几分钟后 好 一只三眼独龙蟒 陡然从林中窜了出来 数十米长 数米宽的庞大寿区 将整个丛林都毁于一旦 沿途锁过之地 古树 草木 巨石 净树被碾压成了粉末 恐怖的力量 让身后变成了一片荒芜的空地 好可怕 他几乎不给张霄任何预警 就猛地冲向张霄和二狗子 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粗肠心红的蛇性子 发出尖锐的蛇鸣 想要将其一口吞掉 好 二狗子感受到 这头凶兽身上传来的死亡威胁 绝对的血脉压制 等级压制 毫无反抗之力 刷 张霄手中 弓兵铲一甩 脚掌猛的一跺地面 身体便是凌空飞出 犹如一只利剑速度极快 射向了蛇嘴之上 张霄和这张蛇嘴一对比 就如同小兔子和大象的差距 就如同一只螳螂在对马车挥舞镰刀 任谁来了都会说一声 不自量力 因为 实在是差距太过悬殊 这头三眼独龙猛 远比之前那个大蝎子更可怕 体型更巨大 速度更快 力量更强 根本无法与之对抗 绝对超过了A级凶兽的范畴 守在屏幕前的九州观众们 再看到这头超巨大的蟒蛇后 惊为天人 这太恐怖了 人类能够与之抗衡吗 不能啊 远超A级的存在 比之前的大蝎子更牛逼 那该如何应对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应该用什么办法 简直就离奇 超越了人类的认知范畴 张神接下来怎么办 靠 关键时刻 别给我们九州挡路啊 气死我了 简直就是一群蠢货 妈的 张神 给我灭了他们 直播间的观众们 舍血飞腾 台安怒吼 非常兴奋地叫喊着 希望能够给张霄无限的勇气和战力 让他能够干掉这头独龙蟒 马上对这头独龙蟒进行战力分析 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成功杀死这条独龙蟒 上帝 让张霄死在这条独龙蟒的爪牙之下吧 快 迅速让我们大影花的阴阳师前去击杀张霄 趁他并要他命 各国迅速展开行动 想要在此地 将张霄送上西天 一举歼灭 以绝后患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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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选手找到了张霄的位置后 飞速狂奔 赶向了丛林中 此刻 张霄手中的弓兵铲 插在了独龙蟒的上额之中 身体凌空旋转 在空中犹如独龙钻一般 想要将这条独龙蟒的上额给洞穿 但奈何他皮操肉厚 完全能够抵挡住张霄的物理攻击 根本无法让其产生丝毫伤害 当然 除此之外 张霄还动用了金光咒 金光汇聚在弓兵铲上 凝聚成了一道尖长的铲尖 恐怖的竖法攻击 让这头独龙蟒 有一种极其强烈的疼痛感 庞大的兽区 在疯狂摇晃 不停地翻滚 整个大队都在阵战 方圆百米内一切生物 尽数被覆灭在 这条独龙蟒的兽区之下 生机无存 金光 长空刺 张霄立鹤一声 弓兵铲竟是化作一道 犹如长剑般的金光剑影 横空一批 咔嚓 独龙蟒的獠牙 便是断成了两截 毒液喷射出 将四周大地 全都腐蚀殆尽 溶解成了液体 张霄浑身上下的金光 更是破烂不堪 这独液毒性很强 碰到极有可能会被瞬间洞穿 十分可怕 张霄左手掐绝 风后其门凝聚成光球 化作一道时空术法 狠狠地轰在了 这独龙蟒的上额 就不信 这一招还弄不死他们 简直可笑 张霄冷哼了声 十分不屑 风后其门凝聚成一体 具有各种术法攻击 就不信他杀不死 这条独龙蟒 九州选手张霄 遇到三眼金文独龙蟒 三眼金文独龙蟒 三眼城镇 拥有360度视野 中心眼能够迸射出 可怕的光线攻击 身体强度达到 30个贝加特级别 成年凶兽 体型可达上百米 重上万吨 浑身上下都是致命武器 拥有恐怖的绞杀力 一旦被缠绕住 那么没有任何凶兽能够生还 除非比他强大数个等级 否则 在力量方面 完全没有压制优势 义士战场对这头独龙蟒的介绍 让所有国家都为之一惊 我的天 这也太强了吧 根本杀不死的好吧 无能为之狂怒 风后其门凝聚成的光球 在独龙蟒的上额中 疯狂钻穿 似乎要将其卷入虚无空间中 时而换面 时而破碎 时而重聚 其他各国选手在听到这介绍后 都是神色一致 不敢上前 这等张霄和这头凶兽 两败俱伤之后 再去吧 现在去的话 不就是正好给这条独蟒当靶子吧 不敢去 不敢去 他们怕了 张霄却丝毫不拒 一人与三眼金文独龙蟒战斗在一起 狂暴的攻击 招招致命 一些在远处观看这场战斗的选手 胆战心惊 十分害怕 我去 这张霄实在是太强了 你们看他那一个个攻击 是我的话 根本就施展不出来 还有那个独龙蟒 是我的话 根本躲不掉他的攻击 张霄这么强 我们怎么能杀得了他 我想知道 这条独龙蟒到底什么危险等级 没有明说 但肯定很高就对了 各国选手在四周商议 根本不敢前进丝毫 轰 轰 轰 震耳欲龙的轰鸣 在远处传出 大地震战 古墓裂开 狂暴的冲击波 狠狠地打在这些选手的身上 让他们身体产生了一丝疼痛 他们不敢想象 身处爆炸中心的张霄 到底是如何做到 能够将这些冲击波抵挡下来的 弓兵铲并没有弯曲 在金光骤的加持下 他完全能够和这条独龙蟒的皮肉强度相抗衡 二狗子干瞪眼 没有任何帮助 到了这种层次的战斗 他根本无法出力 蹭 就在独龙蟒处于烈士之下时 他没心处的第三只眼 忽然睁开了 刷 一个充斥着三个星红弯钩的树桶 陡然蹦射出血红色的光线 狠狠地打在张霄的身上 这血红光线附带着一层灼烧感 瞬间让张霄身上的衣服燃烧了起来 冒出汹汹大火 张霄心面一动 水波冲出 想要火焰熄灭 结果发现 这火焰根本无法熄灭 只能任由其烧起来 最后化为灰烬 张霄心面一动 脚踏心弓 整个人化作一道星光 好似银河护卫一般 矗立在天地间 锋利如刀 携带着可怕的劲气和灵力 大有斩断一切物体之力 十分可怕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对于张霄释放出来的威能和术法 感到惊悚 天拉落 如此强大的招数 隐约间 都是有一种开天列地的场景 好恐怖啊 张霄站在原地 身影却是动了 犹如幻影 在空中出现了成百上千道 但却又没动 因为 众人眼中的张霄 依旧停留在原地 可实际上 张霄已经来到了独龙蟒的周身 已经批展出了成百上千道的攻击 荧光四射 好似整个星空宇宙炸开 让天地位之一颤 方圆千米之内的花草树木 尽数暴碎开 隐藏在各大场地的各国选手 感应到这股狂暴的冲击波 飞快地向后冲去 躲避这些能量波 只是 他们没有想到 第一波冲击能量 根本不是最强的 他们哪怕是躲避开第一波能量 也无法躲开第二波 第三波 一下子 他们就被轰飞了出去 唯独几个人 抵挡了下来 没有被这些冲击波轰飞 张霄飞身而起 手中弓冰铲 化作星空剑士 狠狠地刺向下方独龙蟒 咔嚓 瞬间 蟒皮冻穿 露出鲜红的血肉 和森森白骨 这道攻击 终于将独龙蟒 给划出了一道伤痕 有效果了 张霄想要一鼓作气 独龙蟒身上却是泛起了诡异的纹落 这些漆黑如墨的纹落 如火焰般 缭绕 环绕在了独龙蟒的兽区表面 诡异的黑炎 让张霄为之一精 手中的弓冰铲 竟是已然有着焚烧的迹象 什么东西 张霄急忙在空中凌空虚度 飞快闪现了出去 难不成 这是这条独龙蟒的被动技能 那该如何将其杀死 张霄感觉体内的力量 在迅速流逝 想要彻底将其杀死 必须掌控最后的时间 将其一击必杀 动 一念至此 他就要跃向空中 登高远望 手握神兵 将封后棋门加持在己身 强行融合出一具强大的法体 咋个动静这事 好大呀 可 就在张霄想要动手时 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 充满了迷迷糊糊的感觉 让人有些发愣 什么人竟然敢乱入这种层次的战斗 而且 看样子 十分清闲悠然的样子 张霄定睛一看 看向了丛林深处 那是个黑发少女 慵懒散漫的走路姿态 一袭白衣睡裙轻轻飘荡 手里还握着一把堂刀 这是谁 谁啊 这是谁啊 守在屏幕前的观众们 在看到这个白衣睡裙少女 他们心神一惊 没想到 这个少女说的 竟然是九州鱼 这是谁啊 敢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 我去 怎么感觉这个少女在哪见过 挺漂亮的 就是不知道 她会不会死在这里 难不成 我九州传入了两个选手 进入议事战场 众人心生疑惑 小洒老师分析了起来 可能议事战场出现了某种bug 导致将我们九州的人 传入了两个选手 这算不上好消息 当然也不是坏消息 只不过 他们好奇的是 这个少女能活下多久 说不定 下一秒 就会被这条毒龙蟒 给一尾巴拍死 那下场 肯定十分凄惨 大家都不敢看去 生怕会有什么血腥的场面 这小女娃娃不跑 还继续往前走 怕不是个沙雕吧 有人喊了声 为这小女孩的生命 安全担忧 卧槽 那条毒龙蟒动了 要去杀这个小女孩了 那顶多是顺手将其杀死 我张神才是她的唯一目标 我去 这条尾巴落下来 能将一座大楼 给拍成碎片吧 众人议论纷纷 心惊肉跳 想要知道下一刻 这个小女孩能不能够生还 就在他们要捂住眼睛的时候 动 一声闷响 陡然在天地间炸开 张霄正要施展攻击 将那条蛇尾给切断 切成碎末 拯救同为九州人的同胞 结果 下一秒 她愣在了原地 那条巨大的蛇尾 并没有如想象中的那般落下 而是停滞在了空中 不能前进嘶吼 一只单薄的手掌 将其拖住 让毒龙蟒的尾巴无法落地 狂暴的冲击波 更是从两者接触的那一点 向四周猛地爆散开 哄 煞时间 方圆千米内的草木 尽数爆碎 成了积粉 层层爆炸开 土石翻卷 烟尘冲天 将此地遮盖住 看不清楚其中的真形 张霄惊呆了 因为 在刚才那一瞬间 她感受到一股无比恐怖的先天仪气 从眼前这个白衣睡群少女的体内中爆发出来 惊人的先天仪气储存量 从娘胎里修炼 也无法修炼出这么多 若是老天师在这里 一定会睁开眼 仔细打量这个少女 这个世间 能让老天师睁开双眸 仔细打量的人 绝对不超过一手之数 显然 这个少女在这一手之数中 张霄停下手中的动作 站在高处 定睛望着远处的那个白衣睡群少女 她仔细思索 呼得眉头紧皱了起来 终于知道 这个家伙是谁了 竟然是她 宝儿姐 下一刻 她手中的糖刀 染上了一层淡蓝色的金光 晶莹剔透 就像是蓝宝石的一样 闪耀刺眼 让人看一眼 就知道拥有致命的绝对危险感 正月里采花无忧花彩 二月间采花花忧正开 二月间采花花忧正开 三月里桃花红忧四火 四月间葡萄花忧万朵 四月间葡萄花忧万朵 颇为经典的穿歌 从这个少女的嘴里唱了出来 顿时 让张霄心神一阵 更加确定 这个少女就是宝儿姐了 随着这首明歌的传出 九州屏幕前的观众们 心中更是大吃一惊 这首明歌 如此耳熟 她到底是谁 而且 还有能力 一只手就将蛇尾给抵挡住 比张神都不遑多让了 太厉害了吧 九州何时出现过如此强大的少女 老天师缓缓睁开眼 隐约间 她从这个少女的身上 感应到了一丝神秘和强大 哪怕是隔着异式战场 这种超维度的空间 老天师已经接近天人之力 第六感超强 有点意思 她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老天师捋着白须 这下 张霄又碰到了一位 有意思的小女生 不知道碧云岛上的那个炼羽 知道了后 会怎样想 哇塞 这个小姐姐也太帅了吧 她竟然单手就将 这个毒龙蟒的蛇尾给挡住了呀 还有手里的那把刀 我的天 放蓝光了 绽放出如此刺眼的蓝光 冰冰拍着手 大声喊道 十分激动 兴奋 小洒老师都看呆了 你倒是说话啊 小洒老师 冰冰用胳膊推了下她 让她别发愣了 小洒老师这才回过神来 张了张嘴 咽了口唾沫 我的天 这个少女为什么会这么强 我感觉她已经不弱于张神了 甚至比张神都要强 一只手就能扛住数百吨 数千吨的重量 数十万牛的冲击力 这要说她是普通人 我不信 她一边说着 一边惊叹 手中的动作飞快笔划着 冰冰呼的眉头一皱 想到了某种的可能 对她们说道 你们说 这是不是异世界的人 要知道 刚才降临的那些金光 可都是在丛林深处 这个少女 正好也是从丛林深处中 走了出来的 而且还说着九州语 那么 真相只有一个 这番言论 让小洒老师 菊座等人微微点头 十分赞同 那柄堂刀 我似曾相识 好像在哪里见过 张三丰沉声道 对了 老天师绝对知道 他绝对知道 现如今 老天师出山的消息 早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 整个九州 整个蓝星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又不知道 老天师是何许人也的 立刻就会被普及一番 直到后 就会惊叹 鼓掌 大呼牛逼666 因此 张三丰这个老家伙 想到了老天师 关键时刻 绝对能非常有用 更何况 若是能将老天师 请来直播间 那绝对是非常牛逼的存在 任何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并且 他们还能聆听教诲 可惜 老天师这种存在 根本不可能被请出来露面的 人家 可是脱离了相关部门的掌控 人家护卫的 可是九州山河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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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冰回过神来 指着屏幕 一时间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众人这才回头看去 一时间 奇奇呆愣在了原地 我的天啊 直播间的弹幕 瞬间消失了九成九 显然 大家都陷入了震惊中 忘记了要发弹幕这件事情 只见到 拔截手中的唐刀 绽放出晶莹剔透的蓝光 十分耀眼 形似蓝色太阳 在整个天地间绽放开来 死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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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霄淹没在了蓝光之下 不仅是他 还有各国选手 都在这一刀下 成了碎魂 是的 一刀 将各国选手 斩灭了九成 这条独龙蟒 更是在这一刀下 化作了飞灰 连血肉都没有蹦践出来 光艳散尽 露出原地的身影 那一些白衣睡群的少女 停留在原地 发际不乱 衣冠不整 和最初的模样不变 花马蛋上起 清风不变 往西翼 他唱起了这首歌 犹哉犹哉的脉步走出来 走到了张霄的面前 瞪大眼睛 仔细地打量着张霄 乌黑明亮 如黑宝石般的眼眸 一眨一眨 看张霄 就像是在看 某种奇特的生物一样 满是好奇地打量着张霄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见到宝儿姐这张小脸 这么凑过来 一时间有点不太适应 急忙向后缩了缩 一脸惊愕地瞪着宝儿姐 你想干什么 宝儿姐上下打量着张霄 再次眨了下眼 说道 我当郎哥好像 在在哪里见过你 你很眼熟啊 张霄饿了声 不知所措 缓缓起身 看向宝儿姐 有些不太敢相信 好家伙 没想到穿越异世界的人 竟然宝姐 这异式战场很厉害啊 竟是真的能连通各个未免 那岂不是意味着 所有小说 所有动漫 都是各个未免 张霄心中疑惑万分 宝儿姐伸出手指 轻轻敲了下张霄的额头 喂 你在搞什么呢 我跟你说话了嘞 她手中的糖刀晃了晃 闪射出刺目的寒光 让人心神危惊 十分惊恐 嗯 没 没走神 宝儿姐 我就是没想到 会是你 张霄尬笑了声 连忙摆手 旋即 拍了下二狗子 这是我的战宠 我们出发吧 三天内 要找到九州国门 不能落后其他人 张霄说完 就夸上了二狗子 打算和宝姐策马奔腾 哦 我知道九州城门的位置 很快就能到了 宝儿姐想了下 歪着头 仔细思索道 那真好 我就不用动脑子看地图了 张霄哈哈大笑 有了宝儿姐 是真的省事啊 不过 话说回来 这条独龙蟒 你是怎么斩杀的 这也太强了吧 既然一招 就将这独龙蟒给杀了 张霄咽了下口水 环顾了眼四周森林的变化 方圆数千米 早已变成了光秃秃的一片 废墟耸力 残破不堪 九州选手冯宝宝 成功击杀196名选手 即将对九州进行奖励 对196个国家进行处罚 九州选手的强大 将会提升其余各国选手的战力 以此进行平衡 希望各国选手不要气馁 经过调整后的战力 可以让各国的对抗 保持在相对水准 不会产生大的差距 奖励 处罚结束后 各国请自动选择 是否复活参赛选手 意识战场的声音 响彻在天地间 顿时 这196个国家都震动了 人们怨声载道 苦不堪言 发怒 吐槽 暴躁 疯狂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怨言 真是个废物 不好好的去探险 去寻找自己的队友 去寻找自己的国门 瞎几把凑上去看什么热闹 这下好了吧 看个热闹 把自己给射进去不要紧 连带着身后的国家 人们都跟着遭殃 这个少女 实在是太强了 幸好 我们的拉塞尔 活着离开了那里 不然的话 我们大英国的脸 实在是没地方各 大英国高层 对此发表出了声音 十分不爽 没想到 九州的队友 竟然这么强大 藏龙卧虎 本以为张霄就已经够强大的了 谁能想到 蹦出来的看似睡不醒 拉他不堪的睡衣少女 竟然比张霄都要更加厉害 开什么玩笑 他们九州个个都是神仙吗 赶紧告诉拉塞尔 别和张霄纠缠了 赶紧找到自己的队友和国门 争取能获得更多的力量和能力 看看能不能借助 一世战场的力量 和星空中的那些人取得联系 唐吉赫德下达了命令 属下立刻照办 联系了拉塞尔 拉塞尔率领大地者联盟的成员 远离了张霄 迅速投入寻找自己国家国门的过程中 张霄和宝尔姐毫无阻拦 一路上 所遇到的凶兽 尽数斩杀 这些A级凶兽 在张霄和宝尔姐的面前 毫无抵挡之力 除非 他们拥有 某种极其强大的天赋神通 不然的话 根本不是这两人的一击之敌 针对各国的奖励 处罚发放完毕 下面将对九州选手进行奖励 奖励张霄 冯宝宝十张藏宝图 十公斤物资 两个S级武器宝箱 两个S级天赋光团 独龙蟒图建一个 张霄将宝箱 光团全都打开了 一柄神剑 干将莫言 一道祖福 空间祖福 前者 拥有毁天灭地的威能 一旦激活 攻击伤害成几何倍数的暴涨 后者 则是手握空间 掌控天地 无影无形 之前也得到过宝箱 开出来后 是一道铲魂 和之前除魔铲魂不一样 这个是辟邪铲魂 能够压制不祥和诡异 让这些邪碎自我规避 处之必死 张霄将其融合在一起 感觉弓冰蝉有强大的几分 另外 还将光团也打开了 发现了两个不得了的东西 无敌精深 不灭魂言 这两个可是好东西 张霄打量着这两个东西 心神威惊 无敌精深 这可是能够抵挡各种攻击的 只要一开 谁特么的能打得死自己 开玩笑 不灭魂言就更牛逼了 魂言不灭 自身不死 无比恐怖 只要和自身完美融合 那么 对方就打不死自己 只不过 这天赋光团中 蕴藏着技能并不是永久性 张霄在融合后这些东西后 得到了提示 各个技能使用时间 是有限制的 只能维持七天 七天之后就消失了 不过也好 维持一天是一天 至少能够在关键时刻 派上用场 对于这些东西 巴尔姐不在乎 也懒得用 全都给了张霄 张霄乐在其中 多一种技能 就能多一种强大的手段 更何况 她的主要任务 不是斩杀凶兽 而是寻找出来 意识战场隐藏的秘密 那么 前路必定凶险万分 这些能够保命的家伙是 必须准备齐全了 不然到时候 巴尔姐都保护不了自己 好 就在张霄思索时 一道寿吼声 有远极近传了过来 下一刻 一道黑影 遮天蔽日 从天降 落在了张霄和巴尔姐的面前 好 寿吼声有远极近 一道黑影从林中窜出 速度之快 以肉眼根本无法捕捉 只是瞬息之间 就来到了张霄和巴尔姐的头顶 泰山压顶 想要将此二人给压成碎肉 但巴尔姐手中的糖刀 却是朝空中一树 闪射出森冷的寒光 啥子玩意 敢偷袭老子要 他哼吃了声 一道狂暴的气流 陡然从糖刀中冲出 将这头凶兽给轰飞了出去 动 凶兽狠狠地撞在古树上 将方圆百米内的草木 尽数压爆成了积粉 土石蹦射 像四周如子弹般穿透了一切 张霄手掌摊开 先天一气凝聚成了太极八卦阵 将这些土石给挡住了 定睛一看 方才看清楚眼前这头凶兽的模样 形似犀牛 一根肩长的独角 漆黑如墨 上面硬刻着诡异的纹落 似乎有某种古怪神秘的力量笼罩其上 体型巨大 四五米高 粗壮的四肢 给人一种极其可怕的冲击感 好似一跺脚 就能将整个大地给震裂开 如此恐怖的力量 张霄知道 绝对不能应来 宝尔姐说不定 也不敢和她应来 那么现在 只有用数法攻击 不等张霄多想 哼 宝尔姐已经冲了出去 脚踏凌空 手中堂刀 已然霹裂了下来 一道蓝光 要斩破苍穹一样 狠狠地落在了 这头犀牛的身上 白白拉小畜生 宝尔姐一刀麾下 为她送行 可下一刻 这头犀牛的身上 却是陡然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将宝尔姐这致命一击 被抵挡住了 嗯 张霄一瞪眼 惊呼出声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她能挡住宝尔姐这一刀 这突然出现的金光是啥 金身 不是吧 一个凶兽 竟然还有无敌金身这种技能 超出了张霄的认知范畴 这真的是让人意外啊 宝尔姐显然也是愣了下 但她反应很快 在将这刀光芒抵挡下来后 紧接着又是一刀 扑哧 犀牛的防御铠甲给破开了 啊吼 她怒吼一声 心血狂喷 四箭飞射 转身就要逃走 张霄眼疾手快 抬手间 封后棋门便是闪现出来 刷 死字门线 将其困在原地 不能动弹 只能被动挨打 张霄呵呵一笑 可这头犀牛 却不是坐以待毙 竟然主动攻击 那根缭绕着诡异黑炎的犀牛脚 竟是不断地长长 变成一道犹如利剑般的庞然大物 狠狠地刺向了张霄 这头畜生 倒是挺聪明 知道我是掌控他的身门 所以 就杀了我这个破局者 不过 你以为你看到的 就是真实的吗 张霄呵呵一笑 抬手一挥 整个人顿时虚幻 消失在了原地 犀牛撞在了地上 摔了一个狗吃屎 随后 巴尔姐从其背后高高一跃 手中堂高 倒竖过来 狠狠地插在了他的脖梗处 扑吃 顿时 鲜血如注 猛地喷射出来 庞大的兽区轰然倒地 让整个大的顿时均裂起来 深深地凹陷下去 小子 你这手活不错 行嘞 以后就是我的小跟班就行了 巴尔姐一挥手 咧开嘴一笑 脉步朝前大步走去 张霄哼吃了声 不想反驳他 按照路线 需要经过一个宫殿 还有一个湖泊 方才能找到这个最醒目的沙丘 张霄看了眼地图 不太敢确定 巴尔姐走的路线是对的 万一这家伙走了三天 最后一点额头 说 我好想弄错了 这他怎么不是仇人吗 因此 张霄需要自己好好看看地图 相信自己才是硬道理 这个宫殿 我有印象 里面好像封印着 啥子奇怪的东西 巴尔姐好奇地凑过来 看到这个宫殿的形状后 捉摸着下巴说道 封印着怪物 张霄神色一惊 不会吧 这特么还挺凶险 也就是我们九州的选手牛逼 要是换成其他国家的呢 这还玩个屁 没法玩 对了 义士战场好像将每个国家选手的战力 都提升到了平均水平 这意味着我们九州的战力是降低了 还是提升了 张霄很疑惑 但现在有没有和那些人交手 自然不明白战力的高低 只有真正战斗 方才知道义士战场的规则 到底是怎样的 想什么呢 赶紧走吧 那个大宫殿中 就算封印着怪物 我们也能将他杀死 我从你身上感觉出来了 你有一个很奇特的力量 十分强大 巴尔姐聪指一谈张霄的额头 呵呵笑道 真的假的 万一 我们的战力被削弱了咋办 不过削弱就削弱吧 反正还有其他技能 根本不带怕的 张霄扛着弓兵铲 和巴尔姐 起在二狗子身上 飞冲出去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两人完美配合 让九州人们惊呼出声 没想到 我们张神的队友这么强大 强到足以让一时战场修改规则 冯宝宝 这名字我怎么感觉这么耳熟呢 这特么不是一人之下漫画里的人物吗 放屁 一人之下里的是冯宝 卧槽 难不成是一时空中的冯宝真身 牛逼克拉斯 没想到有生之年 竟然见到了活的宝姐 直播间内更是喧嚣冲天 激愤昂扬 大家拍手叫喊 潇洒老师更是扬眉吐气 十分激动地拍桌子 这妖牛逼的凶兽 在九州面前 连一刀都挡不住 无敌啊 这特么 看谁敢招惹我们九州 太强了 这个少女 实在是太强了 冰冰双手抱着小脸 大大的美眸中 充斥着激动和兴奋 以及担忧 她担心 这个少女这么优秀 这么强大 到时候 张霄该不会和她走到一起了吧 当然 她没想到一点 谁说男人只能找一个媳妇的 像张霄这么强的人 能就找一个吗 可以 但条件她不允许啊 天底下多少好看 又有能力 又顾佳 又懂事的小女生 他们都是崇拜张霄 喜欢张霄的 如果真的能擦出火花来 那怎么可能只要一个 局做一拍桌子 干得漂亮啊 我们九州现在获得的资源 已经是其他国家的总和了 无限制的战略物资储备 将成为我九州冲出蓝星 进军太空的重要手段 言外之意 就是九州现在的目光 已经不仅仅放在整个蓝星上 更多的是星辰大海 要知道 一旦异式战场出现某种变故 那么蓝星将会变成一个垃圾堆 任人在各 砧板上的鱼肉 这是九州绝对不允许的事情 所以 未雨绸缪 提前布局 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大英国他们暗中想要跟我九州 索取一点稀有金属物资 这个我们能答应吗 局座毫无顾忌 在直播间里大声喊了出来 顿时 屏幕上 所有的弹幕都是 这个我们不答应 想都不要想 我们九州都不够用的 还会给你们 他妈的 以前是怎么对我九州的 你们没点数了吗 局座够刚的 直接在直播间里破口大骂 这一骂 惊天动地 震荡蓝星 毫无疑问 上面允许局座这么说 这意味着 此刻开始 我们不会惧怕任何人 谁敢来犯我 我就让谁死 张霄若是知道的话 一定会拍手叫好 该硬气的时候 就是要硬气 他骂的 被压制了这么多年 总不能一会都懦懦弱若 该站起来 狠狠地痛打落水狗 有张神给我们撑腰 有板姐给我们站台 我们还会怕谁 谁都不会怕 一个字 干 局座慷慨激昂的演讲 让人们热血沸腾 心潮澎湃 爽 舒坦 甚至 有人都已经开始称呼大英郡 大影花郡了 微博爆炸 抖音爆炸 举国欢呼 二十九亿九州人站起来 拍手称快 动 动 动 这一刻 九州震天雷 万古其动 震动九天环宇 大英 大影花 袋鼠 战车等各个大国 都下来的一大跳 犹如惊弓之鸟一般 不敢出声 什么狗屁的大帝者联盟 我特么还复仇者联盟吗 一群垃圾 九州一人 就可以步骄虎马杜鹰山 哼 大平洋海面掀起狂涛巨浪 犹如核弹爆炸 将整个蓝星都搅得不得安生 对此 身处异式战场的张霄 自然是不知道 蓝星上的动作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迅速找到那个宫殿 看看其中到底封印着什么怪物 击杀了这头犀牛 为啥没给奖励 张霄纳闷了 按道理来说 击杀凶兽 都应该给我们奖励的好吧 说不定是我们的战力太强大了 都不给我们奖励了 宝尔姐倒是很有自知之明 张霄撇了下嘴 奶奶的 还指望着 依靠这些奖励 来和那些怪物对抗 这下没了奖励 谁特么能干得过那些怪物 凶兽倒无所谓 现在A级凶兽 对于张霄 宝尔姐来说 就是垃圾 一刀一个 但是S级凶兽 就不知道有多强了 之前各独龙莽 张霄查看了一下图鉴 竟然不是S级凶兽 只是一个A级凶兽而已 甚至连A级凶兽都没有 真垃圾啊 张霄心里吐槽了声 就是不知道 S级凶兽有多强 回想起曾经 自己斩杀一只境界 跌落下来的A级凶兽 都十分困难 现在 完全是一刀一个小朋友 不免得有一种成就感 时间飞逝 很快 张霄和宝尔姐 就来到了这座宫殿前 呼啸 恐怖的静气 从宫殿中冲出 带着一股蟒荒的气息 扑面向张霄打来 让他一瞬间陷入了 一道若有若无的吐气声 从宫殿中传出 眼前这座宫殿 浩大莫测 通体漆黑如墨 一道道血红色纹落 在墙壁上密布 蜿蜒曲折 勾勒出某种神秘图案 纵横交错 仿若上古青同神器上的神文 矗立在广袤大地上 高不知几千丈 宽不知几万丈 将张霄等人的去路给拦住了 这摆明了 是要让张霄必须通过宫殿 否则的话 根本不可能通过此地 而宫殿中到底蕴藏着什么 谁都不知道 这其中究竟有多可怕的隐秘 谁也不知道 还发啥子愣 赶紧冲过喀丸四楼 板姐才不管三七二十一 提着堂刀 身上的先天一气 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疯狂爆炸 犹如点点星辰般 将方圆百米照亮 此地十分昏暗 虽然现在是白天 阳光明媚 但此处宫殿如此之高 隔绝太阳 常年都笼罩在阴影之下 任什么光线 都无法穿透此地 那就进去看看 张霄看向 矗立在面前的青铜大门 上面纹落走势 勾勒出一道莫名的图案 这让张霄心神一惊 十分惊异 看上去 似乎是山海经中的某种凶兽 难不成 这座宫殿和九州也有关联 张霄心生疑惑 抱着这点猜测 缓缓走入其中 查看宫殿中的场景 青铜骨门不知多高 耸入云霄 弥漫着丝丝腐朽和破败之意 这扇青铜骨门该如何打开 推开 还是自动打开 张霄抬手按在青铜大门上 其上传来一丝丝冰凉 和炎热夹杂的感觉 时而如烈日灼烧 时而如寒冰刺骨 犹如冰火两眼一样 十分惊异 无比刺体 金光照 张霄心面一动 金光护体 燃燃生辉 释放出极度强烈的光芒和力量 把尔姐微微一挑眉 似乎对张霄施展出金光咒 感到惊奇 有点意思呀 这郭道士 竟然私散错来进龙虎山的金光咒眼 不过 这金光咒的浓郁度 似乎并没有老天师的强大 把尔姐站在一旁 竟带张霄推开青铜骨门 我去 好沉啊这个 根本就推不动好吧 张霄用出全部力量 想要将青铜骨门推动 却并未动弹丝毫 甚至 青铜骨门上面反弹回来的一层力量 让张霄险些被轰飞了出去 若不是用封后奇门强定住了自己 只怕刚才那一下 足以成为各国的笑料 绝对不允许 自己如今可是代表了九州的门面 若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只怕张霄都不会原谅自己 真恐怕 张霄擦了下额头上的汗 差一点 就差那么一点 自己就出丑了 天呐 张霄想想都后怕 心有余悸 宝儿姐走了过来 敲了敲正 敲了敲那 很快 就发现了一丝异常 这里 有点空空的声音 你看看 是不是有啥子机关 宝儿姐指了指 东边那层的 用暗黑流金封印着的方块形古铜门 似乎里面隐藏着某种机关 这个机关 就是控制青铜古殿大门的东西 张霄屈指一弹 金光骤化作一道 尖长的针状区物 缓缓刺进了这个方块形的古铜构架里面 随着这根金光长针刺入了其中 张霄心面一动 操纵金光膨胀 想要将整个古铜构架都给撑爆 但这玩意却像是凝固在了那里一样 变成了一体 根本无法撑爆 就连变形都做不到 起开 还是我来吧 宝儿姐手握着唐刀 将张霄一把推开 然后 这柄短刀刀锋 一点点刺入其中 硬是将这连成一体古铜流金块 给切了下来 刺了 唐刀和这古铜大门相碰撞 发出嘶嘶轻响 以及电刀火石般的火花和光芒 碰 其中的机关被触动 整个青铜骨门缓缓打开 发出一声闷响 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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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齿轮好像转动了起来 门缝中露出来的黑暗 瞬间将张霄和宝姐吞没在内 犹如一头洪水猛兽般 让人心神一下子就跌入了谷底 深陷入绝望中 恐惧 惊慌 担忧 各种情绪瞬间充斥在了张霄和冯宝宝的心中 进入时候小心点 释放出先天一气 尽可能的将这个宫殿照亮 冯宝宝拍了下张霄的肩膀 让他认真对待 我这有夜明珠和火把 就算这青铜骨殿里面有什么诡异 我自有金光加持 何须惧怕 张霄冷笑了声 手中的火把和夜明珠朝高空中一抛 刷 顿时 将方圆百米照亮起来 映入白昼 璀璨夺目 绚烂无比 完全不慌 张霄呵呵一笑 身上金光昼释放出来的光芒和微能 更加恐怖 哄 乘三角形 几乎将整个宫殿映照发亮 但哪怕映亮了这么远的地方 也根本看不到尽头 就好似 这宫殿空空荡荡 连根支撑起来的柱子都没有 这在工程力学上 就根本不存在常规好吧 张霄惊了 连承重度都没有 这根本不符合常理的好吧 还是说 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 或许 应该继续地深入 张霄看了眼地图 地图上 根本没有标注出宫殿内部的走势 那也就是说 张霄和冯宝宝 只能依靠感觉 在这宫殿中胡乱走着 冯后七门 刷 方圆三千米 近数笼罩在此门中 张霄心念一动 便是将这方圆三千米内的 一草一幕 都是看在眼里 完全掌控在内 找到了一丝奇异之点 墙壁是由青铜铸成的 硬刻着诡异的纹落 这些纹落走势 形似山川大河 地图 不 不是 是星图 有可能 这些山川大河 在黑暗中 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隔得很远 自然是看不到 只有走近了才能看到 张霄想要看得更清楚 但封后奇门 确实无法将其笼罩在内 无奈之下 张霄只能顺着这方向 飞速狂奔 宝儿姐 二狗子紧跟其后 想要保护张霄 哗啦 这时 湍急的水流声 从近处传来 张霄微微一愣 没想到 这里竟然有河水 刚才封后奇门中 并没有看到 怎么回事 刚刚出现的 这不对劲 很不对劲 张霄凭直觉 嗅到了一丝危险和不寻常 他神念一动 查看这黑水河的异常 但在神念刚一扫过的时候 便是整个人都要 被吸入这河水中一般 十分恐怖 几乎无法脱离这种恐怖的犀利 卧槽 张霄惊呆了 好特么的诡异 我总不能死在这里吧 给我停下 封后奇门瞬间收缩 凝聚 化作一道空间束缓的光球 将张霄整个人定在了原地 咔嚓 犹如空间碎裂了一般 镜子碎裂的声音 十分清脆 这个水有古怪 赶紧停下来 宝尔姐手中的唐刀 向地上猛的一插 然后身体向河边一晃悠 将要冲向河水里的张霄 猛的拉扯回来 这招回旋弯钩 让张霄心神一震 牛逼呀 宝尔姐 你这招真是太屌了 封后奇门护住了神念 让张霄神魂归位 没有受到损害 我刚才探测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这条黑水河 绝对是刚才突然冒出来的 张霄看向前方奔腾咆哮的黑水河 脸色凝重 差点一不小心 就着了道 这玩意 似乎能够吞噬你的神念 但是 我们用先天仪器搭建长桥 肯定是能够渡过去啊 宝尔姐仔细感应了下 便是察觉出了这河水的异样 但她尝试的时候 大量的先天仪器 被这河水给吞噬掉了 一边凸起 张霄急忙将其先天仪器切断 以防止被吸干成僵尸 张霄心神微惊 难不成 拿这条河没办法了 正此时 一只白色小纸船 飘飘摇摇地度过 来到了众人的面前 上面沾染着隐隐血迹 这些黑色血迹 闪烁着一点点圣人的光泽 光芒忽灭忽暗 给人一种十分诡异的感觉 不仅如此 黑暗中 还传来了一道道 空旷悠然的戏枪 让人头皮发麻 脊皮疙瘩一层层拔起 我去 什么玩意 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个事 张霄缓缓抽出了工兵铲 动 这可是除魔工兵铲 对魔器有着天然的抵制作用 甚至 对于隐藏在此地的妖魔 会产生天然的克制和感应 这让张霄有着极度敏锐的反应 瞬间向后一跳 手中除魔工兵铲 便是朝身后左侧狠狠的一挥 顺势披斩了下去 咔嚓 铲光滑破黑暗 将整个黑暗都撕裂开 死 一道清晰的吐气声 从张霄身后传出 听上去很是瘆人 就像是蛇类在吐吸 在吐丝 很可怕 刚才那一铲子没劈中 不可能 张霄不信 转身向后一看 一道蓝黑色幽光 形似一条毒蛇 吐着杏子 正朝着张霄 勃耿吐气 卧槽 张霄眼神陡然一宁 手中工兵铲上 瞬间附着了一层金光 对准这条毒蛇 就狠狠地披斩了下去 浩然正气 从工兵铲上喷射出来 刷 将这条幽暗蛇影 给净化成了虚无 把儿姐抬手一招 唐刀化作一道风悬 将张霄四周的黑暗 全都斩破 露出了如白昼般的刺眼光芒 定睛一看 原来 此地 竟然被这些鬼魅都包围了 张霄手心出汗 心神紧绷 但整个人身上的光芒 却是越发赤声 呦呦呦 天外飘飘 血无影 一道道悲伤的哭泣声 从黑暗中传来 张霄封后 奇门显行 左手掐掘 顺子 雷锋裂天 咔嚓 咔嚓 刺了 煞时间 一道道雷光 轰然炸开 从天地间蹦射下来 穿透无尽的黑暗 让这片大地都亮如白昼 黑水河汹涌地翻滚 让人心神惊颤 方圆千米内的黑暗 都瞬间退散了 露出了这片空间中的真实场景 一道百丈高的黑影 悬浮在空中 手中操纵着一只只纸船 上面载着一张张怨鬼面具 头皮发麻 那诡异的唱歌声 就是从这些纸船上的怨鬼面具中发出的 那道黑影面孔猙獰 獠牙闭露 眼中闪射出森森寒光 好似地狱中走出来的恶鬼 撕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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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霄只感觉到自己身处炼狱之中 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充斥着无尽的怨念和因死之气 体内的能量全都好似被吸收干净了一样 虚弱无力 就如同踩在了泥潭里 身体逐渐深陷下去 无法挣扎出来 难以窥探这种神秘力量 甚至 张霄感觉到自身上的金光咒都没用 无法抵挡这些怨鬼之力 如果不想办法抵抗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牺牲人干 巴尔姐不慌不忙 手中先天一气 凝聚成一眉眉气弹 疯狂朝着高空中的那森罗诡异轰杀 砰砰砰 砰砰砰 一眉眉类似元气弹的光波 将四周的怨鬼杂念全部冲散 疯狂搅碎在一起 更是让这悬浮在空中 河水中的染血纸船 暴碎成一片片败絮 飘落在空中 第一层关卡来了吗 张霄眼神微冷 心中自有万千众气浪在奔涌咆哮 体调发热 血液中流动的金光 直接杀了出来 暴散在了体外 金光皱更加凝实 蹭 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 瞬间化作一道 六丈六尺高的金光小人 动 金甲巨人脚踩大地 手中金色长剑 犹如圣剑般 携带着无穷劲的斩杀之力 好朝着那怨鬼之地 狠狠地挥动了下去 刷 金光漫天 金语连绵 这些怨鬼在沾染到金色光雨的瞬间 就消失无形 发出嘶嘶嘶的惨叫声 无法度化 却能让他们解脱 此生过往 不再害人 不再哀怨 碰 金甲巨人脚踏黑水河 黑水漫卷 淹没过膝盖 想要将张霄 连同金甲巨人身上的光芒 一同淹没 撕拉 好似空间被撕裂开 金色光斩 让整个大殿中的空间 一分为二 漆黑如墨的黑洞 爆发出可怕的犀利 让悬浮在天地间的这个巨大虚影 直接炸开 咔嚓 碎星震炼 虚空中 似乎有一道道秩序神炼在挥舞 将整个空间都给锁住 释放出可怕的宇宙星空之力 宝尔姐盯着这浩瀚莫测的星图 眼中似乎有光芒在闪烁 似乎勾起了心中的某种回忆 顿时 脑海中的记忆碎片 将她的神经冲撞碎裂 十分剧痛 抱着头在地上打滚 张霄急忙看过去 伸手将封后奇门号回来 将宝尔姐笼罩在内 想驱赶走她脑海中的震荡感 然而 根本没用 这是来自某种时空的力量 让张霄无法侵入到另外的时空 将其驱散走 见鬼了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宝尔姐 你小心点 我现在用静心神咒给你护法 让你心神通明 保持住内心 想着白茫茫的世界 不要瞎想 这样我就能将你从内景中拉出来 张霄抬手 一丝丝蓝金色的光点 落在了宝尔姐的脑袋上 嗡 一道清明 响彻此地 宝尔姐脑袋上出现了一道金色光圈 这道光圈 将她脑袋中的沉重给吸了出来 搞啥子脸 给我滚出去 宝尔姐大吼一声 将脑海中的记忆碎片给驱除 一幕幕如同幻境般 在宝尔姐眼前飞速划过 让其分不清现实和虚幻 好在 张霄手中的静心神咒出现了 点在这些记忆碎片 让其完全串联在了一起 构建成一个完整的画卷 这幅画卷缓缓展开 上面有着一道让人熟悉的身影 张霄 看到这一幕 张霄懵了 惊呆了 为什么自己会出现在画卷中 太奇怪了 难道说宝尔姐以前见过自己 这不可能 等等 张霄眼瞳都一缩 上面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时而短发 时而光头 时而拉他长发 给人一种十分古怪奇特感 仿若 此人一生潇洒不羁 惶望不绝 这是神明灵开创者 吴根圣 宝尔姐竟然和吴根生面对面交谈过 张霄心惊 当然 远不止如此 这些都不足以让张霄震惊 因为 他看到了自己 看到了自己和吴根生对话 这就是噩梦 犹如自己在路上好好走着 忽然一只鬼跳了出来 落在了你的脸前 绝对会让你吓一大跳 背后冒出一身冷汗 双腿发软 张霄此刻就是这种感觉 他明明只是这个世界的人 怎么会出现在宝尔姐的世界 而且这可是宝姐的记忆 这说明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发生过的事情 那自己是如何进入异世界 和吴根生对话 可怕 越想越可怕 只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深深的泥潭中 这个泥潭 犹如洪水猛兽 瞬间将张霄吞噬在内 静心神咒 万伐不欺 张霄急忙保持住内心 不被外务所干扰 急忙让宝尔姐清醒过来 两人从内景中退了出来后 反手将这些虚妄都给斩破 大殿重归于平静 这一关卡 算是过了 黑水河消失不见 露出了张霄想要寻找的那道符文 这些符文勾勒出了一个图案 很诡异 渗出了阴阴鲜血 就好想要复活一般 蠕动了起来 活着的 张霄手中 弓兵铲一甩 朝着那符文砍去 顿时 轰隆一声巨响 在大殿中炸开 一面墙壁向两旁打开 里面是无数的密密麻麻的蓝光点 糟糕 这是燃蝶 张霄心神一沉 十分惊惧 他奶奶的 这玩意可是能吸食先天仪器 并且寄生在自己体内 一旦出现损伤 那就会瞬间变成废人 而且 他会自动感应到你的先天仪器 除非你变成凡人 但若是你变成了凡人 那么 他锋利的爪牙 将会将你撕裂成碎片 无论如何 你都是死 宝尔姐歪着脑袋 显然不明白 这个蝴蝶是什么东西 于是乎 手中的先天仪器 就更明亮了 顿时 这些蓝色光点 呼啸一声 向着张霄飞扑而来 只是一瞬间 上百只蓝蝶 冲到了张霄的面前 蓝绿色的火焰 将其笼罩在内 完全隔绝了空气 狂暴的热量分子 让整个大地 都散发出炽热的温度 张霄只觉得自己下一秒 就要被融化了 金光骤附体 急忙施展出来 抵挡着空气中的火焰分子 张霄心面一动 浑身上下 金光燃烧 蒸腾生华 释放出全部的先天意气 金甲巨人横空出世 猛的一跺脚 金光暴散 无数的金色光剑 从金甲巨人的身体 向四周迸射出去 这些蓝蝶 自然毫无抵挡能力 瞬间 就被这些金色光剑 给洞穿成了筛子 扑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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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不断的爆碎声 回荡在这空空的大殿中 十分瘆人 只不过 更甚人的是 这些蓝蝶无法杀死 杀不尽 恐怖无比 数量超级多 超级多 让人惊异 我想知道 对付这些东西 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到 用较小的成本 来击杀大量的蓝蝶 可能有 但现在的张霄 却无法想到 我记得 这些蓝蝶似乎怕名气 我这把唐刀 应该就是名气的一种 上面沾染着古代的气息 能够让这些蓝蝶 都飞蛾扑火 劲而自己成灰 宝尔姐捉摸着下巴 抬手将唐刀扔了出去 唐刀在空中旋转了 一圈又一圈 宝尔姐用先天仪器 操纵的唐刀 让它无法落地 一直在空中旋转 先天仪器 从唐刀上 凝聚出锋利的长刃 将这些蓝蝶全部划破 爆碎成了无数的碎肉 你看 我就说这个办法好用吧 宝尔姐指了指 空中成片成片爆碎的蓝蝶 咧开嘴笑了下 张霄点了点头 迈部朝着涌道走去 里面空空荡荡 是比大殿都要更加昏暗的死寂 甚至都会有回音 显然 四周的墙壁 距离张霄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赶紧穿过去 我的预感越来越不妙了 张霄身体微微颤抖 封后其门给他的感应室 死门和生门忽明忽暗 在交替颤抖 显然 留给张霄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一旦生门的光芒全灭 那么 等待张霄两人的 将会是一场灾难 这个宫殿又黑又大 我好像记得 什么人都有说过这种地方 宝儿姐点了下额头 似乎很难想起来 我想到了 她猛的一拍手 啪 清脆的声响 回荡在空荡的涌道中 顿时 一道道尖锐的立笑声 从四周响起 让张霄整个人都 惊出了一身冷汗 什么声音 鬼叫声 受吼声 不能继续这么黑着走下去 得好好看一下四周 张霄心面一动 金甲巨人再度显化出来 顿时 庞大的光芒 将方圆上千里之地 都照亮了 宝儿姐将手中的 先天仪器光球扔了出去 操纵着它们 悬浮在四方天空 这下 这里更亮了 张霄终于看到了 下方的场景 原来 她和宝儿姐 站在了一条 无尽的长桥之上 这座长桥 有七八米宽 但不知道多长 长桥之下 是澎湃咆哮的海浪 也不知道是此地太黑 亦或是 这海浪本就是黑色 总之 张霄从未见过 如此恐怖的黑海 漆黑如墨的黑水 好似能吞噬掉 张霄的一切般 快走 此地不宜久留 张霄之前并未听到 这些海水的咆哮声 但此刻 在照亮此地后 她却是听到了海啸声 震耳欲聋 犹如雷音般 滚滚动天 哄 哄 哄 收起金甲巨人 张霄速度之快 比宝儿姐都要快数分 二狗子更是化作一道流光 将张霄二人扛在了背后 冲了出去 咔嚓 长桥断练 海水的咆哮声越来越近 是要将此地淹没 张霄惊呆了 这海水竟然还可以上涨 一股史无前例的窒息感 扑面而来 犹如要溺水一般的无法呼吸 因为 张霄在封后 其门中看到了海水中隐藏的怪物 真正的怪物 那是一个长满了触手 触手上都是眼睛 身高巨大无比 让人惊恶的超级怪物 而海水上涨的原因 便是因为他的苏醒 他站了起来 一条条触手 搅动了整个汪洋黑海 海水暴涨 疯狂咆哮 煞时间 就要张霄二人淹没 但好在 二狗子速度飞快 带着他们冲出了这里 碰 海水打向他们 张霄一个闪身 金甲巨人挡住了海水 宝儿姐和二狗子 则是冲进了后方的宫殿之中 咚咚咚 咚咚咚 一根根触手 砸在了张霄的身上 下一刻 张霄身上金光散去 整个人倒飞向了后方 宝儿姐成功将他接住 好可怕的怪物 但这海水和这怪物 无法穿透深渊 来到这个宫殿中 难不成 他就是被封印的怪物 在他面前 我犹如一只渺小的蝼蚁 张霄感觉自己刚才 要不是迅速倒飞了出去 只怕会被硬生生 垂成血沫 太恐怖了 难道是星空中才有的生物 张霄从他的身上 感受到一丝 异式战场之力 就是星空眼中的力量 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 先不去管他们了 我们赶紧穿过宫殿再说吧 张霄心神一宁 拎着弓兵铲 迅速赶路 好 好 好 这时候 一只只凶兽从宫殿深处窜了出来 三头黑蚊剑虎 三只虎头能喷射出熊熊黑炎 焚烧一切 身上的毛发犹如利剑般 根根倒树 一旦有危险 在战斗中能够发射出去 当作致命的武器 十分可怕 并且 这些毛发利剑附带着一层黑炎 能够洞穿所有的防御 几乎无法抵挡 处之必死 张霄不幸 手中弓兵铲狠狠拍下 哄 这一铲子 二十年的功力 发出报名 好似将空气都给干爆了 拍扁了 一头凶虎怒吼一声 粗壮的兽爪与张霄的工兵铲相抗衡 迎着铲子就挥舞了上去 一头A级凶兽也敢在我面前造刺 死吧你 张霄冷笑了声 手中的力量爆发 顿时 这头凶虎便是横飞了出去 拍成了肉泥 动 利剑飞射出去 想要将张霄射成筛子 但工兵铲旋转成光圈 完全不给这些利剑丝毫的机会 让他穿透自己的防御 至于骑上的黑炎 在进入张霄的封后 骑门范围内 就瞬间被水字门给驱出的一干二净 宝姐 咱们五分钟解决战斗 你看怎么样 刷 白光炸破 张霄和宝姐从宫殿中走出 五分钟就将这些怪物杀死 速度之快 让人们叹为观止 迅速通关 没有废话 直接杀穿了这座宫殿 横推无敌手 两人身上没有任何的血液 因为浓郁的先天遗弃 将血液完全焚烧成了虚无 我们竟然就这么出来了 还没找到出口就出来了 张霄心神一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只知道 刚才疯狂的击杀这些怪物 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 然后 一道白光落下 将他们都给吸走了 张霄有点懵 这是什么情况 不敢置信 难不成 他们发现了宫殿中的什么秘密 咋个我们这就出来了 巴尔姐挠了下头发 一脸茫然的环顾四周 空旷的荒地上 荒无人烟 远处有一轮大日高悬空中 散发出炽热的温度 四周丛林 冉冉生出一丝丝白气 这些白气杖 形似一种天然的纯净物 给人一种毫无危险的感觉 实际上 却蕴藏着杀鸡 尽快赶到九州城 我可不想三天之内找不到 张霄思绪飘远 想到了接下来 他们要做的事情 非常激动 旋即 整个人都燃起了一层熊熊烈焰 无敌真意在心中沸腾燃烧起来 这是张霄明悟出来的真谛 封后奇门 轰然显化 顿时将整个大的都包裹住 不敢置信 这封后奇门笼罩范围 竟然达到了五千米 一草一木 见微知灼 什么都逃不过张霄的感知 我已经找到了最快的路线 这五千米内 有一百三十头超级凶兽 有三百多头A级凶兽 张霄眼中浮现出一抹金光 下一刻 一道幻影便是出现在了张霄的眼前 刷 这是方圆五千米内的缩略图 这张图上的黑点 红点 各自标注出凶兽的位置 以及等级 有利于他们进行规避 哇塞 这是什么 好厉害的术法 宝尔姐看到眼前这道虚影后 心神惊动 对张霄施展出来的术法 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她还从未见过这么玄幻的虚影 到底是什么啊 这是我利用先天仪器模拟出来的丰厚 奇门探视图 只有修炼先天仪器的人才能够看到 普通人是无法看到的 张霄指着面前的这道虚影 对宝尔姐说道 你已经制作出了一条红线 那这条红线 就是在说我们的安全路线是吗 很厉害哦 没想到 你比张楚男都要厉害 宝尔姐拍了下张霄的肩膀 淡淡道 张霄一扬下巴 吹了下刘海 十分骄傲 通过天悦河 经过尘山走廊 就能看到九州城门 不过 这两个地方都隐藏着巨大的威胁 张霄心念一动 便是通过砍字山感应到五千米外的动静 随后 钳字 引花缭乱 无数个分身 悬绕在四周 开始冲向四周 向四周探寻各种遗迹 搜索能否出手的时机 再见到没有任何威胁后 张霄脚踏七重浪 整个人便是化作了一道鬼魅 出现在了千米之外 速度之快 让板姐和二狗子瞠目结舌 卧槽 这么厉害的吗 什么时候 张霄的速度这么快了 天呐 疯了 真的是疯了 这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啊 这家伙跑这么快干嘛 大狗子 我们跟上 板姐扛着堂刀 飞快地跟上 她的速度也不慢 但总归是比张霄要弱一点的 旋即 好 一头凶兽从丛林中窜出来 板姐心神一惊 手起刀落 咔嚓 便是将这头凶兽给劈成了两截 鲜血四剑 二狗子身上绽放出雷电 将这些血液完全隔绝在外面 从而并不滴落在板姐的身上 刷 张霄忽然冲天起 武当纵云梯 蹭蹭蹭 悬浮在了空中 左手掐绝 右手工兵铲对准远处树林中 就是一击 金光附着在工兵铲上 当即 就将其攻击力暴涨了数十倍 兼长工兵铲 数十杖之巨大 好似有斩天烈地威能 咔嚓 晴空霹雳 金光刺破苍穹 犹如一轮烈日般 在整个意识战场的上空绽放 这让各国选手都惊呆了 我的天啊 什么东西这是 怎么会突然出现一轮大日 法克 这时又出现什么不可知的事情了吗 难不成是上天降下来天使了 可是我们古希腊的神话神明 妈蛋 肯定是我们大影花的神明 我靠 太刺眼了 太热了 我得赶紧找个地方避一避 各国选手急忙寻找庇护所 屏幕前的观众们 更是目瞪口呆 他们在看到张霄施展出来这一束法后 不敢置信 眼睛瞪得比铜铃都大 我的天啊 他这是在干什么 不等多想 下一刻 张霄给了他们答案 方圆千米的丛铃 瞬间蒸发 剩下一片荒芜 一条大河从中间截断 变成了瀑布 整个大地凹陷下去了数十米之深 黑烟滚滚 上百头凶兽 在这一击下 灰飞烟灭 太强了 所有人都沉默了 屏幕前的观众们嘴巴缓缓张大 不敢置信 自己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这还是人吗 一招就将整个丛林给毁灭了 九州选手张霄 击杀127只A级凶兽 即将对选手和国家进行奖励 这句话响彻天地 让各国选手都猛逼了 卧槽 什么鬼 张霄一个人杀了127只凶兽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刚才那个术法 就是张霄施展出来呢 开什么玩笑 这么强的招数 张霄施展出来的话 那他们各国选手 谁还能抵挡得住 就算是被超级强化的拉塞尔 大影花阴阳师 恐怕都无法与之抗衡 这该怎么办 只能依靠异世界的队友们了 想到这 他们便放心了不好 只是 他们想不到的是 就算是有队友 也根本不是张霄的对手 张霄发现自己的力量 随着进入议事战场后 几乎几何倍数的暴涨 这让他感到一丝丝奇怪 这古怪的力量 为何会在我体内如此泛滥 难不成是我在蓝星上 沾染了什么洞性 张霄心生惊骇 握了握拳头 体内的先天一气 澎湃如海 引发了共鸣 轰 轰 轰 如海浪拍暗 卷起万重浪 犹如天降雷霆 斩下亿万生灵 浩浩荡荡 红中大驴 无人可敌 一圈圈淡蓝色的荧光 环绕在张霄的周身 让他的身体 由那儿外地改造成更强大状态 宝儿姐盯着张霄身上的金光 颇为好奇 不知道 这圈光芒到底是什么 没事 我这应该是体内产生的某种力量 很快就好了 张霄呵呵一笑 随意地笑道 显然 她丝毫不在意这些事情 等待身体发生蜕变 现在看来 这种蜕变是朝着好的地方发展 如果可以的话 张霄希望这种蜕变 可以时常发生 很有可能是因为我在蓝星上 进入了鬼门 张霄忽然想到这个关键点 有点激动 如此一来 就说明 鬼门和意识战场 一定是存在某种联系 只不过 这个联系 在外人眼中根本微不可查 几乎无法查看 只有亲身经历 方才能够感受到 张霄内侍 想要找出来体内隐藏的力量印记 从而试着引起意识战场的力量源泉 那么 她就能找到意识战场的差异感 张霄知道 意识战场中隐藏的秘密 十分可怕 但她不会害怕 而是要不顾一切 将其找出来 并斩灭殆尽 找到了 她发现 体内有一丝丝奇特的能量 这一丁点能量 以光斑的形式存在血液之中 她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顺着血液 透散到皮肤外 与这片天地 引发了磁场吸引 让张霄发生蜕变 定 张霄心念一动 用先天一气 将这块光斑给包裹住 将其光芒激发到在最大的状态 下一刻 整个意识战场都真正战了 发出一声爆响 哄 煞时间 天塌地崩 所有人都惊呆了 一道道五色斑斓的光流 从九天之上落下 降临在了张霄的身上 这是什么 没人知道 有的 只是惊叹 疑惑 我的天 我的天 这是什么东西 疯了 疯了 张霄这是又召唤出了什么恐怖的存在 妈蛋 九州的张霄 该不会是天选之子吧 怎么还能和天地共鸣 这一世战场 都是他开的 都是他家的 他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我就知道 我们就不应该来参加这种比赛 各国人们纷纷议论 怒骂 跳起脚来大骂 他们很悲痛 根本干不过九州 更打不过张霄 那就只有被按在地上摩擦的份了 无奈 大英国 大影花国 袋鼠国等个大国 纷纷闭口不言 不敢说话 这特娘的 张霄都是一世战场亲儿子 我们还怎么和他玩 当然了 玩不玩 他们都得死 这就是宿命 咔嚓 一道晴天霹雳落下 张霄整个人凭空炸碎 爆了 一点血物都没有 顿时 九州观众们惊呆了 各国观众们也惊呆了 卧槽 Oh my God 这是什么情况 张霄怎么说没就没了 说爆就爆了 太恐怖了 实在是太恐怖了 他该不会是死了吧 想到这 除了九州之外的各国观众们 纷纷松了一口气 他就是太强了 遭到了天前 我还以为他是一世战场的亲儿子呢 现在看来 根本就不是 真是天助我眼 天助我大影花 大影此刻必须站出来 各国都欢呼雀跃了 张霄被雷劈死了 华天下之大击 简直就是 我们各国的福音 爽得一劈 趁此机会 一举成为整个蓝星上 最强大的国家 他们在幻想 只不过 幻想了一秒钟 下一刻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特娘的 什么鬼 张霄怎么又复活了 刷 白光在原地绽放出赤胜的光芒 顿时 张霄就出现在了原地 完完整整 身上更是多了一些雷电纹落 看上去 十分有质感 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张霄眼神一动 雷电纹落迸射出来 将远处一座山丘给轰碎 万丈雷霆 从张霄身上疯狂冲出 这让在场的板儿姐都猛逼了 好强大的力量 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我现在觉得 我好像有用不完的力量 这股力量 让我有一种毁天灭地的冲动 邪念 张霄心中生疑 释放雷霆的瞬间 他心中诞生出了一丝邪念 而且 邪念瞬间放大无数倍 十分恐怖 若不是他强行压制下来 只怕下一刻 他就会变成走火入魔的怪兽 难道是鬼门里的某种应急 还藏在体内 张霄不敢确定 说不定自己之前没有找到 经过洗嘴法骨之后 印记放大 产生了莫名的力量 你咋哥了 哪里不舒服 巴尔姐看着张霄 轻轻拍下他的额头 手中先天一气 灌输进张霄的体内 将其体内翻涌的气血 给压制下来 很快 张霄从内颈中退出来 清醒过来 将脑海中浑浊全部驱散开 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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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这丝邪念给炸碎 顿时 一股澎湃的热量 在张霄体内涌动 犹如江河湖海 让张霄整个人 充满了无限制的力量 一拳轰出 煞时间 整个大的出现了一道道 长长的沟壑 燃起了熊熊青烟 青烟散去 露出了满目疮痍的大地 整个蓝星的观众们 都震惊了 这是什么伤害 谁能扛得住 奶奶的 就算是一世界的人来了 也不行啊 好强啊 小伙子 你是从哪里来的啊 这一圈二十层的功力 我看我有点接不住啊 巴尔姐咽了口唾沫 没想到这小子一眨眼 就变得这么强了 实在是有点可怕啊 张霄抬眼看向远处 脚步一塌地面 动 整个人顿时飞射出去 速度之快 比二狗子都要快数倍 牛逼炸了 经过张霄一波大清洗 九州顿时一夜暴富 无数的资源 让九州的科技力量 迅速提升 这个时候 大国科学家越多 那么提升的速度就越快 当然 能够称之为大国科学家的人 必须是具备随时向祖国奉献一切的人 能为祖国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人 不巧 我们九州的科学家 都继承了老一辈的精神 这种精神 一直都深深扎根在 我们九州人的血脉之中 无可替代 无可摧毁 在经历张霄这种狂风暴雨的重振旗鼓后 九州人更加爱国 对九州无比崇高 时刻以九州为荣 速战速决 张霄看向远处那几头凶兽 超越了A级的存在 已经达到了超级S级的序列 这些凶兽有点怪异 宝尔姐歪着脑袋 仔细盯着包围过来的凶兽 好奇地说道 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鲜天遗气 他嗅了下鼻子 眼神微惊 似乎对这个结果感到不可思议 这些凶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鲜天遗气 按道理来说 应该只有人类才能够拥有的 呼啸 破风声撕裂长空 顿时 一道道龙卷风从远处飞窜过来 狠狠地冲向张霄他们 想要将其卷入其中 撕成碎片 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 让张霄心生惊害 这是意识战场的自然现象 还是他们召唤出来的术法 这些凶兽有本命天赋 难不成 这龙卷风就是他们的本命天赋 很快 张霄发现自己想对了 在他刚施展出来风后 奇门这个法门后 训字 逆风铃 刚让这几道龙卷风停滞在面前 逐渐吞噬掉 风中带火 火蛇流窜 轰的一声 陡然爆炸开来 化作滚滚狼火 成天踏地崩之势 向张霄和宝姐撕咬过去 不止如此 风筑火势 煞时间 火焰犹如狂暴巨龙 呼的一下 喷吐出如海浪翻卷的火海 瞬间就将张霄两人吞噬其中 狂风夹杂着怒火 让方圆千米之内的大地 瞬间烘口成了虚无 火焰缭绕冲天 整个天地都陷入了深红色的世界 这些凶兽身上 竟是奇奇爆发出诡异的火焰 五色斑斓 疯狂向张霄这里喷吐出来 空中有符文密布 炸裂出现 隐约间 显化出了一道道古老的人影 好色 这几头凶兽 都是这些古老人影的坐骑一般 让人心神惊颤 从这些人影上显露出来的气息 十分强横 让人无法抵挡 封后七门 锯门阵 张霄心面一动 便是将封后七门中的二十四山显化出来 瞬间化作八门 将此地给隔绝开来 火焰扑腾 焚天熔地 张霄哪怕施展出来如此强大的术法 终究是 无法将其完全隔绝 宝尔姐身上覆盖了一层金蓝色的先天仪器 张霄感应到 她身上这层先天仪器不同寻常 于是乎 抬手一招 封后七门前字 空仪沙施展出来 黑红空间如锯齿状 缓缓转动 火焰被疯狂席卷其中 强行拉扯进入了这黑红空间之中 就连那几头凶兽都要被拉入其中 撕成碎片 但可惜 张霄没想到的是 这几头凶兽表面 竟是出现了一层层诡异的纹落 纹落纵横交错 密密麻麻 勾勒出一道阴阳眼的图案 阴阳太极 视为无上先天之道 这种道法让张霄感到一丝丝的无奈和无力 因为 他体内某种道法 似乎被牵引出来了一般 感觉很不好受 大爷的 这些家伙都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张霄很迷惑 似乎 无形之中 有一只大手将凶兽们给笼罩在内 给予他们力量 超越寻常凶兽的强大力量 现在必须站出来 将其斩杀殆尽 张霄到袍一甩 风声呼啸 将衣袖掀起 犹如钢铁般坚硬 似乎心有所感 张霄抬手一招 一抹虚光从其手指上窜出 顿时 天地变色 黑云密布 飞快冲向天穷 凝聚在一起 化作层层天地囚牢 将这些凶兽困在其中 呼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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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霄深吸了两口气 心神紧绷 时刻维持这道术法 想要通过这一击 将这些凶兽全部击杀 你这个术法 我曾经在哪里见过 宝尔姐盯着张霄 眼中有一抹回忆 在哪里见过呢 张霄瞅了她一眼 呵呵一笑 这个术法 是将金光咒和风后气门 两种力量揉杂在了一起 形成两道对冲风流 让张霄体内形成了阴阳太极图 借此缓冲一下她体内的力量 不受侵扰 一道道闪电火花 空中出现 噼里啪啦 形成一道非常壮观的场景 咔嚓 一声轻响在空中炸裂开 好似苍穹碎裂成了两半 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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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张神好猛啊 牛逼 炸裂了 张神的实力越来越强 这对我们九州来说 就是天大的好事 冲啊 冲啊 把这些凶兽都给咔嚓了 九州直播间 观众们沸反迎天 犹如炸开了锅的废水 咕噜 咕噜 疯狂冒泡 小洒老师冰冰早已欢呼雀跃起来 这一下子 展现出了我们九州大国的实力 看到我们张神 他就代表了我们九州 小洒老师拍着手掌的大声叫喊 是啊 张神就是我们九州的门面 冰冰哈哈大笑 十分开心 局座眼中满是欣慰 其他国家观众们无奈的叹息 张霄越强 意味着他们国家的机会越少 用不了多久 整个蓝星上就只会剩下九州这一个国家 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源 足够强大科技 让自身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层次上 无人能够撼动九州的地位 大影花 大鹰 代鼠等大国 十分不爽 纷纷出声 要让他们的选手联合起来 共同对抗张霄 为了人类的曙光 为了人类的黎明 实际上 不过是 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罢了 纵然是他们联手又如何 还是敌不过张霄一人 他一人 便可灭十国 一世战场 丛林密布 万寿提名 张霄和宝儿姐 骑在二狗子背上 一路向北 飞快地狂奔 就是要在短时间内 迅速赶到九州国门 忽然 张霄眉头一皱 急忙一拍二狗子的脑袋 一人一兽之间的默契 早已血浓于水 此了 二狗子停在了原地 警惕地环顾四周 很安静 但却有一种莫名的诡异 安静得不像话了 若有若无的风声 在四周呼啸而起 穿透空间 让整个一世战场 都充斥着无与伦比的恐怖感 谁都想不到 这虚无空间中 竟是隐藏着某种奇特的能量 似乎让人有着很强大的指向性 怎么了 有什么异常 宝儿姐手起刀落 朝前方劈出一道气浪 光斩成弧形 好似一道让天地为之惊变的光弧 蹭 一道寒光 陡然从后面蹦射出来 狠狠地刺向张霄后脑勺 下一刻 风后奇门显形 整个天地都掌控在张霄手中 无敌的存在 谁敢不敬 无人 碰 张霄手掌一握 胸中有火焰在燃烧 瞬间就将这道光弧给烧成了虚无 刺了 白烟鸟鸟生气 似乎能将人给腐蚀殆尽 不敢靠近 这个白烟会扰乱我们体内的先天遗弃 此地太古怪了 竟然能屏蔽 我的风后奇门 张霄嘴角微敏 眼中有着一丝好奇 看向了脚下的大地 不知道 下方是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还是如何 宝儿姐 帮我个忙 用先天遗弃灌输进大地 让大地完全吸收了这些先天遗弃 然后我们就能用来探查此地的古怪 张霄说着 就将风后奇门的核心掌印 按在了大地上 咕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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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深处 似乎在喷发某种能量结晶 数量十分可怕 让人心惊胆战 似乎下一刻 这片大地就会炸裂开 若是我能打开这片大地的暗门 我就能看到下面隐藏的东西 这些东西 一定是意识战场的核心秘密 但为什么 这些能量结晶 能够给我们带来攻击和伤害 张霄不解 又来了 他眼神微眯 手中风后奇门 猛地爆发出一股能量 狠狠地冲向远处那道光芒 刷 卡拉 天地陷入一片昏暗 仿若沉浸在了某个奇异世界 张霄嘴角微勾 身上爆发出无尽的火焰 火焰瞬间化作九头蛇 狠狠地冲向四方天地 无情地是摇起来 真的好强啊 板儿姐眼中满是星星 不敢置信地看着张霄 这家伙 越来越厉害了 实在是出乎人的意料 砰砰砰 一道道闷响 在四周虚空中炸开 张霄知道 这是暗中的攻击 让他都给探出来了 为什么一式战场会攻击我们 太奇怪了 难道张霄成了一式战场的敌人 怀揣着怎样的秘密 不可能啊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他身处一式战场 主创者完全有能力将其碾死 如同一只蚂蚁一样碾死 没有人知道 一式战场背后到底是什么人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一式战场绝对是高阶文明创造出来的 不对 这些破碎的能量被我吸收了 再赋予我某种奇特的力量 张霄惊住了 这些零零零 凉碎片 再向他的身上靠拢 根本不用他吸收 就自动向他头顶上灌输进去 真是诡异 张霄心里如此猜测 可能是自己动了某种奇怪的能力 引起了义式战场的注意 太古怪了 张霄心生疑惑 眼中满是费解和担忧 体内并没有能量结印 那就意味着 这种能量融化在裸的体内 可是一旦彻底融化了 那我还如何进行查找 张霄很头大 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行 然而 义式战场的天空洒下了光雨 金色光雨在空中漫游 犹如一条条金龙般在天地间幽荡 十分壮观 张霄深吸一口气 感应到天地间的变化 旋即 风后奇门中显化出一抹灵光 这道灵光 是张霄整个人的先天一气结晶 也可以说是张霄的内核 此刻 他将此物拿出来后 便是引动所有的金色光雨 化作一道漩涡 吸收进去 二狗子看呆了 沐浴在这片金色光雨之下 身体似乎有某种升华 兽区更是产生了一丝异变 毛发染上了金色 斑驳的金纹 在二狗子身上蔓延 勾勒出古怪的图案 血脉进化 四肢上硬刻着雷电纹落 宝儿姐身上的先天一气 被引动出来 手中唐刀争鸣作响 发出呜呜的声音 不好 这金色光雨后面 潜藏着某种诡异之力 会弱化自己的机体 赶紧离开此地 张霄大声立合 但很快 金色光雨 却是变成了暗黑色 犹如一颗颗子弹般 携带着恐怖的冲击力 狠狠打向下方三人 诡异的音幕 让屏幕前的观众们都惊呆了 这是什么鬼 不知道 太奇怪了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黑色 看上去有点吓人啊 我靠 该不会是某种诡异和不祥 九州观众们激烈地讨论着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潇洒老师 菊座 冰冰等人更是惊恐万分 黑色的雨点 就如同死亡幽冥 地狱在向他们招手 快看 地上出现了黑色的大洞 有人惊呼出声 这时候 他们才看到 这些黑色雨点 竟是将地面都给击穿了 好恐怖的力量 好诡异的力量 洞口四周冒出黑烟 看上去像是腐蚀 又像是燃烧 触目惊心 张霄身上金光非常厚重 将柏姐 二狗子完全包裹在内 金甲巨人顶天立地 硬扛着诡异的黑色光雨 身上黑色斑点 逐渐要将气氛解开 张霄心念一动 将自身的先天仪器 疯狂灌输进金甲巨人身上 轰隆 金光爆炸 撑起了一片天幕 将这些黑色光雨 全都抵挡在外 两人一狗 在这苍穹下 飞快逃离 前方是一条断河 河上有一座长桥 长桥上一道虚幻的光影 犹如等待张霄一般 静静矗立 215 天幕坠落 战场崩塌 大势凋零 大结局 只能亿万岛光辉 在天穹上绽放 璀璨绚烂的盛光 成光剑 疯狂地向地面飞射 一道道虚幻的光影 从天空尽头 呈四面八方站了起来 他们身穿古老服饰 威严浩荡 恍如天威般可怕 举手投足间 都有一股要毁天灭地的伟力 无人可与之争锋 张霄三人躲避黑色光雨 不小心进入了一个时空光门 这个光门一闪而逝 说巧不巧的 正好出现在了张霄三人的面前 根本来不及躲闪 刷的一下 他们就被吸了进去 这下 屏幕上的画面 戛然而止 瞬间吸屏 观众们面面相去 不知所措 这是怎么回事 我张神怎么就这么没了 该不会又进入了什么 不该进入的地方吧 潇洒老师等人 更是非常震惊 相关部门立刻启动应急预案 联系张霄 却发现 之前和张霄暗中 制造出来的定位器 根本不好使 联系完全切断 就好像一只无形的大手的 想要将张霄的痕迹 从这个世界上抹去一般 十分可怕 咔嚓 一声轻响 在天际边炸开 让呆愣在屏幕前的观众们 心神一惊 狠狠地打了个哆嗦 发生了什么 我的天 我的天 外面的天变了 有人发现了异常 疯狂叫喊起来 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 同一时间 全世界各国上百亿人 都看到了天空的异常 吓得魂不附体 只看见 原本碧蓝如海的天空 竟然出现了一座座 诡异的黑色山峰 这些山峰 是道立的山峰 也就是说 尖长的峰顶 是对准地面上的人们 这么一看 给人一种感觉 就好像是要被穿透 洞穿了一样 恐怖感十足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各国太空战略局都疯狂了 一气全部失灵 更别提联系上空间站和卫星 根本无法看到太空中的样子 一架架直升飞机 战斗机起飞 呼啸冲天 想要近距离观察这些异物 但他们刚一靠近 瞬间就被上面的恐怖磁场给绞碎 漫天的战斗机爆炸 血雨落下 让无数人恐慌起来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来了 启动超级战舰 启动星空战舰 启动超级星空战舰 29亿人 有多少人 我们带多少人 迅速发射太空基地 采用光磁炮 将这些异物击碎 九州迅速做出指令 做好了逃离地球的计划 一式战场 是一式战场在搞鬼 他们像灭了我们 一式战场崩塌了 快看 一式战场崩裂了 有人惊呼出声 不敢置信地看着屏幕 一个个选手还想着 要认真地寻找宝藏 结果 下一刻 战场大队就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裂缝中喷吐出了 诡异可怕的黑色死气 只要沾染一点 就会瞬间腐蚀殆尽 变成一缕黑烟 可怕的让人们有一种窒息感 太恐怖了 呼 呼 人们心神紧绷 浑身上下都好似上了发条一样 无比的惶恐 这该如何是好 我的天啊 轰 轰 轰 一声声震天动地的轰响 从九州方向传出 上万口光磁炮 见到了天日 疯狂地轰击天外来物 可是 这些黑色山峰 却厚得离谱 压根就轰不碎 九州不相信 将这些光炮的威力调整到最大化 万炮齐发 硬是将一座山峰给洞穿了过去 滋滋滋 这个洞口出现后 立刻 有的国家出现了信号 能够连接外太空的空间站和卫星 迅速调转画面 想要查看外太空的情况 而在看到真实的场景后 所有人都头皮发麻 只见到 蓝星外 一座座黑色山峰上面硬刻着诡异的纹落 这些纹落散发出了让人窒息和扭曲的磁场 太空站 卫星 全都被吸附在了这些黑色山峰上 破碎成了渣漠 至于那些宇航员 估计早就变成了一团血污 场景可怕 让监测太空的工作人员 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咕咚 死一般的寂静 太可怕了 蓝星如此巨大 但在这些黑色山峰的包围下 却显得十分渺小 好似下一刻就会被碾碎成虚无 咔啦 咔嚓 咔啦 人们仿若听到了蓝星在山峰的挤压下 逐渐破碎的声音 星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 现在怎么办 这些山峰太恐怖了 九州发射基地 再见到这些山峰 竟是能让卫星全部失灵 并且死死地吸附住 万分惊恐 这岂不是说 他们根本无法进入太空中 我的天啊 那还了得 他们就只能坐以待毙 等死了 发射 无论如何都要发射 赶紧通知相关领域的人 给我测试一下 这些山峰会对哪些物质产生吸力 我们用太空金属 看看能否躲避这山峰的吸力 有人喊道 很快 得出了结论 黑色山峰产生的诡异吸力 对云金等太空金属 没有任何作用 那这意味着 九州用云金研发出来的太空基地 都是能够发射出去的 太棒了 那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事 就是在太空基地中 开辟出来新的领地 要在黑色山峰之外 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无论如何 九州都要去全国之力 逃出去 人们在见到张霄失联后 非常担心 尤其是出现了黑色山峰后 更加察觉到 此事不同寻常 亦是战场崩塌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完蛋了 完蛋了 现在我们大鹰逃不出去了 九州似乎要准备发射太空基地 呵呵 让他们发射去吧 有什么用呢 我们等死就行了 徒劳挣扎而已 对外宣布世界末日吧 珍惜最后的时间吧 此刻 各大国心里都清楚 一切都要完蛋了 但阴阳师 碧云岛上的人 却是知道 能够逃出蓝星的唯一办法 就是开启九大鬼门 重新创造出一扇光门 进入时空漩涡 不过风险很大 说不定 虫洞架构不稳定 出现分崩离析的状态 那么一群人就会丧射 但 他们已经没有后路可退了 必须开启这个大门 碧云岛岛主 率领十二斤 先未出阵 和圣殿山的阴阳师 共同出阵 前往鬼门 鬼域再开 天地为之变色 老天师迅速召集 九州上古炼七世后裔 沉寂了数千年的昆仑神功 出世了 整个世界为之震动 刹那间 九州震荡 蓝星震荡 天地为之惊动 煞世间 万物不复 老天师看到尘封了上千年的老友们 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诸位 飞仙之门已经开启了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开始行动吧 众人呵呵一笑 仿若看到了未来 此刻 张霄和宝儿姐来到了一世界 这个地方 好似仙境 仙雾缭绕 仙气蒸腾 更有仙月在耳边环绕 鸟鸟生辉 熠熠生光 仙秦在空中起舞 深吸一口气 只觉得整个人都得到了升华 此地是何处 不知 张霄并不知道这里是什么 不过 他觉得 此地应该会有某种奇特的力量 这股力量吸引着张霄 似乎唤醒了他体内的古老封印 很可怕 非常可怕 张霄不知道这是好是坏 但他明白 现在的他回不去了 大势凋零 末日崩塌 可以说 此刻的张霄 唯有迈步朝前走去 方才能活下去 宝尔姐手中的唐刀 竟是寸寸锻炼 变成了碎末 而后与他自己融为一体 这就是此刻 他为之惊动的原因 一切都结束了 我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 是搞清楚如何回去 我要去接我的父母 张霄望向远处 不管怎样 他没时间了 他要在这片世界 尽快地变强 强到能够接应他父母 全是